被关家扫地出门后 关许许摇身已变成了身价千亿的真千金 关家人后悔了 仗着养育之恩 要江家一半身家做报答 关许许冷笑一声 一道真言符 直接揭穿关家人的丑恶嘴脸 渣男想回头纠缠 关许许抬手就让他夜夜见祖宗 堂兄堂妹看不上他 觉得他丢人 结果 宋家当家找上了门 只要江大师愿意出手救我女儿 条件随便提 一向和江家有救援的徐家 舔着脸登门 过去都是小弟不懂事 只要江大师肯帮忙 以后江总是我哥 后来 连一向对天对地的堂弟 也成了他的根屁虫 这是我唯一的姐 谁敢骂他 我骂他全家 回过神的江家人才知道 他们以为的小可怜 居然是个真悬门大佬 驱邪 画符 救人 还要追金大腿 关许许表示 我好忙 楚 金大腿 北赫主动分担压力 不用追 已经是你的了 第一章 回你亲生父母那里 六月 高考刚刚结束不久 关许许独自办理完 出院手续回家 刚踏进关家的别墅大门 一个行李箱 便哐的一声 砸在他的脚边 打扮贵气的美妇人 站在玄关处 居高灵下地看着他 目光扫过少女精致的五官 与如雪的肌肤 眼中闪过一丝嫉妒 随之而来的 便是毫不掩饰的厌恶 你的行李 我都让人收拾好了 从今天起 你就滚出这个家 回你亲生父母那里去 关许许看也不看 地上的行李箱 性谋冷淡地 看着面前的白淑琴 这个他喊了 十七年妈妈的女人 门口的动静 引来屋里人的注意 很快 关处和他的一对儿女 也走了出来 关处看着摔在 关许许脚边的行李箱 看向自家妻子 语气似有责备 淑琴 你这是做什么 许许好歹也是 我们养了十八年的女儿 她就是个养不熟的赔钱货 白淑琴瞪着关许许 这次市里选出的城市形象 代表名额 我分明说了 让她让给蕊蕊 她把我的话 当作耳旁风 要不是我打听到最终名单 现在还被她蒙在鼓里 她但凡有点良心 就不该抢妹妹的东西 一旁的关蕊蕊 听到白淑琴这话 眼底闪过一丝嫉恨 但很快被掩饰下去 面上露出些许委屈和难过 嘴上却道 妈妈 你别这样 城市形象代表机会难得 姐姐不想让出来 也是正常的 或许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吧 不然也不会选不上 你哪里不如她了 她有的还不是我们关家给的 白淑琴柔声 安慰起自家女儿 关徐许就静静看着 这对母女表演 从小到大 这样的表演 她已经看过无数次 这会儿 内心不仅毫无波澜 甚至有点想笑 四天前 她为了救关蕊蕊 被车子撞飞出去二十多米 所有人都当她活不成了 白淑琴和关家人赶到现场 第一反应 不是来看她的伤势如何 却是去哄 被车祸 吓得哭泣不止的关蕊蕊 关徐许当时躺在地上浑浑噩噩 只觉得手脚冰冷 但更让她心底发寒的是 关父和白淑琴的对话 车头都撞烂了 应该是活不成了 这样也好 她死了 说明蕊蕊命里的这个大劫 确实被她挡掉了 也不枉我们家养她这么多年 关徐许一直都知道 她只是关家养 来给关蕊蕊挡了的工具人 小的时候不明白 为什么关蕊蕊每回生病 白淑琴都会要求她 二十四小时随身照顾 而每次在她的照顾下 才知道她和关蕊蕊的八字 属于阴阳术术中的乾坤契合 乾坤两半 而她是好的那一半 关家将她养在关蕊蕊身边 其实是用她自己的气韵 去填补关蕊蕊身上的厄运 而这一次次的党恶 关蕊蕊身上的命数慢慢变好 而她则会慢慢走向衰恶 如果不是关徐许早有准备 或许她已经气韵耗尽 死在四天前的那场车祸之中 也因为这场车祸 叫她亲生父亲意外找到了她 说完了吗 说完我可以走了吗 清儿听过这对夫妻 冷漠地讨论着她的死亡 关蕊蕊心底 对于关家最后一点期待 也彻底消失 对于离开关家 她没有半点不舍 蕊蕊 你也别怪你妈妈 这件事确实是你做的不对 关父这时候才走出来 面上是一如既往的严肃 既然你已经找到了亲生父母 那你就跟他们回去吧 关蕊蕊也跟着开口 声音柔柔切切的 姐姐 你别生妈妈的气 妈妈都是为了我 说着 忽然从旁边拿过一个信封递给她 很是贴心道 这是给你准备的路费 听爸爸说 姐姐亲生父母 住在那种大山里头 家里很穷 而且那些地方网络不发达 带些现金比较好 一旁的白叔勤冷哼出声 你也别说 我们不顾念这么多年的勤奋 这些钱在山里头 都够花用一年了 我们家 对你已经够好了 她说着又吃笑一声 等你回了那边 估计也没机会再见了 听说那种大山里头 娶不到老婆的老男人多了去了 你回去正好可以嫁人 横竖你成绩一般 肯定考不上大学 关徐许看着白叔勤 那一副施舍了大恩 又恶意满满的样子 只淡淡瞥过一眼 你的额温有些深 是算计太多 以及孽债积累的表现 与其操心我 不如用这几千块 去买张面膜补救一下 她说着顿了顿 似顾一般补充 虽然可能也没什么用 关徐许这话说得一本正经 却叫白叔勤 脸色骤然变得尖刻 当下怒声 小剑人谁给你的胆子 跟我这么说话 说着 抬手便要朝关徐许脸上甩去 后者只冷眼看她 轻轻侧身 直接让白叔勤的巴掌 落了个空 白叔勤不可置信 你还敢躲 一旁的关蕊蕊 见状忙上前 拉住关徐许 姐姐 你别这样惹妈妈生气 只要你好好说话 妈妈会原谅你的 说得好听 其实是拉着她 不让她再躲开 白叔勤的巴掌罢了 关徐许抬手就要 把人推开 然而眼尾扫过 视线一顿 她看到了关蕊蕊手腕上 戴着的玉镯 刷的 她转而一把抓住了 关蕊蕊的手腕 冷声质问 这镯子 怎么会在你这 关蕊蕊今天故意戴着这镯子 本来就有种炫耀的意思 这会儿 见她终于注意到自己的手腕 再被冷不丁抓住 顿时一副受惊了的样子 跟着痛呼出声 痛 关蕊蕊一出声 一旁的白叔勤 瞬间变了脸色 抓着关蕊蕊的手 就将她扯开 歼声怒吓 关蕊蕊 你要干什么 关蕊蕊却死死盯着关蕊蕊 声音有些冷 那是奶奶留给我的镯子 什么你的镯子 那是老太太留给关家女儿的 你都不是关家人了 那镯子当然是蕊蕊的 关蕊蕊咬了咬牙 干脆撒开拉着行李箱的手 转而看向关父 在关家的东西 我可以一件都不带走 我只要奶奶留给我的镯子 如果说 关家还有什么 让她眷恋的 那就只有奶奶 奶奶是这个家里 唯一真心疼爱她的人 就连临终时 心心念念的 都是自己走了以后 她会过得不好 那镯子 是奶奶留给她的唯一念想 第二章 那山是我们家的 原本一直没出生的关启生 此时终于开口 与关父如出一辙的年轻五官 带着几分不满与痛心 许许 那是蕊蕊的东西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贪得无厌 关许许捶在身侧的手 暗暗攥紧 又听她道 你要是乖乖听话 把名额让给蕊蕊 我可以劝爸妈把你留下 关启生自认 自己给了她最好的选择 她应该感激 关府也道 你虽然是领养的 但我一直把你当亲女儿看待 我们关家是体面人家 做不出让女儿回去认亲 却连行李都不给这种事 你亲生父母 家里条件不好 该带的还是带着吧 至于把镯子给她的话 却是一个字不提 关蕊蕊这时 也委委屈屈的开口 姐姐 我知道你很想要这个镯子 但这个 毕竟是奶奶的东西 这样吧 我再给你转点钱好不好 一万够不够 不够的话 两万 那话里话外的意思 分明是说 她想要镯子 是为了拿去换钱 关徐徐顿时冷冷 瞪向关蕊蕊 关蕊蕊被她那眼扫过 顿时色缩着抖了一下身子 关徐徐看着眼前的三人 表情淡漠非常 说出口的话 干脆而决绝 我不需要你们的钱 更不需要你 替我开口留下 曾经她为了得到他们的认可 学习礼仪 亲手为他们制作护身符 把他们当做自己真正的家人一样 尽她所能的对他们好 却始终换不来一颗真心 甚至 在她为了关蕊蕊 险些死掉的时候 也没能换来他们一个眼神 这样的家 她再也不会稀罕 关启深听她毫不犹豫地拒绝 脸色有些难看 觉得关徐徐 实在有些不识好歹 离了关家 她还能有什么好日子 白淑琴则是挡在了关蕊蕊身前 美好气地立声赤道 启深 你跟她说 这些干什么 现在 就算她让出名额哭着留下 我们家也不会要她 她更别想着 拿走关家一件东西 关蕊蕊见状又走上前 一副还想要劝说的模样 却用只有两人听到的声音 与其带着些得意的炫耀 姐姐 刚才忘了告诉你 前天陪哥哥跟我表白了 我们打算过些日子就订婚 我知道 姐姐一直喜欢陪哥哥 但还是希望你祝福我们哦 关徐徐看着她炫耀的嘴脸 面无表情反问她 谁告诉你我喜欢她 关蕊蕊一正 显然没料到 她是这个反应 按照她的设想 听到喜欢的人跟自己表白 关徐徐不是应该痛苦 不看到跪地落泪吗 关徐徐只是用一种 看傻子的眼神看她 虽然你眼瞎 但我会祝福你们的 毕竟两个祸害在一起 就没办法再祸害别人了 挺好 关蕊蕊听到她这话 瞳孔一缩 险些变脸 关徐徐却不再理她 转而看向关家其他人 从小到大的抚养费 我会还给你们 从今往后 我跟你们家再没关系 关家算计她的命格 她斩断了这层因果 关蕊蕊过去 让她挡下的灾厄 以后将会双倍 还到关蕊蕊自身 偿还抚养费 还了关家养恩 养恩和因果全部割断 以后哪怕她对关家人出手 也不会承担任何因果孽债 她又最后看一眼 关蕊蕊手腕上的镯子 却道 这镯子你留不住 用不了多久 我会让你亲手把它送还给我 关徐徐说罢 再无留恋 截然一身 走出关家的别墅大门 白淑琴看着她转身离开的背影 气得险些说不出话 看看 果然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 要不是 看在蕊蕊的份上 我早就 把她赶走了 关蕊蕊适时 揽着她的胳膊给她顺气 姐姐应该是突然知道自己 要被送回那么穷的地方 一时接受不了才这样 妈妈就别跟她生气了 你啊 就是太善良 白淑琴无奈地看着自家小女儿 然后看向关徐徐离开的方向 赤声暗骂 被酿撞了都没死没伤 只不定是什么怪物脱身 幸好咱们趁机把人送走 否则还不定怎么祸害咱们家呢 行了 都别说了 关父沉声开口 干脆地终止了这个话题 关家四口不知道的是 就在关徐徐踏出关家花园的瞬间 原本笼罩在关家头顶的猎羊 似乎被乌云掩盖 连带着周遭的温度 似乎也变得冷了两分 阴影角落处 似有嘻嘻嘻嘻的声音 在嘻笑讨论 她走了 她终于走了 这个家是我们的了 嘻嘻嘻 关徐徐一路走向别墅区大门 头顶猎羊高照 她身上却看不出一点燥热 甚至连鹅脚吸汗都不见一滴 就仿佛她的身体 自动将酷热的暑气隔开了一半 从兜里掏出手机 关宝城 也就是关父之前 把她亲生父母的联系方式给了她 只是她还不曾联络过 关于亲生父母 关徐徐知道的信息并不多 但住在大山里头 不富裕是肯定的 高考刚刚结束 之后大学 如果亲生父母那边 没有钱供养她继续读书 她也能自己想办法挣钱 至于回去后 可能会被卖了嫁人这种事 关徐徐是半点没担心过 这世上 能卖她的人应该是不存在的 关徐徐一边想着 一边找出那串手机号码 正准备按下拨号键 就听不远处停机坪 传来一阵巨大的动静 抬眼看去 便见不远处的停机坪上 十几架整齐华一的黑色直升机 缓缓降落 关家所在的这个别墅区 虽不算市里的顶级数区 但平日里来往豪车也不在少数 可是直接降落 十几架私人直升飞机的 关徐徐还是第一次见 只当这是小区里 哪个土豪老板搞出的阵仗 正要打算离开 却不料 她脚步刚刚往旁边挪去 就见那十几架直升机的保镖 像军队一样跑动起来 刷刷停在了她面前 正好在她面前排成了两个队列 而后 机门打开 身穿黑色西装白手套的驾驶员 迅速下车并站成两列 显然是训练有素 此时正中间的那架飞机的机门 也缓缓打开 关徐徐只见一条深灰色西装裤 包裹着的大长腿 首先迈出 男人自车内走出 身形奇茬高大 一身剪裁得体的铜色西装 将那俊美异常的五官 衬托得愈发金贵优雅 男人看着她 朝她缓缓走近 这才张口 声音低纯好听 关徐徐 关徐徐看着男人眉眼间 几分和自己相似的熟悉 隐约猜到对方的身份 我是 男人便看一眼 他手里还停留在 拨号前的手机页面 择了一声 伸手 突然替他点上拨号键 下一秒 一阵悠扬的手机铃声 自他口袋中响起 只见他取出手机 将来电显示的界面 举到关徐徐面前 配合着他的身高 稍稍弯下身子 眉眼带笑 初次见面 我是你哥 江淮 关徐徐 关徐徐的视线 默默打亮着面前 俊美非常的哥哥 又透过他看向身后的飞机队 和训练有素的驾驶员们 和保镖们 半赏才找回自己的声音 我听说 父母是住在山里的 言下之意 你这阵仗瞧着不太像我家人 江淮还以为他要说什么 直到 老家确实是山里的 顿了顿 又补充 不过那山是我们家的 关徐徐 所以 他亲生父母家里不值不穷 而且 还有一整座山 什么人还能私有一整座山 国家他允许吗 第三章 被他的金光闪瞎了眼 家里人让我过来接你 特意交代了 第一次见面要郑重 所以我临时戒掉了个直升机队 数量不多 将就着吧 关徐徐看着这乌泱泱的 几乎堵了整个别墅门口的机队人员 沉默无言 你管这叫 将叫 又见江淮朝着身后的人一招手 忽然示意 叫人 小姐 身后统一扶制的驾驶员们 齐声开口 声音齐整得好像军中口号 供迎小姐回家 关徐徐 莫名有些中二的羞耻感 是怎么回事 许氏从小在官家受到的冷带太多 关徐徐并不擅长应对这样热情的场面 张了张口 只朝江淮憋出一句 走 走吧 赶紧走 没看别墅保安都跑过来了吗 江淮笑眯眯看着他的反应 忽然又像是想到什么 好看的桃花眼微微眯起 将他周身打亮一番 又问 不过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 这个时间 孤身一人出现在别墅门口 总不能是出来买酱油的吧 关徐徐文生抿了抿唇 不想说自己被关家人提前赶出来了 正琢磨着糊弄过去 却听另一道声音突然响起 带着些冷淡的 好似冷泉清雅的男生 沉脸 好听 还有些不耐烦 还不走吗 关徐徐顺着那声音看去 才发现原先那辆直升机上还有一个人 只一眼 却险些叫他闪瞎了眼 机座内 男人长腿微曲着 从他的角度 只能看到 那隐在机门阴影处的半个身子 他的手腕随意搭在下机的扶手上 姿态优雅中透着稳重 连带着男人西装上的褶皱 仿佛都戴上了莫名的吸引力 但比起这些 真正闪瞎关徐徐的 却是男人周身散发着的金光 他的眼睛 从小就能看到寻常人看不见的东西 代表人的气韵 有许多种颜色 金色 他只在对国家有贡献的人身上见过 但看眼前这几乎亮瞎人眼的金光 这人是偷了国运不成 江淮在听到男人开口的瞬间 也顾不得多问 忙笑着应声 走 这就走 说着就推着关徐徐的肩膀 就往那边走 又刻意压低了声小声嘀咕 大魔王就是没耐心 然后关徐徐就被他带到了那位大魔王的面前 将他塞进旁边的飞机座位 坐在了那位大魔王的边上 这么近距离一看 那金光更胜了 顶着眼睛被闪下的威力 关徐徐终于窥见了对方的真容 如男人冷淡中 透着几分凌厉的声线一般 他的五官宛若刀凿 冷角分明 英俊之中透着几分冷硬的美感 敏薄的唇线带着冷然的温度 如高山极寒中走下的冰雪 淹没在那深邃而幽黑的瞳孔之中 似是察觉到他过于用力的视线 男人微微侧眸 只一眼便似将他所有探究与情绪收容眼中 关徐徐很好奇他身上的金光 但又担心对方把他当傻子 想了想 问他 你也是我哥 一句话 叫刚刚坐在对面的江淮扑斥笑出了声 旁边的男人只冷冷瞥他一眼 随后似又沉默地收回了深邃的谋 不是 多的 却是一个字不说 好在 这架飞机里还有一个江淮 这是楚北赫 不是你哥 你哥只有我这一个 关徐徐听到这个名字 莫名觉得有点耳熟 却想不起在哪听过 不过海市四大家族 其中两家就是楚姓和江姓 是巧合吗 又听江淮解释 我今天来接你 他顺道蹭地坐 关徐徐闻言了然 刚要汗手 就见原本已经收回视线的男人 疏然朝江淮扫去一眼 薄唇微气 冷冷开口 你用的是 我的直升机队 他堂堂处事当家 还不需要蹭旁人的坐 江淮却是不以为然 甚至干脆的一摊手 没办法 公司的车队都派出去了 我认识的人里 会单独给自己的配套出行的直升机队的 只有你 楚北赫 一个连下属袜子 都要求同色同款的高端强迫症患者 更别说他名下的直升机 那是连飞机内的脚电子 都要求一模一样 就在三人说话间 一色漆黑的直升飞机 已经缓缓启动 护送着最中间的豪华直升机 如来石一般浩浩荡荡地离开 直到飞机队轰隆隆地离开 一直盯着这边的几个保安 纷纷对视一眼 讨论了起来 刚才直升机接走的那位 是关家的那个大女儿吧 是她 我前天就听说 她不是关家轻生的 这不 人都被赶出来 听说轻生父母那边 还是山里头的 山里 你瞧瞧人家这阵阵 哪里像是山里出来的 指不定人家亲生父母家里 是什么大人物呢 哈 要真是这样 关总家里不得回死了 保安室虽有严格规定 但私底下 大家对于这些 住在别墅区的富豪的八卦 讨论的却不少 正说话间 其中一人连忙闭了嘴 转身冲着车闸的方向 恭敬弯腰 要不说白天最好别说人 这不 关家的车 白淑琴和关蕊蕊坐在车后坐 看也不看那几个 朝他们恭敬弯腰的保安 作为高贵的业主 他们对于这些 社会底层的保安 从来都不看在眼里 这次城市代表 最终名单虽然定下了 但还没正式交上去 妈妈打听过了 负责递交最终名单的 是江海集团的一位负责人 白淑琴自顾对一旁的 关蕊蕊说话 嘴角含笑 正好你爸爸前天 和江海集团谈了个合作 咱们直接走那边的关系 关蕊蕊文言有些惊喜 江海集团 那背后 可是四大家族之一的江家 爸爸居然跟他们合作上了 真厉害 白淑琴说到这个也是 满脸自得之色 偏还要装出一副 不以为意的口气 可不就是那个江家 好多人捧着前上门去求合作 也没得一句搭理 但那边却是主动找的你爸 可见咱家在海市的地位 以后啊 像这样 上门找咱家求合作的 只会更多 关蕊蕊听着这话 脸上肉眼可见的露出兴奋之色 能和江家合作上 那不就说明 他们家很快就要 寄身海市顶流富豪的圈层了吗 那日后 他能够挑选的未婚夫的圈层 也要不一样了 果然 关徐许一走 他们关家就开始走运了 真好 关蕊蕊说着 又带着几分故作的矜持道 那我们直接找那边帮忙 他们会不会不答应啊 白淑琴一脸自信 他们都主动找上门求我们合作了 大家既然是合作关系 帮这么点小忙 不是应该的吗 他说着 又拉住关蕊蕊的手 放心 妈妈一定会帮你 把城市形象代表的名额拿回来 这可是关乎咱们海市的形象 那白眼狼想抢你的 也不看自己配不配 关蕊蕊心底得意非常 只觉得那城市代表 已经是自己的囊中之物 偏偏面上还要装出一副 乖巧又不争的模样 顿了顿 又问 那我们现在是要去江海集团的总部 不去总部 白淑琴说 我们直接去江家 第四章 顶级豪门江家 江家 位于海市市中心的银江一号 是整个海市最顶级的小区 明明是寸土寸金的地段 别墅内的绿化率 却高达80% 除了单独开凿的人工湖 更有赤巨资设计 打造的园林甲山 其中 别墅安保 都是退伍特种兵的级别 看房购买 皆需要财产资质验证 因为这里是整个海市 顶级豪门的聚集地 关许许知道这里 关宝成曾经心心念念的 就是买一套这里的房子 因为住进这里 就意味着和顶级们做邻居 就意味着 自己也是顶级中的 一云青一色的直升机队 停在了别墅区宽阔的停机坪上 旁边早有一辆黑色麦巴赫等着 三人换了车 车子经过园内开阔的草坪 最终在一处四层高的庄园别墅前停下 江淮带着关许许下车 楚北赫却坐着没动 别人亲人团聚的时候 交情再好 也不应该上门打扰 这是礼数 江淮摆摆手 就见麦巴赫再次启动 朝着别墅更深处开去 楚家就住在前面 回头我再带你正式上门拜访 江淮解释完 便领着关许许自故往里走 欧式建筑的庄园别墅 自带一股奢华大气 穿过花园 走入别墅大门 绕过玄关 进入客厅 关许许迎面看到的 就是坐在厅中的乌泱泱的一群江家人 在来的路上 江淮已经跟他简单介绍过 例如关许许之前猜测的 江家正是海市四大家族之一的江家 一共四房人 三子一女 各有家庭 老爷子因为身体原因 前年已经退了下来 江海集团交给了老大江宇成 二叔江宇明 年轻时是风米国内的一线歌手 后来自己开了一家娱乐公司 如今也是圈内数一数二的大佬 三叔江宇童在江海集团担任副总 单独负责集团好几个重点产业 姑姑江宇兴也是女强人类型 独自打造了一个国际一线品牌 在时尚圈影响力极大 至于其他小辈 许是江家的杨气太足 江家四房清一色都是男孙 除了二房最小的小女儿 还有一个陆雪熙 是江老夫人娘家寄养在江家的女儿 再看眼前 显然江家几房都基本来齐了 在看到关许许和江淮进门的时候 众人皆是齐刷刷抬头 每个人看向她的目光或审视 或好奇或不屑一顾 或隐晦的不满 爷爷 江淮倒是姿态寻常 长腿往前一脉 朝着沙发正中央坐着的老者唤了一声 同时介绍 这是许许 又顺势向关许许示意 许许叫爷爷 关许许看向那正中央坐的端正 朝他含笑看来的老者 他对于像术并不十分擅长 尽管眼前的老者眼里带笑 但他山根挺拔 高额阔眉 眼窝较深 属于很有自我主张的一类人 换言之 这是位习惯于发号施令的人 爷爷 关许许老实叫人 老者点了点头 何须道 好 回来就好 以后你就是我们江家的大小姐 谁也不能欺负你 江淮又转向江老爷子旁边坐着的江宇成 介绍 这是爸爸 关许许顺着视线看去 相较老爷子的面上和蔼 江宇成给人一种相对冷恋的感觉 尤其侧着脸时那那棱角透出的冷印 五官明晰 隐约可以看得出对方年轻时英俊的容貌 岁月在他脸上沉淀出的细纹 不显半分老态 反而透着一股成熟男人的魅力 是和关宝成不同的类型 关许许张了张口 低声喊 爸爸 江宇成敏薄的唇角 因为这声爸爸稍稍绷紧 看向关许许时 整张脸看不出太多情绪 好半上 才沉声应了声 嗯 江淮又带他一一见过江家其他长辈 关许许默默看了一圈 江家人除了还在疗养院的奶奶和另一位堂哥 几乎全部到齐 然而这些人里 没有他的妈妈 按照江淮的说法 当年他被人抱走 妈妈独自追踪那个绑匪 却在中途意外坠海 至今连尸骨都没能找回 许是他有些沉默 刚才被换作二婶的女人主动上前 动作轻易地揽过关许许的胳膊 眼里满是心疼和慈爱 许许刚回来累了吧 二婶已经让人给你收拾好房间了 你先看看喜不喜欢 要是有不喜欢的 随时跟我说 江老爷子在家族事情上属于老派思想 讲究父母再不分家 除了已经嫁出去的四女儿 其他三房都一起住在这栋庄园别墅中 女人名幻姚玲 约莫四十的年纪 但不管是身材还是皮肤都保养得极好 乍眼看去便是一派名门贵妇的模样 只是他此刻的心疼 配着他虚荣且偏执的面相 看在关许许演中却十分的违和 关许许不动声色抽回自己的胳膊 正要礼貌谢过 却见旁边突然跳出一个少年 约莫十三四的年纪 张口却道 二婶 你给他另外准备个房间吧 原来那个是雪希姐的娃房 你给了他 雪希姐的娃娃都没地方放 少年是三房最小的儿子 名叫江苏 在所有江家人里面是最莽的一个 果然这话一出口 听里好几个人都露出了一言难尽的表情 三叔江雨童更是直接板起脸来 瞎说八道什么 有你什么事 你凶我干什么 我又没说错 江苏耿着脖子 家里那么多房间非不用 他一来就要霸占雪希姐的娃房 凭什么 坐在几个小辈中间的少女 不知何时站起了身 娇好郁润的脸上带着些自责 小苏别说了 这便是少年口中的陆雪希 陆雪希是江老夫人娘家的侄女 当年因为关许许丢失 为了安抚大儿子的心 同时也是为了缓解江家扬胜英衰的情况 江老夫人特意将陆雪希从娘家抱养过来 三岁起便一直养在江家 和一众堂兄弟一起长大 只见他又转向关许许 柔声道 许许妹妹别怪他 小苏没有恶意 他只是看不得我受委屈 那个房间给了你就是你的 我怎么样都行的 态度大方得体 偏偏每个字都不忘强调自己受了委屈 熟悉的满是关蕊蕊的配方 关许许默默反思 难道是自己体质过于特殊 所以才总是吸引这类茶经 又见少女扭头 假意训斥 小苏快道歉 许许可是你姐姐 七 少年一脸不屑 小声的嗤之以鼻 他算我奶门子姐 当的一声 不知是谁的杯子 被重重磕在了大理石的桌面上 厅中陡然一惊 第五章 我妹妹 不受委屈 客厅一侧的单人沙发上 江宇成此时面无表情地坐在原地 面前的茶杯有水痕在桌上运开 好办上 只见他微微侧眸看向江苏 语气平静地开口 却问 许许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 不配当你姐姐吗 刚才还忙得不行的少年 这会儿肉眼可见的怂望 大伯 我 我不是那意思 一旁的江淮笑眯眯地看着自家父亲 一个眼神镇压住了这个小的 扭头 干脆看向陆雪希 雪希 你觉得自己在江家住 受委屈了吗 陆雪希被点名 脸色顿时有些白 忙不连否认 没有 江淮哥哥 你误会我了 既然没有 以后就不要说那些 让人误会的话了 江淮依旧是那眼尾含笑的样子 声音温惊好听 却带着叫人 不敢轻易造次的压力 陆雪希张了张口 半赏低下头不敢再多言语 只是垂手的瞬间 暗暗咬唇 一旁的姚玲 适时开口打圆场 是我没安排好 一个房间而已 不至于的 二审安排 确实有些不妥当 江淮身为江家长孙 就算对上长辈 也从不委婉 许许是我妹妹 江家的大小间 住旁人闲置的 挖房歹的房间 传出去未免让人笑话 她说着 忽然一把拦过 关许许的肩膀 一副护肚子的样子 我妹妹回家 可不是来受这种委屈的 一句话 有意无意地 叫旁边的陆雪茜 仗红了脸颊 她刚暗示 所有人自己受了委屈 这边江淮就反过来说 让关许许住 她用过的房间 才是委屈 这不是在打她的脸吗 而这边 被突然揽住肩膀的关许许 更是身子一僵 也不知是因为江淮的动作 还是因为她的话 委屈什么的 其实说不上 比起在关家兽的 这一句两句都不算是 但这是第一次 有人关心她 会不会受委屈 心间暖暖的 似是第一次感受到 家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摇里脸上明显有些尴尬 心里却暗骂 这个江淮 还是一如既往地 不给自己面子 下意识看向旁边的 江宇成和江老爷子 却见两人都不说话 当下只能忍下心里的憋屈 免力保持面上的优雅 江淮说的是 是二神考虑不周 那我再重新 让人安排一下 江淮顿时笑着 朝他点点头 那就有劳二神尽快处理 说着又转向众人 我先带许许去花园转转 说吧 也不管厅里众人什么意见 镜子带着官许许 转去花园两人离开后 厅里的气氛 都跟着沉了下来 摇铃委屈极了 张口还想解释一下 就在这时 外头管家走了进来 朝江老爷子道 老爷 门卫打电话说 有位官太太来拜访 姓官 众人下意识想到了官许许 心说这人不是 刚从官家接过来吗 怎么又爸爸追过来了 是来找许许的吧 看来是舍不得这孩子呢 江家三审笑着开口 也是缓和气氛 他刚才就注意到 官许许进门没带行李 虽然不知道什么原因 但官家人 应该是特意过来送行李的吧 也是 知道许许是江家的女儿 官家再糊涂 也不至于做连行李 都不给她蠢事 就见官家似是犹豫了一下 说 那位官太太说 是来拜访三夫人的 江三夫人嘴角笑容一僵 莫名又茫然 找我 官家的太太不来找孩子 找她干嘛 另一边 江家的花园 是典型的欧式风格 别墅侧侧面的复古围栏 开满了整面的墙威 达里得当的草坪绿意蔓延 炎炎夏日下 显得愈发灿烂 官许许跟在江淮身后 听他随口介绍着 花园的一些小东西 心绪却悄悄地飘回了 刚才江淮在客厅 帮自己出头的情景 有些奇异的 微妙感 好扮上 他忍不住轻声开口 谢谢 江淮脚步一顿 看着他 忽然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 跟哥哥 不用说些 官许许就那么看着他 配着被他揉乱的发顶 整个人莫名透出一种呆猛感 叫江淮眼角笑意更深 刚要再说什么 手机适时响起铃声 江淮看了一眼来电 示意官许许自己随意逛逛 便走到旁边接电话去了 官许许镜子往前 走了约莫十来步 忽然 他的视线落在了花园角亭处 一个正在擦拭桌椅的阿嫂身上 那阿嫂五十左右的年纪 外表看着并不起眼 但从官许许的角度 可以轻易看到对方身上 缠绕的丝丝阴煞之气 那是沾染了恶念的人才有的 官许许一般不喜欢多管闲事 因为主动沾染容易惹上阴果 但眼前这人若是放着不管 他身上的阴煞之气 或许会影响家里的其他人 他走上前去 那阿嫂手上搭着块抹布 动作机械擦拭着 表情有些呆滞的茫然 眼尾时不时朝着一个方向看去 直到官许许走到他的身前 他才猛的惊回神一般 匆忙朝他问候 大 大小姐 你认得我 官许许有些意外 他刚到这个家 也不过半个多小时 江家的人都没认齐 管家拿了照片 让家里所有佣人都提前认过 以免咱们不小心冲撞了小姐 阿嫂讨好的朝他笑笑解释 官许许倒是没想到 江家还提前做了这种安排 无声无息 却足够体贴 不愧是大家族的风格大小姐有什么事吗 阿嫂见他不说话 又出声询问 官许许刚要开口 却见花园大门处 突然走来两道熟悉的身影 正是白淑琴和官许许 两人被身穿西服的管家领进门时 同样一眼看到亭子里的官许许 看到他的瞬间 两人皆是一脸错愕 你怎么会在这里 第六章 妹妹会告状了 白淑琴怎么也没想到 刚刚被赶出家的人不到一个小时 却会在江家的花园里重新见到 白淑琴面上是明显的惊乐 只一秒 她的视线忽得落在她身旁的 那明显是保姆打扮的中年女人身上 瞬间了然 这女人大概就是官许许的亲妈吧 一个阿嫂 也是 山里头出来的能找到什么体面工作 能在这样的地界当阿嫂 也算是很体面了 官瑞瑞显然也是这么猜的 心下不屑又好笑 但面上却是一脸的同情和担忧 姐姐 原来你家里人在这里工作啊 不过这里可是江家 你可千万别乱动什么东西 免得给人家添麻烦就不好了 一旁领路的管家听见这话 表情稍稍有些军烈 刚要开口解释什么 就听官许许大某出声 不劳费心 顿了顿 却见那双车辆的性谋 从官瑞瑞身后的方向转过 看到那几乎紧贴在他身后的那淡色灰影 官许许眉心微台 又道 如果我是你 这会儿就在家里好好待着 而不是随意出来瞎晃忧 家里有他之前做的护身法器 寻常阴鬼都不敢随意靠近 但离了那里 就不好说了 白淑琴见他离了自家 指认了个保姆亲妈后 态度居然还是这样气人 一张脸都显些气外 只是顾忌着 旁边还有江家的管家 到底忍了下来 转而对官瑞瑞劝 瑞瑞 你性子好 但也得分对什么人 一个白眼狼 好赖不分的 劝他做什么 说着又转向管家 无奈般解释 见笑了 这是我们家原来收养的孩子 没想到辛苦养育一场 有了亲生父母后 竟然翻脸不认人了 这孩子以前就不学好 总是毛手毛脚的 在我们家还能包容他 现在到了旁人家里头 也不知会闹出什么事来 白淑琴一副十分忧心的样子 但那话里话外的意思 就差明着说 江家留着这样的人 在家里只不定要出事 管家听着 却是暗暗心惊 这关太太 难道不知道 面前的这位 就是我们江家 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大小姐吗 当着她一个管家的面 都能这么诋毁大小姐 也不知道小姐以前 在关家究竟过的什么日子 原本因为关家 养育小姐一场 而将对方 当作作上兵接待的管家 态度顿时有些冷了下来 白淑琴却以为 管家是听尽了自己的话 对关徐徐生出了不满 才冷了脸 心下 冷笑他就要 看着这白眼狼狈赶出去 看他以后见着自己 还敢不敢 摆出这种态度 至于要他让出代表名额 白淑琴自认为 自己有了江家的关系 根本不需要再跟他废话 一个名额罢了 蕊蕊想要 直接抢过来就是 一旁的阿嫂 自白淑琴和关蕊蕊走过来 就站在一旁没有出声 毕竟江家规矩多 庸人一般不会随意 跟主人家的客人搭话 只是 这客人说的话 他怎么就越听越不对劲呢 对方刚刚那些话 好像是在说 旁边这位江家 刚找回来的大小家 啊这 管家瞧着这态度 也是忍不住开口 关太太 关小姐 你们 话刚出口 却听另一道声音传来 怎么了 正是打完电话 找过来的江淮 看到关徐徐身边 站着这些人 脚下下意识快了两步 几步便走到了几人跟前 再看到江淮的瞬间 关蕊蕊几乎是眼前一亮 白淑琴同样 打量面前的年轻男人 视线扫过对方手上的 钻石锈扣 和价值千万的名表 暗暗猜测 这是江家的哪位少爷 管家见到江淮 脸色稍素 正要回话 却发现自家少爷 问的是大小剑 于是敏唇不作回答 关徐徐也不知 是因为先前江淮 对他的维护 还是因为其他 听他这么问起 鬼使神差的便告了个状 哦 他们刚刚在给我穿小鞋 一句话 精辟 简练 却叫空气末地 陷入一种诡异的安静 反应过来的白淑琴 当即尖叫出声 你这个死丫头 胡说八道什么 说着 抬手就要朝官徐徐打去 江淮原本看着自家妹妹 给自己告状 还有些新鲜 看到白淑琴动作的瞬间 嘴角的笑意疏然冷下 然而 不等他有所动作 就见本该是小可怜的妹妹 已经迅速抬手 精准干脆地握住 白淑琴抬起的手腕 他这突然的动作 不只是他 显然白淑琴也愣了一下 像是没想到 他还敢反抗 下意识便要将手抽回 却不想 官徐徐看似轻轻握着 手上的力道却毫不含糊 白淑琴一时也没能甩开 官徐徐就着攥住他手的动作 自顾冷眼逆向白淑琴 别忘了 我已经不是你们官家的女儿 更不会再任你打骂 他说着 干脆地松手 白淑琴原本挣扎的动作 因着他突然地松手 顿时踉跄着往后倒去 妈 官蕊蕊惊呼着忙 伸手扶住险些踉跄摔倒的白淑琴 扭头看向官徐徐时 脸上写满了不可置信 姐姐 不管怎么说 妈妈也是将你养大的人 你怎么能一言不合 就对妈妈动手 你 你太过分了 哪怕是这种时候 官蕊蕊依旧孜孜不倦地 再给官徐徐上眼药 毕竟 一个会对将自己养育成人的养母 动手的人 谁也不会相信 她的人品官徐徐是真的看厌了 官蕊蕊这虚伪的表演 信念一台 毫不客气地回怼 你哪只眼睛看到 我对她动手了 你自己眼睛瞎 不要以为所有人都跟你一样下 江淮在一旁听着 眼底满是新奇的笑意 原来看妹妹乖乖软软 一副好欺负的样子 没想到对人一点不含糊 不错 真不愧是他们江家的孩子 她这边饶有兴趣听着 白淑琴却因为官徐徐 居然敢还手这事 恼羞成怒 她养大了她 她要打她 她就得乖乖站着让她打 结果她不仅敢反抗 还敢骂蕊蕊 当下顾不得这是江家的底盘 推开官蕊蕊便要朝官徐徐冲过去 死丫头 你个小贱人 官徐徐面无表情看着 后退一步就要有所动作 却不料 一个身影比她更快一步 直直挡在她的身前 男人的背影宽阔而挺拔 带着后世的安全感 她眉眼的笑意 此时已全然连起 周身是破人的气势 冷冽而骇然 这里是江家 可不是游的人撒野的地方 第七章 撤回和官家的合作 江淮的声音 成功将白淑琴 岌岌可畏的理智拉了回来 一头脑热 宛如被浇下一盆冷水 瞬间停下了所有的动作 与此同时 这边的动静 也终于引起别墅里人的注意 江宇成从里面走了过来 怎么回事 江宇成作为江海集团的 现任当家人 那是在各个媒体 和财经报道上 都出现过的人物 白淑琴几乎一眼 就认了出来 当下也顾不得 跟官徐徐的纠缠 脸色一转 就笑着迎了上去 江总 我是官世建材 总裁官宝成的妻子 没想到你在家 真是太好了 江宇成的视线 在白淑琴和官徐徐 江淮几人面上转过 面色不动 只问 官太太 你好 你过来是有什么 要交代的吗 以江宇成的身份 本不需要和人如此客气 她也向来不是喜欢 客套多话的人 不过知道 眼前的事 抚养了徐徐的官家人 她便也多了几分耐心周到 只当对方 应该是来交代 徐徐的生活习惯之类的 白淑琴不知所以 只听她谦逊地问自己 是不是要交代什么 心底的虚荣心 瞬间膨胀 这可是江海集团的当家人啊 居然让她 来交代她做事 可见自家公司 在江海集团 总裁眼里的重要性 刚才被江淮气不顺的 心情终于平顺 甚至下意识地挺了挺胸 确实有些事情要交代的 白淑琴得意洋洋 瞥一眼旁边的官徐徐 又迅速拉过旁边的官蕊蕊 江总 这是我的女儿官蕊蕊 官蕊蕊忙乖巧问好 江叔叔好 是这样的 我知道海市这次的地标工程落地 政府打算在四大高校 选取八名学生 作为城市形象代表 进行宣传片拍摄 这个最终名单 会交到江海集团这里 白淑琴道 因为一些原因 原本应该属于我女儿的名额 被人取代了 所以我过来 是希望江海集团帮忙 把这个名额给换过来 就是举手之劳的事 江宇成微微拧眉 这个是她知道 不过负责这事的是老三 她并未过问 按照她的脾气 是不喜欢这种假公祭司的事情的 但眼前这个 是养大了许许的关家人 江宇成心底难免多了些考虑 罢了 就当作是报答他们 对许许的养育之恩 江宇成这样想着 便松了口 这件事我会过问 那个换了你女儿名额的人是哪个 我让秘书查一下 关许许 白淑琴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开口 江宇成掏手机的动作一顿 抬头看向白淑琴 明显愣了下 你说谁 关许许 白淑琴又重复了一遍 以为他没听明白 干脆指着旁边的关许许道 就是他 这孩子其实是我家先前收养的 不过是个白眼狼 不仅脾气差 还喜欢说谎 我也没想到他亲生父母 居然是在江家帮工的 倒不是 我想说一个孩子坏话 不过这人生下来 品行都是固定的 哪怕我怎么费心教养 学不好的 就是学不好 白淑琴滋滋不倦地 给关许许穿小鞋 一旁的江淮脸都阴亡 他可算知道 许许刚才说穿小鞋 是什么个意思了 一旁的管家和阿嫂 都惊呆了 这这 当着江总的面 竟还敢这么数了大小姐 这人怕不是脑子瓦他了吧 关许许早就习惯了 白淑琴对他的诋毁 哪怕刚才他对着管家那一通 念叨他也毫无所谓 可是眼下 当着江淮 还有刚见面的亲生父亲的面 白淑琴的话 却叫他莫名生出了脑溢 这是 刚刚认可他的家人 他才刚刚对所谓的家人 生出一丝期待 可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人 就是见不得他好 白淑琴难道不知道 他的这些话 落在旁人耳中 会对他有什么看法吗 他知道 可他不在乎 他只是单纯的 想要全世界的人都讨厌自己 小的时候 只要有老师表现出喜欢 甚至夸赞他 白淑琴就会用各种方式 在老师那里诋毁自己 让老师觉得 他是个坏孩子 老师们大概没想过 会有哪个妈妈 会诋毁自己的孩子 几乎都相信了白淑琴对的话 认为他是个坏孩子 因为他越是不被喜欢 关瑞瑞越能压得住他 到后来 白淑琴对他的不喜和诋毁 仿佛已经成了习惯 一如现在 垂在身侧的手暗暗钻紧 耳边听着他喋喋不休的诋毁 关许许最终没能忍住 住口 住口 一口同声的两道声音 同时响起 关许许下意识扭头 看向了声音的另一道主人 正是此时满脸双色的江宇成 他本就是看起来冷硬的类型 此时沉下脸来 愈发显得气势惊人 白淑琴瞬间被吓得住了口 江宇成冷沉着脸 压迫十足地盯着白淑琴 我江家的女儿 还轮不到 你一个外人平头论足 管家 给我送客 白淑琴被他突然地变脸弄猛了 一时没能听清他那句江家的女儿 还要纠缠再问 一旁的管家 已经马里地要将人请走 江宇成冷眼看着被利落 请走的两母女 扭头看向关徐徐 问他 关家人过去 也是这么对你的 这话一出 他又敏直了唇 深觉自己问了个废话 当着他的面 都敢这么诋毁人 别以为女儿先前被关家收养 好歹一事无忧 没想到 关家人居然是这种货色 江宇成越想越气 扭头冷声对江淮吩咐 打电话给你三叔 叫他撤回和关氏的合作项目 那个合作项目 本就是为了报答关家 对徐徐的照顾才特意交代下去的 各种条件从优 不仅仅给关氏让了上亿的利润 更是打着帮扶关家 更上一层楼的想法 但现在知道 关家私底下 居然这么对徐徐 他才不会继续让人捧着关家 他们不配 江淮直到这会儿 才重新恢复先前代孝的模样 很是干脆地掏出手机 好嘞 关徐徐则是愣愣 看着江宇成发作 微微垂眸时 嘴角抬起一抹 连他也不曾察觉的清胡 他的新哥哥和新爸爸 似乎和关家的不一样 真好 大门那头 白淑琴和关蕊蕊 被毫不客气地 请出了江家的大门 两人都不明白 好端端地 江总为什么就发火了 还有 他刚才说的话 是什么意思 江家的女儿 谁 管家眼见这两人 还没反应过来 心说 这关家人 怎么能蠢成这种地步 原本他们养大的大小姐 凭着这份恩情 江家未来的好处 绝对少不了他们 可关家人 显然至今还不清楚 他们口中 那个白眼狼的养女 究竟是哪家的孩子 身为管家 他十分注重自己的职业素养 轻易不会做出破口大骂 或阴阳怪气这种事 他决定礼貌地提醒对方 我们将总18年前 曾丢失一个女儿 今天是我们大小姐回家的日子 江总自然听不得 那些诋毁大小姐的话 今日恕不招待 请回吧 说吧 他转身命人关上别墅大门 独留白淑琴和关蕊蕊 站在大门外 两两呆滞 白淑琴扶着自家女儿的胳膊 愣愣问 蕊 蕊蕊 他刚刚说什么 什么大小姐 谁 关蕊蕊也不敢相信自己听到 或者说 他不愿意相信 不可能 一定是听差了 他们说的江家女儿 不可能是关许许 不能是他 白淑琴则是扭头缓缓看向自家女儿 好伴上 忽然双腿一软 整个人就要往地上坐去 完了 我们完了 第八章 连三万块零花钱都没有 白淑琴和关蕊蕊 连江家玄关都没进 就被请了出去 这是倒没有惊动别墅里的江家几人 这边 江苏因为刚才的事丢了面子 单纬拉着陆雪茜出了别墅 一边走在花园路上 一边还不忘安慰他 雪茜姐你别难过 怀哥就是偏心 你挖房都让出去了 还说那种话 不就是刚找回来 有什么了不起的 陆雪茜叹了口气 柔声道 小苏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不过这样的话 以后别再说了 我本来也不是江家的女儿 我所有的东西 本该都是属于徐徐的 怀哥那样说 也没错 这是什么话 在我心里 雪茜姐就是我唯一的姐姐 那个关徐徐 我才不认 两人一边说话 一边往前走 冷不丁的 就听到关徐徐的声音 这位阿嫂身上沾染了些因果 放着不管可能会影响家里的风水 爸爸出钱请我的话 我可以帮忙化解 只要三万块 两人扭头看去 恰好看到关徐徐对着五嫂 一边说着 一边表情认真的 朝他伸出三个手指 关徐徐原本拦住五嫂 就是为了他身上的殷煞 这会打发了无关紧要的人 自然要做正事 虽然回了江家 但关徐徐向来没有伸手 跟人要钱的习惯 这下正好 除个殷煞 还能顺道 把他大学的学费给赚了 亲妇女也要明算账 一旁的江宇成和江淮 也显然没料到 他话锋突然转得这么快 毕竟风水玄学 和关徐徐似乎并不搭调 两人便只当孩子是缺钱了 才拿风水玄学当借口 来讨零花钱 一时又有些心疼 江家的孩子 什么时候还缺过三万块零花钱 江淮干脆地拿出手机 就要给他转 三万够吗 我转你十万 不够再跟我要 江宇成被儿子抢了先 脸色沉沉地也拿出手机 准备转个三十万 必须比儿子的多 然而手机拿出来才想起 自己还没有女儿的联系方式 关徐徐只听这话 就知道两人这是误会了什么 我说真的 知道知道 江淮含笑看他 语气里满是包容 一旁的娃嫂 也在最初的正愣后回神 十分配合地开口 大小姐是说 我身上有因果呀 那就麻烦大小姐帮我化解了 关徐徐 这几个大人 能不能尊重一下我的职业 虽然但是 关徐徐却不是第一次 碰见这样的情况 正要开口 就听旁边突然传来一声吃笑 这么低劣的骗钱手段 你也好意思开口 还就为了区区三万块 简直上不得台面 江苏是真的没忍住出声 哪怕刚刚才被训斥过 但他实在看不惯 关徐徐这种人 陆雪熙此时也快不跟了过来 拉着江苏的胳膊 一副很不好意思的样子 徐徐妹妹 小苏不是故意这样说你的 你别怪他 关徐徐的视线 只从两人面上淡淡转过 并不理会 只是重新看向吴阿嫂 你命宫中夫妻线断裂 应该是早眠丧夫 但有一个儿子 从你面向推断你儿子 正经历一劫 应该和钱财有关 关徐徐不十分擅长相面 只能说一个基本 但哪怕是最基础的 也叫吴阿嫂听着明显一愣 尤其在听到后面那句 和钱财有关的结实 眼底更是闪过一瞬慌乱 关徐徐又道 按理说你个人的因果 不至于影响到主价 但我看你的气韵 和江家有一丝极小的勾连 你偷了江家的才气 最后一句话 关徐徐说得十分笃定 吴阿嫂身子顿时狠狠一颤 不会的 她一定是胡说 她怎么可能会知道 自己做了什么 江宇成和江淮 原本只是当孩子玩笑一样听着 但见她语气认真 在听到后面时 眼底却稍稍带上了几分正色 陆雪熙看着吴阿嫂的反应 似是有些差异的模样 你 你是说 吴嫂偷了家里的钱财吗 她似是不可置信 又替她解释 不会的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吴嫂在江家做了快十年 她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 吴嫂原本内心还有些慌 听到陆雪熙这话 顿时一脸被冤枉的模样 难过道 大小剑 这个话可不能乱说啊 我怎么可能偷江家的钱 这家里上上下下的都知道我 我 我不是那样的人啊 她说着又看向江苏 小少爷 您信我 我不可能做这种事的 我 说着 便掩面一副要哭出来的模样 江苏本来就是少年新兴 加上打小一直被吴嫂照顾着长大 此时见她这副被冤枉的样子 当即横眉瞪向关徐许 大声道 你这人怎么回事 吴嫂怎么可能偷家里的钱 你今天第一天回江家 你能知道什么 什么都不知道 就在这胡乱攀咬别人 就为了骗大伯那几万块零花钱 至于骂你 在江苏眼里 关徐许也不过就是今天第一次见面的陌生人 但吴嫂可是在江家十年的老人 论亲书 她当然更相信吴嫂 心下对于关徐许这个所谓的堂姐 更加不惜 陆雪熙见状也跟着开口 这里面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是不是吴嫂有哪里做的不好人 你不高兴了 话里话外都在暗示 关徐许是以施压人报私怨 吴嫂闻声仿佛得到了什么提点 当下就呜呜哭开了 大小姐 我知道您是因为刚才关太太 把我认错成是你亲生母亲 这是生气 我身份低 怎么配合大小姐这样的人相提并论 你生气也是应该的 可是你不能这样污蔑我啊 我一把年纪 你这是要我的命啊 第九章 妾孕福 吴嫂先前也没反应过来 是后面才明白 那关太太和关小姐的意思 说得过去的理由 果然 他这话一出 一旁的江苏听说 居然还真有前情 看向关徐许的眼神 简直是厌恶了 你这人也太小心眼了 吴嫂又没怎么你 至于吗 这才刚回来第一天就搞事 你简直就是 脚夹经三个字 还没来得及出口 就听旁边一道不冷不热的嗓音 透着些微压 淡淡朝他压来 江苏 指两个字 就叫他成功住嘴 再看向自家大堂哥 发现那脸上的笑都冷了几分 顿时暗暗色缩了一下 没再开口 只是眼底对于关徐许的不满 依旧没有半分减少 吴嫂有了江苏给自己出头 这会儿整个人底气十足 更是挺直了腰板 面上满是被冤枉的愤慨 大小姐不信我 可以让人搜我的房间 我强得正做的直 不怕搜 我虽然是做阿嫂的 可也不能让人这么平白冤枉了去 这边的动静闹得有些大 别墅里的庸人管家 自然都聚集了过来 只是不敢靠近 远远听了个大概 心底对于这位刚刚回来的大小姐 也生出了几分芥蒂 听说大小姐也是有钱人家教养出来的 如今瞧着也是高高在上 看不起他们这些做保姆庸人的类型 没有人会喜欢看不起自己的人 心里对于这位刚回家的大小姐印象 自然就好不到哪去 江宇成自然注意到 周围庸人看待许许的目光 此时捧着一张脸盯着关徐许 正要开口阻止这场闹剧 却听关徐许终于再次开口 声音不虚不及 我什么时候说他偷钱了 这话一出 在场几人都愣了愣 江宿最先忍不住开口 你刚才自己说的五嫂偷钱 这会儿就不认了 关徐许瞥他一眼 我说的是 他偷了江家的财气 偷钱这话 是旁边这位陆雪希说的 也不知是为了误导旁人 还是无心总结 但显然 所有人都被他的话给带歪了 偷财气和直接偷钱 那是两码事 至少 直接搜是搜不到的 也是有这样的倚仗 对方刚才才能那么肆无忌惮的张口让搜 江宿听着 却是云里雾里 只觉得他是在狡辩 财气能怎么偷 你不要整这些玄乎的东西 一听就是唬人的 江淮文言 又朝他淡淡撇去一眼 眼神中满是警告 就算许许是唬人的 以他的身份 唬一唬人又怎么了 而且不知是许许这态度 过于淡定沉静 江淮隐隐有种感觉 许许说的是真的 豪门圈对于这类玄学命理 或多或少是有些推崇的 甚至江海集团 也有那么几个相熟的风水大师 只是自家妹妹 才十八岁 能懂这些 江淮心里抱着怀疑 却不似其他人一样 觉得 关许许是在胡说八道 关许许却是懒得在搭理旁边 那应该是自己堂弟的少年 转而重新看向五嫂 忽然又抬手指着某一处 你在那边埋了什么洞险 他手指的方向 正是花园角落的一个花谱 也是先前五嫂心不在焉 工作时 眼神下意识瞟去的地方 五嫂原本就忐忑不安 此时看到关许许精准 指着的方位 心下顿时咯噔一跳 鹅脚的冷汗几乎滑落 不会的 不会的 他居然真的知道 怎么会这样 江雨成看到五嫂的反应 心里已经肯定了什么 扭头朝着一旁的管家示意 你去 管家本就好奇 这会儿得了示意 立即快步朝关许许手指的方向走去 原本围观的几人 也跟着管家的动作一动 来到花谱边 其他人是好奇 江素则是完全不幸 一副看你能搞出什么的表情 跟着过去 就见关许许指着某株花的花泥 管家没有二话 蹲下身子 拿着小铲子 便将花泥挖开 而随着管家的动作 一旁的五嫂 已是脸色发白 脚下发软 但这会儿 所有人的注意都在管家那边 倒是没人注意他的脸色 花谱的花泥都是定期翻新 管家挖起来并不费劲 只几下功夫 就挖了个小坑 紧接着 铲子底下像是碰到了什么 顿时眼睛一亮 挖到了 管家说着 小铲子将一个黑色塑料包挖了出来 塑料包裹的岩石 他伸手将到外面包裹的塑料层解开 也就是解开的那一瞬间 周围围观的几人 只觉一股恶臭 自那塑料包裹的一个纸包传出 管家忍不住变了脸色 忍住恶心的冲动 抬手还要去拿那纸包 却被一旁的关徐许突然叫住 别胖 几人扭头 就见关徐许上前 手上不知从哪翻出一张黄色的符露 却是将符露贴在了纸包上 不知是不是众人错觉 只觉那符露贴在那纸包的瞬间 纸包上的纸张迅速变得暗沉老化 管家又看一眼观许许 见他点点头 这才伸手 隔着手套轻轻打开那纸包 只见那纸张那里是红色的 似是寻常寺庙写生辰测算用的红纸 而随着红纸展开 那上面确实写了几个生辰八字 只是那字仿佛像是用写写的 此时干涸发黑 明显还散发着阵阵恶臭 除此之外 纸包中似乎还有几根头发 以及一张画着诡异符号的符露 这么邪门的东西 一看就是刻意埋在这里的 再结合刚才关许许的话 众人哪里还猜不出 这些东西是做什么用的 只是不相信 这样的东西 真的能偷到财气 江苏眼看到真的挖出了东西 也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扭头就看向五嫂 五嫂嘴唇颤抖 一脸冤枉 不 不是我埋的 我真的没见过这些东西 小少爷 表小姐 你们要相信我 江苏张了张口 还要说话 关许许以淡淡开口 是不是你埋的 别墅外围监控一查就知道了 她刚才已经看过 江家别墅外围的监控 几乎覆盖到每个角落 想要查清楚并不难 窃运符必须用转运人 也就是你的血血救 而包裹的头发 是江家人的 通过江家的血脉 窃取江家的财气 我没说错吧 五嫂听到这话 整个人浑身一颤 顿时脸色惨白地跌坐在了地上 她这副模样 在场的哪里还看不出来 这纸包肯定是她埋的没错 至于头发 五嫂在江家帮拥多年 想要拿一两根江家人的头发 简直轻而易举 只是不晓得 这头发是哪个倒霉蛋的 就 就算是她埋的 那也不能说 她偷了那什么财气 说不定 江素还在死鸭子嘴硬 一旁江淮一双桃花眼 已经凉凉朝她扫了过去 闭嘴 别让我再说第二遍 第十章 损失几百万 也叫破财 身为江家小辈中最年长的大哥 江淮虽然面上总是带着笑 可她的话 基本没有人敢不听 有时候 甚至比各家父母还要管用 一如眼前的江素 在接收到江淮眼底的警告后 很是干脆的闭井嘴巴 不再出声 陆雪熙看一眼江淮 沉默垂眸 叫人看不清表情 五嫂很快被别墅保安带下去看管起来 但是这个事并不好处理 明面上 五嫂并未盗取江家任何财物 报警是肯定不行的 顶多算是 她封建迷信 毕竟偷财气这种事 实在没有现实依据 但出了这样的事 五嫂是肯定不能再有在江家的 大小剑 这些东西要怎么处理 管家询问一旁的关徐许 不管她是怎么知道 这里被埋了东西的 但显然 这位刚回家的大小剑 有点东西 烧了就好 关徐许说罢 又拿出手机 随手在上面操作着什么 江淮眼角余光瞥见 却见她把自己刚转给她的十万块 反手又赚了五万块给某个账户 江淮暗暗挑眉 却没多问 给了她的就是她的 管家又将楼下花园的动静 汇报给了江老爷子 明州在花铺里挖到了东西 应该就是大小姐口中说 窃取江家财气的东西 江老爷子有些意外 那孩子居然懂得这些 管家想了想 道也可能是碰巧 她说监控里显示 东西是一个月前被埋进去的 按照大小姐的说法 江家应该已经损失了部分财气 但我事后问了大江总 公司和家里这些日子并没有破财 也就是说 五嫂埋的东西并没有效果 那么 关许许话里的可信程度 便有待商去了 江老爷子听着若有所思 随后只笑 看来只是孩子的一点兴趣爱好 也罢 只要无伤大雅都随她吧 至于五嫂 哪怕没成功 但既然起了坏心 自然是不能再将人留在江家了 这头 听说江家根本没破财 关许许第一反应是不幸 不可能 虽然只有一丝丝 但五嫂确实盗取到了江家一部分的财气 但那一缕财气 就足以叫五嫂家发一笔横财 关许许对这点 还是非常笃定的 江素原本看她 居然真的说中了五嫂的事 还琢磨着自己是不是太过武断了 这会儿一听顿时哈了一声 我就说 某人是唬人的 什么投财气 听都没听过 关许许瞥她一眼 那眼神明显的说 你这熊孩子 别挨我 而后镜子转向江淮 让人查一下这一个月内 五嫂和她儿子的账户情况就知道了 江淮自己也好奇妹妹的本事 倒也不嫌麻烦 一个电话交代过去 很快电话那头就发来了调查结果 而在看到调查结果的瞬间 江淮表情难得有些微妙 江素和陆雪希都很好奇 见状忍不住凑近想知道答案 就见江淮默默收起了手机 看向一旁的关许许 吴家最近确实发了一笔财 中了一张五百万的彩票 关许许顿时一副你看麻的表情 他就知道他不会看错的 财气这东西都是此消彼长的 那边得了五百万 江家这边应该相应地损失几百万 关许许说得认真 江淮却有些无言以对 上周分公司的项目出了点问题 确实损失了几百万 不过这点钱他都不放在心上 更别说江宇成一个总裁了 你先前说破财 我以为至少要损失个几亿 原来只是几百万 江淮一赴不是我没想起来 都是你用词误导我的样子 关许许 所以不是没被吸走财气 而是对方吸走的那点财气 对于江家来说只是一缕牛毛 掉了都没留意的那种 走 万恶的有钱人 哪怕现在他就是江家人 还是忍不住有些嫉妒 五嫂的儿子 几个月前因赌博输光了家里所有存款 上个月又罪嫁撞人致死 被逮捕入狱 被撞的那家人 要求赔偿两百万 才肯血量解输 五嫂应该是因为这个 才生出了偷到江家财气的办法 五嫂的行迹被拆穿 有他主动交代 江淮不到一小时 就让人查出了背后的原因 关许许听说 是酒驾撞人致死 下意识又跟五嫂身上 沾染的殷煞联系了起来只一瞬 又很快察觉了不对 如果是五嫂儿子撞死了人 五嫂顶多算是间接沾染殷煞 但他身上的殷煞 更像是直接落在他身上的 他想了想 问江淮 能让我看一下五嫂儿子的照片吗 江淮对于短短时间内 徐徐已经适应了自己妹妹身份 并懂得跟哥哥求助这件事 感到十分满意 直接一个信息发出 很快就拿到了五嫂儿子的照片 手机照片放大 关徐徐只看一眼五嫂儿子的照片 便皱起了眉 不对 这人不应该是这个面相 说着 又要了这人的生辰八字 从自己腰间胯的迷你小包中 取出三枚通宝钱币 就地不算 一旁的江苏健壮 满脸不屑 低声轻吃 吃 装神弄鬼 还没完没了了 关徐徐也不理他 迅速不算完 一张精致的小脸 已是带上了几分凝重 江苏又开始找存在感 阴阳怪气地问 怎么样 是不是你掐指一算 还算出什么血光之灾了 他是看过的 那些天桥底下算卦的 都喜欢这么说 他还是不相信 关徐徐有什么真本身 关徐徐没理他 镜子对江怀道 从这人的八字算他 应该是天生吃傻命 佛教有八字 如果一个人前世罪孽深重 这辈子又想要投身成人 便会剥夺了他一致 令其天生吃傻 但这人现在八字俱全 应该是五嫂用了其他手段 让他变成了个正常人 但他或许不知 前世作恶的人这辈子吃傻也就罢 要是恢复智力 就相当于逆天改命 不但岁数减少 还容易长成恶人 五嫂儿子是赌成性 又酒驾杀人 显然就是恢复智力 带来的恶果 关徐徐这会儿就在客厅 说话也并没有刻意背着人 一旁一个阿嫂 一直竖着耳朵偷听着 听到这里 显然是有话要说 却又顾忌着自己的身份 不敢随意开口 第十一章 这脑子是可以换一个 江怀敏锐地注意到 他纠结的表情 问张婶 怎么了 那叫做张婶的阿嫂 立刻上前 说到 五嫂刚来江家的时候 确实说过 他儿子智力有问题 之前都是寄养在智力障碍学校的 两人是同期来江家工作的 私底下也说得来话 所以 他对于五嫂家里的情况 知道的还算清楚 关徐徐便问他 那你知道他儿子 是什么时候不傻的吗 那阿嫂认真想了下 应该是八年前 我记得有一天他特别高兴 说他儿子好了 那会儿应该是夏天 关徐徐了然 扭头去问江怀 八年前 五嫂身边 或者江家周围 有没有哪家的孩子 原本智力正常 但突然有一天变傻了 在场的包括 说话的江宇成 听见他这话拒势一愣 你的意思是 想让失了一致的吃傻 变成正常人 只能是将旁人身上的一致 换到自己人身上 但被拿走一致的那人 必然会代替对方 成为一个失智的这儿 而他之所以问五嫂周围 和江家周围 是因为五嫂在江家帮拥十年 他日常可活动的范围 也是在江家 那么他能够挑选的合适人选 范围就很有限了 关徐徐话说到这里 还有谁不明白的 江素原本还生气 关徐徐居然无视自己 结果一听他这话 下意识就想到了一个人 随即脱口而出 宋伯伯家的傻妞 听那几人同时扭头 看向江素 江宇成面容冷肃 却是教育江素 不许这么称呼 宋家的小姐 说着又扭头 看向关徐徐 到这时候 哪怕他心里还是不相信 关徐徐有什么 过于常人的本事 面上还是难免多了几分认真 毕竟 如果真是他说的那样 是关宋家小姐 这事就不单单 只是五嫂一个人的事了 宋家和江家算是试交 宋家的小姐 也确实是八年前变傻的 只是 宋家那位小姐变得吃傻 是因为他学起马 十亿外坠马 撞伤了脑袋 否则按照宋家的家底 自家孩子突然变得吃傻 肯定会找大师来看 正因为是外力撞击 导致吃傻 宋家人始终没往 医学以外的其他方面想过 关徐徐不治可否 只问 那宋家小姐 八年前来过江家做客吗 江淮文言稍正了脸色 随即笃定开口 来过 江淮身为江家长孙 家里来客人时 向来是由他负责招待小辈 所以他记得很清楚 加上那宋家小姐 长得圆润可爱 比起其他二代更乖巧 他自然有印象 似乎坠马也是 在来江家做客之后 也是那之后 宋家再没带他上门做客了 有他的照片吗 关徐徐问 江淮自然不会有 宋家小姐的照片 但找人要一张 却很容易 他很快让人从社交平台 找出宋家小姐的照片 给关徐徐 关徐徐只看一眼便认定了 是他 关徐徐认得笃定 但客厅里的人 却并没有因此 而露出轻松的神色 事关宋家 这可不是能随便开玩笑的事 宋家底蕴身后 也是百年传承下来的世家豪门 如果这件事属实 那宋家小姐可以说是江家间接所害 哪怕这件事 江家人从头到尾并不知情 但无嫂做的 在外人看来 和江家做的也没有什么区别 且看那宋家小姐变傻后 宋家上下依旧对他藤户有加的态度 一个不小心 江宋两家的交情 说不定都要到头了 什么一执八执的 听起来就是胡扯 要真那么容易换 那我不也能换 江苏已经说不清 自己究竟是真的不幸 还是只想跟关徐徐 这个新唐姐唱反调 关徐徐见他孜孜不倦地蹦打 终于赏脸回了他一句 认认真真的 你确实可以换一个 关徐徐五官精致 脸颊还带着些许的婴儿嫩 乍眼看去便给人一种乖巧感 所以当他现在一本正经回答的时候 江苏只觉得 他是在认真给自己提建议 然而下一瞬 想到他给的是什么建议后 江苏便猛地反应了过来 这人分明是在说他傻 你敢骂我 江苏脸色胀红 指着关徐徐 一副要跟他干家的样子 江家二房和三房人下楼的时候 看到的就是这幅情景 江宇童当下一个箭步快步过去 抬手冲着他屁股就是一巴掌 干什么呢 跟你姐姐没完没了事吗 江宇童这一巴掌立即不小 只听啪的一声 江苏顿时熬得原地蹦了一下 我爹啊 扭头 昂着脖子气哄哄 你打我干什么 明明是他先骂我 胡说八道 许许无缘无故 怎么会骂你 江宇童板着脸 一副我不信的样子 江苏简直要气死了 指着关徐徐 他就骂我了 他刚骂我傻子 江宇童还有二房的 都看向关徐徐 一旁的陆雪茜 忙将刚才的事情解释了一遍 包括关徐徐之前说 宋家小姐是被五嫂换走一掷 才导致吃傻的事 三夫人 也就是江苏妈听完 只心疼得摸了摸儿子的狗头 徐徐也没说错 这脑子是可以换一个 江苏不可置信地 看着自家亲妈 这真是亲妈妈 但比起关徐徐骂人这事 江家人还是更关心 五嫂在花园里埋福祉的事 虽说对这种东西不太相信 但自家花园被人埋了这种东西 还是叫人有些隔音 至于关徐徐 众人只当他是误打误撞发现的 对于这什么突然吃傻 是被人患了一掷的事 压根不相信 女孩子家 喜欢那些星座占卜的事情 也不是什么大事 但在自己家里 就不要说这些了 老二江宇明 虽然是混娱乐圈的 但对于这种是半点不幸 甚至觉得大哥的这个女儿不正经 就知道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吸引大人的注意 江宇明自认自己很懂得 这些小女生的心思 不就是刚被认回家 想要彰显自己的存在感吗 不仅江宇明是这么想 其他人或多或少也是这么猜的 江宇成将众人的态度看在眼中 谋色沉了沉 还是对关许许道 宋家那边我会让人去提个醒 这个事你就别管了 关许许刚回家 他不想让他因为这些事 成为众矢之地 关许许听着江宇成的话 只是定定看了他一会儿 半赏点头 算是硬下了 既然江家人不想让他掺和 那他就自己偷偷掺和吧 不管 这钱他得赚 第十二章 见人生的建筑 另一边 回到关家的白淑琴和关瑞瑞 一进门就见关宝成 一边说着电话 一边下楼 脸上满是焦急的模样 谈助理 我们不是都说好了吗 两边条件都谈得差不多了 怎么江海集团这边 突然就说不合作了 白淑琴和关瑞瑞听到这话 只觉心头咯噔一跳 相互对视时 都看到彼此眼中的心虚 关瑞瑞想要上前跟关宝成说话 却被关宝成板着脸 抬手示意别闹 扭头 对着电话那头克制着情绪 甚至有些讨好的开口 是不是关氏这边提的条件太高了 这都是可以谈的 先前说好的利润点 我们也是可以让一部分 我是很有诚意和江海集团合作的 电话那头不知又说了什么 只见关宝成脸上肌肉微微抽动 随即整个人仿佛瞬间垮下来似的 一下子坐在了玄关门口的凳子上 白淑琴和关瑞瑞 见状忙不迭上前 宝成 这是怎么了呀 关宝成抱着脑袋 一脸烦躁 怎么了 我怎么知道怎么了 江海集团那边 突然就打电话说 合作取消了 明明之前都好好的 他说着 忽然又看向白淑琴 你不是带瑞瑞上门拜访江家三夫人吗 是不是你们在江家出了什么状况 白淑琴听他一问 就觉得心底咯噔直跳 显然江海集团那边并没有说出江家的事 他张了张口 刚要解释 却被旁边的关瑞瑞一把拉住 没什么事啊爸爸 我们都没见到江三夫人的面 白淑琴下意识看向关瑞瑞 就见关瑞瑞在他胳膊上轻轻捏了捏 显然是不让他说出来 关宝成文言也没有多做怀疑 只是又烦躁地抓了抓不算茂密的头发 自顾自嘟囊 那到底是为什么 江海集团多好的合作伙伴 要是能顺利搭上江海集团 我们家就能更上一层楼 不行 我不能就这么算了 他说着 起身就快步往外走去 也不理会身后的白淑琴和关瑞瑞 白淑琴眼见人出了大门 这才转向关瑞瑞 瑞瑞 你刚才拉着我干什么 江家取消合作 说不定就是因为那个小贱人 妈妈 关瑞瑞叫住白淑琴 不死心道 我回来的路上仔细想了想 那位江总也没有明确 说关许许就是他女儿 说不定是我们听错了 关瑞瑞不愿意相信 关许许离了关家 反倒成了江家这种顶级豪门的女儿 他接受不了关许许比自己身份更高 怎么会听错 如果关许许不是江总的女儿 江总为什么突然就取消咱们两家的合作 那管家又为什么要说那样的话 白淑琴觉得 关许许八成九 就是江家那个刚找回来的女儿 不然怎么会那么巧 如果真是这样 他必须得尽快跟老公说清楚 江家那么大的家业 他家替他养大的女儿 就是送个金山银山来感激都不为过 怎么还能取消合作呢 这不是白眼狼吗 总之我不信 妈妈你想 关许许要是江家丢失多年的女儿 江家人怎么会连个上门来接的人都没有 之前联系爸爸的那人也说 他们住在大山里头信号不好 江家那样的人家 根本没必要骗我们 关瑞瑞竭力地试图说服白淑琴 也是说服自己 今天江总突然生气 或许只是 气我们在江家吵闹 至于取消合作 应该也是凑巧 生意上的事 哪有那么儿戏的 肯定跟咱们今天在江家的事没关系 白淑琴被他这一通说 也开始怀疑了 是这样 肯定是 关瑞瑞一脸笃定 又拿出手机 刚刚群里也在说这位江家大小姐的事 说是后天江家会举办宴会 正式让那位江家大小姐亮相 我们要是能想办法 拿到宴会邀请函 到时候亲眼见到就知道了 白淑琴文言 脸上顿时露出些许犹 毕竟江海集团刚刚取消了两家的合作 要拿到邀请函可不容易 关瑞瑞见状盲道 如果关许许不是江家那个 刚找回来的女儿最好 我们还能趁机跟江总解释今天的误会 爸爸说不定也能趁机拿回合作项目 那种场合江总肯定不好拒绝的 他顿了顿 又暗暗咬牙 说出另一个可能 如果万一 关许许真是江家大小姐 我们家好歹养他一场 他总不能认了亲爸妈 就不认咱们了吧 关瑞瑞一番话 瞬间点醒了白淑琴 只见他眼眸一亮 是啊 他怎么就没想明白 不管关许许是不是江家女儿 这是对他们都是有好处的 瑞瑞说得对 关许许那小贱人 要真是江家的女儿 到时候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江家总不能将咱们再赶出门去 到时候 不管是合作项目还是其他 江家总要拿出些东西 对我们表示感谢 毕竟 咱们养大的他家孩子呢 白淑琴越想越是这么回事 顿时一拍手 邀请函的是 我来想办法 到时候带上你爸爸 你也去买两条漂亮的裙子 后天一定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江家举办的宴会 参加的肯定是海事教的 上名号的权贵名流的少爷小姐 他家瑞瑞首次 在这样的圈子里亮相 肯定能惊艳所有人 关瑞瑞文言顿时有些害羞地 往白淑琴身上挨揽 心里却是和白淑琴相同的想法 关许许不知道关家打的主意 晚饭后 他在二审姚玲的带领下 终于看到了他的新房间 那是三楼靠边的一间套房 房间很大 各种玩具和礼物 甚至还有婴儿车等物件 这里原来是给你准备的婴儿房 这些年大哥一直让人留着 不过我觉得装修太孩子气 就想着先给你安排其他的房间 等重新刷漆布之后再给你 没想到反倒闹得你不开心 你可千万别怪我了 姚玲一边说着 一边又轻易地 揽住关许许的胳膊 关许许不动声色地 将胳膊从他手里抽回 不会 姚玲看着他这舒冷的态度 脸上笑容僵了僵 又交代了两句 这便转身离开 关上门的瞬间 只见他原本清静的笑荡然无存 扭头看向房门时 眼底带着几分阴沉 第十三章 这是我养的狐猎 入夜 姜家别墅里外一片寂静 只有零星几个卧室 还亮着灯 关许许躺在粉色的公主床上 看着头顶的星空 彩绘在黑夜中 散着的点点荧光 梦幻 却透着温馨 这时担心 孩子半夜睡醒 看到周围一片漆黑而害怕 单从这个房间的布置 便知当年江爸江妈 对于他出生的期待 那是关许许从没感受过的亲情 因为在关家 从没有人对他的到来有所期待 若非要说 那大概也只是期待他去死 毕竟他的死 可以换来关蕊蕊的一生 浮运顺遂 关许许闭上眼 不再去想关家的人和事 转而又开始思考起了另一个问题 从他进入江家以来 江家人没有提起过他的亲生母亲 世人不在了 还是另有隐情 正想着 耳边似乎有熟悉的叫声 穿透意识尖锐地响起 关许许刷的睁眼 似是想到什么 脸色一变 墨地起身 抓过外套 便快步跑到窗边 那正是声音传来的方向 打开窗户 关许许只看一眼漆黑的夜空 下一秒 手中凭空出现一道黄符 十分干脆地往空中一抛 嘴里同时迅速默念 天地轻轻 乾坤一合 我奉舍令 清风许来 念罢 单手一撑 整个人毫不犹豫 跃出三楼的窗台 下一秒 只见一道清风 裹着黄符朝他飞回 关许许向下坠落的身子 瞬间仿佛被一股清风裹住 而后清风拖着他的身子 将关许许 稳稳送到地面 二楼窗边 双手捧着手机 正和兄弟拼命奋战的江苏 眼角余光 瞥见楼上似乎有什么东西掉了下来 他下意识扭头 却不想这一分神 游戏便弹出了被击杀的消息 我爹啊 江苏惨叫一声 猛地从椅子上弹起身来 想起楼上住的是谁 顿时怒冲冲地走到窗边 想看看那个没素质的堂姐 往楼下扔了个什么东西 他准备捡回来 直接甩回他脸上去 然而 当他探头往下 就见楼下似乎有一道身影 快速穿过花园 江苏刚要细看 那身影便已不见了踪影 江苏瞪大了 眼看着刚才身影消失的方向 什么鬼 虽然沉迷游戏 但江苏势力绝佳 刚刚那个背影 怎么那么像关许许那个神棍 他又是什么时候下的楼 大门处 关许许出了大门 便快速往一个方向跑 隔着老远 他便看到了一栋三层高的大别墅 而此时别墅内灯火通明 走近了 还能隐约听到 别墅内有些混乱的响动 哦哦 又是一道熟悉的叫声 关许许快走两步 跑到别墅大门前 隔着花园的铁门 果然看到花园里好几个保镖 正追着一个小东西 四处乱窜 眼见其中一个保镖 掏出伸缩棍便要 朝那小东西打去 关许许脸色一变 隔着门便高喊 别动他 那是我养的 说话间 关许许已经下意识想要掏服 然而不等他有所动作 保镖随身的对讲机 似乎传来一道含糊的说话声 只见其中一人做了个什么手势 原本要动手的保镖 瞬间收了手里的棍子 下一秒 关许许面前的铁门自动打开 他快步往里走去 那原本被保镖围住的小东西 见状也快速朝他奔窜而来 原本隐在阴影中的小家伙 也随之露出真容 浑身雪白的小狐狸 圆滚滚的小身体 拖着一条胖嘟嘟的大尾巴 背上竟然还背着一个宠物背包 里头明显还装了东西 随着他跑动的动作 背包在他背上一甩一甩的 只见小狐狸几步窜到关许许身前 扒着他的腿 就开始往他身上爬 一边爬 一边还发出类似委屈的音音声 哪里还有刚才冲保镖低吼时的犀利模样 关许许有些无奈地 伸手拖住小狐狸的屁股 将他抱住 心里却纳闷 以小狐狸的嗅觉 不可能跑错地方才对 正想着 便感觉眼前余光 被一道金光闪了一下 关许许下意识抬头 就看到别墅玄关门口 好大一团熟悉的金光 再定睛一看 那是个人 还是个熟人 楚 金光大佬 北赫 大魔王 这里居然是楚大佬的家 楚北赫周身的金光 在这夜里 显得更加耀眼 关许许缓和了好一会儿 才终于适应了视线 抱着小狐狸上前 关许许有些不好意思 楚少 不好意思 这是我养的狐狸 她来找我 不过应该是找错地方了 楚北赫看着少女 一身单薄睡衣 显然是匆忙出门 只来得及披一件外套 此时抱着怀里的小狐狸 身上略微褶皱 还因因有几个爪印 眉心微微促起 面上却看不出太多的表情 她看着 不像是找错地方 楚北赫的声音 含着古松暗雅的后尘 在这夜里 更带出几分凉薄 一双浅淡的眸子 更若有肆无地扫过 关许许怀里的小狐狸 关许许顺着她的目光低头 就见原本还在她怀里 音音叫得狐漂亮 这会儿竟是伸着脖子 使劲想要朝着楚北赫的方向靠近 一双狐狸眼 更是直勾勾盯着楚北赫 眼眸黑亮黑亮的关许许 毫不怀疑 如果不是这会儿被她抱着 小狐狸已经朝着金光大佬凑过去了 一瞬间 她仿佛明白了 小狐狸为什么会跑错地方 这明显是被金光吸引的 狐漂亮 带着几分警告威胁的叫唤 关许许微微收紧了怀里的力道 这金光我都没蹭到呢 你还想蹭 想都别想 被警告的小狐狸 总算收敛了 浑身想要朝楚北赫站开的皮毛 虽然不再挣扎着 往人跟前凑 但那双漂亮的狐狸眼 依旧眼巴巴地盯着眼前的人 关许许看着实在可怜 下意识上前一步 她其实就是喜欢好看的人 却不想 就在她的脚刚刚踏前时 原本站在玄关的楚北赫 一只脚隐晦地后退了半步 关许许往前的动作瞬间一将 嘴角微微抽搐 她这是被嫌弃了 低头看了看 怀里因为这一碗乱窜 而有些脏了的小狐狸 关许许笃定地想 大佬嫌弃的肯定是这小狐狸 没错 第十四章 放心 有哥哥在 今天给楚少天麻烦了 时间太晚 我就先不打扰 明天一早 我再来赔罪 关许许决定回去 她就收拾小狐狸 明天一定让大佬看到 一只白白静静的狐漂亮 楚北赫看着她认真的小模样 面上依旧没有太多的表情 只淡淡点了点头 随后吩咐一旁的管家 送江小姐回家 管家汉手 上前礼貌地领着关许许出门 尽管都在一个小区里 还是贴心地 让人开了巡逻的保安车 将她和她的小狐狸 一路送到了江家门口 闻讯过来的管家 看到关许许都有些傻眼 她都不晓得 大小姐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而且大小姐怀里抱着的 好像是只狐狸 大小姐 这是 送走楚家的保镖 管家看着关许许 和她怀里的小家伙 一时不知道该先问哪个好 又见关许许身上穿的单薄 忙又让她先进了门 刚一进门 便见江淮站在楼梯口 显然是等着她 而二楼拐角的楼梯处 江苏探着个脑袋 一副看热闹吃瓜的样子 关许许一进门 她就看到了她怀里的东西 顿时忍不住压低了声 指着她质问 你 你怀里是什么玩意儿 我们家不让进带毛的宠物 关许许瞥一眼 这随时随地彰显存在感的少年 只一本正经地反问她 既然不让进 那你怎么会在这里 江苏表情一顿 满是清澈的愚蠢 一旁的江淮 已经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江苏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顿时脸色涨红 就要发飙 你 这么晚了 爷爷他们应该都睡了吧 关许许轻飘飘的一句 让江苏原本准备爆发的火山 瞬间压火 虽然她忙 但她一直都知道 什么时候能忙 什么时候不能忙 入夜后不得喧哗 这是江家的规矩 更别说爷爷年纪大睡得早 老人家被突然吵醒 对身体不好 江苏就算这会儿 被关许许堵得要气炸 还是只能憋下一肚子的火 气呼呼地转身 亲手亲脚地上楼 关许许眼看着江苏离开 这才扭头看向江淮 却是没了刚才对江苏的姿态 她抱着怀里的小狐狸 抿了抿唇 道 这是我养的宠物狐 她知道我搬家了 来找我 说着顿了顿 又道 我在外面给她租了房子 她就在家里待一晚 明天一早 我会把她送走 言下之意 她不会给家里添麻烦 江淮听着她的话 心间却隐隐有些刺痛 这小狐狸明显是她之前养的 却一直养在外头 那必定是因为 关家不让她养 现在好不容易回了自己家 她却连想都没想过 要重新养在身边 那小心谨慎的样子 江淮只觉心疼 而心疼之余 便是对关家浓烈的恼恨 她江家的大小姐 她江淮的亲妹妹 本该被从小娇宠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现在却被关家搓磨的 连在家养之宠物都不敢提 这里是你的家 你在自己家里 想养什么都可以 压下对关家的种种情绪 江淮上前 俊美的面上满是惊讶浅笑 声音温和而笃定 关许许明显愣了一下 可是 江素不是说 带毛的不准进 你也说了 他都能进 你的狐狸怎么不能进 江淮挑眉笑着 用关许许刚刚对江素的话 回应他 同时抬手轻轻在小狐狸 脑袋上点了点 动作优雅而亲密 见关许许还正正看他 江淮只朝他轻轻一笑 桃花眼里满是恋咽而笃定 放心 有哥哥在 一句话 叫关许许心间 仿佛像是被暖流服过一般 熟悉的微妙感再次细卷 关许许张了张口 下意识想说谢谢 又恍惚想起他说 对哥哥 不用说谢 于是将那句谢谢 重新咽回口中 转而冲他乖巧地点点头 好 抱着小狐狸上楼 关上房门时 关许许才莫的发现 自己嘴角不知何时 挂着浅浅的笑 低头 又见怀里的小狐狸 正直勾勾盯着他 眼里满是好奇模样 关许许顿时收起嘴角的笑意 拌起脸来 问他 不是说好 待在那边不准乱跑吗 你今晚差点就被电成交狐狸了 知不知道 小狐狸似乎能听懂他的话 跳到地上 很是无辜地转了个圈 又朝他示意了一下 自己身后的背包 那小模样好像在说 你搬家 我头奔 没毛病 关许许轻哼了一声 蹲下身子 这才替他解下背上的小背包 待看到 里面装着的东西时 又是微微一笑 背包里 除了胡漂亮自己的一个罐头 剩下的便是他的珠砂黄斧纸 还有他专用的一些小工具 之前因为车祸 他在医院待了三天 虽然也找人上门照顾他 但小狐狸显然是担心 他手里没存货 自从跟着师傅学习术法后 他就在外面单独租了个小房子 除了不想让关家人知道 他学习这些东西 也是为了安置自己的东西 所以 先前白淑琴将他赶出门时 他一件行李也没拿 因为那些重要的东西 都不在关家 原本他打算 这边安顿下来 就找时间回去看看小狐狸 没想到 他自己倒是屁颠颠追了过来 嗯 虽然追错了地方 尽管时间已经有些晚 关许许还是将小狐狸 拎进了房间 配套的浴室 将他从头到脚重新收拾干净 这才抱着他重新上床 重新睡下 许是这一晚折腾得太晚 关许许第二天醒得有些晚 睁眼看着眼前 满是梦幻公主风的卧房时 还有些迷糊 好扮上才缓缓反应过来 这里是他的新房间 正努力适应着 这粉粉嫩嫩的卧房 忽然下一秒 耳边忽然听到楼下传来一道惊叫 啊 有狐狸 管家快来啊 随后又是另一道惊呼 哪里来的也狐狸 快快 抓起来啊 关许许几乎是瞬间清醒 猛地弹坐起身 四下环顾 房间里却空空如也 又听楼下 尖叫声此起彼伏 当下脸色微变 胡漂亮 第十五章 蹭到了大佬的金光 关许许匆匆下楼 刚到楼下 就见一道雪白的身影 飞快窜到他的脚边 而后动作力索地顺着他的腿 一路爬到他怀里 追着小狐狸过来的管家和保镖们 见状纷纷止住了脚步 与此同时 江家其他人也看到了 缩在关许许怀里的小狐狸 许许 这狐狸该不会是你带过来的吧 姚灵最先反应过来 满脸诧异 这可是狐狸 家里还有孩子 万一咬伤人怎么好 可不就是它 我昨晚就说了 家里不让进 它非不听 江苏也是听到动静才下楼 听到这话 立即拱火 这是我养的狐狸 但它不会随便伤人 关许许抱着怀里的小狐狸 语气笃定 狐狸这种动物 野性难逊 你说它不伤人 它就不伤人吗 一旁另一个年纪 与关许许相仿的少年开口 那是二房的江汉 少年目光冷漠 显然对于关许许的归来 也并不十分欢迎 江苏文言立即附和 就是 就是 许是察觉江苏 两次三番的针对 小狐狸将埋在 关许许怀里的脑袋 抬起 扭头就冲着江苏 汹汹地呲了个牙 江苏当即后退一步 指着狐狸哇哇乱叫 你看它 你看它 又听另一道 那是二房最小的女儿 江苏 今年六岁半 这会儿正害怕地 抱着姚苓的大腿 躲在后头 江淮进门时 看到的就是这么一幅情景 关许许抱着狐狸 站在楼梯口 周围一群人都围在他身边 恍如在开批斗大会 嘴角习惯性的笑意微冷 江淮静子上前 直到 狐狸是我答应许许养的 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跟我提 听到居然是江淮让养的 江家几个堂兄弟 都不可置信 一旁的陆雪熙文言上前 语气温柔 表哥 我们不是想针对许许 只是这狐狸来得突然 而且奶奶那边 她说得欲言又止 但所有人都知道怎么回事 江老太太不喜欢带毛的宠物 家里一直不让养这些东西 老太太身体不好 家里人一般不敢忤逆她 她这会儿是在山里度假村休养着 这要是回来 见到家里多了只狐狸 那不得把老太太欺病了 陆雪熙这是在变相提醒江淮 不是所有事情 她都能替她妹妹做主 江淮一双桃花颜值 淡淡朝露雪熙那边扫过 而后只微微一笑 奶奶那边我会跟她说 虽是笑着 但语气里却是不容置疑 而后扭头 又吩咐身后跟着的人 宠物屋就搭在东边花园那边 再架个棚子 众人这才注意到 江淮身后 还跟着两个抱着木材箱子的工人 那样子 竟是连狐狸住的 用的都准备上了 关许许昨晚虽得了江淮的保证 却也没想到这一大早 她居然连小狐狸的窝都准备好了 抱着胡漂亮的手臂微微收紧 关许许放弃了 原本打算将漂亮送回出租屋的话 有人在为她保驾护航 她才不可能在后头拖后腿 那不是体贴 有了江淮的血脉压制 江苏几人也不敢对关许许养狐狸 再提什么意见 他们就等着江老太太回来 到时候就看江淮还能怎么护着关许许 关许许不知几人的想法 抱着胡漂亮上楼 换好衣服 吃过早饭 又郑重地给小狐狸梳理了一下毛发 确保每个毛发都油滑顺量 这才满意地抱起宰子 出门 因为晚起耽搁了不少时间 关许许出门时 已经是早上十点半 想着这个时间点 楚北赫估计已经去公司了 但昨晚闹了那么一场动静 关许许还是决定先登门赔罪 让她没想到的是 楚北赫居然在家 一身西装革履 从头到脚精致妥贴 分明是出门上班的行头 她就那么随意坐在那里 周身散发的金光 给她整个人都仿佛镀了一层精 依旧地闪耀夺目 关许许眨眨眼 稍稍适应了一下 这才抱着小狐狸上前 楚少在家呀 楚北赫看着她冲自己眨眼睛 墨色的瞳孔脸下几分忧深 面上依旧是一派冷沉 到看不出情绪的模样 薄唇微起 直到 你说了会一早上门 关许许闻言都愣了一下 大佬这一身装备在家 该不会是因为她说了 会上门赔罪 所以她 在家等他 不能吧 大佬的时间 不都分分钟几百万上下的吗 这么 闲的吗 关许许的重点在于上门 却不知 楚北赫的重点在于她说的一早 楚大魔王的强迫症之一 严毕守信 她说要一早上门 她听进去了 所以等了 只是没想到 她的一早 居然是早上十点半 昨晚实在不好意思 我的狐狸 昨晚给你添麻烦了 这是我自己课的平安符 当作赔罪 关许许将一个装着玉牌的符带递了过去 玉牌是她亲手刻的 背面是银翔纳符的符文 考虑到楚北赫一身金光一般 妖邪都不敢靠近 最好的化煞驱邪符 她也根本用不上 这才挑了这个 尤其玉牌用的 都是蕴含灵力的好玉 效果更加纯粹 这也是为了提前跟金光大佬打好关系 说不定还能有机会 蹭蹭大佬的金光 楚北赫接过符带 却没有直接打开 抬手管家替她收好 就当是收下了关许许的这份赔罪 关许许见着 忍不住提醒 平安符要随身携带才有效果 楚北赫递给管家的动作微盾 朝管家一摆手 将符带塞进了自己随身的西装口袋 关许许这才满意的一笑 眼见陪罪流程走完 楚北赫也没有多呆 起身便要出门 关许许见状 抱着小狐狸跟上 趁着两人并排靠近的时候 她按搓搓一伸手 在她周身的金光 做了个捞的动作 下一秒 就见两点金色的光点 被她抓在了手心里 关许许信谋微瞪 居然被她蹭到了 你做什么 楚北赫冷声开口 显然是注意到她刚刚的小动作 关许许被逮个正着 面上却十分镇定 所以找了个借口 你出门 能不能顺路带我一顿 我正好要出门 楚北赫视线狐疑的字 她面上转过 呼地想到她送出的平安符 一个平安符 又是赔罪 又是蹭车 一服两用 她倒是省事 心里这么想着 面上却丝毫不鲜 只勉强点了个头 关许许便抱着小狐狸一起上车 眼见楚北赫视线 又落在她怀里的狐狸 那深邃幽黑的眸里 似有审视 她忙解释 昨晚带回家后 我给她洗了澡 她干净的 楚北赫抿了抿唇 只问她 去了 关许许信谋一转 道 去宋家 她要去装外快 第十六章 她有一截 楚北赫看向她 谋色微深 虽有些怀疑她 怎么会和宋家的人认识 但到底没有多问 抬手示意司机开车 不多时 车子便到了海市南面的一个高档别墅区 有楚北赫的车子开道 车子一路畅通无阻地 到了宋家别墅门前 要是换做关许许自己 只怕别墅区大门都进不来 楚北赫将人送到门口 却没有陪她进去的意思 将人放下 便静止离开 宋家人听说是楚少当家的 车子到访 好奇地下楼迎接 却不想见到的 却是个不认识的小姑娘 怀里 还抱着一只小狐狸这位小姐是 关许许想到之前江家人的态度 没有牵扯江家 只说自己姓关 没有直接说自己上门 是来给宋小姐换回一职的 人家也不会信 从随身的小包里 取出一个清风关的平安符 我前阵子遇见宋奶奶 看到她落下这个东西 所以想着给她送回来 宋少的社交账号里 说了上个月陪宋奶奶去清风关求福 关许许正好用来当借口 宋夫人是个身材略显风雨的美妇人 眉眼里带着的都是和气 看到关许许一个乖乖软软的小姑娘 怀里还抱着一只宠物狐 也并未多想 原来是这样 老太太是老一辈思想 自从小铃撞伤了脑袋 却怎么也治不好 就觉得是家里风水不好 先前倒过家里的摆设 最近一年又开始兴起了道教 前阵子还飞拉着孙子去倒灌求福 家里人也游着她 却没想到一个平安符掉了 居然还有人巴巴给送回来 谢谢你走一趟了 不过 你怎么认识我家老太太的 宋夫人虽然带人和气 但该有的警惕还是有的 关许许面色不改 张口便要解释 手却隐晦地在胡漂亮肚子捏了捏 这是之前就跟胡漂亮商量好的 她刚一动作 怀里的小狐狸顿时双腿一登 就从她怀里跳出去 然后一撒压就往二楼窜 宋夫人顿时一惊 关许许也一副猝不及防的样子 起身就忙要去追 胡漂亮 快回来 干得好胡漂亮 去吧 去找宋小姐 几乎是没两分钟 楼上顿时传来压的一声 女孩稚嫩的惊呼 宋夫人和庸人都是脸色一变 忙不迭追了过去 关许许和宋夫人保持着前后脚的距离 一上二楼 便见走廊尽头处 一个穿着漂亮公主裙的少女 正蹲在地上 正笑嘻嘻地看着面前胖乎乎的小狐狸 乖巧坐立的样子 甚至还试图伸手去摸 小狸儿 宋夫人忙叫了一声 随即快步走到自家小女儿身边 将她拉到身后 虽然那小狐狸看着乖巧 但谁晓得会不会随便咬人 也是这时宋太太才有些后悔 这小姑娘抱着这么一只宠物 她怎么能让她随便进门呢 妈妈 小狗 宋宇离十五六岁的模样 脸上还带着些婴儿肥 却丝毫不掩她的漂亮灵动 一双污亮的毛子里满是干净的纯粹 但此时一张口 语气里的天真与憨傻 宛如幼儿 明显暴露了她的不足 关许许一眼看去 视线却落在少女眉心一蹴黑气 微微拧眉 宋夫人注意到 关许许脸上的细微变化 以为她是看到自家女儿的问题 才露出的神色 当即心下不满 连带着声音都冷了几分 没什么事的话 关小姐就带着你的宠物回去吧 我就不送了 等一下 关许许叫住宋夫人 抬手就把胡漂亮招了回来 再望向宋雨里的目光 轻正且认真 又从怀里逃出另一道平安符 刚才我的小狐狸 吓到宋小姐了 作为赔罪 这道符送给宋小姐 可以保她一次平安 关许许道 通常在胸前会有一点红质用以巨服 但她幼年被人换走一质 导致她命数有缺 红质也随之暗版 我关她这两天应该会有一截 你们最好让她待在家里 不要出门 关许许原本是想直接跟对方说换质的事 但宋雨里眉心的黑气 显然比换质一事更加紧迫 宋夫人对上自家女儿的事情本就敏感 这会儿听关许许突然开始狐狸咧一通有的没的 脸色瞬间就沉了下来 再没了先前的和气温柔 张口便吃 你这丫头是哪里来的神棍 张嘴就敢咒我的女儿 我说你怎么会认识我家老太太 感情是打着这种主意是吧 看在你是个小姑娘的份上我不跟你计较 现在立刻带着你的狐狸离开我家 否则我直接报警抓你了 这态度显然是没办法好好沟通的 关许许倒也不是第一次遇见这种情况 面上一拍淡定抱起小狐狸 将那道护身符放在走廊旁边的一个柜子上 这便转身离开 宋雨里眼见着小狗被抱走 还有些不舍 巴巴看着想要追过去 小狗 妈妈 小狗走了 宋夫人听着她的同声质语 心下又是一阵心酸难过 只能哄着 那不是小狗 是狐狸 会抓人的 小狸儿喜欢小狗 妈妈让人给你买一只好不好 好 妈妈真好 我要小狗 宋雪梨瞬间不再惦记刚才的小狐狸 整个人开心的像是要转圈圈 宋夫人看着自家漂亮的女儿 眼里浮出一点泪光 在扭头看到关徐徐放在柜子上的护身符时 又是脸色一沉 低声吩咐旁边庸人把那东西拿去丢掉 来历不明的东西 她才不可能给自家小狸儿碰 至于关徐徐刚才说的那些 什么一点红质 什么命数有缺的 她一点不信 只是看向小狸儿时 目光却不由自主的一向少女 被蕾丝灯笼袖上衣遮挡的胸口 她家小狸儿胸口好像 确实有一颗不大明显的红质 然而宋夫人依旧不相信那些神怪的说辞 反而怀疑是负责照顾小姐的庸人 偷偷说出去的 那他们是想做什么 越想越不对劲 宋夫人让人将小姐送回房间 这便匆匆转身给自家老公儿子打电话 有人盯上她家小狸儿 她不弄个清楚 根本没法安心 宋夫人不知道的是 她刚刚离开 小狸儿便从自己房间偷偷探出一颗脑袋 随后猫着身子 一副在自己家里做贼的小模样 小心翼翼溜出房间 静止朝楼下跑去 第十七章 悬门浮尸 关徐许离了宋家别墅区 没有回江家 而是打车去了自己先前租的房子 一个八十平的两室一厅 是关徐许两年前租的 客厅用屏风隔开 是湖漂亮的活动区域 角落搭着的小帐篷 里面堆着她的各种玩具 另外一间主卧一间书房 书房里摆着两条长桌 一边用来摆放着各种雕刻原料和工具 另一边则摆着黄纸朱纱和各类古书法器 两边精卫分明 风格各异 关徐许上前 简单收拾了几样东西 她去江家的时候没带行李 身上的护身符都用完了 既然要给宋雨漓换回一只 也得提前准备起来才行 正收着 放在旁边的手机忽然响起 关徐许颜角余光撇过 看到来电显示是清风光灌注 想了想 还是接通了电话 电话那头 是一个老者的声音 关小友 之前问你的事 你考虑好没有啊 京市道教学院客串讲师 你不是想考京大吗 京大和道教学院有合作 就算分数不够 也可以直接保送 但是要我说 你去大学也是浪费时间 道教学院客串讲师两年 就是名誉导师 相当于硕士学位 老者苦口婆心的巴巴 关徐许也不嫌啰嗦 换了个耳朵听完 这才道 分数我应该是够的 关徐许说 但是我还没想好去京市 还是留在海市 之前想考京大 完全是想要远离官家 但现在既然已经离开官家 他道不是很想离开海市了 老者听说 他要留在海市 倒是忘了先前 劝他去京市道教学院的事 笑呵呵道 海市好啊 海市人皆地灵 海大那边 我也说得上话 那老夫替你回绝了道教学院那边 对了 关小友考不考虑 直接来我清风关 以你的资质 眼见老者还要巴巴 关徐许忙干脆拒绝 不去 我要上大学 变化那头的老者 顿时有些可惜的一探 但很快又接着到 罐里的平安符都用完了 小友什么时候再送些过来 还是老规矩 三千一张 关徐许听到生意 脸上都跟着精神了些 低头看了看自己抽屉里的存货 点点头 可以 我先送二十张过去 二十张 三万 要想还清欠关家的抚养费 光卖符显然是不行的 关徐许是一名符师 悬门有五术 分别是 山 一 命 像 补 符便是 山一门里的其中一术 也是悬门中最神秘 且难以精通的一门 关徐许虽然武术皆有涉猎 但他最擅长 且最专注的 还是符术除了特殊符传 一般符传皆是用黄符纸写旧 画符在符术里属于最基础的 除此之外 还有客符 如他给楚北赫的玉牌 以及虚空画符 后二者所倾注的心力 也不可同日而语 将桌案上的黄标纸和朱砂展开 关徐许提笔名气 随后落笔 笔走龙蛇 一笔画旧 收尾时笔风隐约能见一点灵光 如此一张平安符便算是成符 关徐许又一口气画完二十张 前后不过十五分钟 画完给清风官的平安符 想到哥哥和爸爸对他的回护 想了想 又拿出一块橙色极佳的原石 开始动手雕刻护身符 在出租屋待了整一个下午 直到天色见完 关徐许才将东西都收拾好 带着小漂亮打车回了江家 进门上楼 关徐许刚刚打开房间 准备进去将东西放下 突然 一个小小的身影便哒哒哒 冲他跑了过来 扭头 却见六岁的堂妹江莹 冷不丁地先他一步跑到门内 伸手就推他 脸上气冲冲地边推边嚷 这是我的房间 不许你进我的房间 关徐许一猛 看了一眼江莹身后 确实是他房间没错 就在这时 姚林匆匆赶过来 见着江莹的动作 忙低声指责 莹莹不许这么没礼貌 还不快跟堂姐道歉 江莹却不管不顾 指着他身后的那个房间 反倒冲姚林嚷嚷起来 妈妈 你明明说 这个房间要留给我的 为什么让他住进去 你说话不算话 我不管 这是我的房间 江莹嚷嚷的动静不小 原本在房间里的江苏 和另外的兄弟都走了出来 恰好便听到了江莹的话 关许许一听那话 哪里还不明白 为什么二婶一开始 给准备的是另一个房间 感情是要把这个梦幻的公主房 留给自己的女儿 姚林此时也是一脸尴尬 根本没想到 女儿居然直接说了出来 只能善笑着解释 不是 因为莹莹喜欢那个房间 我之前不知道许许会回来 就哄她 不管许许回不回来 那都是她的房间 江淮的声音 忽然从走廊另一边传来 显然刚才也听到了动静过来 她面上是一贯的温雅和煦 但一双桃花眼淡淡扫过时 却带着丝丝凉意 看向姚林 不冷不热地反问 二婶难道不清楚吗 别说许许已经被认回家里 就算许许不在 那个房间也不允许任何人霸占 姚林面色一僵 红唇涅如着 有些窘惑的样子 二房的江汉 看着大哥对自己母亲的态度有些不满 上前一步道 怀哥 我妈妈又不是故意的 不就是一个房间 那房间风格 本就是给小孩子准备的 盈盈喜欢 让给她不行吗 说着 事先若有四无地扫过一旁的关许许 不满似的 好歹是个成年人了 难道还跟孩子抢房间 这话说的 仿佛他才是抢房间的那个人 关许许微微挑眉 他不喜欢和人争论 但有人cue他 他也不会装作没听见 你的意思是 因为他年纪小 他喜欢我就应该让出来 我要是不让 那就是跟他抢 难道不是吗 江汉一脸的理所当然 关许许一脸了然 那这样 我喜欢国家博物馆里的那幅千里江山图 你要是能说服博物馆 把图让给我 那我就把房间让给他 怎么样 他说着一摊手 面无表情强调 毕竟我年纪小 我只是想要一副国宝罢了 第十八章 我会搬出去 一旁的江淮忽然倾笑出声 显然是被关许许这一回怼逗乐了 江汉却是脸色一沉 你这是在耍赖 怎么可能 关许许只单单看他 这不是你的逻辑吗 我只是用你的逻辑跟你踢条件 有什么不对 国家博物馆的东西 和一个房间能一样吗 江汉都快被他气笑了 一旁的江苏也忍不住插嘴 关许许 你怎么那么小气 不就一个房间 又不是不给你住了 犯得着吗 关许许只笑 是啊 那么多房间 却非要他这一间 三房的江城也站了出来 江汉也没说错 那种梦幻公主风 本来就是给小孩子准备的 你也不见得多喜欢 干什么非要跟孩子抢 实在不行 我把我房间让给你 你那个房间就给盈盈 就这样 都别吵吵了 为一个房间 从昨天闹到今天 简直叫人看笑话 江苏也哼哼唧唧 还不是某人 家里以前可没这么多事 话里话外的 却是埋怨关许许 一回来就多事 明明房间从头到尾 都是姚林安排的 但所有人好像都觉得 是关许许的问题 江淮听着几人 你一言我一语的 嘴角的笑意 都慢慢冷了下来 然而还不等他开口 那边再次江汉不耐烦地开口 说来说去 你就是不想让 对 我就是不想让 关许许轻烈的嗓音 落入所有人耳中 江汉几人都没想到 他能拒绝得这么理直气壮 但关许许偏偏偏说了 他就那么看着几人 性谋澄澈冷静到淡漠 毕竟像今天这般类似的指责 他从小到大没少听过 蕊蕊是妹妹 你做姐姐的 就该让着她 这狐狸怎么能养在家里 万一下着蕊蕊怎么办 赶紧给我丢出去 你在家里白吃白住 现在还要养只畜生 关许许 你是故意要惹家里不痛快吗 他早就习惯了这样的指责 但习惯 不代表接受 都是第一次做人 凭什么你年纪小我就得让着你 更何况 那房间是他的爸妈 怀着对他出生的期待 亲手不知的 曾有人怀着期盼 等待他的到来 而他直到昨天才知晓 江营本以为几个哥哥出马 这个房间 今天肯定就是自己的了 可没想到说到最后 关许许这个坏女人 居然不肯让 果然雪西姐姐说的没错 她一回来 自己就不是这个家里唯一的女孩了 大家就不会再像以前一样 只偏腾自己了 看 连江淮哥哥都不站在自己这头了 江营越想越气 顿时再次哇哇大哭起来 我讨厌你 你从我家里滚出去 滚出去 这话一出 走廊四线入一瞬的安静 关徐徐眼睫轻颤 站在那里 却似看不出何种情绪 江苏几人也有些愣住 闹归闹 但连江苏这个全家最忙的都晓得 有些话 那是不能轻易说的 果然下一秒 只听一声 冷然带着警告的立合 江营 江淮看着江营 面上是从未有过的冷力 江还要撒泼的江营 吓得浑身一个哆嗦 瞬间忘了哭泣 就在这时 楼下走上两道身影 却是江宇成和江宇童两兄弟 显然两人都是刚刚从公司回来 江宇成脸上是 一如既往的冷沉威严 都在闹什么 摇铃心下咯噔 不等几人开口 忙拉着江营走过去 勉强笑着解释 几个孩子闹呢 都是我不好 给徐徐准备的房间 没考虑周全 盈盈闹着他 姐姐想要跟他换 但是徐徐不肯 两句话间 拧眉刚要出声解释 就见江宇童纳闷 不就是个房间的事 昨天不都重新安排了吗 江宇成则是拧了拧眉 目光看向关徐徐 张口却道 房间的事先放一放 徐徐 我问你件事 关徐徐听到江宇成询问 下意识看向对方 就听他沉声问他 你今天是不是去宋家了 关徐徐眸色微动 但很快恢复如常 点头 是 就见江宇成眉心微微促起 显得一张脸愈发沉塑 昨天不是说了 让你别管宋家的事吗 宋家那边我会出脸 江淮看着自家父亲 态度也觉得不对 往前 镜子站到关徐徐身前 问他是发生什么事了吗 一旁的江宇童解释到 宋家给大哥打电话 说徐徐下午找宋夫人 说了一些奇怪的话 问大哥是怎么回事 听到这话 所有人的视线 几乎刷刷刷地 朝着关徐徐投射过去 那些视线或震惊 或谴责 显然都在怪他多事 因为他之前说患痣的那些话 在宋家小姐的事情上 江家本就得小心对待 结果他竟然还跑去宋家 说些乱七八糟的 这是生怕宋家 和江家的关系太好吗 你这是想干嘛 在家说那些神神鬼鬼的 也就算了 居然还跑去宋家 你是没把大伯 昨天的话放在心上吗 徐徐 你也太不懂事了 宋家跟咱们家 还有合作项目呢 姚灵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语气 江苏也跟着拱火 你看你才回家多久 惹出多少事来 关徐徐就站在那里 没理会旁边几人的奚落 自顾看着江苏诚 我没说我是江家人 江苏同道 宋家想查一个人 乃能查不到 听说你还是坐楚家的车过去的 关徐徐敏纯 他确实考虑欠妥 江苏诚又问他去宋家说了什么 因为宋总打电话的时候 语气像是压抑着什么 似乎有些恼怒 关徐徐便简单将他去宋家的事情说了 包括他看出宋雨里可能出事的事 众人一听更加震惊地看向关徐徐 上门说人家可能要出事 这不是咒人家吗 这关徐徐也太不懂事了 江苏诚看着关徐徐 面色微宁 半赏指道 这件事使你鲁莽了 就算你真的懂也不该贸然上门说那样的话 宋家那边我会解释 但宋小姐的事 你别再管 江苏诚实在不想让好不容易找回来的女儿 牵扯到麻烦里 关徐徐张了张口 刚要说什么 又听江苏诚道 房间的事 盈盈既然喜欢你就让给她 我让管家重新给你挑个房间 你按你喜欢的样子 重新装修也没事 江苏诚不觉得一个房间有什么 过去那房间是他对女儿思念的寄托 但女儿既然回来了 一个房间也就无关紧要了 比起这个 他更不愿意 徐徐刚一回家就跟家里的人闹得太僵 这样 他以后跟家里的孩子没法好好相处 江苏诚却不知他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让关徐徐疏然一正 半赏 那双性眸中似有光一寸寸脸下 好似深夜临间闪过的一道流火 只闪烁一瞬 又慢慢消散在黑暗之中 一旁的江淮文声忙出声 爸 他刚要解释问题 不是他以为的那么简单 却听关徐徐已经开口 声音浅淡而冷静 不用了 他的语气淡淡 但比起昨天 莫名的仿佛带上了几分疏理 他就那样看着江苏诚诚 诞生开口 我会搬出去 第十九章 宋语离出世了 关徐徐这话落下时 江苏诚素来沉稳如山的面上 都有一瞬的猛逼 仿佛没听懂他刚才那话的意思 不是在说换房间的事吗 怎么就要搬出去了 一旁江苏几人 也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觉得关徐徐 这就是在小题大做 至于吗 多大点事啊 江汉也是一脸的不以为然 又不是小孩子了 离家出走这套 在江家是不管用的 他觉得关徐徐也就是说说 毕竟江家和关家可不一样 乃是海市数一数二的豪商人家 他不信关徐徐能舍得 离开一旁的姚玲 也假惺惺的劝 徐徐 你做错事 大哥也就是说了你一句 怎么就要闹得离家出走了 你这孩子气性也太大了 也是到这会儿 江雨成才隐隐察觉到了不对劲 昨天江苏对徐徐的态度 他不是没看到 但他也只是以为 那是江苏少年心性不适应 突然多了个姐姐 但眼下 不管是江汉 江城 甚至是姚玲 对徐徐的态度都称不上友好 当着他的面都这样说话 那他不在的时候呢 徐徐 你 江雨成你没想问清楚 关徐徐却没有再听下去的意思 转身 忽然朝着屋里唤了一声 很快雪白滚云的小狐狸 瞬间窜入他的怀里 关徐徐就是抱住 而后拎起刚刚从出租房带回的包 如刚回来时 又原封不动地转身下楼 江雨成直到此时才意识到 自己刚刚一定是做错了 忙伸手拦他 徐徐 你有什么委屈可以说出来 别 别一起用事 关徐徐却看着他 眼底满是平静 我没有委屈 他只是放弃了 关徐徐一直都知道自己情缘淡薄 过去十八年 在关家都不曾拥有过的东西 他怎么敢奢望在江家能够得到 或许江淮是真心接纳他的 可江家却不是他一个人的江家 既然触不来 那就不处了 好不容易摆脱了关家的枷锁 未来的日子 他要随着自己的心意自在地过 抱着小狐狸绕过江雨成 关徐徐头也不回 走得毫不犹豫 这 闯了祸就走 也太不负责任了 江素见他居然真的说走就走 忍不住小声避避 然而话刚出口 一旁的江雨彤便一巴掌拍在他脑袋上 有你什么事 一天天说个没完 还不闭嘴 江素被亲爹暴力压制 总算乖乖闭嘴 江淮从刚才一直没在开口 此时才抬腿追了下去 关徐徐以为他是来留他的 却不想江淮扭头直接吩咐管家 安排了车子送他出去 他看着他 俊美的面上是独属于他的温柔 你做得没错 关徐徐 你刚回家 如果一味忍让 别人只会觉得你好欺负 后面更会肆无忌惮 反而像现在一开始就摆出你的态度 旁人才会有所顾忌 江淮说着 竟然还有几分欣慰的意思 关徐徐 感情 江淮是把他说要搬出来这话 当做是摆太多了 可他是真的打算搬走啊 张口 刚要解释 我不是 却听江淮温声打断 我在青江湾有一套公寓 你过去那边住两天 这两天 我会让保姆每天过去打扫做饭 你安心在那边待着 说着 微微眯眼 今天的事 哥哥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 关徐徐对上江淮认真的谋 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如果哥哥有模板 大概就是江淮这个样子 这个哥哥 我最喜欢的 微微低头 却感觉一双大掌 轻轻落在他的发顶 带着让人安心的温度 你是我妹妹 他们既然认不清这点 那就把他们脑子掰正了 再把里头的水倒干净 总能让他们认清 江淮说这话时 嘴角是一罐独有的温和浅笑 然而那双桃花眼里 却带着丝丝危险的良意 关徐徐仿佛都能看到 江淮一边笑着 一边用扭白菜的手势 对着几个堂兄弟的脑袋 一手一个小脑瓜 咽了咽口水 关徐徐轻声附和 好 就 还挺想看的 想了想 关徐徐将小漂亮放进车里 又从背包里 摸出两个福袋递给他 我亲手磕的护身符 原本打算送给你和他的 他 指的自然是江宇成 但刚刚的情形 他也懒得亲手送了 就托江淮转交了 听到 是他亲手做的 江淮一双漂亮的桃花眼眸光微闪 随后笑着接下 我会贴身带好 关徐徐点了点头 没再多说其他 转身钻进车里 江淮就站在原地 看着车子开远 半嗓才缓缓转身 嘴角原本挂着他的浅笑 在转身的瞬间消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 一片霜猛 别墅客厅内 江宇成和几人等在厅内 见着江淮独自回来 就知道 他也没把人留下 江宇成脸色有些不好 许许不肯留下 江淮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只今自走到他跟前 诞生开口 父亲 关于今天的具体经过 我想 我有必要跟你详细说明一下 不知为何 约儿童有种头皮发麻的感觉 车里 关许许没再去理会身后的江家 转而从包里 抽出一张黄符 他确实没想到 自己是江家人的事 这么快被发现 但只是因为他上门胡说 宋家人不可能会不顾两家的情面 找上江宇成 宋家人反应如此之大 宋宇离应该是出事了 第二十章 向江大师赔罪 华登初上 江家别墅内 正是晚饭时间 江家上下却气氛民众 江老爷子坐在客厅中央的位置 二房三房 分别坐在另外两边 两边小辈皆沉默着不说话 江宇成坐在老爷子对面 面色冷沉若冰 愈发显得压迫十足 直到江淮把今天让房间的事情 原原本本告诉他 他才知道 在他回来之前 江宿江汉几人 怎么你一句他一句地讨伐徐许 甚至江营直接说出了 让徐许滚出他家的话 而他 在没有知晓前因后果的情况下 先是问责他 不该擅自找上宋家 然后 跟其他人一样 张口就叫他把房间让给妹妹 难怪 难怪徐许会失望地 直接说出要搬出去的话 作为父亲 他失职了 大哥 今天是尹尹小孩子不懂事 才闹出这个事 都是我的错 徐许那边 我会跟他解释 争取让他原谅我 姚玲眼见着气氛不对 主动开口揽下责任 一旁的江宇明文言却是皱眉 拉过姚玲的手 一副不赞同的样子 哪里就是你的责任 尹尹年纪小 想要什么就说了 原本就不是什么大事 要我说徐许还是小题大做 这才刚回来两天 为这点小事 就闹离家 话未说完 就见江宇成 已经冷冷抬眸 沉声打断他的话 老二 我的女儿刚回来 却被逼着离家 这是小事吗 江宇明脸上肌肉抽了抽 对上自家大哥伶俐的目光 到底没再开口 江宇成又将视线 一一扫过几人 那目光压迫十足 江宇年纪小 因为徐许的房间漂亮 所以想要 本不是什么大事 江家不是什么小户人家 他喜欢 你们就算 给他按照公主的规格 重新装修房间 都是一句话的事 为什么非要徐徐 把房间让出来 二房的人不说话 江宇成的声音 便又沉了几分 你们不是想让他 把房间让出来 你们只是觉得 他出来乍到 就该讨好你们 好好表现 祈求你们接纳他 大哥 你说这话就太重了 都是孩子 哪有你说的那些心思 没有吗 如果不是一开始 就把他当作外人 为什么会说出 让他滚出我家这种话 就算是小孩子的气话 也该知道 什么话该说 什么话不该说 江宇成语气有些重 一旁的江宇身子一抖 顿时吓得往姚灵怀里缩去 嘴巴一扁 却愣是不敢跟之前一样 一言不合 哇哇大哭 姚灵见状 满脸心疼 直到 盈盈说错话 我去给许许道歉 我去请他原谅 求他回来 我这个长辈亲自去求他 他总不会真的就不回来了 大哥 你别怪盈盈 一旁的江汉 看到自家妈妈在大伯面前 这般卑微求全 眼底闪过一丝烦躁 顿时忍不住出声 大伯 是他自己要走 又没有人逼他 而且 这也不是我妈妈的错 凭什么还得去求着他 回来他说不定是知道自己做错事 惹恼了宋家 怕爷爷生气 才借故离家出走吗 江宇成便扭头看他 沉声道 许许做错事我会教他 也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 但江汉 如果你对许许 依旧是这种态度 那以后 你也不用再叫我大伯了 他的声音不大 却叫江汉几人 心头猛一咯噔 下意识瞪大了眼 又见江宇成视线缓缓扫过厅内 包括江宿江城在内的几个小辈 你们也一样 如果你们不愿意接纳许许 以后也不用叫我大伯 江宇成声音不重 却是前所未有的严厉 几个小辈几乎是下意识挺着腰板 纷纷表示不敢 一旁的江宇彤向来敬重大哥 此时也狠狠一拍旁边的自家儿子 而后笑着打圆场 大哥 孩子们嘴毒 但其实都没有坏心 更谈不上接纳不接纳 许许本来就是咱们家孩子 不至于的 江宇成眸色微沉 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压抑 直到 许许丢了十八年 官家哪怕从未去他吃喝 他一个养女在官家 也是受尽了委屈 现在他好不容易回来 我不想让他再受半分委屈 我不会要求你们 每个人都去迁就他 但起码把他当一个普通的家人看待 他顿了顿 声音越发发沉 如果做不到 那我选择带着许许和江淮单独住 江宇成这话一出 顿时犹如巨石落水 瞬间叫二房三房 所有人都脸色一变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大哥这次居然玩这么大 就为了一个官徐许 他这是要分家的意思 也就在这时 从刚才开始一直不发一言的江老爷子 终于开口 不带半分威严 却是不容智慧的语气 老大 这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次 他道 江家是一个整体 只要我还在 谁也不准再说出搬走这种话 听那众人皆是静若寒蝉 没有人敢反驳老爷子的话 就连江宿也只敢在心里偷偷嘀咕 官徐许就说了搬出去的事 又见老爷子视线一转 看向二房两口子 江家的孩子 想要什么都可以有 但在宠惯孩子的同时 也要让他懂得 这世上不是他想要什么 就能得到什么 孩子得教 你们如果教不好 我可以亲自教他 听到爷爷居然打算亲自教自己 江宁身子更是用力一抖 险些没忍住 直接哭了出来这 这太可怕了 他不要啊 江宇明和姚林两口子 更是默默低头 抱紧孩子 纷纷表示会好好教 眼见这几个小辈 都深刻认识到问题的严肃 江老爷子也不再多话 扭头对坐在一旁 始终姿态慵懒不发一言的江淮道 找个时间去把你妹妹接回来 家里还安排了派对 准备正式宣布他 江家大小姐的身份 他还是得回来的 江淮依旧是招牌微笑 点头 我知道 江老爷子还要说什么 忽然管家从外面走了进来 对着江宇成 大江总 宋先生和夫人来了 江宇成微微拧眉 这个时间 宋家人亲自登门 难道又是为了许许的事 虽说许许不该上门说那些话 但追到家里来责问 未免有些过了 一旁的江苏纪人 刚被训了一顿 这会儿不敢再随便出声 但还是暗戳戳和旁边交换了眼神 彼此眼里都带着隐晦的幸灾乐祸 关许许这是闯了祸 被人找上门来追究了 他们就说 他是为了躲责任 才故意走的吧 根本就不是他们的错 正这么想着 大门处 宋家两夫妇 已经快步走了进来 脸上隐隐有些着急 江宇成想着 是许许先上门叫人误会 只得缓和了脸色 起身相迎 宋总 宋夫人 许许今天顽皮 给你们添麻烦 我已经教训过他了 本以为先表示态度 以宋永明和太太的处事 必然不会再揪着不放 却不想听到他这话的瞬间 两人脸色俱视一变 随后 竟是一脸的慌张惭愧 江总千万别这么说 是我们夫妻没搞清楚状况 误会了江小姐 江小姐是好意提醒 都是我们不识好歹 我们知道 错了 还请一定给我们一个 跟江大师当面赔礼道歉的机会 宋家夫妇话落的瞬间 客厅里 四陷入一瞬诡异的安静 江素几人 更是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 四是怀疑自己耳朵出了毛病 这宋家夫妻过来 怎么不是来找关徐徐晦气的 而且 江大师是什么鬼 第21章 这一行也重男轻女 没有察觉到众人脸上的怪异 宋永明两人面上的急切 几乎是陷于眼底 江总 我们真的很想当面跟江大师赔罪 你能不能 让我们见一见江大师 江宇成张了张口 四是好半赏才缓过神来 有些哑然 许许他 不在 宋永明夫妇文言四有慌乱 连声追问 大师是还没回来吗 他什么时候回来 或许我们在这里等他 客厅内 一众江家人文言面上 皆是闪过一瞬的尴尬 他们要怎么说 关许许搬走了 至少今天是肯定不会回来的 宋永明夫妇心里着急 此时见江家人不说话 更急了 江总 江宇成刚要开口 一旁的江淮已经站了出来 许许今天应该不会回来 宋叔和宋仪如果着急 或许我先替你们联系一下许许 如果他方便 我可以带你们直接过去找他 那他好了 宋永明这会儿 也完全没有要客气的意思 就麻烦你了 江淮含笑点了点头 随后转身去旁边打了个电话 很快便走了回来 许许说 已经知道两位的来意 他现在出发去宋家 直接在宋家见面谈即可 听到关许许愿意直接出发去宋家 宋永明和宋夫人 简直是喜出望外 也顾不得跟江家人寒暄 招呼着就要直接告辞 江淮见状直接跟了出去 我送两位回去 宋永明哪里不明白 这是江淮担心自己妹妹在宋家吃亏 眼下雨离的情况危急 他也不理会这些 直到车子滑入夜色 江家人才后知后觉反应过来 宋家人这么着急找许许 该不会是宋家小姐出什么事了吧 三房的三婶不确定的开口 语气里是明显的担忧 江宇成眉心促着 面色沉然 应该是出事了 而且 极有可能是被许许说中的那个事 宋家所在的别墅区和银江一号并不算近 车子开了半个多小时 才回到宋家别墅前 三人到的时候 关许许也正好抵他门前 看到一身T恤牛仔裤打扮的少女时 饶事之前就从太太口中知道 这位江家刚找回来的大孙女的年纪 宋永明依旧对他过于稚嫩乖巧的样貌 生出一丝不确定 反倒是宋夫人 没了先前的客气疏离 看到关许许时 眼睛里都带着热气 江大师 今天的事是我武断了 谢谢你还愿意过来 关许许既然过来 那就是要帮着解决问题的 这会儿也半点没有拿捏姿态的意思 先进去吧 宋家夫妇顿时没有耽误 连忙领着关许许入内 一边往里走 一边不忘解释今天的状况 小铃每天下午午睡后 都要去小区的儿童娱乐区散步玩耍 大师早上明明提醒过了 都怪我当时没当一回事 下午还是让小铃出门 结果不知怎么的 小铃中途就不见了 我一开始以为是绑架 但也就是十来分钟的时间 保安就在喷泉池那边把人找到了 我以为就是虚惊一场 结果小铃回家后没多久 突然就晕了过去 而且怎么叫都叫不行 家庭医生检查后都没查出什么原因 宋夫人说到这里顿了顿 语气里难掩焦急与难过 又看向关许许 后来医生没办法 准备把小铃送到医院 做更详细的检查 结果就在抱她的时候 发现身上掉下来一个东西 也是那个东西 才让宋夫人重新找到关许许 那是关许许临走时留下的护身符 当时宋夫人原本是让人拿去丢了的 却没想 小铃觉得好玩 又偷偷去捡了回来 藏在身上 结果就是 那东西从她身上掉下来 宋夫人和庸人一开始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因为已经是一片黑灰 奇怪的是 明明已经烧成了黑灰 却依旧保留着原来的形状 后来还是管家瞧出 提醒她 那好像是关许许走之前留下的护身符 因为关许许的护身符 都有特殊的折法 并不难看得出来 宋夫人后来让人检查了小铃的身上 发现她并没有烫伤烧伤的痕迹 只唯独那本该是黄纸蝶的护身符 成了黑灰的样子 宋夫人是高知分子 信奉唯物主义 从来不信什么鬼神 对这种事一点不了解 还是宋老太太 近来信奉道教 懂得一些说法 猜测黄纸成灰是因为挡了邪碎 但小铃依旧昏迷 说明邪碎还在 宋老太太就说 应该请个大师 宋夫人也是到这时候 才重新想到关许许 又担心 她记恨今天 被她赶出门的事 不肯帮忙 这才特意上门赔罪 为了自家女儿的安危 宋家夫妇 已经不在乎什么面子了 关许许看得出 宋家人对宋雨离的关心 是出自真心 也难得出生安抚 放心 我说过了 宋小姐是服役绵长的命格 哪怕如今有所亏损 也会把她性命无余 关许许说话间 几人已经走上别墅二楼的房间 宋家夫妻陡然一惊 宋永明下意识 将自家妻子往后一拉 走在后头的江淮 也下意识 要将关许许拉到身后 然而不等她有所动作 便见关许许 镜子抬手一挥 那迎面来的火蛇 顿时消散无踪 还未等宋家夫妇 惊弃于关许许刚才的动作 几人就看清了房内的情形 却见宋雨离的房间内 不知何时静摆了个法坛 法坛正前方 是一个穿着黄色道袍的中年男人 只见她手持一柄桃木剑 嘴里念唱着什么 不时挥剑在空中劈开 几人刚才禁门时的火蛇 就是她做法的效果 饶氏心里也猜想 女儿是撞上了不干净的东西 但看到这明显深深叨叨的场面 还是叫宋永明鹅角青筋 忍不住一蹦一跳 她将目光转向房里的另一位老太太 有些无奈开口 妈 这是怎么回事 房间里的 正是宋家那位据说姓叫的宋家老太太 宋老太太 就是一个看起来有些风雨的豪门老太太 听到儿子的话 忙上前解释 不是说梨子撞见脏东西了吗 我就托人请了个相熟的大师 放心吧 大师说了 没什么大事 等她做完法人就行了 说不定还能变聪明点 宋夫人有些难堪 妈 不是说了我和永明去请大师了吗 一事不凡二主 饶是宋夫人不懂学门人的规矩 也知道一下子请两家上门不好 宋老太太面上却是不以为然 多找几个一起看又怎么了 我不是看你们宝贝那丫头 我才不操这个心 说着 视线看向宋夫人身边的 关许许和江淮 目入怀疑 江淮她是认得的 江家的长孙 那所谓大师肯定不是她 那就是旁边这个小丫头了 微微皱眉 这就是你们找的大师 怎么还是个丫头 语气里 满满的都是对丫头的嫌弃 关许许微微挑眉 怎么这一行 现在也重男轻女了不成 第二十二章 虎人 她也是可以的 宋老太太越看关许许 越是怀疑 年纪还这么小 能顶什么事啊 越华 你不是又被骗了吧 说着看向宋夫人 眼里是满满的质疑 宋夫人脸色有些不好看 妈 江大师虽然年纪轻 但她是有真本事的人 你别瞎说 别得罪了人 宋老太太撇撇嘴 不相信这么年轻的小女娃 能有什么真本事 只不过是靠一张嘴忽悠罢了 越华这个儿媳妇 学问高又怎么了 看人还是不如她 好在她提前找了其他大师过来 不然靠这小丫头 黄花菜都凉了 果然这个家还是得靠她 老太太就想杀杀小姑娘的锐气 看向关许许 你说你有真本事 那你得拿出来看看 也不用多 至少得像大师一样五个剑吧 妈 宋夫人是真的有些生气了 生怕老太太的态度 惹恼了关许许 扭头忙对关许许道 江大师实在抱歉 你别介意 关许许没介意 朝宋夫人点点头 镜子绕过老太太 和那位做法的大师 便往床边走去 从她进门 便能看到床上一直躺着的宋雨梨 饶室房间里闹得乌烟瘴气 她也依旧半点没有醒来的意思 那位大师自己人进门后 一直用眼角余光 注意着这边的动静 只是碍于自己还在做法 不好贸然停下 便一副不为外界打扰的模样 始终继续自己的做法 直到看到关许许走到床边 她才猛的一声利和 不要靠近 你这样会打断我的术法 关许许文言微微侧谋 只扫过一眼 又镜子扭头 拉过宋雨梨的手指细看 那大师见关许许 竟然不将自己的警告放在眼里 当即面露怒涩 猛地停止做法 转而冲着宋老太太 宋老夫人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是说了 做法期间 不要让任何人打扰吗 宋老太太文言也是面露不满 忙对大师道 鲁大师实在抱歉 我这就让他们出去 她说着 扭头瞪向关许许 刚要开口赶人 就见关许许已经放下宋雨梨的手 扭头镜子看向鲁大师 清零零的目光 不带半分情绪 只问 鲁大师开谈做法 想必是确定 宋小姐身上是什么问题吧 那鲁大师见她张头请教 直冷哼一声 宋小姐招惹了小鬼 我方才就是在给她驱赶小鬼 偏偏你不听劝阻 打断我的施法 那小鬼刚才趁乱跑掉了 言下之意 现在做法失败 宋小姐醒不来 都是你的原因 和她无关 关许许轻笑一声 看着鲁大师 眼神仿佛在看一个骗子 但凡你有些许感应 就会知道 这屋里毫无阴邪之物 宋小姐之所以昏迷 也不是被小鬼纠缠 而是有人用邪术 试图夺走她的命术 听到关许许这话 一旁的宋永明和宋夫人 脸色一变 忙不迭上前 江大师 你说什么邪术 有人要我小林儿的命吗 关许许便看向两人 道 不是要她的命 悬门里的说法是诫命 我说过 宋小姐是大福的命格 她的命格注定她这辈子 本该无灾无难 一生顺遂 也正因此 有人看中她的命格 想要借她的寿术 为自己续命 她说着 镜子拉过宋宇离的手 示意两人看她拇指指付处 不明显的一点红痕 这手指上的朱砂印 就是有人哄骗她盖下手印 以此默许对方借命的行为 至于什么时候盖的印 约某就是宋夫人说 她失踪那十来分钟里的事 宋永明夫妇文言探头细看 果然看到宋宇离手指指付 一点不明显的红印 那红印明显被人擦拭过 若不仔细看 根本不会发现 而小林出事后 两夫妻着急找人救女儿 哪里会注意到这点细节 宋老太太文言不信 也跟着探头去看 宋永明这会儿 已经顾不上理会老母亲 和另一个大师 脸色难看 自顾看向关徐徐 大师 所以我女儿的命 已经被借走了吗 还能要回来吗 关徐徐看着她 只点了点头 可以 一旁的鲁大师 见她几句话间 就把雇主的信任都拉了过去 心下不满 还要张口贬低几句 不料旁边突然靠近一人 却是刚才跟着宋家夫妇一起进门的 另一个长相俊美的年轻男人 她不知何时走到她的身旁 此时就站在她的身侧 淡淡出声 闭上你的嘴 再冲我妹妹多话 我让你横着出宋家 她的声音不重 甚至称得上温和好听 偏偏说出来的话 叫人背脊发寒 鲁大师只觉心头一个咯噔 一时静忘了说话 也就是在这时 关徐徐已经干脆地从背包里 掏出一只沾了朱砂的拇指大小的小笔 和一块玉牌 朱宏小笔在玉牌上一勾 随即将玉牌轻轻放到宋雨梨的恶心处 宋永明夫妇就站在床边 不知是不是他们的错觉 在那玉牌放到宋雨梨恶心的瞬间 他们似乎看到玉牌上有一缕黑气掠过 只一眨眼 便消失不见 又见关徐徐从背包里掏出几张黄符纸 似是注意到江淮那边的小动作 关徐徐视线微微一转 又注意到 那鲁大师面上一脸的不甘与愤恨 想起他刚才舞来舞去的动作 关徐徐虽然不觉得那样的动作有什么好看 但大家好像觉得折腾一下更有幸福力 刚刚宋老太太好像说 让他拿出真功夫看他来着 关徐徐想了想 他虽然不会跳舞 但要唬唬人 他也是可以的 这样想着 他末地后退一步 精致明媚的脸颊 舒然连起所有情绪 整个人浑身气质陡然一变 伶俐而专注 只见他抬手 双手成掌相对 而随着掌心拉开 原本夹在他掌心的五张黄符 心挺立于他的掌心之中整齐华一 但这一首 一教坊中包括鲁大师在内的几人 双瞳陡然睁大 又听他粉唇微起 声音清零如全 却带着凌冽的微视 天道清明 地道安宁 混合乾坤 百神归命 我奉射令 破 随着他最后一声破令 只见他双掌向外推去 那原本整齐立于空中的黄符 顿时刷得朝着床上的宋雨梨 直直飞去 第23章 什么人对他家这么大的仇 仿佛像是有无形的丝线牵引一般 五张黄符 刷刷刷飞向宋雨梨身体的五个方位 稳稳贴上 就在黄符贴上宋雨梨的瞬间 众人只见那黄符 仿佛像是被灼烧一般 从中心处 飘出一缕缕黑色的烟 咔嚓一声 原本放在宋雨梨额心处的玉牌 直接断成两截 与此同时 在距离宋家不远的某处小馆内 一个中年男人 正看着手机里的巨额 到账面露洗色 下一秒 突然毫无预兆地 扑得竟是直接吐出一大口血 随即整个人直挺挺歪倒在地 紧接着 尖叫声起 店内陷入一片慌乱 宋家别墅内 所有人安静如鸡 包括江淮在内 眼底写着的 皆是不可思议 宋老太太更是看得险些忘了呼吸 反应过来 似不可置信地小心翼翼伸手 在那玉牌和符纸上空摸了摸 似是想要确认 那里是不是有什么隐形的机关 否则 那符纸怎么会那么刷的一下就 贴到丫头的身体上 还有那玉牌 怎么就在符纸冒烟的时候 就直接断成了两截 那可是玉啊 妈 看到老太太的动作 宋永明都有些不满 那边的鲁大师 却仿佛像是被提醒了一般 猛地回神大喊 这就是障眼法 宋老夫人可别被骗了 出来招摇撞骗的 大家都是有些自己的本事在身上的 就连她刚刚弄的火蛇 那都是私底下专门练过的 她才不相信 一个看着才刚刚成年的小丫头 什么大师 她今天道理痴响鲁大师这么想着 就见站在床边的宋家人 忽然变了脸色 就连刚刚还伸手试探的宋老太太 都是紧跟着瞪大了眼 鲁大师心下莫名咯噔一跳 定睛一看 却见床上原本一直昏睡不醒的宋家小姐竟然 睁眼了 行 醒了 小莉儿 宋夫人最先叫出了声 声音里失了平日的优雅从容 反而带出了明显的哭腔 宋永明也是一脸紧张的凑近 小莉儿 你怎么样 宋玉立睁眼时 脸上还带着刚刚睡醒的茫然 细声哼哼 妈妈 爸爸 咦 奶奶也在 她显然不明白 她就睡了个觉 爸爸妈妈还有奶奶 怎么都围在她床边了 再一看房间 小莉儿明显瞪大了眼 她房间里好多人啊 漂亮的大眼一转 呼得落在关许许身上 小莉儿眨眨眼 有些高兴 是小狗姐姐 屋内几人一愣 皆是一脸莫名 只有宋夫人一脸尴尬 小莉儿别乱叫 这是你许许姐姐 小莉儿傻乎乎地笑了一下 宋永明见自家小女 还是之前的样子 原本紧绷的神色 到这会儿 瞬间松了下来 江大师 小莉儿这是没事了吧 却见关许许摇了摇头 宋家夫妇顿时心头一个咯噔 难道还没好 关许许指道 我刚刚强制破了对方诫命的术法 对面术师遭到反噬 确实没法再对宋小姐出手 但对方哄骗宋小姐 签下了诫命的契书 还得想办法找到 必须将诫命的契约烧毁 否则等对方找了另外的术师 依旧可以通过弃书 随时重新施法诫命 听到对方还会对小莉儿出手 宋家夫妻一颗心都下意识收紧 宋夫人更是一把 将小莉儿抱在自己怀里 一副试图保护的状态 宋永明这会儿 对于关许许的本事 是半点不带怀疑的 闻声脸色凝重 我已经让人调查过 小莉儿失踪那段时间里的监控 可是什么也没查到 到时可以继续派人去查 但我担心一时半会儿查不出来 到时候 到时候 对方可能已经先一步 找了另一名术师 重新借走小莉儿的授数 他实在不愿意再看到 小莉儿经历第二次昏迷不醒的情况 当下恳求 江大师 有没有其他办法 找到这个骇人的幕后黑手 你放心 只要能救下我女儿 报仇你尽管贴 关许许想了下 倒也不是不行 说着 忽然从口袋里摸了摸 竟是摸出一块大白兔奶糖 关许许上前 将大白兔奶糖递给了床上的宋雨梨 见她眼睛明显亮了一亮 顿时微微一笑 用少有的轻柔语气哄她 小莉儿 跟姐姐玩个游戏怎么样 姐姐请你吃糖 宋雨梨看着那块白兔奶糖 显然是想要的 但她还是歪过脑袋 用询问的眼神 看向自家妈妈宋夫人当即点头 姐姐跟你玩游戏 小莉儿陪姐姐玩一下好吗 宋雨梨见妈妈不反对 顿时弯起眉眼 接过奶糖 然后开心地朝着 关许许重重点头 小莉儿一头绑在小莉儿 用以契约的拇指上 随后再次拿出朱砂小笔 在小莉儿的拇指上 快速画上一个极小的符文 众人只见 就在关许许收笔的瞬间 宋雨梨拇指上的符文 似有金光闪过 而后掠过她手上的红绳 下一秒 就见那短短的红绳 仿佛像是被什么东西拉扯一般 竟是朝着一个方向 直直横立起来 屋里众人再次惊大了双眸 小莉儿更是一双 眼睛瞪得滚圆 随即惊叹 哇 我有魔法了 关许许嘴角微勾 示意她 那小莉儿现在起身 跟着红绳纸的方向走 魔法会带你找到惊喜 小莉儿眼睛顿时又亮了亮 也顾不得其他 兴冲冲地便要出发 一旁的宋永明夫妇见状 哪里还有不明白的 当下快步跟上 同时吩咐别墅里 所有待命的保镖一起跟上 让她找到那个 胆敢害她家小莉儿命的人 她一定要那人付出代价 一行人就那样朝着楼下而去 因为不知道会找到哪里 宋永明直接命人背车 却听关许许忽然开口 不用背车 有个待不得小车就行 宋夫人不解 关许许便道 一般借命的术法 多是将装有自己头发的红丰丰 上钱财散到路上 只要有人捡到并花用 寿数就会再不自觉间被借走 这类属于广撒网 一般这种借命借不到多少 被借命的人甚至不会察觉 但宋小姐显然是被专门选中的 还用了契约这样的方法 可见那人应该是认识小离儿的 关许许花落的瞬间 宋夫人瞬间倒吸一口凉气 下一秒眼眶瞬间就红了 她家小离儿 幼年突然受伤吃傻 本就已经十分活得比别人艰难了 竟然还会有人专门盯上她的寿数 这是嫌她家小离儿不够可怜啊 究竟是什么人 跟她家小离儿有这么大的仇怨 连一个傻掉的孩子都不放过 一旁的宋永明 原本温润的面上 也露出几分冷力的音质 一瞬间 脑海里已经将自家得罪过的仇家 统统捋了个遍 第24章 名门泼妇 关许许见着宋永明的脸色 又提醒她 宋小姐失踪十来分钟 基本可以断定 对方是在别墅区内栋的手 那人应该也是住在这片的 这下子 范薇基本一下子缩到了最小 宋永明却是犯了难 这个别墅区 他们住了也有五六年 因为是高端户型 小区内住户并不算多 基本她都见过 但宋家得罪过的 好像没有 正这么想着 就见大门处 一队巡逻小车 停在了宋家别墅门前 为首的小车上走下一人 镜子朝着这边走来 小丽儿出事前 未经排查过 小区内有嫌疑的人家 应该不是和宋家结果院的 男人声音温润中 透着几分冷冽 灯光下可以看出 对方与宋永明相似的骏狼五官 身形齐长而挺拔 就那样静静看向官徐徐 显然 这是宋家另一个儿子 宋雨离的哥哥 宋玉离 宋玉离一开始并不叫宋玉离 是因为小时候太黏着宋玉离 不管什么东西 都要和哥哥一样 甚至连名字也要一样 家里人没办法 只能给他改了这个相近的名字 宋玉离在小丽儿出事后 就一直在外忙碌 知道爸妈 请了江家的小姐过来 虽没抱太大希望 却一直和家里通着话 也因此知道了 所有事情的经过 只是在看到官徐徐的瞬间 她还是稍稍意外了一下 知道那是江淮的妹妹 却没想到 两家虽有交情 但她与宋玉离不算熟悉 此时也只是互相点了点头 当作招呼 小丽儿看到哥哥回来 明显很是高兴 想要扑过去抱住哥哥 又担心手上的魔法被破坏 于是一边眼巴巴看着哥哥 一边只是小小步 朝哥哥小心靠近 看到小丽儿没事 宋玉离脸色明显缓和了两分 但她也知道 事情还没完 于是招呼众人上车 一列七辆巡逻小车 几乎把物业那边的巡逻车 都借了过来 车队便浩浩荡荡地 行驶在别墅区内 很快 随着红绳的指引 众人最终停在了 一栋四层的别墅前 看到地方的瞬间 宋夫人简直是不敢置信的 怎么会是这脸 关徐许见宋夫人果然是认识的 只侧头看她 宋夫人顿时咬牙道 这是裴家 原本我们两家也没什么交集 但是裴家的孩子 是附近为数不多 愿意和小丽儿一块玩耍的孩子 小丽儿到底是大人外表 其他孩子嫌弃她吃傻 都不愿意陪她一起玩 但裴家的小男孩 却从来不介意 好几次都主动上门 来找小丽儿一起出去玩 也正因此 两家也算亲近 宋家为了表示感谢 甚至给裴家介绍了好些生意 宋夫人怎么也没想到 居然是这么一家人 想要她家小丽儿的命 怎么不叫人心寒 裴家最近是不是有老人 或者其他人得了病 关徐许忽然问 同时补充快死的那种 裴家的老太太 身体一向很好 宋夫人喃喃着 忽然道 但和小丽儿一块玩的那个孩子 前阵子说是 得了什么病被送进医院了 关徐许文言了然 裴家人见命 应该就是为了那孩子了 宋家人显然也明白过来 是怎么回事 当下不管不顾 直接上前敲开裴家的大门 这会儿时间已经不早 宋家人还是这么 浩浩荡荡一群人过来 裴家的夫人见着忍不住问 月华 这是怎么了 怎么还带这么多人过来 宋夫人这会儿 认定裴家害她小丽儿 哪里还有心情跟她寒暄 当下冷笑 你不知道怎么了吗 想借我家小丽儿的命 给你家浩浩续命 你真以为没人能发现吗 裴夫人听到这话 眼底有一闪而过的慌乱 但很快又掩饰过去 故作一脸茫然和羞愤 你在说什么 我都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什么诫命 我怎么可能去害你家小丽儿 你怎么能听信那些 无忧来的猜测 就带人找上我家来 简直太过分了 宋夫人哪里看不出 她刚才的表情变化 更是懒得与她废话 眼下最重要的是 毁掉她家小丽儿签下的 那什么诫命书 小丽儿 咱们进去找 小丽儿对于裴家不算陌生 这会儿听妈妈说进去 顿时兴冲冲地举着手 要往里走 裴夫人此时也看到 小丽儿手上 那诡异竖着的红线 心里想到什么 当下脸色一变 奸声道 你们这是干什么 要擅闯民宅不成 今天我们还就是擅闯了 宋夫人说着 一抬手 早有准备的宋家保镖 立即训练有素地上前 直接拦住了屋里其他人 宋夫人和小丽儿几人见状 立即顺着红绳 快步往里走 顺着方向 直接找到了二楼的一处房间 拉开抽屉 果然看到房间里 藏着的一份红纸写旧的诫命书 当下拿了便走 裴夫人被拦在楼下 正焦急地打电话 见到宋夫人几人下楼 手里还拿着一件东西 当即脸色大变 她怎么也没想到 他们真的能找到这东西 当下奸声叫着 便要扑过去抢 把东西还给我 宋玉璃怎么可能让她靠近 当下一个剑步兰在跟前 伸手一拽一推 便将裴夫人推倒在地 宋夫人也怕被抢回去 干脆扭身去了厨房 打开煤气炉 便将诫命书烧了 裴夫人看到她的动作 整个人目自欲裂 什么形象也顾不得 哭喊着 就要再次扑过去阻拦 然而 东西已经烧了起来 宋夫人将烧了一半的诫命书 丢进洗手盆里 然而转身 在裴夫人刚刚冲到跟前的瞬间 反手就是一个巴掌 就朝对方狠狠甩了过去 啪的一声脆响 裴夫人还没反应过来 脸上就挨了一巴掌 宋夫人却并未就此罢休 伸手一把揪住对方的头发 抬手又是啪啪两巴掌 此时此刻 宋夫人面上 哪里还有身为豪门贵妇的优雅与体面 想到裴家这么算计自己女儿 她就恨不得生吞了对方 让你算计我女儿 让你用邪术害人 我家丽儿 哪里对不起 你了 你要这样害她 她还是个孩子啊 这些年 因为小丽儿吃啥所受的委屈 还有这一整天的担惊受怕 在这一刻仿佛彻底爆发 宋夫人一边哭着 一边揪着裴夫人打 全然不顾自己的教养 和上流圈层的体面 俨然一个泼妇模样 对于一个母亲来说 孩子就是她最大的逆龄 你敢动我的孩子 我就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是名门泼妇 第二十五章 一个傻子 活着也没用 别说裴夫人没见过这样的宋夫人 就算是宋永明和宋玉礼 也从来没见过自家妻子 母亲 这副样子 过去的宋夫人 一向是一副知性优雅的贵妇人模样 哪怕有人惹她不高兴 也会端着教养 不与人争吵 可现在 头发乱了 衣服项链扯歪了 整个人仿佛一头发怒的母尸 叫人根本不敢轻易靠近 宋玉礼似乎也被自家妈妈吓到了 当下也忘了什么魔法游戏 哇的一声便大哭出声 哇哇 妈妈 妈妈 也是这一道哭声 仿佛瞬间唤醒了宋夫人的理智 终于放开了 揪着裴夫人不放的手 转身 亮亮呛呛地回到宋玉礼身边 张开双手 就把人紧紧抱住 颤声哄她 小铃别哭 妈妈的小铃别哭 呜呜 妈妈不要打架 不要打呜呜呜 妈妈不打 妈妈吓到小铃了 都是妈妈不好 妈妈没保护好你 边说着 眼泪再次不受控制的滑落 抱着哭泣的小铃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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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宋永明和宋玉礼 见着抱在一块哭的两母女 忍不住眼眶发酸 心口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似的难受 在看向裴夫人时 眼神里都带着圣人的冷意 裴夫人被打得头昏眼花 一边脸已经迅速红肿 好不容易缓过进来 看着反而抱在一块哭的两母女 更加生气 她这个被打得还没哭呢 你们有什么资格哭 就在这时 裴家老太太和裴夫人的丈夫 总算匆匆赶回 进门见到这么个情景 简直是暴幕 你们宋家 这是要干什么 报警 我要报警 宋永明刚才不好 对一个女人动手 这会儿见到裴总 当下冷笑上前 你尽管报警 我顶多赔你一点钱 但你们裴家用邪术害我女儿 我们宋家今后 就算动用所有关系 也要让你裴家付出代价 听到宋永明这么笃定的 说起邪术的事 裴国栋心头咯噔一跳 下意识看向自家妻子 就见妻子顶着那半张猪头脸 呜呜地哭 他们把诫命书烧掉了 呜呜 我的浩浩啊 听说宋家人不仅查到了真相 竟然连诫命书都找出来烧了 裴国栋整个人仿佛瞬间垮了 一旁的裴老太太更是瞪大了眼 一副天都塌了的样子 先是骂裴夫人 你个没用的 连个东西都看不好 然后又开始嗷嗷哭嚎 你们怎么能把我家浩浩的命书烧了 那可是我家浩浩的命啊 你们宋家的心肠 简直太歹毒了 哇哇 宋永明几人都想不到 这人被当面揭穿 居然还能恶人先告状 当下气得脸颊肌肉都跟着颤抖 刚要说什么 就见宋老太太不知从哪钻了出来 张口冲着对方老太太就呸了一声 我呸 明明是你们家算计有孙女 居然还敢反过来说我们歹毒 你个老货 心肠才是真的黑 裴老太太耿着脖子 脸上丝毫没有半分愧疚 反正你家孙女也是个傻的 一个傻子活着有什么用 还不如把寿数都给了我乖孙 我乖孙多聪明的一个孩子 怎么就突然活不长了 裴夫人也跟着冲过来 却是朝着宋宇里恳求 小莉儿 阿姨也是 没有办法 你好好哥哥生病了 她得活下去啊 看在她以前愿意带你玩的份上 你帮帮她好不好 阿姨要的不多 五十年就好 宋夫人听着这对婆媳不要脸的发言 简直要气炸了 什么叫做 她女儿傻了活着没用 她女儿傻了 就活该早腰吗 还五十年就好 正常人一辈子顶天 也就两个五十年 就因为一起玩的那点勤奋 就要她女儿五十年的寿命 她怎么好意思开口 宋夫人简直恨不得 直接再赏她五十个巴掌 偏偏这会儿 她疼不出手 因为在裴夫人开口的瞬间 她已经伸手捂住了 自家女儿的耳朵 但她疼不出手 宋玉里却疼得出 这会儿也不计较什么 男人不该对女人动手的规矩 上前一把拽住裴夫人 就将她脱离自家妹妹的视线 顶着那么一张脸 她都怕妹妹看了 晚上要做噩梦 好在诫名书已经烧了 宋家人也不想再留下来 看裴家人这恶心的嘴脸 宋家保镖立即辩护着人离开 只是临走前 关徐徐故意走在了后头 扭头 对着一脸怨毒愤恨的裴家人 微微一笑 邪术害人 施法者逃不过反噬 你们作为主谋也逃不掉 接下来三年 裴家将运势全无 眉运缠身 说着 也不管裴家人脸色难看 镜子补充 这是赠言 不额外收费 江淮就站在一旁 看着自家妹妹 一本正经的补充最后那句 只觉好笑 这个妹妹 不仅好像真的有真本事 而且好像 还有点喜欢赚钱 江淮瞬间就放心了 钱 江家最不缺了 一行人又浩浩荡荡回了宋家 一进门 小离儿就好像没了精神 软软挨靠在宋夫人怀里 低声哼哼 妈妈 小离儿饿 看到小离儿精神不好 宋家人顿时又紧张起来 问 江大师 小离儿这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 关徐许道 放心 就是一点切命后的后遗症 没有大碍 给他补充点能量 白天让他多晒晒太阳就好了 听说人没事 宋家人瞬间松了口气 现在对于关徐许的话 他们是深信不疑的 他说没事 那肯定就是没事了 刚要露出些许轻松的笑意 就听下一秒 关徐许又道 他这两天需要恢复精神 等过两天 我再来帮他将丢失的一致换回来 他说的随意 却叫宋家人齐齐一江 似是不敢置信 自己听到了什么 江 江大师 你说的换智是什么意思 该不会是说 我家小离儿 官徐许看了一眼旁边 同样晶愣的宋夫人 直眨眨眼 我记得之前和宋夫人说过的 第26章 三百万劳务费 宋小姐本该是 服役绵长的命格 是幼年被人换走一致 才变成现在的样子 也因此才导致 他命格发生更改 官徐许又耐心地 给宋家父子又解释了一遍 顺便解释 其实我之前上门 就是为了给宋小姐 换回一致的事 宋夫人却已经听不到 他后面的解释 忙不迭点头 颤声道 对对 江大师是这么说过 我 我当时忘了 说着 又忽然一把握住 官徐许的手 眼眶发红 面脸激动 江大师 那是不是说 只要换回那一致 我家小黎儿酒 就能像正常人一样了 没错 话落的瞬间 只见宋夫人的眼泪 再次刷得流了下来 连带着一旁的宋永明 宋玉礼都露出了激动之色 激动之余 又有些愧疚 人家江大师多好的一个人 特意上门来帮忙 结果竟还被家里轰了出去 轰出去不说 因为小黎儿突然昏迷 她还打电话给江总质问 就这 大师都没有计较 一听小黎儿出事 就赶了过来 宋家人简直要羞愧死了 是每天晚上 都得定个闹钟起来 打自己一巴掌的那种羞愧悔恨 多谢 多谢你 江大师 真的谢谢你 宋夫人已经是 激动得泣不成声了 这么多年 她本已经放弃了希望 她早就打定主意 哪怕小黎儿一辈子都是这个样子 她也会照顾她一辈子 可裴家人今天的话 确实戳痛了她的心 因为她的孩子 傻了 所以那些人就认定她无所谓 将主意打到她的身上 宋夫人是真的有些崩溃 可是现在 江大师却说 她的小黎儿耐好 她还能像正常人一样长大 关许许见过宋夫人 为了自己孩子 不顾形象撒泼发痕的样子 此时见她又是激动落泪 心底也有隐隐的触动 母亲对孩子的爱 她没有体会过 或许将来也不会有 但看着宋夫人 她隐隐明白了 那是一种什么的感情 嘴角微微牵动 关许许静静带宋家人 平复了心情 这便提出离开 今晚折腾这一遭 时候确实不早了 宋永明冷静下来 也总算恢复了 从容稳重的模样 又问起今日的酬劳 一马归一马 今天将大师出手 就吓了她家孩子 她家必须表示诚意 这也是有个好印象 方便过两天 给她家小黎儿换痣 说到酬劳 关许许稍稍站直了些 终于要收钱了 正常她出手一次三万 但考虑到破诫命 数法耗费的力气 还有她挡了数法 裂掉的玉牌 关许许想了想 表情认真的朝宋永明 伸出三个手指 三十万 三百万 没问题 宋永明不带半点含糊的点头 拿出手机 就给她来个面对面转账 关许许先是一愣 反应过来时 手机已经到账三百万 看着手机上 显示到账的那一串零 关许许一双性谋 微微睁大了些 默默咽了咽口水 在抬头时 已经是一脸淡定 三天后 我再过来为宋小姐换制 关许许面上端的淡定从容 内心的小尾巴 却已经高高翘起 三百万 她有钱了 果然主动出击是对的 真希望这样的单子多来点 这样关家的抚养费 很快就能凑齐了 想到很快就能从各个方面 和关家彻底斩断牵扯 关许许出门的脚步 都轻快了不少 江淮早就注意到 她看着手机到账时 那明显起飞的小眼神 嘴角笑意深深 也不拆穿这个小财米 再看她现在的模样 显然是已经忘了 今天在江家的不愉快 想到这里 桃花眼微暗 突然开口 许许 对不起 关许许歪头看向江淮 就听她道 之前虽然看过你 揪出吴嫂的本事 但我也不完全相信 你能解决宋家的事 所以 爸爸不让你插手 宋家事情的时候 我没开口 这点哥哥向你道歉 她说着 看向关许许 桃花眼练着温雅的笑意 不过我现在确定了 我妹妹 是真的厉害 听到江淮主动道歉 又夸赞自己 关许许眉眼微弯 明显有些开心的样子 江淮见她开心 心里也跟着一软 不过 想到许许这样的本事 看来她对于许许的未来规划 要认真改一改了 原先以为她缺钱 现在看她一出手 就赚三百万 想想还是自己狭隘了 不过 孩子能赚钱归孩子赚 身为哥哥的零花钱 也不能少给 想到昨天给的那三十万 瞬间觉得磕沉了 于是 在把人送回公寓后 江淮反手 又给她赚了三百万 关许许那边 刚把一百五十万赚了出去 正准备放下手机 结果手机再次提示 到账三百万 关许许人都傻了 刚送出去的钱 怎么还带翻倍飞回来的 师父偷偷遣无鬼 给她运财了不成 再仔细一看 哦 哥哥给的 哥哥这么好 看来她赚的还是太少了 宋家 再送走关许许和江淮 又将宋雨梨哄着睡下后 宋永明这才和妻子松懈了下来 也是这会儿静下心来 两人才回想起 今天在江家的情形 江家人的态度 似乎有些猫腻我瞧着 江大师似乎不住在江家 不是说 刚刚把人认回家里吗 江家的人口复杂 江大师在江家 想必没有外人以为的那么轻松 那可是江家亲生的孩子 好不容易找回去 怎么还舍得 让孩子受委屈 宋夫人语气有些不满 她现在 对于关许许是绝对的推崇 尤其在听到对方 能帮自家小黎儿恢复之后 宋永明摇了摇头 江家的家事 咱们外人也管不了 顿了顿 又微微眯眼 不过江家人若是知道 江大师真正的本事 恐怕是要后悔的 不只是江家 还有当初养大了江大师的官家 虽说没可以打听过 但他也听说了 江家撤回了与官室的项目的事 官家养大了江家的孩子 按理说 就是原地起飞都不为过 可偏偏两家 却是毫无往来 这就十分耐人寻味了 不管江家如何 咱们家日后 对江大师必然不能失礼 江大师是他们家的恩人 谁要是敢跟江大师作对 那就是跟他们宋家作对 宋夫人也十分赞同 听说江家为江大师 准备了一场欢迎晚宴 到时候 我要带上后里过去 第27章 差到不能再差了 江家别墅 在送走宋家夫妇以后 江三神也说起了 明天原本准备的晚宴 那本来是为了 许许回家特意准备的晚宴 就是为了将他正式介绍 给圈里人知道 结果人跑了 明天的宴会也不知道 还能不能办起来 几人都默默将目光 转向江老爷子 想让他拿个主意 江老爷子 只稍稍瞇了瞇眼 随即开口 晚宴照旧 又看向江苏几个小的 你们几个 明天亲自上门 把你们妹妹哄回来 要是许许哄不回来 你们几个也用不着回来了 江苏几人听到这话 都不约而同地瞪大了双眼 不敢相信 爷爷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难道关许许一个 才见了几位的孙女 还比他们 三个大孙子重要吗 而且江苏也就算了 江汉和关许许同龄 江城比关许许年长 让他们去给关许许道歉 他们不要面子的嘛 直到现在 他们也根本没觉得 他们做了什么坏事 一家人 说两句嘴 就闹着离家 不是他小题大做是什么 心里这么想 面上却是不敢再显露半分 正要开口 却听旁边的江宇成开口 明天我和他们一起过去找许许 江宇成始终记得 许许说出 要搬出去时的那个眼神 尤其江淮特别提醒过 他却要他把那个好不容易迎来主人的房间让出来 当时的许许 一定是对他失望了 他这些年 一心专注于工作 加上江淮从小到大都十分优秀 基本没有过让他操心的时候 所以许许回家 他对他也没有特别关注安排过什么 直到江淮提醒 他才发现 他其实根本不懂怎么养孩子 这一次 他必须好好弥补 好在江宇成外表瞧着眼里冷酷 却没有什么迂腐的大男子主意 不会觉得自己身为长辈 不应该向晚辈道歉 在他看来 既然做错事 那就认同时尽力弥补 更何况 那是他已经亏欠了18年的女儿 于是第二天 关许许刚刚睡醒 就看到门外站着四个人 那一个个高大挺拔的站在门口 就跟堵了一座山在他门口似的 也是这时候 他才突然明白 江淮昨晚突然又把他送回出租屋 是为什么 他早就知道他们会来 许许 你 你就住这儿 江宇成从江淮那里拿到地址的时候 都有些不敢置信 他原本以为江淮就算让许许离开 也会安顿好他 可许许居然住在这种地方 关许许看一眼江宇成 和他身后面色复杂的三人 抿了抿唇 只是默默让开了门 进来吧 关许许的客厅不大 江宇成四个大男人一进门 几乎有种要把客厅塞满的感觉 江苏三人表情瞬间更复杂了 关许许租住的这个小区属于中端小区 租住的多是刚毕业的学生 和一些小白领 环境不算差 但也称不上多好 而在普通人眼里的一般 在江苏几个从小养尊处优的少爷眼里 那就是差到不能再差了 还有这个客厅 还没家里卧室大呢 关许许怎么住这种地方 你 你就算临时找房子 也不用找这么寒沉的地方吧 家里又不是没钱 江汉宁着眉 断定这就是关许许的把戏 想骗他们愧疚 没门 关许许只淡淡瞥他一眼 没理会他 江汉见他这态度还要说什么 就见角落的宠屋 突然窜出一只雪白的胖狐狸 一下子钻到关许许跟前 几人这才注意到 这客厅里角落的宠屋和玩具 看那磨损痕迹 明显这房子住了有一段日子了 几人哪里还不明白 这就是关许许住的房子 江苏性子直 忍不住直接开口 你之前不是一直住在关家吗 怎么又一个人在这里租房子 他们之前就把你赶出来了 江苏的声音里明显的怒意 哪怕他确实排斥这个所谓的堂姐回家 可他排斥归他排斥 这到底也是他江家的大小姐 他江家的小姐 还轮不到外人这么作俭 江汉和江城 脸色也有些难看 觉得关家这样就是在打江家的脸 关许许只觉得 这三兄弟态度变化的简直莫名其妙 昨天还对他 眼睛不是眼睛 鼻子不是鼻子的 现在这一副给他抱不平的口气 又算怎么回事 关家不让养宠物 所以我另外坐了这里 养狐猎 关许许最后三个字说得很慢 眼睛也一直盯着江苏三人 江苏几人 墨地就想起 昨天早上 他们指着他 不让他在家里养狐猎的事情 一时表情都有些一言难尽 江苏诚也从江淮口中 听到许许要在家里养狐狸这事 当下表示 江淮给狐狸准备的宠物都弄好了 你可以直接养在家里 我保证 家里不会再有人因为这件事有任何意见 不用了 他住这里挺好的 关许许说着顿了顿 诞生到 他也习惯了 这个他 说的是小狐狸 又像是说他自己 江苏诚只觉得心口莫名有些抽痛 见识过白淑琴的嘴脸 他早该猜到 许许在关家过得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好 他们以为 关家也算是富足人家 就断定许许过去 在关家也是被骄养长大的孩子 却忘了许许不是关家的孩子 对 不是自己家的孩子 关家怎么可能做到真心爱护 想到这里 江宇诚愈发后悔 自己昨天说过的话 许许 昨天的事 是爸爸不对 爸爸向你道歉 你可以原谅爸爸吗 关许许文言微微一愣 他已经猜到 江淮让他们过来 出租屋是想让自己卖惨 他也不是那种 一味引人委屈求全的性子 可他 还没开始卖呢 这怎么就到上歉了 看到江宇诚在外 那么呼风唤雨的一个人 此时却毫不犹豫地向自己低头 关许许心里并不觉得好受 所有人都以为他昨天说的是气话 但他知道 那就是自己的本意 似是无声地叹了口气 关许许指道 我没生过你的气 更谈不上原谅 你不用跟我道歉 顿了顿 又补充道 我已经成年 本就可以独立生活 你不用担心我 出来住 只是因为 我想出来住 言下之意 他不回去 江宇诚文言微微拧眉 还要开口 就听一旁的江汉 这么说我也成年了 我不出来住 难道是因为我不想吗 那是家里不让啊 第二十八章 独一无二的江家小姐 江家的孩子 谁手里 没个几百万的压岁钱 想买个房子 搬出去 那就是刷个卡的事 但江家三房 至今都还是住在一起 那不都是因为 爷爷不让搬出来吗 这么一说 居然还有点羡慕 关许许是怎么回事 江宇诚不知道几个侄子 心里的蠢蠢欲动 见关许许不松口 他也早有预料 在来之前 他就已经打算好了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回家也没关系 爸爸昨晚让人在东远 买了一套别墅 只要你愿意 我们一房直接搬过去那边住 我们指的是他 关许许 江淮三个人 搬出来住 家里其他孩子 也就没办法再给他脸色看 他和许许 还能借此挽回一点妇女情谊 江宇诚这话说得认真 却叫本来还按搓搓盘算着 在外面也搞一套房子 偷偷住的江苏三人 吃了一惊江宇诚昨晚就说过 要带着大房搬出去住的话 可他们以为 大伯就是说气话吓唬他们的 这这这 这怎么还搞真的呢 而且居然房子都买好了 关许许显然也没料到 江宇诚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毕竟江淮当初 把他带回家时就说过 父母再不分家 是江家人的规矩 关许许虽然被认回江家 但他决定搬出来的时候 就没考虑过这条规矩 可他没想过 要江家人为此怎么样 但江宇诚现在这个打算 分明是为了他 关许许一时竟 说不出什么强硬拒绝的话 你可以不用这么做 他说 你不欠我什么 同样的 他也不欠他 江宇诚听他语气平静 心口却是墨地有些疼 不 他其实是欠了他的 他欠了他十八年 我知道现在说弥补什么的 没有意义 但是许许 从今天开始 爸爸和哥哥 重新给你一个家 行吗 只属于你的家 江宇诚语气是从未有过的清缓 那声音里 甚至带着思思恳求 江许许只觉心头微震 垂在身侧的手 一点点钻紧 见他不松口 江宇诚脸了脸神 再次开口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 爸爸也可以搬过来 江宇诚这话一出 不止江许许 旁边三个将都是 一脸的不可置信 大伯这是 疯了吗 江宇诚却没理会 几人的目光 自顾自审视眼前的屋子 这边屋子太小 我让你哥把你隔壁两户买下来 到时候再打通 居然是在认真打算了 三只江刚要开口阻止他们大伯 就听江许许终于开口 我搬回去 声音平静中 还透着一丝无奈 他从来没想过 逼江宇诚做什么 但他真的做到这样的地步 他才发现 自己并没有自己 以为的那么无所谓 他还是会因为 这个叫做爸爸的人 有所触动 更重要的是 他已经看到了 江宇诚对他的态度 他愿意为了他 舍弃一些东西 这对他而言 已经够了 再者 他也不想成为 分裂江家的那个罪人 反正回去 也不过是再住两个月 两个月后 他就要上大学了 关许许听话让步 甚至没要求 江宿几人道歉 他们都想好了 关许许会怎么拿桥 逼着他们给他认错 心里还十分不爽快 可现在他不提要求了 他们好像也有些不爽快 显得他们在他这里 可有可无的 就 很烦人 关许许重新跟着回了江家 江宿几人 这回倒是不敢再冲他 大眼瞪小眼的 主要是不想让他 再回那个小婆出租房 丢江家人的脸 就连江营这个最小的 显然也被狠狠教育过 看到关许许回来时 都乖乖跟他打了招呼 一如江淮先前说的 一开始在受到不公的时候 就要果断地拿出你的态度 要让他们知道你的脾气 这样以后 他们便不敢再轻易惹你 关许许到家时 江淮就站在门口 笑眯眯地看着他 一如那天 他第一次见到他那样 许许 欢迎归家 陆雪熙也早早等在厅里 见着他立即上前 态度轻逆 许许 你回来了就好 为了今晚的晚宴 爷爷已经提前 给各家都发了帖子 你要是不回来 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陆雪熙声音轻晚好听 然而那话里话外 却分明在暗示大家 把你哄回来 不是真心想让你回来 而是为了今晚的晚宴 不失礼于人前 若是患得心思敏感 这会儿 只不定要开始多想 观许许视线 就那样冷冷淡淡扫过陆雪熙 扮上 忽然嘴角微勾 晚宴而已 今天办不成 明天也可以办 外人也不会因为没办这个晚宴 就不认我是江家的小姐 说着 还不忘Q一旁的江淮 哥哥 是这个道理吧 江淮眼底的笑 几乎要尽满眼眶 这会儿当然是笑着附和 当然 你是我们江家的小姐 独一无二 无人可以替代 后面那话 明显的一由所指 陆雪熙焦好的脸上 瞬间带出些许惨白 又很快恢复过来 微笑如常 江淮哥说得对 一旁的江淮 却有些委屈的别嘴 想要发作 却又怕大伯生气 只能委屈巴巴仰头 看向旁边的妈妈 抬手指了指自己 那表情似乎在问 关许许是独一无二的江家小姐 那我呢 姚玲 造型师已经在楼上等着了 许许快上楼试试裙子 今晚可是你第一次 以江家小姐的身份亮相 可要隆重些 一旁的三婶笑着开口招呼 江宇成也是难得 露出几分温和的模样 像是迫不及待 看到自家孩子穿上新衣 招呼着她 去吧 给关许许准备的礼服首饰 都是一早就让江宇星安排好的 江宇星在时尚圈人脉不少 高定还没面试的礼服 就直接拿了三套让她选 同时还有 随着礼服配套的高跟鞋 成套的高定珠宝 关许许在关家时 也曾跟着参加过一些晚宴 对于这些流程并不陌生 很快就选了一套 黑白双色的一字尖 长鱼为礼服 定装走出的瞬间 哪怕是 对她一直不怎么看的 上眼的江宿纪人 都忍不住看直了眼 黑色的一字尖礼服 上身大气优雅 下身是前短后长的大裙摆 前面的短摆下 以黑纱坠满了 成朵成朵手工制作的 白色山茶花 给原本显得正经端庄的礼服 平添一抹绚烂书色 关许许身材高挑纤细 一身雪敷白的发亮 此时在那黑色礼服的衬托下 愈发显得白如凝枝 一字尖的造型 更将它线条优美的锁骨 和圆润细腻的肩头 完美展现 修长好看的脖梗 绑着一条坠着白色山茶的缎带 与裙摆相应 头顶坠着珍珠 低调却不失奢华之一眼 就叫所有江家人正在了当场 忘记了言语 他们就那样静静看着 连带着呼吸都仿佛轻了几分 眼前的关许许 就仿若开在山间 那最美的一朵白色山茶花 洁白无瑕 他在所有人未曾注意时默默生长 直到今天 终于要在江家圣放出最美的模样 第29章 拉开序幕 陆雪熙在知道关许许 选定了一套黑色的大白礼服后 便直接选了一条 白色鸵鸟毛明灵里群 将他原本就交好轻柔的长相 趁得愈发青春玩雅 江苏几兄弟 刚才明显被关许许的造型惊艳到了 但他们不可能开口夸他 怕他骄傲 这会儿见着陆雪熙 几人当下没了顾虑 热情地把他簇拥起来 嘴里好听的话 不要钱地往外貌 陆雪熙宛若江家真正的公主 眼眸若有肆无地撇过一旁的关许许 隐晦地带着几分自得与炫耀之色 关许许却是看也没看这边 镜子跟发型师商量着 给他脑袋收拾简单一点 陆雪熙 陆雪熙微微垂眸 面上虽然依旧挂着淡淡的笑 但却肉眼可见的 没了刚才的开心 江苏见状盲问 雪熙姐怎么了 没什么 陆雪熙摇摇头 声音有些低 你们还是不要围着我夸了 今天许许才是主角 他看到该不开心的 江汉文言立即皱眉 他开不开心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你才是和我们一起长大的妹妹 江苏也跟着点头 对 他也就是仗着自己刚回来 大伯爷也都稀罕他 话虽如此 但到底不敢再鸣着大声讽刺 只敢压着声音小声嗶嗶 陆雪熙眼眸一闪 又小声问起他们 去找关许许的经过 毕竟在他看来 关许许的脾气 可不像是能被轻易轰两句就回来的 他都想着 今天关许许执意不回家 如此江家丢了人 心里一定会埋怨 是关许许的问题 可惜了 他居然就这么回来了 江苏听他好奇 江宇成的话都说给他听 陆雪熙都听呆了 他没想到 大伯为了关许许 能做到这个地步 果然亲生女儿就是不一样啊 心里冷笑着 面上却是嘱咐 这些话 记得千万别让爷爷知道 否则爷爷知道 大伯居然要为了许许舍弃咱们 他要难过的 说着 又故作叹息的若有所指 以前家里一直好好的 也不知道 怎么突然就闹成这样了 江苏几兄弟 在陆雪熙这话暗示下 也觉得 就是关许许回家后 就闹得家里鸡飞狗跳的 一时原本刚刚 对关许许升起的那点经验 想要靠近的心情 都瞬间淡去 陆雪熙见状 决定再加一把火 小声感慨 希望许许这次回来 能懂事些吧 就见 江苏原本不满的表情 似是变得有些复杂 好办上却是小声都农 他在关家好像过得不太好 以后他要是做得不过分 咱们人忍算了 江苏想到 关许许住在那个小破出租屋 有些不得进 陆雪熙 晚宴开始的时间 是晚上七点半 江家整个花园 都提前布置了灯光 天色刚暗 江家整栋别墅的灯光齐亮 花园里 更是用各种灯带为起 远远看去 整栋别墅 宛若城堡一般 华丽璀璨 七点钟不到 江家别墅外 就陆续有各色名车开到门口 随后便是一众精心打扮 穿着各色西装里裙的公子小姐 江老爷子邀请的 大多是和江家交好 且来往较多的人家 一个个摆出来 那都是在海市 乃至国内都叫的上号的人物 这些人里的小年轻 大部分是跟着家里大人一起来的 只有少部分是领了任务 单独带着礼物上门 一场晚宴 单看着排场 便叫许多人望而生叹 关蕊蕊是跟着 关父关母下车时 看到这些人 十眼睛都直了 其中好些都是 关父巴都巴不上的人物 至于那些 各顶流圈的公子小姐 更是关蕊蕊 只能从社交软件上 瞻仰的存在 还是我们蕊蕊厉害 居然能搞到江家的邀请函 不愧是咱们家的小福星 关宝成看着自家女儿 眼里满满的都是赞许 因为江家突然取消合作的事 关宝成原本对于公司的展望 都打了水漂 到底不甘心 就这么放过这么个攀上江家的机会 听说自家妻子和女儿 拿到了江家晚宴的邀请函 他摩拳擦掌 就等着今晚 重新争取到江家的合作 白淑琴看着自家丈夫 一副准备大干一场的样子 心里还有些不安 拉过自家女儿 小声询问 蕊蕊 咱们是不是先跟你爸爸通个气 万一待会儿 发现江家那个大小姐真的是 你爸爸没有准备 先前江家和关家合作取消 关蕊蕊和白淑琴 担心关宝成反过来怪他们 所以一直没将许许 可能是江家丢失的大小姐 这是告诉他 关宝成今晚过来 完全是冲着重新搭上江家而来 关家三人在门口稍稍站了一会儿 很快便有人从里面走了出来 来人一身定制的高级西装 外表英俊 正是前不久 刚刚和关蕊蕊 确定恋爱关系的裴远程 裴家是京市有名的世家 在京市势力不小 但裴远程只是裴家一个分支的少爷 早些年领了主家的任务 来海市开拓市场 直到这两年才渐渐站稳脚跟 原本裴家的一个分支 在海市根本排不上号 但大家到底 顾忌着京市那边 对于裴远程一家也颇为客气 也是借着这样的关系 裴家也只是勉强在顶流 圈层有个位置 也正因此 裴家一直打算给裴远程 找一个本地的豪门 进行家族联姻 裴远程一开始选中的是关许许 毕竟关许许喜欢她 她对她也是挺有好感的 可就在前几天 关家突然爆出 关许许是关家养女的事情 而且她亲生父母 还是住在大山里的那种贫困户 裴远程当即卸了 对关许许的所有心思 转而和关瑞瑞走到了一块 关瑞瑞拜托她弄今晚邀请韩时 裴远程一开始 还觉得十分为难 结果好巧不巧 昨天二叔一家突然出了事 来不了 邀请韩就这么空了出来 这才给了关家 没错 裴远程的二叔一家 正是昨晚被宋家打上门的那个裴家 裴远程如果知道 昨天二叔一家 是因为什么被谁打上了门 他今天大概也不会这么大喇喇的 带着关家一起来江家参加晚宴 随着又一道道灯光 自别墅内从众人头顶蔓延开来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 顺着灯幕往里走去 这场正式欢迎江家大小姐回归的晚宴 终于正式拉开序幕 第三十章 今晚的主角终于来了 江家的装修自带一股低调的奢华 前厅与花园平台连接的玻璃门拉开后 整个宴会呈现半开放式 宴会的装饰 流程 还有各色美食 也都是有专门的策划公司安排 关家虽然也经常出席各种派对 但此时看着江家的手笔 依旧不免羡慕 再看看这往来的各家名流公子 关蕊蕊一进门 便不自觉挺直了腰板 力图将自己最美的一面 在今晚展现在众人面前 为了今晚的宴会 他特意缠着关妇花重金 买了Blu家的春季新款高定 公主款的墨胸纱裙 配着头顶的小皇冠 将他整个人衬托得宛若公主一般 加上关蕊蕊那刻意挂上的甜美笑容 进门的瞬间 确实引来了不少人的侧目 然而不等关蕊蕊摆出更美的姿态 原本看过来的视线已经纷纷收回 眼角余光间 他甚至还能看到几分不屑 关蕊蕊有些猛 不明白自己这一身造型有哪里不对 却不知 在他和关家两夫妻离开后 角落处一个穿着黑色礼服的少女 跟旁边人倾笑 刚刚那是哪家的小姐 不知道今天主角是谁吗 还戴着个皇冠 打量她才是今天的公主不成 旁边一人道 看着有些眼熟 想不起是谁了 那不是官室的总裁吗 官家怎么也在今天的受邀名单里 别说宴会上一些人注意到官家 江宇童看到官家一家子 朝自己走来时都明显猛逼 这不是官家人吗 谁把他们放进来的 大哥之前三令五身官家 亏待了他们江家的女儿 不许江氏以后跟官家有任何合作 原先的合作他都撤回来了 这人怎么会在这里 江副总 见到你真是太好了 我一直想找机会约您再见一面 可惜怎么也约不上 这可真巧了 官宝成在逮到人的瞬间 就是一阵热情输出 毕竟当初最开始 就是这位江副总 先找他谈的合作 官宝成进江家的第一时间 当然是找他了江宇童的妻子 正式将三夫人薛宁玉 原本挽着丈夫的手 正穿梭艳厅里与人寒暄 骤然看到官家三口还有些愣 但面上依旧保持浅笑询问 宇童 这几位是 薛宁玉没见过官家人 白淑琴之前虽然上门拜访他 可惜人还没走到大门 就被请了回去 所以他也不认识官家人 就听江宇童解释 介绍一下 这是官总和他的太太 这位应该就是官总的那位女儿了 听说对方姓关 薛宁玉的表情瞬间多了几分微妙 江海集团虽然由大哥继承 但江宇童一向以大哥马首是瞻 连带着三房不习惯听从大哥的话 薛宁玉是知道 大哥对于官家的人是十分看不上的 事实上 别说大哥看不上 他也看不上 他也是后来才知道 官徐许虽然明面上说是官家的大小姐 但其实从小被当作官蕊蕊的跟班培养 上学拎包买点心都是常规操作 官蕊蕊身体不好住院检查 官徐许必定要陪床照顾 美其名曰姐姐照顾妹妹 可官家又不是请不起看护 犯得着非要让一个孩子照顾另一个孩子 徐许为了救官蕊蕊被车撞进医院 官家人不但没有感激 甚至让他空着手将人赶出家门 这些事情 要不是因为昨天白淑琴上门时意外暴露 对徐许的态度 江宇成也没着急让人去查 结果查出来的东西 越看越让人生气 哪怕白淑琴没有明面虐待过徐许的证据 但徐许在官家也委实受了不少的委屈 薛宁玉当下对于这一家人也没什么好感 脸上的表情都跟着淡了下来 原来这两位就是官总夫妻 今天总算见到了 认清楚脸 下次不能再让门卫把人放进来了 官宝成心里惦记着合作的事 对于江三夫人的态度并未深思 反而哈哈笑道 是啊 前天我太太带着女儿过来拜访 可惜没见着人 她回去还说遗憾呢 好在今天总算见面了 哦 薛宁玉文言挑眉 似笑非笑 那官太太没跟你说 为什么没见着吗 如果说薛宁玉之前的态度 让官蕊蕊母女有些忐忑 这会儿听到这话 却是猛的咯噔一跳 官宝成先是有些猛 但他素来精明 这会儿也总算发现了些许端倪 下意识看一眼自家妻女 见两人神色明显心虚 当下心里一沉 忙道 我太太和女儿都被我关坏了 如果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江三太太 你可千万不要跟他们计较 薛宁玉看着官宝成这态度 下意识和一旁的江宇童对视一眼 两人顿时像是明白了什么 感情那天在江家的事情 官家这对母女回去半句话没说过 那事情倒是有趣了 那天官太太和小姐和我太太 连面都没见上 可谈不上得罪 江宇童打着哈哈 他自然不可能明说 是因为官家得罪了他大哥 才导致两家合作取消的 传出去对江家名声都不好听 官宝成熟知生意场上人的说话技巧 当下已经笃定 他和江家的生意 一定是被白淑琴和关蕊蕊那天 走那一趟给搞黄的 这两人居然还瞒着他 官宝成眼神冷冷扫过两人 到底估计着今天的场合 没有表现得太过明显 只一副回去再和两人算账的表情 转而对江宇童一点惩治道 江副总 这事肯定是有什么误会 千万不要 因为一点误会 就坏了两家的合作 我是真的很希望和江海集团合作 如果您这边对于合作条件 有什么想法 官室都可以配合的 江宇童看着他 只是摇头 其实这次取消合作 是我大哥的意思 这个我是真的帮不上忙啊 江宇童故作苦恼 一副这不是我的本意 但我得听我大哥的话的样子 官宝成听见 居然是大江总的意思 心下顿时又一个咯噔 不明白 这怎么又是大江总的事 下意识又看向妻女 见两人脸色比起刚才还要虚 险些原地气倒 他们那天走一趟江家 究竟给他得罪了多少人啊 还没等官宝成 想好回去 怎么盘问这两母女 就听旁边的江三夫人突然开口 说的内容却是风马牛不相及 哦 今晚的主角终于出来了 官总之前对我们家孩子多有照料 今晚既然来了 可要好好喝一杯 官宝成心下只觉莫名 下意识顺着众人的目光 看向了前厅楼梯的转角处 却在看清那提着一抹纯白山茶 顺着楼梯缓缓走下来的丽影时 整个人瞬间待在当场 第三十一章 不是妈妈 是养母 不仅官宝成傻了 一旁的官蕊蕊和白淑琴 同样傻了眼 那种意料之外 却又在预料之中的挫败感 在看清官徐许的瞬间 两人原先心底的那点侥幸 彻底烟消云散 官徐许他 竟然真的是江家的大小姐 在最初的经争过后 他一直都知道 官徐许好看 从前家里每次出门 参加宴会的时候 为了不让他压过自己 官蕊蕊会故意给他挑一些 颜色刁钻不好驾驭的裙子 因为是他好心选的 官徐许哪怕不想穿 也会被白淑琴强硬要求穿上 要么穿上 要么什么都别穿 偏偏官徐许皮肤白 还是那种白的透亮的白 哪怕是暗紫色这种 穿上显得过分成熟的颜色 都依旧轻松驾驭 他努力多年 也只勉强让官徐许 在他们二代圈里 套了个长得不错 但品味不行的名声 可眼前 脱离了官家的官徐许 一身做工精巧的 双色山茶花里裙 优雅那脸中 却不失灵动 明明一身黑裙 却给人一种洁白的美感 但是这一现身 就瞬间将所有的目光吸引住了 这就是江家的大小姐 我瞧她身上穿的这条裙子 好像是前不久 艾瑞大师发布的 秋夏概念高定 旁边有女人小声议论的声音 只要是女人 不愧是江家 这种概念款 没正式发布的高定 都能拿得到 你们忘了江家那位四姑奶奶 以那位姑奶奶 在时尚界的地位 想拿两条这样的高定 不就是一句话的事 官徐徐越听越嫉妒地冒泡 忍不住悄悄靠近几人身头 装作有些担忧的小声插嘴 会不会是假的呀 她这话一出 前面讨论的女人声音 瞬间戛然而止 而后刷刷扭头 用一种仿佛看奇葩的眼神看她 半晌 不知谁先吃笑一声 声音满是嘲讽不屑 随后二话不说 奇奇走到另一边 一副离傻逼远点的样子 官徐徐气得脸都要歪了 下意识想找裴远程求安慰 扭头却见 裴远程此时同样呆呆 看着官徐徐的方向 明显已经看呆了的样子 官徐徐牙关一咬 握着手包的手紧了又紧 就在这时 官徐徐的目光敏锐地 朝她这边看了过来 官徐徐并不是第一眼 就看到了官家人 而是下意识地看到 人群中那周身 缠绕着黑气的方向 心里还想着 是不是又有活送上门了 结果定睛一看 居然还是个熟人 不过两天没见 官徐徐背后 那道原本有些淡的灰影 此时已经变成了黑色 那灰影原本只是紧贴在她背后 这会儿也变成了 将人半环绕的状态 也不知道 官徐徐这是做了哪个大死 招来了那样的东西 官徐徐原本带着浅笑的眉眼 略微有些冷 江宇成和江淮 站在官徐徐身边 看着他不易察觉的眼神变化 下意识顺着他的视线看去 就看到了官家那三口子 当下暗暗皱起了眉头 旁边 江老爷子已经笑着 朝一众宾客 郑重介绍了官徐徐 感谢诸位今日过来 江家多年来仰赖各位的照福 所以我也想和大家一起 分享我江家的喜事 郑重向各位介绍 我的大孙女 江家的大小剑 江徐徐 配合着老爷子的介绍 官徐徐 不 现在应该是江徐徐 他收回看向官徐徐的视线 脸上适时挂出得体的笑 一一朝着在场的人微笑见脸 关于江徐徐的名字 江老爷子先前就跟他提过 除了改姓之外 按照他这一辈都是水字辈 江老爷子原本想给他改名江徐 既是水字辈 又和他现在的名字读音相近 寓意清澈 生机勃勃 但江徐徐没同意 因为徐徐两个字 其实是师父给取的 他也习惯了这个名字 只说自己命里缺木 一通忽悠 就把江老爷子忽悠了过去人群里的官宝城 原本还不敢相信 但听到徐徐这个名字 哪里还不确定 他养了18年的孩子 竟然是江家丢失多年的孩子 这一刻 他简直目自欲裂 再想 先前好像天上掉馅饼一样的合作机会 到后面突然取消合作 还有白淑琴和蕊蕊那心虚的脸色 他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一切都是因为 徐徐是江家的亲生女儿 突然得了江家亲眼主动合作 是因为徐徐 后面突然取消合作 也是因为徐徐 而这一切 妻女分明是早就知道 可他们什么都没说 想到这里 关宝城狠狠瞪向旁边的妻子 白淑琴被他的眼神吓了一跳 身子下意识往旁边缩了缩 表情还有些无辜 他也不想的呀 如果早知道 徐徐是江家的孩子 那天当着江宇成的面 他也不会说那样的话 再想到自己那天 为了自己女儿明目张胆 向江宇成讨要他女儿的名额 也难怪对方当时会那么生气 关宝城和白淑琴 现在就是后悔 回死了 如果早知道 徐徐是江家的孩子 凭他家养育了徐徐18年的恩情 关家从此就是江家的座上宾 借着江家的事 让官室更上一层楼都不无可能 可现在 要不是他们想方设法拿到邀请函 江家甚至连帖子都不打算给他们发 这足以说明江家的态度 关宝城胸口有一瞬间的闷通 悔恨气氛 几乎把他胸口堵得要喘不过气来 但想到今天的场合 只能死死忍住 关宝城胸剧烈起伏着 下一瞬 他末地像是想到了什么 眼底金光骤闪 是啊 今天这样的场合 他不能发作 江家更不能 想到这里 关宝城原本还悔恨的神色末地一转 脸上转挂上热情的笑 拉过白淑琴的手 便迅速穿过人群 直接来到了最前方 张口 声音中透着满满的温情与欣喜 徐徐 你今晚可真漂亮 看到你好好的 我就放心了 自从你走后 我跟你妈妈 就一直惦记着你 说着 在满场略险疑惑的目光中一顿 随即一拍脑袋 有些懊恼似的 朝一旁的江老爷子笑了笑 哎 瞧我 都说习惯了 现在该改口了 不是妈妈 该叫养母才对 第32章 毁掉她的名声 关宝城一句话 直接点明了 她和江许许的关系 她的声音不大 却叫周围的宾客 听得清清楚楚 在看向关宝城的目光时 瞬间多了几分客气与热情 江家大小节的养父母 那不就是江家的恩人吗 江家的恩人 那必须也得交好啊 关宝城哪怕不看周围 也感受到周围瞬间友好的视线 心下 知道自己的目的达成了 却不见 一旁的江宇成 刚才注意到关家的人时候 他就想着 要让保安悄悄地把人给请出去 结果还没等他安排 这人竟是直接凑上来的 都是生意场上摸爬滚打过来的 对方是什么心思 又是打的什么主意 这会儿一个照面 就已经清清楚楚 江老爷子面色不改 脸上依旧挂着笑 乍眼看去的时候 只会让人觉得 这老爷子十分和气好说话 原来是许许的养父母啊 说起来许许这些年 多亏你们照顾了 哪里的话 江老实在太客气了 如果早知道许许是江家的孩子 我们肯定早早就把人送回来了 哦 江老一副好脾气地抬了抬眸 忽然转向一旁的江宇成 关家养大的许许 就算是我们家的贵客 老大 你把人带去楼上好好招待一下 可别失了礼数 江宇成早就想把关家人弄出去了 文言立即上前 关宝成哪里听不懂江老爷子那话里的意思 要是跟着去了楼上 他还怎么借着宾客 跟江家讨要好处 忙不迭开口道 说起来 关是前几天 原本跟江海集团刚确定了合作 我知道这江老肯定是看在许许的份上 想要拉拔我们一把 我今天过来 也是为了专门表示感激 两家谈合作 底下人要是有什么做得不好的 还请江海集团这边海涵 关宝成自然知道 这样的场合 不能真的下了江家的脸面 所以他只说 两家确定了合作 却没说江家又单方面取消了合作 同时又给了个江家先前取消合作的借口 言下之意 江总之所以取消了之前的合作 是因为底下人做得不好 既然现在说开了 咱们的合作 还是继续吧 江宇成哪里不知道关宝成的意思 无非就是仗着今天这样的场合 想把关家和江家彻底捆绑在一起 周围宾客都瞧着 哪怕最终江海集团不再和关室合作 也总有想要和江家交好的集团 朝关室伸出橄榄枝 江宇成可不会惯这样的臭毛病 当下沉申开口 关总说笑了 江海集团和关室的合作早就取消 至于为什么 我想关总夫人和恋爱清楚内情 关宝成没想到 这个江宇成这么不客气 又听到他提及白淑琴和关蕊蕊 心下对妻女骂了又骂 面上却还是装出一副惶恐惊讶的表情 恳切道 江总 这其中一定是有什么误会 我是真的很有诚意 希望和江海集团合作的 说着 又看向一旁一直一言不发的江许许 许许 你也替爸爸说句话 江宇成见他还要牵扯许许 当下脸色微沉 镜子拦在许许身前 关总 许许是我女儿 一旁的白淑琴见状也忍不住出声 许许 我们家养大你不容易 你倒是说句话 这一句两句 完全是将江许许架在火上口 毕竟 这可是 将他养大成人的官家 都说声恩不及养恩大 如果江许许赶在这样的场合 表现出半点对官家的冷漠 那他今后在圈子里的名声 必定全毁毕竟 谁会喜欢一个认了亲爹 就将养父母弃如碧履的人呢 关瑞瑞早就等着这一刻 只是没想到 爸爸的反应比他还要迅速 当即也凑上前来 一脸哀求 姐姐 爸妈一直把你当做亲生女儿 你不能有了亲爸 就不管我们了呀 眼见着厅内 所有宾客的目光都转到这边 白淑琴更是直接哽咽出声 我知道 你认回了亲生的家人 可我跟宝成和瑞瑞 也是你的家人 我自认从小到大 没让你受过什么委屈 你现在怎么就成了这样 官家三口 你一言我一语 周围原本听着的宾客 都开始小声议论起来 老狐狸们都默契地保持沉默 但一些比较有正义感的小辈 已经对江许许 没了初见的好感 甚至忍不住出声谴责 就算是被认回江家 官家到底将你养大 江小姐这样 对养父母不觉得不应该吗 我瞧着关总一家 也是有脸面的人家 江小姐倒是不至于 这样避之唯恐不及 江许成脸色难看 刚要开口驳斥 手臂却忽然被人拉了一下 确实江许许将他往后拉了拉 镜子走出 那精致轻觉的脸上 却没有太多的情绪变化 只是淡淡扫过刚才谴责的几人 而后性谋 浅浅转向官家三口 忽然一言不发地 开始脱下右手的袖套 众人心中莫名 就见江许许摘下袖套后 抬起那白腻细弱的胳膊 却见那细腻如结的大壁处 有一道明显的伤疤 江许许看着白淑琴 冷声道 七岁那年 官蕊蕊不小心落水 官太太赶到后 见我安然无恙站在岸边 便一把将我推下水 因为你的女儿受了罪 我也应该受一份 这道疤 是当时你推我下水时 被岸边的石头划破胳膊留下的 这是你应该记得 不明白这个逻辑 白淑琴眸色微闪 却强作镇定 那是你自己不小心摔下去的 怎么还说是我推的呢 江许许也不慌 又接着道 十岁那年 官蕊蕊受伤住院 需要输血 医院里明明有足够的血液库存 你却拉着护士 非让他抽我的血给官蕊蕊 你说因为我们是姐妹 他用我的血能好得更快 宾客们 这又是什么奇葩逻辑 小学生都知道 输血只要是同样血型的就行 众人觉得 这位官太太 或许有什么常识性认知障碍 江许诚却已听得愤怒异常 毕竟这些事 哪怕调查也不会知晓 而江许许的下一句话 更叫众人直接猛在当场 小时候我不明白 为什么官蕊蕊每次倒霉出事 你都会让我经历同样的倒霉 或者要求贴身照顾他 后来我才知道 因为官蕊蕊天生命格孱弱 自带灾恶 你们养我 不过是因为看中我的命格 想用我的命格 来给官蕊蕊挡罢了 第33章 拿一半家产作为答谢 不过分吧 白淑琴和官宝成 在听到江许许说出 党恶两个字的瞬间 两人面上皆是墨地一变 白淑琴更是瞳孔俱阵 下意识想问你怎么知道 然而嘴唇息动 刚要开口 猛然意识到 这是什么场合 注意到周围人的探寻的目光 又迅速改了神色 朝着江许许露出一脸迷茫 又不可思议的表情 许许 你从哪里听来的这种话 这么迷信的话 你怎么也信 说着又一脸难过 我知道你现在是江家大小姐了 身份高了 不想任我们 我都理解 但是你犯不着 说这种荒唐的理由 真是太叫我伤心了 江许许看着白淑琴目光微冷 却知道 今天如果不能有个结果 官家以后 还会对他纠缠不休 好不容易离了官家 他实在懒得 再和这家人来回纠缠 心念一动 江许许正要有所动作 却听门外一道声音大声道 我相信江小姐 众人扭头 却见来人竟是宋永明夫妻 只见两人手里捧着礼盒 穿过人群 直接走到了江许许身侧 宋夫人更是直接瞪向白淑琴 江小姐绝不是你口中那种 攀了高就忘本的人 她既然说 你们官家是为了换命格 才收养的她 那你们就肯定做过 既然做了 就不要在这里假模假样地 说这种话 是打量在场的 都是傻子吗 众傻子 有被误伤到 今天能被江家 请来的宾客 大多是平日里关系较劲的 众人对于宋家也很熟悉 宋夫人在圈内 更是出了名的心善有涵养 谁都没想到 她还有这么犀利的时候 还是为了这位 刚刚认回来的江家大小姐 难道两人之前认识不成 别说宾客 江家人同样莫名非常 但他们直觉 宋永明夫妇的态度 是和昨晚两人匆匆上门有关 也不晓得 江许许到底做了什么 而江许许同样有些意外 宋夫人的这样直言维护 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她都记下了对方这份情 那边的白淑琴 被突然出现的 宋永明两夫妻打断了表演 心下不满 还要继续争论 江许许早已注意着 他这边的动静 不等他开口 垂在身侧的手指 忽然迅速在虚空 画出一道真言符 而后掌风一扫 那道真言符 顿时悄然打向白淑琴 白淑琴毫无所觉 张口 说出来的话却是 我是做了怎么着 我家蕊蕊命格不好 大师说得找一个命格好的 替蕊蕊挡恶才能改命 他命格好 我拿他的命 给我家蕊蕊压一压怎么了 他这话一出 在场宾客 包括一旁的关宝城 都末地变了脸色 关蕊蕊更是忍不住 奸身换他 妈妈 白淑琴也后知后觉 意识到自己说了什么 忙不迭伸手捂住自己的嘴 但下一秒 那些话 却又像是不受控制 一般的往外貌 你别以为你 现在成了江家大小姐就了不起 你在我家 也就是个给我家蕊蕊 你说什么 江淮听到这话的瞬间 脸色瞬间冷如寒冰 就连一旁的江苏几兄弟 脸色都跟着阴沉下来 虽然不喜欢江许许 但他到底是江家人 自己家里怎么闹都行 但外人敢这样欺负江家人 那就是不把他们江家看在眼里 这官家 简直欺人太甚 周围的宾客 更是觉得不可思议 原本觉得江家大小姐 刚才那些话都荒唐的紧 万万没想到 人家说的都是真的 这么一来 江许许先才说的 那荒诞又毫无逻辑的事情 忽然就有了解释 他们倒不觉得 真的存在幻命格这种事 只觉得这官家人 真是迷信的有些奇葩 关宝成此时也察觉了不对 忙不迭上前 便要拉白淑情离开 脸色阴沉的吓人 嘴里却道 淑情 你是不是又犯病了 竟说这些乱七八糟的 又朝众人抱歉 我夫人有轻微的精神异症 情绪起伏过大的时候 容易犯病 我今天就先带她回去了 关宝成三两句话 就给白淑情这反常的自曝 说成了义正 说着便要带人离开 却不想 他刚要动作 江素和江汉几个江家的小辈 已经齐齐上前 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江淮嘴角冷笑 语气凉凉 关总何必着急离开 显得你太心虚 他已经知道许许的本事 在发现白淑情不对劲的瞬间 便猜测到 这大概是许许撕下里的手笔 自然也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 他们江家 今天就要配合着许许 将关家这一家伪善的面具 给彻底撕下来 江徐许很清楚 自己化的真言符的威力 见江素几人把人拦下 便镜子开口 询问白淑情 关太太 你确实有精神医症吗 我哪有 白淑情想也不想地出声应他 此时已经是一副快要哭的表情 但嘴里的话 却依旧无比诚实 我老公就是不想 让我说实话 他这人就是这样 有时候做起事情畏首畏尾的 还不如我们女人干脆 关宝成脸直接黑了 这是报完江徐许的事情不够 还要报他的 而且 这女人居然是这么想自己的 江徐认早在听说 关家居然是拿许许 当作给他们女儿挡恶的工具人时 脸上便是压抑不住的怒意 上前 冷声质问 你们还对我女儿做过什么 我能对她做什么 是她总是认不清自己的身份 小时候抱着只受伤的鸟 回来说要养 她一个养女 自己就是吃白饭的 有什么资格养宠物 我直接当她面给摔死了 打小就是个不省心的 小时候还敢跟蕊蕊抢玩具 我把她关阁楼里饿了两天 出来就乖乖听话了 江家人听得脸色难看至极 周围宾客更是一脸同情 还以为江家大小姐 虽然从小流落在外 但好歹也是被一户富裕人家收养 日子应该不错 没想到遇上的是个心黑的 对于周围的视线 江徐许却是不为所动 目光沉静 依旧看着白淑琴 接着问她 你们今天来想做什么 白淑琴想也不想 当然是来要好处的 我们养了 你这么大 你现在成了江家大小姐 不得报答我们 江家那么大的家业呢 话落得瞬间 在场宾客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这关家 胃口也未免太大了 张口就要江家一半的家业 也不怕撑死自己 第34章 从今以后 我再不欠关家 话说到这个份上 谁还不清楚 关家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家 原本的同情和热切 瞬间化作鄙夷和不屑 关宝成和关蕊蕊 在旁边就插吐血了 根本不知道自家老婆 妈妈 突然发的什么疯 关蕊蕊一时眼泪都掉了下来 还在试图解释 不是这样的 我们没有那样对借鉴 然而话未说完 便听人群一声吃笑 却是最开始嘲笑 她把自己当公主的 那个黑色礼服的少女 行了 你们关家的算盘 打得惊识那头都听见了 还在这装呢 旁边又是几道哄笑 笑声里不乏嘲讽和鄙夷 关蕊蕊从小到大 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 当下也顾不得 白淑琴和关宝成两人 捂着脸推开人群 便往外跑了出去 却不想刚跑出几步 却猛地撞上一人 因为冲力过大 关蕊蕊亮呛一步跌坐在地 下意识抬头 却见逆光下 只见一道挺拔其长的身影 如松竹一般 周身却仿佛散发着冷意 在看清对方的容貌 关蕊蕊只觉得 心脏几乎漏跳了好几拍 如刀刻般的英俊武官 比起江淮那样的俊美 更显冷冽霸气 那莫色的身同冷冷淡淡 朝她看来时 仿佛能将她整个人吸进去一般 关蕊蕊就那样坐在地上 看呆了眼 耳边同时听到周围的小声诧异 那不是楚少吗 是她吧 气势好吓人啊 不是说楚少最烦参加这种宴会场合吗 她怎么也来了 糟了 我今天穿的这个裙子没问题吧 楚少最讨厌人穿的花哨 可别让她看到了 关蕊蕊这才知道 眼前的竟是海市四大家族之一的 另一家楚家的少爷 楚北鹤 传言楚家少爷为人神秘 不喜拍照 网络社交上关于他的照片信息极少 关蕊蕊第一次见到本人 只觉得裴远程和眼前的楚少比起来 简直连对方一片衣袖都比不过 又觉得眼前的场景 好似偶像剧中男女主相遇的瞬间 宾客如云的宴会厅中 他如小白兔般柔弱无助 而他高大伟岸 逆光站在他的面前 好似会随时俯身 将他打横抱起 关蕊蕊想象着那样的场景 瞬间忘了自己 刚刚羞愤的 想要夺落而逃的狼狈 反而有些羞怯又无助地看着对方 眼见对方忠于抬手 关蕊蕊心下一阵激颤 立即朝对方伸出了手 楚北赫看着那只手 只狠狠凝了凝眉心 若不是场合不对 他甚至想直接脱下 刚才被他蹭到的西装外套 忍着内心的不是 刚抬手准备拿出手帕 擦擦被蹭上味道的西装 就见对方镜子朝他伸了手 这是摔一跤 还把腿摔瘸了 还想要他拉他起来 一双深邃的黑毛 冷冷扫过 对方那手上镶着钻石的眉甲 楚北赫眉心促得更深 扭头看向一旁后着的服务员 半点没有绅士的自觉 镜子开口 还不把人扶起来 服务员先是一愣 反应过来盲不迭上前 左右一个 直接就把还坐在地上 等着霸总公主抱的关蕊蕊 给嫁了起来 关蕊蕊 这剧情不对 一直在旁边观望的陆雪茜 眼眸微动 显然也没想到 楚北赫会亲自过来 但一想 楚北赫和江淮的关系 又冷静了下来 楚北赫应该是冲着江淮的面子 就见 楚北赫镜子绕过被架起来的关蕊蕊 走到江许许跟前 眼瞼一概的开口 恭喜江小姐 来迟了 虽然只有寥寥几个字 但一句江小姐 便是当众承认了 江许许江家大小姐的身份 楚北赫代表的是楚家 他这一表态 今夜过后 不管宾客里还有什么人 对这位江家大小姐 有其他的想法 海市顶层社交圈 都必须承认江许许的身份 江许许看着金光闪闪的大佬 只微微一笑 不迟 楚少来得正好 说着 他又重新转向一旁的关宝城 笑容威脸 声音清淡 关家养我十八年 满打满算不超过五百万 在这之前 我已经将五百万抚养费 打到你卡上 关宝城眼眸一冷 旁边的宾客 却是不可置信 五百万养一个孩子 放在普通人家 尚且说得过去 但放在他们 这群人眼里 五百万实在是少得不能再少 以关家的家底 只用五百万养一个孩子 可见这些年怎么亏待人家 一时看向关宝城的目光 又是鄙夷 又听江许许接着开口 性谋紧盯关宝城 缓声从容 另外 我替关瑞瑞死过一回 养恩已还 以后 我再不欠你关家一分一毫 关宝城瞳孔猛的一缩 脸颊肌肉微抖 已全然维持不住虚伪的假象 江宇成更是心口微痛 只觉得 女儿在关家真是遭了大罪 直到这会儿 才跟着江许许的话 四宣告班冷声开口 从今天起 我江家的孩子和关家 再没有任何关系 看在你们抚养许许一场 江家不会对关家做什么 但如果关家以后 胆胆打着江家的名义 在外招摇 就不要怪江家出手 说吧 冷声吩咐 管家送客 关宝城和白淑琴 几乎是狼狈地被请了出去 在经过江许许面前时 却听他用只有三人 能听到的声音道 忘了告诉你们 你们换转命格的术法 根本没有成功 白淑琴竖然扭头 一脸扭曲 且不可置信地看向他 眼神里写满了不信 江许许却不管他信不信 反正他很快就会相信 关蕊蕊先前的大姐 很快会重新找上他 你们想要救他 就让关蕊蕊拿着奶奶的镯子 亲自来找我 关宝城目光阴冷 看向江许许 白淑琴眼里 更是写满了阴毒之色 然而不等两人发作 管家已经强硬地 将人请了出去 宴会继续 江许许被江老爷子 亲自领着 去给几位长辈打了招呼 回来见楚北赫 居然还没离开 也有些意外 准确来说 他今晚能来 就已经出乎了 所有人的意外 江许许看得出 这位楚少当家 不是喜欢掺和这种宴会的人 心里好奇 便直接问了出口 楚北赫似乎早就知道 他要问 凤眸冷冷扫过另一边的江淮 声音诞沉 不虚不及 直到 他说 我应该对你负责 江许许刚从旁边 拿起一杯香槟 文言手上猛地一抖 险些原地撒他一身 扭头 性谋微微瞪大 不可置信地看他 似是在问 付什么责 我有什么责 要你来付 第35章 你有烂桃花 楚北赫看着江许许 那一副被惊到的样子 面色不改 直到 之前是我向宋家 透露了你的身份 才让宋家向江家责问 间接导致你离家出走 因此 他需要负责 江许许 就在刚刚 他都要以为 是不是自己抓了 他两颗金光的事情 被他发现了 原来 只是这个 这位楚大佬 竟然这么好忽悠的吗 这种一听就很忽悠的话 他竟然也信 楚北赫当然知道 这不过是江怀骗他 来给他撑场面的借口 但哪怕是借口 只要能说服他 那就不算忽悠 昨天 他虽然没有明确表示 需要自己保密他的身份 但他确实是在 没有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 将他是江家小姐的身份 告诉了对方 只这一点 楚北赫就不会逃避 他的责任楚大佬的强迫症 也包括对事物的较真 江许许本来想说 逼处 刚才他看得很清楚 关瑞瑞不小心 撞上大佬胳膊的瞬间 那原本缠绕在他身上的黑气 明显被楚北赫身上的金光 撞淡了几分 那金光就像是一团火 能将所有靠近 他的阴邪 顷刻消散 江许许有点想要 想到这里 他也不说什么 不用负责的客套话了 那以后 如果我有问题 还能去麻烦你吗 不能 江许许 不是说好的负责吗 似是看出他眼里的疑惑 楚北赫难得解释了一句 你已经搬回江家 所以 我的责任在刚刚已经履行完毕 江许许 原来大佬的责任 还是一次性的 失策了 楚北赫果然如外界一样 不喜欢这种场合 在跟江许许说完话后 便很快借口离开 江许许想着 要攀上这位大佬 果然还需要另外费点心思才行 不过好在 他不急 正要转身离开 身后却突然传来一道 青娘的女生 楚少在圈子里 是出了名的不好接近 你要是把心思放到他身上 会后悔的 江许许扭头 却见来人正是之前出生 嘲讽观蕊蕊的那个少女 少女和他差不多的年纪 五官很是明艳大气 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被盘起 露出优美好看的天鹅景 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江许许 话里却听不出什么恶意 江许许问他 你喜欢楚北赫 一般会主动警告 别的女人 不要靠近某个男人的 都是对方的爱慕者 却不想 听到江许许这话 少女像是听到了 什么恐怖的鬼故事 表情明显有些惊悚 我嫌自己活得太久 才会喜欢那个大魔王 江许许挑眉 这已经是他第二次 听到有人这样叫他 看来这个昵称 不是江怀独有的 是公认的 谢谢你的忠告 我会看情况接近 言下之意 谢谢你提醒 但我选择不听 黎青子有些古怪地 看了江许许一眼 随即摆摆手 算了 随便你吧 我也是 看你刚才那么干脆地 和你养父母划清界限 觉得 你还算脑子清醒的 才多嘴劝你一句 说着又朝他伸手 勾唇一笑 黎青子 离世地产是我家的 对自己没有恶意的人 江许许向来 不会刻意摆出一副 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样子 更何况面前的女孩 态度落落大方 说话时自带一股爽浪 她挺喜欢 伸手握住对方伸出的手 江许许视线 落在少女眉心处的 那醋暗粉色 微微一笑 道 你最近有烂桃花 要注意那些让你 主动产生亏欠感的人 对于自己有好感的人 江许许从来不吝啬 给对方一句提醒 黎青子 黎青子没想到 她话题转得这么突兀 你真信这些啊 她还以为她 刚刚就是为了揭穿 关家人的丑恶用心 江许许道 我不只信 我还是学这个的 如果你要防小人 也可以来找我 黎青子 这位江家大小姐 好像奇奇怪怪的 另一边 关家 关家三口 几乎是沉默着回了家 一路上 哪怕周围再没了旁人 白淑琴还是紧紧 捂着自己的嘴巴 就生怕自己又不受控制地 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关其身 因为今晚有饭局 并没有跟着去江家 本以为家里人 应该没那么快回来 却不想她前脚刚进家门 关宝成挤人后脚跟着回来 一进门 就看到一脸阴狠的关宝成 红着眼明显哭过的妹妹 还有 莫名捂着嘴进门的妈妈 爸 妈 你们这是 还没等她问出口 就见刚刚踏进家门的 关宝成一个转身 忽然一巴掌 狠狠甩在了白淑琴的脸上 啊 白淑琴猝不及防 整个人直接被甩地摔在了地上 原本还自顾委屈的关蕊蕊都呆住了 关其身更是脸色一变 连忙冲上前 爸 你这是做什么 关宝成却不顾儿子的阻拦 还要做事去替白淑琴 面上是平素不曾见过的狠利 就是你这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 把我经营多年的名声全毁了 你让整个关家 成了圈子里的笑柄 我现在恨不得掐死你 关其身闻言脸色俱变 不知道向来温和的父亲 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样 他们今晚不是去参加江家的晚宴 顺道找机会 挽回和江家的合作吗 怎么还成了圈子里的笑柄 一旁的关蕊蕊 看到向来慈爱的父亲 露出这种模样 也是吓了一跳 有些委屈的乌叶开口 爸 你别这样 你吓到我了 他不出声还好 一出声 关宝成的怒火 顿时转向了他 我还没跟你算账 你跟你妈明明知道 关徐徐就是江家那位大小姐 还一直瞒着我 我还以为 你们是真心帮我争取和江家的合作 结果到头来 你们两个才是罪魁祸首 关宝成一通吼赤 把关蕊蕊 吓得浑身一哆嗦 一旁的白淑琴健壮 挣扎着就起身 将关蕊蕊拥在了怀里 这会儿也不捂着嘴了 张口就骂 关宝成 你怎么能这么吼蕊蕊 他可是你亲女儿 你自己没用 还反过来怪我们 刚刚怎么不见你发作 在外面装得跟孙子似的 只敢回家冲 我们发火 孬种 这话一出 关起身都震惊了 这 这是他们能说出来的话吗 第36章 你还不如打我 你说什么 关宝成听到白淑琴的话 简直要气炸了 一口气 险些没提上来 因为过于气怒 连声音都变了叼 眼底更是害人的怒意 白淑琴顿时缩了缩脖子 下意识又捂上自己的嘴 一脸痛苦 老公 不是 我不是那意思 他想解释 可说出来的话却是 我说你没用 只有没用的男人 才会对着家里人怒吼 你真那么能耐 刚刚怎么不冲着关吁吁 那件丫头 却还不是看他成了江家的大小贱 不敢跟他撕破脸 可惜人家根本看不上你 恨不得一脚把你踢开 妈 关起身都要疯了 他妈什么时候跟爸爸这么说话 不都是爸爸说什么就是什么 这出去一趟 他是疯了不成 白淑琴也觉得自己要疯了 从在江家开始 他就不受控制地想往外貌真话 不只是真话 而且还是他潜藏在心底深处的心里话 再看关宝成那几乎气成猪干一样的脸色 白淑琴觉得自己可能要完了 几人不知道的是 就在刚才 原本缠在关瑞瑞身上 那道黑影身上不断伸出丝丝缕缕的黑气 那些黑气一点点钻进关宝成的身体里 无声无息 却叫关宝成的脸色变得越发害人可怖 他就那样死死瞪着白淑琴 指着他手指颤抖 你捏 捏 他气得说不出话 心里却有一股怒火翻涌 让他叫嚣着想要发现 忽然 他的视线落到玄关处放着的高尔夫球棍 当即上前 二话不说就抽出其中一根球棍 关起身看到他的动作瞬间变脸 白淑琴和关瑞瑞更是脸色都白了 还不等关起身扑过去阻拦 关宝成已经抓着棍子狠狠挥出 哐郎哐郎 玄关处摆放的摆剑 瞬间被他一棍子扫得摔碎了满地 白淑琴更是控制不住的尖叫出声 救命 关瑞瑞也跟着呜呜大哭 阿巫 爸 我们知道 错了 哎呀 老公 我也知道错了 你冷静点 场面一片混乱 关宝成却还在疯狂挥舞着手里的高尔夫球棍 好在他没有真的追着白淑琴打 反倒是将家里玄关客厅摆的一些个花瓶百件 通通砸碎 白淑琴看得心都要低血了 那被砸坏的好几个都是古董啊 加起来快上千万了 白淑琴真的心疼坏了 张嘴就来 你还不如打我呢 呜呜呜 关起身 这家疯了 江家宴会过去两天后 江许许终于跟宋夫人约好了上门的时间 收拾好东西下楼 花园里 江素江汉和江城三兄弟被逼着做俯卧撑 而他们面前 江淮一派优雅地坐在一张藤椅上 手边摆着点心和花茶 一副悠闲享受下午茶的样子 江许许看到这情景微微挑眉 这是 没什么 爷爷说他们最近缺乏锻炼 趁着现在暑假 好好锻炼一下身体 江淮笑眯眯地说着 又道 知道你要出门 车子已经给你备好了 江许许点头 短短几天 他已经快要习惯江淮的无微不至了 也没有理会 还在死死支撑的三兄弟 江许许朝江淮说了一声 便镜子出门 江淮笑着目送他出门 这才重新转回三人身上 嘴角的笑意愈发温和 坚持住 今天至少做够一百个 要是中间没坚持住垮了 三个人一起 清零重头做起 这话一出 三人几乎瞬间垮了脸 纷纷叫着 大堂哥 我们真的知道错了 我这两天都没有找江许许麻烦 我们很乖了 江淮哥 你不能有了妹妹 就不要地点 我们也是 你的亲人 对于三人的话 江淮面上不为所动 依旧是那金贵优雅的笑 嗯 做完一百个才算亲人 今天做不完 你们的游戏 手办 就还是由我替你们代管 三人顿时又是一阵哀嚎 自从上次宴会 家里对江许许 简直是把他当祖宗供着 原因是 宋永明夫妻后来宴上 特意对江老爷子表示了感谢 因为江许许 替他们就回了自家女儿的命 同时不忘感慨 许许是个 有真本事的人 我们家是真的很感激他 小小年纪 不仅这么厉害 还能自己赚钱 还官家的抚养费 实在是了不起 江家人一听讹脚就觉得突突跳 也是这时候 才意识到 江许许在官家那么不受待见 官家不可能给他那么多的零花钱 那么 那五百万又是从哪来的 这会儿被宋永明一提醒 他们总算知道了 他自己赚的 江家人第一反应 倒不是觉得许许能干 而是觉得羞愧 就连江素都一脸的复杂 他之前还觉得 江许许弄这些神神怪怪的东西丢人 可人家完全是为了挣钱啊 同时又不理解 江许许既然已经回了江家 为什么还要费那个劲 五百万抚养费而已 直接跟大伯张口就是了 居然还巴巴地自己赚钱去还 当晚 江许成就直接给江许许赚了一千万 五百万是替他还官家的 另外五百万是给他的零花钱 江许许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上次他刚刚赚了一百五十万出去 扭头江淮就给他转了双倍的零花 这回他五百万刚还回去 扭头钱又翻了一倍 给他送了回来 江许许还是第一次体验到 这种随时都不缺钱的感觉 但进了他口袋里的钱 他也不会矫情地非要还回去 有了这笔钱 他正好可以把他之前想要的 那个东西拍下来 正翻着手机找出某个拍卖会的消息 车子已经停在了宋家门口 宋永明和宋夫人早早就等在了家里 他刚下车 两人就直接迎了出来 江大师 你来了 宋夫人在江家的时候 虽然为了表示亲近 直接喊他许许 但私底下还是坚持喊他江大师 前者是为了给他撑腰 但后者就是纯粹的恭敬 想到今天终于可以让他家小离儿恢复正常 宋夫人昨晚就激动地一整晚没睡着 不只是他 宋永明和宋玉里同样一夜未眠 为着今天 他们特意将公司的工作全部推掉 就为了亲眼见到小离儿恢复的那一刻 江许许对上宋家人热切的目光 只安抚一笑 也不寒暄 镜子从随身的背包里取出一个纸包 宋家人只见那纸包里 是几根用黄符包裹着的头发 那就是换走 他家小离儿一致的那人的头发 宋家人眼神里瞬间仿佛冒了火 江许许看着几人 想了想 道 在开始之前 有件事我还需要向你们坦白 第37章 谁告诉你说我喜欢你 宋家人难得看到江许许这有些郑重的模样 一颗心都忍不住提了起来 以为是这事有什么别的风险 却听江许许道 当年换走小离儿一致的 是常年在江家帮工的一个阿嫂 他当年偶然帮助过一名邪师 作为报答 邪师提出可以帮他吃傻的儿子换制 他就将主意打到了偶然来江家做客的小离儿身上 这些事自然是后来五嫂交代的 江许许并不想瞒着宋家人 听到居然是这样的真相 宋家人脸色都变得有些复杂 要说对江家心里没有芥蒂 那是假的 毕竟那是他们家请的阿嫂 谁能想到 家里一个阿嫂居然还有这样歹毒的心思 他家小离儿只是上门做客 结果就被人盯上 过了八年行同这儿的生活 而他们 这些年甚至毫无所觉 只以为小离儿就是因为当年坠马摔坏了脑袋 他们心里埋怨江家识人不清 可偏偏也同样是江许许这个江家人发现了问题 并主动提出要帮他们 宋永明深深吸了一口气 好半场才探出一句 只要小离儿能恢复如常 就算了 两家毕竟也有交情 如果真的因为这是交了恶 江大师加在中间也为难 他们现在 只想让小离儿好起来 宋家人的豁达 让江许许对这家人难得生出几分喜欢 微微一笑 直到 放心 他会好起来的 江许许说着上楼 现场取了小离儿的头发 就这正午的日光 摆了一个小型的轮回阵 比起上次 他一手飞幅震慑了所有人 这次摆的阵显得十分朴实无华 几人只看着他嘴里 低声念了几句道家法文 随后就将那皇服包着的头发烧了 随后起身 朝几人道 好了 宋家人还没反应过来 尤其宋玉礼之前 听过宋夫人怎么会声晦涩 说起江大师施法的样子 还想着 今天可以亲眼见识一下 结果 就这 他乃知道 上次完全是为了让宋家人 尤其是宋老太太福气 江许许伴表演兴致的秀了一下 现在宋家人早就相信了他的本事 江许许自然懒得继续表演 最高端的术法 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手法 好在宋家人心里惦记着小离儿的情况 也没在好奇过程 下意识看向自家小离儿 表情有些紧张 就见小离儿目光比起过去 似乎清明了一些 漂亮的大眼睛扫过几人 随后落在江许许身上 伴上 好奇开口 小离儿姐姐 今天不玩找宝藏 游戏了吗 宋家人一颗心 几乎是沉了下来 这 怎么还是和之前一样啊 宋夫人有些着急看向江许许 江大师 是不是做法失败了 小离儿怎么看着还没好 面对宋家人的疑问 江许许却一派淡定 她已经好了 宋永明明没看向 依旧满眼天真无邪的小女儿 完全看不出来 她已经好了呀 知道宋家人心里疑惑 江许许解释道 她被换走一致的时候是八岁 所以现在的她也是八岁 换回的一致 不会让她一夜之间 拥有十六岁的智力 但今天以后 她会如同一个正常的孩子一样 慢慢长大 只是 可能会比同龄人 要晚输八年 现在看着 或许会很突兀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样的差距会慢慢缩小 直到她真正长成一个大人的样子 宋家人听到这里 终于恍然 是啊 她家小离儿 这八年来 一直是孩童状态 哪怕恢复 也不可能一下子就成了个十六岁少女 要是真能一息长大 他们反而要怀疑 这身体里的 是不是被人换了个心 宋夫人想明白这点 顿时就释然了 看着小离儿 那依旧单纯的眉眼 眼里含了些许泪光 挺好的 她只是童年 过得比别人长一些 我们宋家的小公主 不着急长大 将许许见宋家人都接受了 又从背包里 掏出了一个玉牌 亲手给小离儿挂在了脖子上 这是我亲手做的护身玉牌 可挡住所有邪碎手段 护她今后安康 说到底 宋宇离被一再盯上 也是因为她命格绝佳 宋永明看她送给小离儿的玉牌玉制上成 比起先前碎掉的那块 好的不是一点半点 当下又给江许许转账五百万 也算是这一次的报酬 却不想 江许许直接把钱退了回来 这次的钱已经有人付过了 宋永明一愣 就见江许许给她展示了一个收款页面 上面显示金额一千万 宋永明还感叹 是谁这么大手笔 就看到转账人备注 江许成 宋永明 换之一事 江家有一定责任 今天这趟 算是我代表江家 弥补这一过错 江许许 今天不只是江大师 同样也是代表江家 宋永明闻言 心里对于江家的那点芥蒂 彻底烟消云散 从宋家离开 江许许正准备坐上车子 却听身后呼的传来 一道熟悉的声音 许许 江许许扭头 却见裴远程站在不远处 看着她 眼底是克制的惊喜 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真巧 裴远程语气温柔地解释 见她不说话 又道 那晚言会我看到你了 本来想过去 跟你打招呼 又担心 你见到我不高兴 毕竟我们之间 可能有误会 江许许挑眉 误会 裴远程见她终于搭话 立即道 对 蕊蕊肯定告诉你 我们现在在交往了吧 但事实不是那样的 你出车祸后 意外找回亲人 蕊蕊骗我说 你家里人是大山里的破落户 我担心你被送走后 她的男朋友 江许许 眉头挑得更高了 这么说 你是为了我 裴远程苦涩地看着她 这大概就是命运捉弄吧 许许 你知道吗 其实我一直以来喜欢的那个人 是你 我知道 你也一直喜欢我 江许许原本是想看看 这人专门等在这里 是要编出个什么花来 听到这里 终于忍不住出声打断 裴远程 谁告诉你说 我喜欢你 第38章 这不是你对待 玄门宝贝该有的态度 江许许记得 她当初离开关家的时候 关瑞瑞也耀武扬威地说过她 喜欢裴远程 而现在 裴远程本人也说她喜欢她 那么 究竟是谁在造她的谣 裴远程听着江许许的话 先是一愣 下一秒 却仿佛在看跟自己赌气的小女友 只微微一笑 大家都知道的是 不需要谁告诉我 我看得出来 裴远程看着她 笑得一脸自信 那段时间 你一直跟在我身边 我去哪里都跟着 又给我买早餐 又来看我比赛 虽然你没有明说 但我都知道 江许许听到这里 嘴角狠狠一抽 我没有明说 只有一个理由 那就是 我不喜欢你 至于我为什么跟着你 相信我 原因你不会想知道 江许许否定得过分干脆 裴远程明显愣了一下 但还是坚持自己的判断是对的 你为什么要否认对我的感情 是因为蕊蕊吗 还是你现在的家庭 不允许你跟我在一起 江许许这会儿 是真的无语了 有些人自恋到 无法听见别人的声音 他今天算是见识到了 懒得与他继续掰扯这种问题 江许许镜自上车 裴远程暗暗咬牙 正琢磨着该怎么留住他时 又见车后座的车窗忽然摇下 裴远程面色一转 又朝车内露出自信温柔的笑 却见江许许视线凉凉扫过他的脸 只问 刚当的借口 你想了得有两天吧 为了他被迫答应和关蕊蕊在一起 他以为自己是在写古早爱情剧本吗 裴远程眼底闪过一丝隐晦的尴尬 还要解释 却见江许许已经缓缓升起车窗 镜自吩咐司机开车 裴远程看着镜自开走的车子 眼底闪过一丝羞愤 对他来说 那才不是什么借口 分明是他给他的台阶 他以为自己已经好心递出台阶 以他对自己的痴迷 就该立刻接住 以他如今的身份 就算是要他即刻跟关蕊蕊分手 他也会答应他 偏偏 他居然这么不识好歹 果然攀上了江家 就是不一样 车上 江许许关上车窗的瞬间 已经将裴远程这个人抛到了脑后 耳边听到熟悉的手机提示音 点开一看 顿时眼眸微动 海说 先不回江家 送我去个地方 前座的司机应声 按着江许许给的地址 车子直接驶向了郊区的一处开发园区 虽然是开发区 但因为招商不顺利 周围看上去有些冷清 海叔看着这周围的环境 有些不放心 小姐 你来这种地方做什么 要不还是我陪您进去吧 作为江淮特意安排的司机 海叔还牵着保护大小姐安危的任务 没事 你在外面等着就好 江许许顿了顿 我应该不会很快出来 你可以先找个地方休息 或者直接回去 海叔文言认真道 我就在外头等您 江许许见状也不勉强 镜子走入开发区 路过两处荒凉的建筑 江许许直接走入园区中间的一处 不起眼的红砖小楼 进入小楼往下走 穿过一道长长的走廊 在开门时却是别有洞天 地下室内 偌大的空间 却是一个装饰豪华的地下拍卖场 拍卖场地方不大 场内人数不超过三百 一名侍者上前恭敬询问 小姐请出事邀请函 江许许刚要开口 就听一道好听的男生 自另一个出口传来 他是我的客人 侍者看到来人 态度愈发恭敬 行长 被称作行长的男人长相阴柔 乍眼给人一种雌雄莫变的美 那双漂亮的狐狸眼 似乎随时透着青挑 他穿着一身精致的深紫色糖装 略长的头发 被他随意扎在脑后 整个人透着东方的神秘韵味 看着江许许 只朝他微微一勾手 动作暧昧 江许许早就习惯他这种个性 镜子跟他去了 拍卖行后面的一个房间 房间布置得十分古色古香 看得出和他身上 气质是配套的 屋内一道屏风 将房间分成两半 一半是接待区 另一半四式物品展示区 摆着各种拍卖行 即将拍卖的物件 与寻常拍卖古玩艺术品的 拍卖行不同 一盏这里卖的东西千奇百怪 但凡你要 但凡他有 都可以交易 如果你要 而他没有的 他也可以想办法交易 你说的东西呢 一进房间 将许许便迫不及待地问起 一盏看他猴急的样子 只勾了勾眼 随即转身 在物品区翻找 一边找一边 还在碎碎面 这个 不是 这个 也不是 啊 原来那截人骨在这 这个盒子 哦 找到了 一盏手里 拿着个长盒子走了出来 看着他 一双狐狸眼里满是脚狭 我不确定 这是不是你要的东西 你先瞧瞧 他说着打开盒子 只见那盒子里 俨然是一节枯枝 通体焦黑的桃枝 又称为雷击桃木 在悬门圈内 属于辟邪的法物 好的雷击桃木难寻 更别说江许许 要找的是千年的雷击木 这样具有千年雷击之力的法器 放在哪个悬门世家 都是当作传世宝贝一样的存在 也难得一盏 居然真的能够寻到 单看着桃木周身 散发的点点雷火气息 便知这东西不凡 可惜 这不是 但是我要找的那只 一盏原本信誓旦旦的表情 微微有些军烈 瞪着他 你知道千年的雷击木 多难找吗 有就不错了 又把东西往他跟前凑了凑 要不你再仔细看看 毕竟树枝长得都差不多 江许许看也不看 就把东西给他推了回去 表情认真 我确定 我那只不一样 而且 我一开始也说了 我找这个东西 不是为了找法器 而是 为了找到拥有法器的那个人 他的师父 当初说好会陪他到18岁 结果他却突然消失不见 他怎么占卜策算 始终捕捉不到他的半分气息 就好像 他从来不曾出现在这个世上一样 如今 除了从他过去随身的那些法器 入手寻找线索 江许许也没有其他 可以找到师父的办法 一展见他态度笃定 顿时择了一声 刚才还宝贝的雷击木 被他随手往后一丢 又白干了 江许许听到那盒子 摔在桌上那砰的一声 顿时有些心疼 那虽然不是他要找的那只 但也是货真价实的千年雷击木 这不是你对待悬门宝贝该有的态度 快跟他道歉 第39章 关蕊蕊的噩梦 关家 自关宝成那晚 疯狂砸了自家近千万的古董后 回过神来 整个人都不好了 加上宴会上江许成公开宣称 和关家再没关系 这两天 江家有合作的几家企业 都纷纷和官室解除了合作 关宝成直接就病倒了 白淑琴比他早 回来当晚就病倒了 关家一下子倒了两个人 关起身只能暂时接过公司的事物 各种忙的脚步粘地 结果昨天刚出公司不久 意外在路上撞了车 胳膊鼓裂 比起三人 关蕊蕊情况更糟 他已经连着两天 都在做同样的噩梦 黑沉沉的天空 废弃地叫雪楼天台 少女下身几乎被血浸染 目光绝望而恳求地看着他 最后是那扇 被他匆匆关上的天台大门 耳边仿佛还能听到 少女的哀气的哭声 救我 求求你 救我 那声音仿佛就在他耳边 关蕊蕊疏然睁眼 莫弟发现自己床边 就坐着那个下身染血的少女 她一双眼里浸满了血泪 就那样死死瞪着自己 关蕊蕊的尖叫声 在深夜里几乎响彻关家的别墅 不多时 房门被打开 白淑琴拖着病体 有些虚弱地快步走来 蕊蕊 蕊蕊 你怎么了 是不是做噩梦了 关蕊蕊一下子扑进 白淑琴的怀里 呜呜哭了起来 白淑琴安抚着他 声音里满是心疼 蕊蕊别怕 告诉妈妈 是不是做噩梦了 关蕊蕊依旧抱着白淑琴 只能呜呜着点头 就见白淑琴 将他从自己怀里稍稍拉开 声音依旧温柔 那你是不是梦到我了 关蕊蕊抬头的瞬间 白淑琴的模样 赫然变成了两眼血泪 一脸惨白的少女 尖叫声再次响彻整栋别墅 紧接着 关宝成进来了 关蕊蕊再次呜呜哭诉 然后 关宝成也变成了少女的模样 关蕊蕊差点疯了 连这两天都是这样的梦中梦 关蕊蕊精神一下子垮了 甚至分不清 究竟是在梦里还是现实 以至于在清醒看到白淑琴的时候 他下意识就是 拿起东西朝他砸过去 不敢继续留在家里 关蕊蕊换了衣服 就匆匆出了门 却不见 身后的别墅 仿佛被一处黑云笼罩着 夏日里阳光明媚 偏偏没有一丝照入关家 而随着关蕊蕊的离开 他身后缠着的黑影 又有丝丝缕缕黑气泄出 沾染在他的所到之处 这边 裴远程刚刚从江许许那里 碰了一鼻子灰 回到家十脸都是黑的 结果刚一下车 就见一个人影 忽然朝他扑了过来 两眼发红 眼带搭了 面色发黄 形如恶鬼 那一瞬间 裴远程真的以为自己白日见鬼 下意识伸手将人推开 直到他听到一个熟悉又委屈的叫唤 裴哥哥 裴远程才发现 来人竟然是关蕊蕊 他看着眼前 一副两天两夜没睡觉的样子 整个人状态 差得完全看不出 原来关家小公主该有的样子 嘴角一抽 你怎么这副模样 关蕊蕊这两天 精神饱受摧残 听到这话 顿时又委屈地呜呜哭了起来 一边哭 一边扑进裴远程怀里 裴哥哥 我这两天一直做噩梦 我快要受不了了 呜呜呜 裴远程有些不耐烦地 看着怀里的关蕊蕊 在终于江许许之前 他觉得自己做了个最正确的选择 可再见江许许 他却发现 眼前的关蕊蕊 当真是哪哪都比不上他 长相不如他 性子不如他 现在连唯一的家世也不如他 裴远程在考虑 自己是不是该彻底放弃关蕊蕊 破釜沉舟 原本他以为 以自己在江许许心里的位置 只要自己给他一个机会 他就会乐颠颠地成为他的女朋友 但今天江许许的态度让他明白 自己到底想多了 他得付出实际的行动才行 首先一个 就是要跟蕊蕊 划清界限 关蕊蕊不知裴远程心里打算 抱着裴远程 就开始哭诉自己这两天的噩梦 他一个劲说怕 说得逻辑混乱 裴远程根本一个字也没听明白 只觉得关蕊蕊 确实太过娇气 不过是做了个噩梦 居然还要他来哄 想到这里 裴远程更加确定 关蕊蕊这样娇娇弱弱的小公主 不适合自己 心里有了主意 他便干脆将人拉开 蕊蕊别哭了 先上车 我们去别的地方说 别墅前到底不是什么私密的地方 既然决定分手 裴远程自然不会再把人带进自己家里 更不愿意两人纠缠不休的样子 再传出什么闲话 关蕊蕊一心都是自己的噩梦 也没在意裴远程的舍近求远 乖乖跟他上了车 上车后 依旧紧紧抱着他的胳膊 一副依赖的模样 裴远程有些无奈 同时心底又有些愧疚 这样满心满眼 只有自己的女孩 他如果跟他分手 他该有多难过呀 不过 这都是没办法的事 想到这里 裴远程又瞬间收起所有的不耐 决心哪怕分手 也要体体面面的 蕊蕊 其实你不来找我 我也想去找你的 关蕊蕊顶着黑眼圈仰头 裴哥哥 我就知道 你心里想着我 裴远程看着他眼底的乌青 只觉得现在的关蕊蕊 真是无法直视 干咳一声 还是尝试着将自己的胳膊 从他手里抽回 我有话想跟你说 两人都不见 关蕊蕊身上的吕吕黑气 在他抱着裴远程胳膊时 已经顺着他的动作 缠上裴远程的手臂 哪怕此时抽开 依旧仿佛丝纠缠一般 关蕊蕊也终于察觉到 裴远程态度的不对 小心开口 问他 裴哥哥 你要跟我说什么 裴远程叹了口气 道 蕊蕊 我觉得 我们不合适 话落 没等关蕊蕊做出反应 就见前面的司机 突然发出一声惊呼 两人下意识扭头 两辆车子狠狠撞在了一起 巨大的动静瞬间响彻整条街道 第四十章 喜欢江许许的都不是好东西 白淑琴和关蕊成接到电话 赶到医院的时候 关蕊蕊和裴远程刚刚被送出手术室 关蕊蕊双腿有不同程度的骨折 并轻微脑震荡 裴远程好些 只断了一条胳膊 正是先前被关蕊蕊抱住的那条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 两辆车子正面相撞 本该承受大部分冲击的司机 看着躺在病床上 脸色苍白的关蕊蕊 顿时心疼的 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本舅虚弱的身子猛的一晃 好在被一旁的护士及时扶住 蕊蕊 我可怜的蕊蕊啊 你好端端在家待着 做什么非要出门 你要是出什么事 你让妈妈怎么活啊 白淑琴呜呜哭着 一旁的关蕎成本就头痛 这会儿更是按着脑袋低赤 行了 人这不是没事吗 白淑琴一听就不干了 肩生反驳 腿都断了 还叫没事 这裴家的司机 也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 否则为什么三个人在车上 就我家蕊蕊上的最重 闭上你的嘴巴 吵得我头痛 关宝成坐到一旁的沙发上 忍不住冲着白淑琴低吼 自从那晚爆发后 关宝成仿佛打开了某个开关 对待白淑琴 再不如过去的体贴温和 白淑琴心里委屈 只能闭上嘴坐到他身边 半上又忍不住开口 老公 我觉得咱们家真的有些不对劲 先是我们两个生病 再是起身车祸 现在连蕊蕊都出事了 你说 哪有这要巧的事 见关宝成沉着脸没硬生 但显然是在听 白淑琴又接着到 带着刻意解释的意味 尤其是我那晚 真的像是中了鞋 那些话不受控制的 从我嘴巴里冒出来 那都不是我的本意 好像有人控制着 我说了那些话似的 一旁的关宝成冷笑一声 才不相信白淑琴的话 如果他不是 在心里这样想过 又怎么会说出那些话来 但冷静了两天 关宝成对他 他已经没了最初的愤怒 也察觉出了些许不对 他向来是个克制的人 哪怕白淑琴做了那些蠢事 他也不可能直接施了理智 做出那么疯狂的行为 他从来不会对白淑琴动手 不是因为他有多爱他 而是他认为 只有那种没用的男人 才会将怒火发泄在妻子身上 像他这样的体面人家 哪怕碰上再让人火大的事情 面上也要维持理智和体面 所以 那晚的他 确实有些不对劲 老公 你说这些事 会不会跟江许许那个小贱人有关 白淑琴的意思是 江许许用了某种手段对付关家 关宝成却是猛地想到了 江许许之前对他们说的话 你们幻转命格的术法 根本没有成功 关蕊蕊先前的大姐 很快会重新找上他 你们想要救他 就让关蕊蕊拿着奶奶的镯子 亲自来找我 关宝成微微眯眼 脸色再次变得阴郁深沉 或许 还真的和他有关 听到关宝成这话 白淑琴顿时一喜 正要开口附和 床上的关蕊蕊 忽然阴明一声醒了过来 白淑琴和关宝成 当下再顾不得旁荡 忙走到床边 关蕊蕊见到两人先是一惊 好扮上 似是反应过来 自己不是在梦里 顿时看着两人呜呜哭了起来 却道 爸 妈 裴哥哥要跟我分手 呜呜 白淑琴 你腿都断了 不先哭哭自己的腿 反倒哭这个 饶是白淑琴这个当妈的 这一刻都忍不住有些无语 他乃知道 因为手术的麻药还没过去 关蕊蕊这会儿身上不觉得痛 所以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裴远程在车里跟他说的那话 虽然只是开了个头 但他哪里不懂裴远程的意思 他分明是看江许许那件人 成了江家人 所以想把他抛下 都是江许许的错 哪怕离了关家 也还是要跟他抢 裴远程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渣男 果然能喜欢江许许那样的 都不是什么好男人 关蕊蕊面上愤愤 却不知关宝成听到他的话 心里愈发肯定 这些事和江许许先前说的事情有关 蕊蕊的灾厄没有转移成功 他的劫难还没过去 所以先是接连不断的噩梦 然后被分手 又遭遇车祸 这么多事情在一起发生 不正是蕊蕊小时候遭遇的一样 还有那碗白书情的不对劲 如果是许许做了什么 导致书情无法控制说出心里话 那么 许许肯定懂得这方面的事 否则 他又怎么会知道 党恶患命格的事 还能阻止命格转换成功 想到这里 关宝成就有些呼吸急促 下意识看向关蕊蕊的手腕 见那上面空无一物 盲问 蕊蕊 你奶奶留下的手镯呢 在家里 你突然问他做什么 那镯子太老气 当初要不是为了弃江许许他 才不会把他戴在手上 所以后来就被他丢进手势盒里了 关宝成想到江许许当时的话 便将自己的猜测和妻女说了 听说江许许有可能能救他的命 但前提是要他拿着手镯去求他 关蕊蕊脸上有一瞬的争鸣 但很快就被他掩饰了下来 同时委委屈屈地看向白淑琴 白淑琴果然不负他所望 当下就尖叫出声 让我的蕊蕊 拿着手镯 亲自去求那个小贱人 不可能 老公 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这不是让我家蕊蕊送上门 给那小贱人羞辱吗 不行 我绝对不答应 关宝成早知道 他是这样的反应 只冷冷看着白淑琴 不让蕊蕊去找他 难道你还有其他办法吗 如果蕊蕊命中的大姐还在 那今天这场车祸绝不会是结束 而是开始关蕊蕊文言 脸色刷得一白 整个人看起来柔弱又无助 白淑琴心疼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抱着关蕊蕊的脑袋 直到 这世上有本事的人多了去 又不是只有去求那件人一个办法 而且 那件人能懂什么 他要是真有那本事 就不会在咱们家替蕊蕊挡了18年 我看他 就是故意胡说 目的就是想羞辱咱们蕊蕊 顺便骗走老太太的手镯 关宝成拧眉看着白淑琴 却没有立刻反驳 显然他心里也有同样的顾虑 就在这时 病房的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却是闻讯赶来的关起身 他在门外听到了所有的话 他想要奶奶的手镯 给他救世 没有什么东西比蕊蕊更重要 至于镯子 我替蕊蕊亲自给他送过去 关起身语气沉稳自信 并不把这当回事 他好歹做了许许18年的哥哥 他相信只要他开口 许许一定不会拒绝他 第41章 他和关宝成不愧是两父子 我拒绝 江家偏听里 江许许看着关起身 拒绝得毫不迟疑 关起身明显愣了一下 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 你 你说什么 我说 我拒绝 见他一副听不清的样子 江许许好心地给他 一个字一个字地重复了一遍 关起身脸色当即 就不太好看了 加上上次 这已经是许许第二次 不听他的话了 许许 别耍脾气 我知道你还在因为那天 妈妈让你离开关家的事情生气 但是大家都是一家人 更何况 如果不是爸妈 你现在也不可能回到江家 江许许瞥他一眼 按你的意思 我还应该感激你们 关起身刚要开口 江许许又干脆地打断他 另外 我跟你们已经不是一家人 我现在姓江 就算你认回了亲生父母 我们也还是一家人 关起身拧了拧眉 还是说 你真的像他们说的 现在当了江家大小就后 就不想认我们了 江许许就那样看着他 诞生反问 如果我说是呢 江苏下楼拿鲜榨果汁的时候 就在二楼楼梯处江汉靠在一侧栏杆 一脸看细事地看着什么 他刚刚走近 恰好就听到了江许许的那句话 江家别墅有前后各有一处客厅 前面的正厅一般是家里人聚会 或是接待客人用 比较正式 后面的偏厅相对小些 且正对着二楼的栏杆 也就是说 从二楼府看 是可以清楚看到偏厅类情况的 江苏几乎是瞬间忘了果汁 身体一扭就凑了过去 两颗脑袋就那样挨凑在一块 听着楼下的八卦 楼下 江许许依旧是那有些冷淡的姿态 直到 离开官家那天我就说过 我跟你们再没关系 哪怕我不是江家大小姐 我也不想认你们 关起身因着江许许的话 表情有一瞬变得十分难看 但很快 还是克制了下来 沉声道 许许 我已经听说了宴会上的事情 不管爸妈是为了什么 他们到底养大了你 你这么迫不及待 甚至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和官家撇清关系 你知道有多伤他们的心吗 爸妈过去从来没吵过架 那天就因为你吵得不可开交 当天就病倒了 关起身先是板着脸教训 随后又放缓了语气 就算是这样 他们也没有怪你 还愿意 让我拿奶奶手镯来找你 许许 爸妈真的对你很好了 你不要总是这样不知足 江许许讹讹角青筋 微微一跳 他过去一直觉得 关起身是官家唯一的正常人 毕竟从小到大 关起身从不会像关蕊蕊一样 刻意打压他 或者故意害他挨骂 反而会主动关心他的学习 给他送生日礼物 甚至偶尔在他被白淑秦 责罚的时候安抚他 也正因为此 他曾试图把关起身 当做亲哥哥 为他做各种事情 试图从他那里得到一点温情 可后来他才发现 关起身并不是自己以为的那样 关心学习 只是因为不想让他丢了关家的脸 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是他的爱慕者给他 而他又不想要的 安抚他也是 为了不让他闹 关起身只是比起关家人 更懂得伪装自己的虚伪和自私 从这一点来说 他和关宝成不愧是两父子 那镯子本来就是奶奶留给我的 你们想让我帮忙 我只让关瑞瑞 把他从我这里抢走的东西 亲手送还给我 我对你们也已经很好了 你们为什么这么不知足 江许许将关起身的话 干脆地回敬给对方 楼上的江苏文言 差点没忍不住笑出了声 好在及时捂住嘴忍住了 楼下的两人 似乎依旧一无所觉 关起身直接皱起了眉 瑞瑞他受伤了 伤得很重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关起身文言不可置信地看他 许许 你现在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 瑞瑞到底是你妹妹 他喊了你十几年的姐姐 江许许只是看着他 嘴角似是冷笑 与其更带着嘲讽 为了挡灾将自己姐姐推出去 被车撞的妹妹 我要不起 那天的车祸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因为他知道 哪怕他说了 也不会有人信他 被白淑琴称之为 关瑞瑞十八岁大姐的那场车祸 一开始就是冲着关瑞瑞去的 只是关瑞瑞看到车子撞过来的瞬间 第一反应就是将身边的他推了出去 只是 不管是白淑琴还是关瑞瑞都没想到 他竟然还能从那场车祸中活下来 而一如江许许所料 关启深听到这个的第一反应 就是不幸 你胡说什么 瑞瑞怎么可能做那种事 许许 你出车祸 心里不平衡我理解 但你不能胡乱把事情怪到别人身上 你说瑞瑞推你去挡车 你当时为什么不说 推一万步讲 就算瑞瑞真的这么做了 那也只是他当时太过害怕无意识的举动 你作为姐姐 替瑞瑞挡得再怎么了 为什么总是要这么斤斤计较 关启深巴巴一通教育 语气里满满都是对江许许的谴责 与恨铁不成钢 听到楼上的江苏 那叫一个目瞪口呆 待听到对方居然指责江许许 斤斤计较的时候 少年他彻底不淡定了 沃勒勒的曹 瞧我这抱脾气 一边骂着 一边做着撸袖子的动作 就转身往楼下跑 动作之快 连江汉都没能来得及拉住 也就是这时 楼下的关启深 似乎才猛地意识到 楼上人的存在 脸色微微一变 相对而言 江许许的反应 却淡定许多 显然是早就知道 而那边 江苏已经登登登下了楼 搭拉着拖鞋 就直接冲进了偏厅 指着关启深开始骂 我靠你的个爹 你们关家一家 是有什么大病吧 女的蛇蟹心肠 男的虚伪做做 你妹妹推她出去被车撞 她提一句 就是斤斤计较 那你怎么不出去 被车撞一撞 哦 看你这胳膊掉的 估计是 已经被撞过了吧 你撞车进医院的时候 怎么只顾着手 没让医生帮你看看脑子 你这脑子 怕是早撞坏了吧 第42章 江许许那么冷漠 很辣的一人 在江家 江苏一直都是莽的代名词 任何事 只要他不顺眼不顺心 管你是谁 都能巴巴两句 更别说眼前的 还不是他们江家的人 关起深冷不丁 被一个十四五岁的少年 指着鼻子骂 脸色难看的不是一心半点 但还是竭力维持着 我再跟我妹妹说话 你不知道别人说话的时候 不能偷听吗 那一副长辈教训人的口气 听得江苏嘴角直抽抽 江苏此人最听不得 别人教训自己 除了江老爷子和他大伯 谁敢对他指手画脚踏 都能当场炸锚 他屁的是你妹妹 他现在姓江 是我们江家人 他哥哥在楼上 他弟弟在楼下 你算哪门子的哥 少在这里攀亲戚 楼上的哥哥 江汉 你自己认他 干嘛还拉上我 江苏才不管江汉怎么想 对着关起身 直接火力全开 我刚刚在楼上 就听你在那巴巴巴 还什么 你这样我们也没生气 我们对你够好了 你哥这CPU谁呢 就你这点本事 还想搞KFC 江许许脑子笨 我们江家其他人可不傻 江许许 我怀疑你是在借机抹黑 我还有证据 江苏虽然没有从头听到尾 但从刚才那些对话 也已经听了的大概 关家人不就是上门 找江许许帮忙的吗 找人帮忙还这副口气 江许许能忍他都不能忍 你们关家这些年的心思 早就传到大西洋北岸那边去了 你还在这里演艺亲情呢 你连我都骗不过 更别说江许许 那么冷漠狠辣的一人 他还能被你这点把戏给骗了 江许许 第二次了 再说一遍 我有证据 江苏骂嗨了 又指着放在桌上的手势盒 二话不说 就把里头的手镯拿了出来 同时一脸嫌弃 请人帮忙 就带了这么个破镯子 你这是看不起谁呢 说着 杨手就要把那镯子给摔了 江许许终于脸色一变 手指迅速朝着江苏的方向一挥 一道灵力 便打在江苏抬起的手上 江苏只觉得 手臂一阵发麻 一瞬间 仿佛像是无法动弹 下一秒 就见原本在单人沙发那头的江许许 好似身形一闪 两步间就已经到了他跟前 将他手里的镯子夺了下来 性谋朝他瞪去一眼 他好不容易拿回来的镯子 这傻袍子 差点就给他脆了 江许许觉得这傻袍子 绝对是故意的 傻袍子江苏这会儿一脸惊恐 刚刚那一瞬 他整条胳膊都不能动了 可就在江许许将镯子夺走之后 他胳膊又能动了 他不信 这跟江许许没关系 楼上的江汉 更是一脸惊震 江苏在底下可能没看清 但他站在楼上从上往下 这个角度刚好看清了 刚才江许许的动作 他刚才是用了两个跨步 就直接到了江苏那边 三米的距离 中间还隔着桌子 他偏就身子都不带晃一下地 就跨了过去 这个江许许 身上该不会有什么功夫吧 关起身倒是没有江苏两兄弟 感觉那么深刻 刚刚他一直注意着江苏的动作 看到他要摔镯子的时候 他甚至还有些期待他赶紧摔了 在他看来 虽然那是奶奶留下来的东西 但江许许就因为这么一件东西 跟家里人闹不愉快 这东西碎了也好 而且 这东西如果在江苏手里碎了 他还能以对方摔坏了奶奶一物的名义发作 到那时 哪怕江许许不想帮忙 也必须得为此负责 更甚者 他们关家甚至能以此揪住江家一个错处 要求他们赔偿 嗯 让江家把这两天 因为江家而取消和官室的合作 重新补给他们就很好 可惜了 怎么就不摔了 关起身有些遗憾地看向江苏 江许许将他的表情看在眼里 面色微冷 直到 没有其他事 就请回去吧 关起身文言 扭头再次看向江许许 表情里满是无奈 许许 我是真的把你当作一家人看待 你非要这样子吗 连哥哥的请求都不理 江苏一听 他又自称哥哥 只觉得格外刺耳 当下暴脾气又上来了 准备再骂 江许许却先他一步出声 语气清淡 却问 我送你的玉牌还在吗 乍听他突然问了句不相干的话 江苏和关起身都有些愣住 关起身更是思索一秒才反应过来 他说的是什么玉牌 那是早两年的时候 他突然开始学玉雕 还给他送了一块自己刻的玉牌 记得当时他说的是 要记得随身带着 关起身当时满嘴说着好 扭头却把那玉制普通的玉牌 随手丢到了一边 后面更是再没见过 此时听他问起 关起身也不心虚 只是你没问他 好端端地问这个做什么 江许许的目光 却落在他吊着的胳膊上 微微一笑 已经知道答案 看来是丢了 当时他送给他的时候没说过 那玉牌 其实是他专门做的护身法牌 他之所以出车祸 是因为沾染了关蕊蕊身上的怨气 如果当时他有把玉牌带在身上 哪怕遭遇车祸 他也不可能受伤 可他现在却折了一条胳膊 那就说明 那个他亲手磕的玉牌 他早丢了 就这 他竟也好意思说 真心把自己当做家人看待 真是厚颜的可笑 徐徐 关起身似乎是还想解释 江徐徐却已经懒得再听 镜子打断他的话 关蕊蕊要想解决身上的问题 就让他自己来找我 至于你们 只要接下来离他远点 就不会继续倒霉 关起身闻言脸色一黑 江徐徐又补充 这是我最后的忠告 听不听随你们 说吧 也懒得再等他自己走 拿着镯子 就镜子出了偏听上欧 是的 镯子他拿走了 算是刚才那声中告的报酬 关起身没想到他说走就走 还要再追过去 不料江苏往他跟前一拦 随即十分大声的 管家 宋克 管家几乎应声出现 看向关起身 脸上挂上十分标准的微笑 宋克 他熟得很 关起身被强制 请出了江家大门 江苏眼尖辣眼睛的家伙终于走了 顿时又登登登往楼上跑 他还有账要跟江许许算呢 第43章 玉牌 我也有 江淮和江宇成今天不在家 晚上回家时 听说关起身来找许许的麻烦 当即吩咐管家 以后只要是关家的 一个人都不许放进来 然后就准备去看看许许 就怕关家人又给他家女儿 妹妹 受委屈 结果刚要上楼 就见江许许抱着小狐狸 从楼上走了下来 身后难得的 竟还跟了个尾巴 江苏气呼呼地跟在他身后 巴巴质问 刚刚我那胳膊是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对我做什么了 江许许 我劝你老实交代 今天要不是我 你早就被那关家的欺负死了 之前冲着 我们不是挺能对的吗 对上关家那个 就说不上话了 你这是给我们江家丢人 江许成看着江苏 缠着江许许 下意识拧眉 以为这小子 又在找许许麻烦 刚要张口 却被一旁的江淮 拦了拦江许成一顿 却见江淮 只是饶有兴趣看着 江苏没注意楼下的两人 直到江许许终于停下脚步 他扭头一看 脸上顿时闪过一瞬的心虚 但很快又镇定下来 乖乖叫人 大伯 怀哥 你们回来了 嗯 在说什么呢 江许成沉深问 江许许刚要开口 江苏怕他又开口告状 忙不迭快走两步抢先道 大伯 我们再说 今天关家 那个养兄上门的事 你不知道 那人今天张口闭口 拿哥哥的身份 和关家的养育之恩来压人 给我骂走了 江怀挑眉 哦 你还挺厉害 江苏听江怀夸他 当即骄傲地挺起胸膛 那是 也不看看这里是了 在我江家的地盘欺负人 也不看自己什么身份 江苏说着 又看一眼江许许 见他神色如常 听他说着 脸上没有露出半点感激之色 心下又有些不爽 他今年好心给他出头撑腰 他一下午连声感谢都不说 跟他说话也不搭理 简直是没良心 难怪雪西姐说 他不该多管闲事 这人就不值得帮 气不过 江苏决定晃动方式倒撞 大伯 怀哥 你们不知道吧 江许许跟他官家 那个养兄 关系还挺好 他还给他亲手 做了个什么玉牌 听到关系挺好 江宇成下意识 看向江许许 江许许摇头 眼瞼一概 不好 江怀只笑 玉牌 是说护身符吗 我也有的 他一边说着 一边低调 又带点炫耀的 从自己领口处 抽出一条红绳 红绳上挂着的 赫然是个刻着符纹的玉牌 江许许看到他脖子上挂着的 和他贵公子 气质毫不相符的红绳玉佩 眼洁微动 性谋四亮了一分 面上却是依旧如常 江苏没想到 自己难得搞个挑拨 居然还当场失败 眼睛瞪着那玉牌 莫名还有点酸 又巴巴望向江许成 大伯 你也有啊 江许成抿了抿唇 看看儿子脖子上的玉牌 又看看许许 声音沉敛 我没有 江许许却有些意外 你有 我给了的 江许成一正 眼底划过一瞬高兴 又很快宁起眉心 我没收到 嗯 您那快在我这儿 一旁的江怀接话 说得脸不红心不跳 许许托我转交 我没给 江许成文言 面色一沉 板起脸就想教训人 就听江怀不紧不慢道 因为那会儿 父亲犯了个错 所以我替许许 暂时将那个护身扣下了 至于具体是什么错误 他不说 江许成也能想到 眼底闪过心虚 又很快恢复如常 端起威严 板着脸道 许许既然让你转交 就算你有意见 也不能瞒着丝字扣下 赶紧地交出来 江怀耸奸 在我房里呢 待会儿拿给你 不行 现在就去拿 老父亲发威 江怀也不再反抗 镜子上楼拿玉牌 不多时就拿了下来 玉牌依旧是用符带包着 并未拆开 江许成直接当着 江许许的面拆开 看到里面果然是 和江怀一样的玉牌 眼底闪过一丝高兴 面上到底还是克制着 没有显露出来 只是拿在手上摸了又摸 这是你自己克的 手艺上家 没想到 许许还有这种手艺 爸爸收到了 他的玉牌没有红绳 江许成便又 只而重之地 将东西收回符带中 仔细揣进上衣的口袋里 江素看着江许成那动作 眼睛里都有些嫉妒 却不知是嫉妒大伯 居然那么喜欢 江许许送的东西 还是嫉妒江许许光 送了自家 两人没送他 另一边 在江家碰了一鼻子灰的 关起身 回到病房 就看到依旧 等在病房里的父母 和关蕊蕊 见到他 关父盲问 怎么样 他答应了吗 关起身摇头 许许现在真的变了 白淑秦文言 当即骂出了声 那丫头就是个白眼狼 我早就说过了 要我说 求他 还不如求当年 给咱们蕊蕊批命的那位大师 关宝成沉着脸 也有些不高兴 要是能找到 我早就找了 还用得找你说 可是 自从江许许车祸后 他就再也联系不上那位了 也不知道 那位大师是怎么了 白淑秦背对了一下 不敢再跟关宝成抬杠 于是转移话题 那死丫头不肯帮忙 那他别想要老太太留下的手镯 又问关起身 那手镯呢 关起身面上闪过一瞬尴尬 半晌开口 手镯 他拿走了 什么 白淑秦忍不住拍桌 他不办事 还好意思拿老太太的镯子 这小贱人 怎么这么不要脸 躺在床上的关蕊蕊 也是一点气氛 暗骂哥哥没用 居然让江徐徐把镯子拿走了 那不是让他见人如愿了吗 关蕊蕊气得一锤手 却忘了自己还在输液 那针头瞬间往他皮肉里扎 连血液也开始倒流 当下忍不住痛呼出声 好痛 几人一听他喊痛 瞬间齐刷刷往他床边凑去 又是紧张 又是查看他的手背 混乱中 也不知是不是谁压到了床板 原本半摇起的病床 竟冷不丁地塌了回去 关蕊蕊猝不及防摔回床上 这本不该如何 偏偏关蕊蕊哭着喊腰痛 关家人又是暗铃又是喊医生 一通检查下来 说是腰也给扭伤了 白淑琴当即大怒 斥责医院基础设施出问题 导致病情加重 吵吵嚷嚷地闹了好大一痛 关蕊蕊被一刺激 原本只是轻微脑震荡的脑袋 头痛无比 扭头又是一通干呕 关宝成站在边上 冷眼看着这混乱的情景 不要去高的地方 江家 江许许正仔细擦拭着 好不容易从关家人那里 拿回来的手镯 放在台边的手机忽然响起 他一看来电显示 竟是个许久不曾联系的高中同学 江许许接起电话 就听那头有些焦急 关许许 是我 你现在在海市吗 我 车祸在医院 家里又把我卡给停了 你能不能过来看看我 顺带帮我交个费 拜托你了 江许许没有说话 只是听着电话的那头 那头似乎有些心虚 同学一场 你不会连这个都不帮吧 喂 关许许 你还在听吗 我听到了 江许许说 但劳烦你转告一下 你身边那位关太太 想见我 就让关瑞瑞亲自来找我 而不是用这种 上不得台面的手段 哄我去医院见他 说吧 他想也不想 啪一下直接挂断电话 对面的同学直接傻眼 不止他傻眼 一旁的白淑琴 更是傻眼 他怎么知道 是我让你打的电话 又质问那人 你是不是暗示他了 同学 这特么是什么奇葩事 白淑琴不知道的是 江许许自从学了悬术 听力就比寻常人要敏锐 刚才他不说话 正是听到了 那头白淑琴 小声催促那人的声音 他能理解 白淑琴借了别人的电话 联系自己 毕竟他已经将 关家人的联络方式 都落黑了 但他不能理解的是 他们为什么总能用 这么高人一等的姿态 去指使旁人 哪怕现在是他们有求于自己 却还要耍这种手段 让自己去见关瑞瑞 哼 不见 管他去死 江手镯妥贴收好 江许许这才起身下楼 准备去他出租屋 再拿点材料过来做点东西 结果刚下二楼 迎面就看到了 同样准备下楼的江苏 江苏昨晚 显然是熬夜打游戏了 两只黑眼圈十分明显 连带着脸色都有些颓眉 然而在看到江许许的瞬间 还是冲他不轻不重地哼了一声 扭身就要下楼 却不想 江许许忽然叫住了他 等等 江苏被他叫住 还有些意外 以为他终于打算跟自己道谢 顿时有些傲娇的扭头 咋地 他在游戏里跟人连迈 很容易就学到了各种 不属于海誓的方言口语 但这样的话 他也只敢私下里说说 当着江老爷子的面 还是不敢这么说话的 江许许只是看着他 道 今天不要去见网友 更不要去高的地方 江苏文言 只觉得他有病 哼了一声 要你管 说吧 哒哒哒的镜子下楼去了 江许许看着少年的背影 想着刚才看到的 他眉心飘着的黑气 心说他劝过了 少年人要做死 他也没办法 楼下 江苏还在嘟嘟浓浓地说着 江许许莫名其妙 就见陆雪希忽然走了过来 小苏 怎么了 没什么 就是个讨厌鬼 他说着 看一眼陆雪希 问他 雪希姐 你要出去啊 对啊 我约了个网友 今天见面 听到网友 江苏下意识想到了 江许许刚刚说的话 莫名觉得有些巧 怎么江许许刚说完 雪希姐就要去会网友 虽然不相信江许许的话 但他心里莫名有种诡异的直觉 下意识就到 现在网上很多骗人的 雪希姐你一个女孩子 还是不要随便去见什么网友的好 陆雪希文言只笑 小苏这个防范意识很强嘛 不过放心 我这个网友很靠谱的 说起来你也认识 就是游戏里的那个春春 江苏愣住 这个春春他记得的 是个声音有些可爱的小萝莉 好像和他差不多的年纪 因为他喜欢玩游戏 雪希姐偶尔也会上游戏 陪他 组队的时候 就一起认识了这个春春 你们怎么突然想到见面 这不是放假没事 正好就约上了 陆雪希说着 忽然像是想到什么 要不小苏你也跟我一块去吧 江苏 啊啊 陆雪希笑得温柔可人 你不是说我一个女孩子 不好随便出去见网友吗 你陪我去我就不是一个人了 正好春春你也认识 江苏拧眉 想说自己还是不去了 然而眼角余光 正好看到江徐徐已经走到楼下 听到两人的话 还朝他头来一眼 似是提醒 又似警告 江苏莫名脾气上头 仿佛不服书般 那好我陪你去 那你赶紧上去换身衣服 我等你 好好 江苏应着声 扭头愣是朝江徐徐 回来的挑衅的眼神 江徐徐懒得看他 镜子往玄关走 陆雪希像是才瞧见他 柔声和他招呼 徐徐你 你要出门吗 要不稍 等等我让司机送你一程 正要上楼的江苏 听到这话脚下一顿 莫名觉得 这话有些奇怪 但又说不上哪里奇怪 只是下意识看了眼江徐徐的方向 就见江徐徐 只是淡淡偏一眼陆雪希 道 不用 说吧 镜子走到玄关 换鞋 只是在临行前 又多看了一眼鞋柜里的某双限量款球鞋 陆雪希看着他的背影 原本柔晚的目光 缓缓迁起 急履嘲弄 不多时 江苏换了一身衣服 匆匆下楼 整个人还显得没什么精神 剑江徐徐已经走了 忍不住对陆雪希道 雪希姐 要不今天就别见了吧 咱们改天再跟他约 陆雪希顿时一脸不解 都已经约好了的事 我怎么能言而无信呢 而且 刚刚不是你说一个人 剑王有危险吗 陆雪希似是称怪一句 又伸手拉他 好了 你就当是陪我出门 你看你天天闷在家里 人都闷坏了 江苏无奈 只能被他拉着出门 换鞋的时候 却隐约觉得 今天鞋子脚感和平时不一样 只一瞬 又很快被他抛到脑后 他想着 自己一定是被江徐徐 那两句神神鬼鬼的话 给弄得神经了 他的话 怎么能信 嗯 最多 他不去高的地方就是了 第45章 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江苏以为陆雪希约网友见面 最多就是约着 去什么小女生 喜欢的网红打卡店 或者是某个商场买买买 万万没想到 两人约的地方 竟是一所废弃学校 除了春春 还有好几个年轻的少男少女 据说都是网上认识的 其中一人声称是 地产公司的许公子 这所学校 已经被我爸爸买下了 准备重新规划 改建一个大型游乐园 其中这栋楼 准备单独作为密室逃脱的场地 现在还在规划阶段 但我们可以先进去里面 玩玩真人 CS 许公子本名许男图 家在海市 也有一定的地位 平日里除了各种游戏 也喜欢琢磨各种新奇好玩的 其中就包括 在学校进行真人CS游戏 这所学校自建成后 一直各种事情不断 不是学生跳楼 就是精神崩溃 去年甚至还被发现 有个未成年怀孕少女 试图在天台自杀 学校和家长们实在受不了 学校被迫关停 政府也因此将学校拍卖重新规划 我有个朋友 家里就是开CS店的 需要的东西和道具 我都让人准备过来了 到时候 咱们直接分成两组进行对抗 没问题吧 许男图说这话时 眼神却是看着陆雪茜的 在这群人里 陆雪茜气质上家 长相名利娇好 但是站在那里 就已经吸引了好几个男生的目光 更别说许男图这个爱玩的公子 可以说 他今天之所以组织这场游戏赛 就是为了陆雪茜 只是没想到 他居然还带了个弟弟 陆雪茜自然察觉到周围的视线 但他并不在乎 甚至说 他早就习惯了这些人 投注在他身上的目光 只是自顾笑着 视线又落在旁边自进来后 脸色一直不太好的江苏上 关切地问 小苏怎么了 你不是最喜欢玩游戏吗 江苏这会儿 哪有心情玩啊 他看着周围那一栋栋的教学楼 哪哪看着都高得要命 一时有种被江许许说中的感觉 心里顿时 就有些打起了退堂鼓 你出门前 怎么没跟我说是要来这种地方 我不想玩 江苏本来就是个唯我独尊的性子 哪怕是陆雪茜 他不高兴的时候 也不会顾及着对方的心情 陆雪茜听他似是埋怨的话 脸上顿时露出些许受伤的模样我 我以为你会喜欢出来玩 他这一难过 不等江苏开口 旁边几个男的就不干了 他是你姐姐 你怎么跟他说话的 不玩就不玩 谁还稀罕了 许男徒也是不高兴 他的女神不高兴 就算是弟弟也不能忍 小弟弟该不会是 怕叔不敢玩吧 要不哥哥派车送你回家喝杯牛奶 许男徒语气里的嘲讽简直拉满 江苏哪里能忍 当下耿着脖子 我会怕说 玩就玩 待会儿我让你们都给我趴在那叫店 江苏这会儿 哪还记得江许许说了什么 一心只想让这几人跪下叫爸爸 江许许从出租房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接近傍晚 正要踏进家门 忽然感觉不对 掏出口袋里的子服一看 发现子服瞬间烧成黑灰 子服成灰 说明母服也被烧了 想着熊孩子总要吃点教训才知道长大 江许许原本不打算管 但能让他留在江苏鞋底的母服瞬间成灰 江苏惹上的东西显然不一般 尤其遗留在子服上的阴气 有一丝淡淡的熟悉感 江许许想了想 还是扭头重新往外走 就算是看在三叔三审对他还不错的份上 江许许一边给江淮打电话 问在江苏和陆雪茜出去的那个司机电话 一边快速大门外走 走到半路 却见不远处开了一辆熟悉的麦巴赫 江许许想也不想就上去拦车 大佬 哦不 楚少 借个车 楚北赫 他是被这对兄妹赖上了吗 江许许还是理所当然的坐上了楚大佬的车后座 问清楚司机江苏的所在 便让司机直接往学校那边去 半个小时后 车子赶到废弃学校 江许许谢过楚北赫便镜子往里走 只是刚刚进入 就一眼瞧见了不远处那处黑气冲天的废弃教学楼 他拧了拧眉 没想到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棘手 这么浓厚的阴气 这里面至少得是百年以上的厉鬼 只是为什么 他刚才在学校外围的时候 甚至感受不到一丁半点 难道说 这所学校 有结界 没功夫多想 江许许快速朝着教学楼的方向而去 刚进大楼 便感觉到扑面而来的阴煞之气 那丝丝缕缕的黑气 仿佛化作了实质 从四面八方涌动着 似乎要往他身体里钻去 江许许随手抽出一张亲戚服开道 耳边就听到一声熟悉又高亢的嚎叫 鬼啊 是江许的声音 在五楼 江许许没有多想 快步往楼上奔去 为了最快速度上楼 他直接用了一张身轻服 一个清月便是一层台阶 几个月不间就已经来到五楼 刚刚走入五楼走廊 江许许就看到了江许 却见他背上背着一个巨型的残涌弹 此时正拼命在回行走廊的另一头 飞边在他身后 有丝丝缕缕如蚕丝的丝线 翻涌着 朝他追赶而来 伴着那丝丝阴煞之气 寒彻心骨 他每一步都好像踩在了冰窖上 感受着身后蚕丝线的不断逼近 江素直觉自己今天要玩 饶事如此 他也没有放开背上那颗巨弹 他现在就是后悔 后悔死了 明明江许许都提醒过他 可他还是出门见了网友 不止见了 还直接上了楼顶天台 放出了那东西 江素真的想哭 他想打电话给江许许求救 可是他压根没有寄江许许的电话 眼前一花 江素感觉有丝丝银白的丝线 从他眼前划过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那丝线已经迅速缠上他的脖梗和脚踝 江素眼里盛满惊恐 丝线嵌入皮肤的瞬间 他觉得自己今天可能真的要死了 眼泪终于忍不住地滑落 绝望间 他耳边忽然传来一道熟悉的女声 清零而凌冽 此刻却宛若天籁 天雷阴阴 地雷昏昏 上有六甲 下有六钉 我奉射令定斩雷霆 哄 第四十六章 七颗残涌弹 伴着这声力喝 江许许手中一道雷浮飞出 下一秒 三道火雷凭空劈下 瞬间将那黑气缠绕着的蚕丝线 劈成胶灰 连带着那原本缠在江素脖梗脚上的丝线 也化作飞灰 江素浑身一软 整个带着巨弹摔坐在了地上 扭头 看到江许许 眼眶瞬间就红了 张嘴变嚎 江许许 姐 姐 呜呜 我错了姐 江许许却是迅速上前 一巴掌拍在他脑袋上 别嚎了 背上你的蛋跟我走 他刚刚只是逼退了那些残思 这里可不算安全 至于江许背上 那残涌蛋是什么 单看他刚才那么保护的样子 不用想也知道 里面一定是陆雪西 江许被自家老爸拍惯了 冷不丁被他一拍 还有种亲切感 瞬间忘了哭嚎 点点头 迅速背起那颗一人高的残涌蛋 爬起身 江许许带着他跑回楼下 趁着暂时安全 他随手抽出一张黄符一甩 黄符在他手里 瞬间好似刀片一般坚韧 江许只见他两指 捏着那张黄符随手一划 刚刚被他放在地上的残涌蛋 瞬间破成两半 下一瞬 一个女孩子从蛋里摔了出来 江许赶紧将人扶住 江许许看到那明显陌生的小姑娘 还愣了一下 这是谁 陆雪西呢 她是春春 雪西姐 她还在楼上 江许说到陆雪西时 语气有一瞬的僵硬 江许许没有注意 只是听到人还在楼上时 难免皱眉 你们三个见面就见面 为什么非要约这种地方 江许许简直要被他们无语死 正常网友见面 谁会选这种地方 江素表情僵了僵 看向江许许 脸上有明显的心虚 不 不是三个 江许许讹呃脚一跳 忽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们九个人 除了我和春春 还有七个在上面 江许许 这年头 做死都要扎堆凑的吗 可七条人命 她想当做不知道都不行 你带她先离开这里 我去找人 江许许说着不要走 江素却忽然一把拉住她 她脸上还是明显惊魂未定的样子 此时却用手背一抹眼 少年表情决然 我跟你一起 我知道他们在哪 江许许看着她 也不推辞 只问她 可能还会遇上刚才的东西 你不怕 你是来救我的 我得对你负责 江素知道 如果今天不是江许许 她肯定已经交代在这里了 她好歹也是男子汉 怎么能丢下她 自己逃命 他们江家人 可不是这种不负责任的 再说那么多人 那么多蛋 她一个人怎么能救得过来 江许许只思索一瞬 便点了头 下一秒 却是从随身的小包中 拿出一块玉牌递给她 这是护身的玉牌 你把它带在身上 要是情况不对 你直接跑 江素看到熟悉的玉牌 眼睛亮了亮 立即摘下自己脖子上的银链子 将原本的坠子扔掉 直接穿上玉牌 带在脖子上 又见江许许在背包里掏了掏 最后掏出一把美工刀 随手取出一张黄纸 在刀柄上缠了缠递给她 给你防身 江素看着那美工刀 嘴角一抽 不都说 大师都是随身各种法器吗 怎么连的桃木剑都没有 这美工刀也太敷衍了 不过 有比没有好 江素一起收了 江许许和她大概沟通了一下 待会儿可能发生的情况 确定江素听懂了 这边又从包里 逃出几张黄纸 江素只见她手上一甩 黄纸瞬间在空中绕成一个圆圈 而后迅速自春春上方落下 直接在她周身 竖起一个屏障 江素简直看呆了 江许许竟然真的会法术 她忽然对手里的小美工刀多了点信心 两人重新上楼 到了楼顶天台 却发现天台处的门上 已经开始被丝丝缕缕的蚕丝缠绕 江许许直接拿出火符烧了蚕丝 打开门 便见天台上方 此时正整整齐齐摆放着七颗巨蛋 江许许示意江素躲在门后 自己抬步入内 江许许自认自己足够谨慎 却不想就在踏进天台的一瞬间 眼前一阵天旋地转 反应过来的时候 整个人已经陷入了另一个幻境 依旧是眼前的天台 场景却是另一个白天 一个身穿校服的女孩 被另外几人推扫着 跌坐在地上 很快有人上去坐在她身上 开始在她身上各种乱掐 你卖个百摊卖小吃的 倒是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 这肉多 掐起来手感就是好 你们也试试 记得掐衣服遮住的地方 别让人发现了 我听说有的人掐完 立刻就亲自了 不如扒了她衣服看看 女孩拼命挣扎着 却还是被扒光了上衣 几个女生围着她哈哈大笑 甚至拿出手机拍照 女孩抱着身体 痛哭求饶 场景一转 女孩站在天台顶端 衣容整洁 却是毫不犹豫 从楼顶一跃而下 又是同样的场景 却是一个穿着校服的少年 她站在和女孩同样的位置 手里拿着一达试卷 眼神麻木 手里一遍遍撕着试卷 最后 她将撕成碎条的试卷 随手一扬 碎纸条漫天飞舞 少年也伴随着漫天飞舞的纸条 一跃而下 江许许就站在原地 看着那些来来往往 不断在这里消失的年轻生命 他们或饱受霸凌 或因学业压力过大 或被猥亵 却反遭非议 心中皆是对周围 或学校的怨恨与不平 他们的怨气 日复一日 包裹着这栋教学楼 叫后来的人也受到影响 或许有些人并不想死 但他们依旧选择了结生命 哪怕是他透过时空 看着那一幕幕 都仿佛感受到 那若有肆无的怨念 在朝他倾袭而来 江许许拧眉 正要设法离开 眼前场景再次一转 而这次出现的人 让他正于动作的守护的停住 新的场景里 是个十六七岁模样的少女 和前面那些学生不同的是 少女的腹部有轻微的隆起 此时他护着自己的腹部 一步步往后退着 而他面前 朝他缓缓逼近的 是关瑞瑞 第47章 林瑞瑞 与此同时 医院 关瑞瑞躺在病床上 整个人再次陷入了噩梦之中 作为关家最受宠爱的小公主 关瑞瑞从来都是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他知道 关家算不上顶级豪门 但这并不妨碍 他在普通人 依旧是天之娇女的存在 最初 他注意到林瑞瑞 只是因为他和自己同名 当偶然听到 同学用熟悉的名字 叫另一个人的时候 关瑞瑞心底是不高兴的 一个穷鬼 却叫着和自己一样的名字 他嫌恶心 但为了维持自己 在同学心目中的形象 他并没有表现出来 反而对外声称 这是一种缘分 只是言语间暗示同样名字 让他分不清 是叫他还是林瑞瑞 有些苦恼 秦浩家与关家 有合作往来 秦浩从小就喜欢他 作为他最忠诚的舔狗 在听到关瑞瑞的烦恼时 自然第一时间为他排忧解难 秦浩开始公然霸凌林瑞瑞 待人堵在他上学的路上 故意将他的饭盘打翻 将他的桌椅和书籍 扔到垃圾站 每次看到林瑞瑞狼狈的样子 就会毫不犹豫地嘲笑对方 关瑞瑞对他的表现 只轻飘飘地称他 不要欺负同学 不轻不重 如同挠痒 更像是变相的鼓励 秦浩更加积极主动地 找林瑞瑞的麻烦 关瑞瑞起初 并没有将这么一件小事 放在心上 直到有一天 他突然发现 秦浩围在他身边的时间 越来越短 连每日雷打不动的信息关怀 都突然不见了 关瑞瑞不喜欢秦浩 但这并不妨碍 他习惯秦浩对他的殷勤讨好 他想知道为什么 于是第一次主动 关注起秦浩的事情 结果 便叫他撞见了那一幕 秦浩将林瑞瑞压在墙上 整个身体紧紧贴着他 不顾林瑞瑞的挣扎 强制又霸道地亲吻着他 嘴里甚至喃喃念着 林瑞瑞 我喜欢你 你听话 我就不欺负你 关瑞瑞一开始以为 秦浩只是在变着花样 戏耍林瑞瑞 甚至于 他把林瑞瑞 当做了自己的替身 直到他主动给了他一次 靠近自己的机会 秦浩却不为所动 后来 他玩笑式地 问起那个林瑞瑞的事 秦浩看着他 难得认真的说 瑞瑞 我以后可能不能喜欢你了 因为他喜欢上了林瑞瑞 不是替代品 更不是故意玩弄 而是真的喜欢上了 想要他做女朋友的那种 关瑞瑞觉得可笑 一个施暴者 却在施暴过程中 喜欢上了对方 而他居然还妄想 和对方谈恋爱 秦浩就是个人渣 蠢货 关瑞瑞虽然不喜欢他 但更不喜欢 有人抢走属于自己的东西 哪怕那是一块垃圾 于是 他故作欢喜地表示恭喜 甚至主动邀请林瑞瑞 进入他们的小团体 他在秦浩面前照顾林瑞瑞 请他吃饭 实际是让他吃自己 吃剩的隔夜的饭菜 替他做发型 却不小心烫伤他的头皮 给他剪指甲 却意外剪掉他的一块皮肉 秦浩这个垃圾 偶然甚至会因为 他受伤 表现出心疼 每当这时 关瑞瑞就会万分懊恼 难过地跟林瑞瑞道歉 秦浩自然不会计较 他就是个蠢货 口口声声说着 喜欢林瑞瑞 却不知道 林瑞瑞在他的眼皮底下 遭受着另一种对待 关瑞瑞原本只是想 稍微教训一下 这个胆敢抢他东西的贱人 可谁承想 他却意外发现 林瑞瑞怀孕了 怀的是秦浩的孩子 关瑞瑞说不清 当时知道这件事的感受 就像是一件 他用了很久的玩具 意外沾上了别人的味道 他觉得秦浩脏了 但比起秦浩 他更讨厌 弄脏了玩具的那个人 所以 他趁着林瑞瑞 因为怀孕而惶恐无助的时候 将他约到了 无人的教学楼顶楼 他告诉他 秦浩当初会那样对你 其实是因为我 因为我不喜欢 别人和我同名 所以秦浩 才会主动去欺负你 你以为他真的喜欢你吗 不过是 因为我一直不理他 所以他想要一个 可以供他发泄玩耍的替代品 瑞瑞 虽然很抱歉 但你只是个替代品 他也真是的 就算是为了讨好我 也不需要做到这一步 居然还闹出了人命 林瑞瑞直到那刻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遭受霸凌 甚至被那样一个人 扎打着爱的名义 纠缠不休 他恨秦浩 也恨关瑞瑞 或许是因为崩溃 也或许是被那所 教学楼天台的诅咒影响 林瑞瑞 就那样毫无预兆地流了产 关瑞瑞眼睁睁看着他 跌坐在地上 身下的血流了满地 他惊慌失措 第一反应是跑 无视林瑞瑞恳求而绝望的目光 还有那只挣扎朝他求救的手 关瑞瑞转身就跑 甚至下意识关上了天台的大门 他一路回家 没有告诉任何人 关于林瑞瑞的消息 直到第二天 网上传出消息 有人在二中废弃教学楼楼顶 发现了一个疑似因未成年怀孕 而选择轻生的少女 好在因为发现急时 少女保住了性命 只是孩子没了 后来的某天 关瑞瑞听说林瑞瑞家里 为他办理了休学手续 从那以后 他再没有关于林瑞瑞的任何消息 甚至秦浩也突然转学离开 只是那时的关瑞瑞 已经不关心秦浩如何了 时隔一年 关瑞瑞已经快要忘记 林瑞瑞这个人的存在 他不明白 林瑞瑞为什么会突然缠上自己 他是死了吗 可是他死了 又关自己什么事 又不是自己害的他 如果不是他犯贱 怎么会和秦浩搞在一起 甚至还怀了他的孩子 他流产也不是他害的 明明是他自己命不好 凭什么来缠着他 再一次在梦里循环着被吓醒 醒来 再次被吓醒 再次醒来 关瑞瑞崩溃了 冲着眼前关起身 变成的林瑞瑞破口大骂 林瑞瑞 你死了 关我什么事 又不是我害的你 你凭什么这样折磨我 你以为这样能吓唬我吗 我才不会怕你 你就是个贱货 跟秦浩搞在一起的贱货 我不怕你 我不怕你 等我爸爸找到厉害的大师 我要他收了你 我要让你魂飞魄散 贱人 仿佛被他的话语激怒 面前的林瑞瑞 忽然变得无比猙獰 这一次 关瑞瑞没有再醒来 因为林瑞瑞伸手 直接掐住了他的脖子 他要他 再也醒不来 第48章 江苏 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 梦里的林瑞瑞流着两行血泪 模样恐怖而害人 他眼底满是对关瑞瑞的恨 一双手更是死死掐着他的脖子 现实中 病床上的关瑞瑞 在梦中忽然开始剧烈抽搐 整个人仿佛像是被死死扼住呼吸 病床边的仪器开始响起尖锐的叫声 很快 医生和护士冲入VIP病房进行各种急救 混乱中 不知是谁的手触碰到了病床上的关瑞瑞 梦境中的林瑞瑞仿佛被一股大力弹开 下一秒 关瑞瑞属然从现实中睁眼 惊恐地大口喘息着 与此同时 教学楼顶楼天台处 将徐徐定定 看着关瑞瑞将突然流血倒下的少女丢下逃跑 嘴角牵起一抹冷冷的嘲讽之色 他似乎沉浸在少女绝望的幻境之中 没有发现四周再次朝他悄然靠近的蚕丝 那丝丝缕缕的蚕丝化作黑气 试图一点一点钻入对方的体内 却见 原本一动不动的江徐徐 掌心忽然有一点金光泄出 那点金光晃晃悠悠 下一秒 瞬间破开眼前的幻境 江徐徐竖然睁眼 目光陡然锁住天台的某一处 随即三道雷符从他掌中飞出 天雷阴阴 地雷昏昏 上有六甲 下有六丁 太上有令 定斩雷霆 轰 依旧是熟悉的雷咒 江徐徐想着三道雷符 至少能逼对方显出原形 哪怕不能中创 也要找机会先把人救出 却不想雷符抛出的瞬间 手中同时似乎还有一点金光 跟着雷符一起飞出 江徐徐来不及收回金光 就那样念完了雷咒 而就在他喝出最后一个字的瞬间 只见顶楼的空中电光一闪 下一秒 三道子雷朝着江徐徐雷符抛出的位置 狠狠劈下 江徐徐疏然瞪大了眼 子 子雷 然而不等他多想 便见子雷劈中的位置 陡然出现另一颗残涌蛋 与其他巨蛋不同的是 那残涌蛋只有孩童大小 通体血红 仿佛是用血染透的一般 红色蚕丝蛋 在子雷劈下的瞬间试图逃脱 然而三道子雷威慑之下 他根本逃无可逃 三道子雷之下 红色残涌蛋的外壳 几乎瞬间化作灰烬 连带着里头包裹着的头骨 一并烧成焦黑 江徐徐看到 有什么东西 从那烧焦的头骨中飞出 他眼眸一动 迅速飞出一张黄符 那东西当即被包裹在黄符之中 子雷过后 万物皆清 躲在门后的江苏都看待了 原本以为江徐徐 先前救他的那道雷 已经够帅了 没想到 那根本不是他姐的实力 这才是 姐 你就是我的姐 那个头骨 是不是就是罪魁祸首 咱们现在是不是安全了 哪怕是他 也感觉到 原本缠绕在空气里的那丝阴冷 在刚才的子雷后 消失无踪 江苏觉得 身上就是前所未有的轻松 这会儿正兴奋地围着江徐徐打转 江徐徐也在感慨自己的威力 这不止重创 他是直接把本尊错骨成灰了呀 你刚才看到了 那三道子雷 江徐徐还有些不确定 刚才那是自己的雷符照出来的 江苏以为他是在自夸 顿时十分捧场 看到了 三道那么粗的子雷 超酷 江徐徐暗暗倒吸了口气 真的是子雷 他没有看错 雷电本身就有克制天地斜碎的力量 而子雷 更是能直接消灭斜碎的存在 这么厉害的子雷 居然被他照出来了 江徐徐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还能照出子雷 师傅虽然说过他天赋极佳 但到底 学习悬术的时间太短 能够照出普通的雷电 已是极好 江徐徐总觉得有哪里不对 没等他继续深想 他的目光 又看向前面那七颗巨蛋 刚才子雷的雷气扫过 原本包裹着几人的蚕丝 已经破裂 先救人 江徐徐说着 直接抽出黄符 刷刷几下 劈开两颗残涌蛋 江素健壮 也忙掏出他的美工刀 小心翼翼割开另外的残涌蛋 很快 七人被从残涌中解救了出来 显然都已陷入昏迷之中 姐 这怎么办 是不是得打电话报警啊 江素这会儿叫姐 已经叫得十分顺了 江徐徐看着几人 直到 先叫救护车 把人送医院吧 这几人虽然被阴气侵蚀 但总算并不严重 江素文言十分听话 正要掏手机 就听声后 一声略显低沉的男声开口 我已经让人打过电话 救护车很快过来 两人扭头 却见楚北赫 不知何时也上了楼 他目光沉静地 看着面前的一切 黑眸扫过几人身下的蚕丝蛋壳 眉风指微微促起 却并没有表露太多的诧异 楚北赫一开始 并不打算多管闲事 但看到教学楼这边 一闪而过的闪电 他还是走了进来 走到教学楼下 就发现了躺在地上的女孩 星知这里一定出了事 这才顺着动静上了楼顶 江许许看到楚北赫身上 那几乎刺眼的金光 先是一愣 下一秒 脑海中输然灵光一闪 忽然像是明白了什么 刚才 他跟着雷浮一块抛出的 似乎是之前 从楚北赫身上 抓到的那一点金光 所以 那三道紫雷 是大佬的金光引来的 一瞬间 江许许看向楚北赫的目光 复杂而炙热 复杂是因为 他刚刚原来不是凭自己的力量 照出的紫雷 炙热则是因为 楚大佬身上的金光 竟然还有这样的用法 江许许心底 忽然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就在江许许看着楚北赫的时候 楚北赫也在看着他 黑眸中的审视毫不遮掩 他想问点什么 但第一次 不知道从何问起 刚刚张口 就感觉一道清风吹过天台 下一秒 只见七人身下的残涌壳 仿佛瞬间化作烟尘 消散在清风之中 楚北赫眉心一跳 忽然 他不想问了 反正这肯定不是科学能解释的东西 没等几人继续对眼前的情况进行交流 很快 楼下再次传来脚步声 这次来的却是江淮 他身后还带着司机 看到天台中导致的一地尸体 江淮第一次脸都清了 看向江素 语气里满是克制的阴沉 江素 你最好给我一个解释 第49章 玉牌 不能给我吗 江许许先前是找江淮联系司机要的地址 江淮会过来并不意外 江素却不知道 看到江淮 顿时像是耗子见了猫 下意识就往江许许身后躲 这回真不是我的锅 说着 还不忘扯一下江许许的袖子 姐 姐你帮我跟怀哥解释一下 江淮看着江素的小动作 暗暗挑眉 就见江许许真的解释了 嗯 不是他的锅 江淮心说 不是他的锅还能是谁 眸光就忽然落在了旁边地上 躺着的露雪溪身上 所以这才是那个锅 不过 看着眼前倒地的七个人 他也没有继续深究的心思 人没事就好 很快救护车赶到 将楼顶七人 连同楼下的春春 一起送到医院 听说露雪溪出世 江汉和江城都迅速赶了过来 听说事情经过 又见雪溪昏迷 而江素完好无损 当下忍不住一通责问 你怎么回事 跟雪溪出去 怎么没好好保护好他 雪溪平日里那么疼你 你但凡有点良心 也不敢让他出世 回头奶奶回来 看你怎么跟他交代 江素原本还想跟两个堂哥 讲述一下自己今天的惊心动魄 冷不丁被兜头一通责问 当下气得脸都憋红了 你们知道什么 你们怎么知道 我没保护他 你们怎么不问问他当时 江素到底是少年星星 被无缘无故地这样责问 又是生气又是委屈 但到底没说出更多 直扭头 气呼呼地跑了 江汉和江城觉得 江素是做了错事 又不敢承担 也不理他 江许许不知道病房里的事 他刚刚去另外几个病房看过 随手出了他们身上残余的阴气 刚走回来 就见江素气鼓鼓地从病房冲出来 扭头就进了安全通道大门 安全楼梯内 江素气得用手背 狠狠抹了下眼泪 他倒不是娇气得 连被说两句都不行 他就是觉得委屈难过 当时虽然一时冲动 答应了进楼里比赛 可他一直注意着周围 那些残丝线突然出现的时候 他们一群人都没反应过来 眼看着已经有人被缠上 他第一反应 就是拉着陆雪西跑 甚至在那些残丝线 快要缠上陆雪西的时候 都视他扑过去 替他挡住 结果 看到他的双脚被缠上的瞬间 陆雪西直接就挣开他的手跑了 反而是春春扑过来想帮他 结果两人都被缠住 后来他是怎么挣脱那些残丝的 他记得当时 就是脚底板突然像被烫了一下 紧接着 原本缠着他的丝线就突然断开 他就趁机抱着 已经被缠成勇的春春跑走 当时情况危急 没来得及多想 这会想起 江素立即脱了鞋子查看 结果 就看到他鞋垫上一层黑灰 明显是什么东西被烧过的痕迹 仔细一看 角落还有一小片黄纸 看到那黄纸的瞬间 江素下意识想到 江许许用的黄服 心下仿佛明白了什么 眼眶顿时更红了 原来 自己一开始就是 被江许许救的 他明明提醒过自己 可他就是不听 非要跟着陆雪西出门 结果他非但不生气 还偷偷在他鞋底塞了黄服 保护他想到这里 江素忍不住哭得更起劲了 这回却是感动的 不仅感动 更是懊恼 他之前那么针对他 还联合江汉那两个 傻缺逼他离家出走 他居然还愿意帮他 正哭着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门 被推开的动静 江素下的一个机灵 瞬间止住了眼泪 扭头一看 居然是江许许 他有些吃惊地瞪大了眼 却忘了他刚刚还在哭 江家基因本就不错 江素长相本就有那么几分 美少年的意思 这会眼睛红红的 连眼睫毛都挂着泪珠 乍眼看去 竟有那么几分脆弱美少年的意味 江许许微微挑眉 江素脸刷一下就红了 既是尴尬 又是羞的 你来这里干嘛 话说出口 又惊觉自己口气似乎有些冲 立即放软了声 我不是说你不能来这里 我是说 你要是想来这里透气 我 我把地方让给你 见识过江许许的本事 江素现在 对于江许许 是完全服气的 可想到自己之前对他的态度 想着他指定瞧不上自己 原本在教学楼叫的顺流的姐 一时静又叫不出来了 我来找你 江许许说着 忽然朝他伸出手 之前借你防身的玉牌 该还我了 他的态度 冷酷的 好像两人先前 没有一起面对过患难一样 江素眼眶瞬间又有些红 但却是下意识地 护住自己脖子上的玉牌 也忘了刚才的委屈与懊恼 巴巴地看他 这 这个玉牌 不是给我的吗 跟给怀哥和大伯的一样 江许许就拿眼瞥他 只是暂时见你的 没说给你 江素明知道他说的是真的 可是 不想给啊 除了因为带着这玉牌 确实能护身 也是因为 他想让他接纳自己 姐 姐 这个玉牌 不能给我吗 怕他不答应 他又忙表示 之前都是我不懂事 姐 我以后一定不跟你对着干 你让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江许许就那样看着他 你真想要 江素用力点头 想要 江许许 便又将手往他跟前递了递 张口 像个莫得感情的算账工具 玉牌二十万 加上这次的报酬 四张雷服算四十万 一共是六十万 支持银行卡转账和某宝转账 就冲他先前对他的态度 拒就他已经是看在大家亲戚一场的份上 该算的账江许许自然不会跟他少算 江素也知道自己之前表现不好 听说要钱也没有不答应 只是临时抖了个机灵 我钱都在微信里 姐 要不我们先加个好友 我转给你 江许许只一眼 就看穿了少年的小心思 也没揭穿他 拿出手机 直接加了对方的好友江素 看着已经通过的好友页面脸上明显一喜 不敢耽误 快速给赚了六十万过去 江许许不客气地直接点击接收 看到入账的金额顿时眼眸微弯 既高兴进账 又感慨 江家果然连个孩子都这么有钱 六十万 眼睛不眨的就给出去了 则 两人又回到病房 陆雪熙已经醒了 看到江素时有一瞬的尴尬 但很快又恢复如常 笑着朝他伸手 眼底满是担忧 小作 刚醒来没见到你 把我担心坏了 你没事吧 第五十章 死去的林芮芮 江素听到他的话 再看他面上的担忧 却是撇过头不理他 一旁的江城健壮顿时沉了脸 江素 雪熙在关心你 你这是什么态度 你管我什么态度 江素这会儿 已经恢复了先前的状态 冲着江城就是干脆回怼 却依旧没有要搭理陆雪熙的意思 他过去一直把他当做自己的姐姐 可教学楼里的事 确实让他心里有了疙瘩 哪怕知道 那是普通人面对危险的正常反应 他也很不喜欢被抛下 尤其是被自己信任的人抛下 陆雪熙看着江素的态度 眼眸微闪 微微垂眸 直到 小苏 今天的事都是我的错 如果不是我 非要拉你陪我过去 你就不会遇上这种事 姐姐要跟你说一声对不起 陆雪熙说得诚恳 只是配上他这会儿略显苍白的脸色 一下子就让旁边的江城忍不住心疼 雪熙 你跟他说什么对不起 现在出事的是你 该跟你道歉的是那臭小子才对 江城哥 你别这么说小苏 这件事说到底责任在我 小苏有努力保护我的 你别为他说好话了 他要是真有好好保护你 为什么他自己好端端的 你去进了医院 一旁的江汉也道 雪熙妹妹 你就是太喜欢给自己懒责了 他也不是小孩子 你不能总是这么惯着他 退一万步说 就算今天是他出事 那也是他没保护好自己 眼见着两人又开始朝着自己数落 江苏听得险些要吐血 原本不想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质问陆雪熙 这会儿却是忍不住了 你们就知道一个劲地谴责我 你们怎么不问问他干了什么 我一早就说过 我不想去见什么狗屁网友 也不想玩什么狗屁 CES 他非要带着我 现在出了事 你们反过来怪我 你们怎么不问他 他有危险的时候 是我挡在他跟前 可是他呢 扭头松开 我就自己跑了 江苏以为把话说出来后 会得到两个哥哥的支持 却不想 江汉和江城看着他 却是依旧一脸的谴责 雪熙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江苏 你不要在这里胡说八道 雪熙妹妹带你出门是一片好意 你良心是为了狗吗 居然还反怪怪的 陆雪熙则是忽然掩面低气出声 江汉哥 江城哥 你们都别说了 小苏说的对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带他一起出门 害他陷入那样的危险 却没有保护好他 两个江顿时又是一通哄 一边哄又一边骂江苏 江苏气的鼻子都要歪了 他明明解释了 可是 为什么他们都不听 还有陆雪熙那话说的 说承认又没承认 说否认也没否认 明明说的是自己的错 但听在耳朵里 还是他在无理取貌 这一刻 他忽然就明白了 当初江许许被他们 针对时候的心情 再看江汉和江城 只觉得这就是两大傻逼 正憋着火气 却听旁边 江许许仿佛没听见面前 这一通对话 镜子开口 人既然醒了 我就先回去了 说着 又看一眼江苏 问他 你走不走 江苏先是一愣 但很快反应过来 点头 走 姐 我跟你一起走 冲着病房里的陆雪熙几人 狠狠翻了个白眼 江苏扭头 又变脸似的 笑呵呵 便跟上了江许许 眨眼间就不见了踪影 与其跟傻逼继续浪费口舌 还不如跟他姐回家好好休息 留下病房里的三人 尤其是江汉和江城 面面相去 他们还没骂完呢 怎么就走了 陆雪熙更是微微低头 垂眸时 眼底满是冷意和懊恼 废弃教学楼再次出事 尽管没有闹出人命 事情也引起了警方的重视 网络上关于废弃教学楼的事情 再次闹得沸沸扬扬 连过去在教学楼出事的人 也被再次扒了出来 医院里 好不容易死里逃生的关瑞瑞 看到网上的报道 吓得将手里的iPad 一把摔在了地上 这回却是再也不端了 哭着喊着要求找大师 求官徐许也行 只要他有办法救我 不用等他过来见我 我可以去见他 只要他能受了那个林瑞瑞 我受不了了 那个林瑞瑞变成鬼来找我 他想杀了我 另一边 关瑞瑞心心念念的江徐许 此时却出现在了一栋 老旧的居民楼前 老旧的楼房 到处都是斑驳的痕迹 墙上 门上是贴得密密麻麻的小广告 居民楼里 时不时传出一阵吵闹声 旧楼没有电梯 江徐许一路顺着楼梯爬上六楼 顺着手中的气息 站在了六楼的一间屋子前 伸手拍门 拍了好一会儿 屋里终于传来脚步声 打开门 却见门内站着一个 形容枯稿的中年妇女 她神色憔悴 看着门外的江徐许 有些茫然和疑惑 姑娘 你找谁 江徐许看着眼前的中年女人 缓声开口 道 我找林芮芮 中年女人目光一闪 做事就要关门 她死了 江徐许伸手一把握住门板 明明只是那么随意的一搭手 力道之大 却叫女人手里的门丝毫不动 我知道她在里面 江徐许说着 顿了顿 我是来帮她的 中年女人面上一颤 看向江徐许 眼底隐约可见明显的红血丝 在张口时 声音里带着几分隐忍的颤抖 你是谁 是秦家派来的吗 江徐许摇头 我姓江 你可以叫我徐许 中年女人就那样看着她 眼中闪过挣扎和痛苦 最终 缓缓让开了门 进来吧 略显逼子的小屋 客厅里没有沙发 却摆着一张床 中年女人也没有请她坐下的意思 带着她 镜子到了屋里唯一的一间卧室前 她先是敲了敲门 随后也不等里头回应 禁止打开房门 江徐许顺着打开的房门 终于看到了屋里的情形 收拾干净的小屋内摆着一张床 而床上 此时坐着一个少女 长发披散 目光呆滞 如同木偶 正是关瑞瑞口中 那个已经死去的林瑞瑞 江徐许想 她果然猜对了 第五十一章 救救我的孩子 林瑞瑞没有死 在关瑞瑞丢下她匆匆跑掉之后 她被人及时救下了 虽然孩子没了 但好歹留下了一条命 过去在学校遭受了什么 林瑞瑞父亲早亡 林姆独自拉着孩子长大 哪里能接受 女儿受到这样的欺负 她愤怒地找到学校 试图讨个说法 学校对此却含糊其词 言语间 还有责怪林瑞瑞 玷污学校声誉的意思 林姆只是攻心阶层 林瑞瑞的学费 都是靠着林妇留下的 抚恤金勉强维持 本意是 希望女儿能够 救读一个好的学校 却不想 竟然遇上了这些事 学校不肯作为 一个公道,却不曾想,正是这个举动,叫她和女儿陷入另一个深渊。 林瑞瑞未婚先孕,却偷偷跑到废弃教学楼企图自杀,一开始虽然也引起网友的同情,但很快,网上的评论就开始变了位。 未婚怀孕又害怕家里知道,跑去教学楼自杀。 现在的学生正经不学好,光学会乱搞了,同一楼上早恋有风险,造人需谨慎。 男方是谁?能闹到自杀,估计是被男方抛弃了吧? 现在的小女生简直了,一点小事就要死要活的。 女生不自爱,活该被抛弃。恋爱脑只配去挖野菜,流产也活该。 听说有些学生妹在外接兼职,这个林瑞瑞该不会也是吧。 楼上嘿嘿,真相了,不会吧,这也太恶心了。 也不知道家长怎么教的,还想靠流量来骗同情,一家子都恶心。 一开始只是有几个人带了节奏,不过几个小时的功夫,评论区一片都是在说林瑞瑞做兼职搞大肚子的事。 后来的人一看评论区,先入为主认定真相,又开始新一轮的谩骂和恶心。 网上的评论瞬间就失控了。 灵母想要辩解,可没有人听她们的,连单位同事甚至邻居也开始指指点点。 甚至还有人挖出了林瑞瑞的联系方式,直接私信问价钱。 林瑞瑞好不容易从鬼门关回来,睁眼看到的却是对她铺天盖地的谩骂与羞辱。 不过17岁的孩子,哪里受得了这样接踵而来的恶意,终于在一天夜里,疯了。 说她疯了,却也不然,她不会大吵大闹,甚至不会说话。 除了配合基本的坐卧位时,她不再给人任何回应,每天就那样静静待着,形如木偶一般。 林母觉得是自己害了女儿,干脆给女儿办理了休学。 为了治好女儿的病,她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却始终徒劳无功。 因为照顾女儿,林母工作也出了问题,只能被逼辞职。 后来,秦昊某天找上了门,她才知道,秦昊就是把自己女儿害成这样的罪魁祸首。 甚至于之前那些评论都是秦家为了帮秦昊摆脱舆论而买的水军。 而秦昊明知自己家里做了什么,却在事后才假惺惺的上门提出补偿。 林母恨毒了秦浩 恨不得当场杀了她 可她不能 因为她一旦坐牢 就没有人能照顾瑞瑞了 说她软弱也好 无能也罢 林母最终选择了搬走 彻底远离秦浩和秦家 可每一次 秦家总能找到他们 秦浩每次过来之后 秦家就会找上上门威胁 林母只能再次带着女儿搬家 为了让瑞瑞过得清静些 我甚至直接对外宣称 她已经死了 林母看着江徐徐 眼睛里不见半分光芒 现在网上早就忘记了 还有瑞瑞这么一个人 我也不希望有人知道 她还活着 再来打扰她 我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瑞瑞还活着 但如果你说的帮她 是利用网络 我不需要 真的不需要了 生活的苦难 对未来的绝望和茫然 已经叫她挤不出一滴眼泪 但只听她的声音 却能感受到 她内心的痛苦与悔恨 江徐徐难得的伸手 主动握了握林母的手 放心 我说的帮 是帮她恢复神志 林母摇摇头 没用的 那么多医院都说治不好 我已经习惯了 就当是 她的女儿 提前得了阿尔兹海默症 她总能照顾好她 江徐徐见她不幸 也不再说话 随手抛出一张黄服 林母只见那黄服无风自动 竟是直直悬浮在了 女儿的头顶上方 更让她意外的是 向来对外界毫无反应的女儿 此时竟像是被吸引了一般 缓缓抬头看向黄服处 林母瞳孔微震 不敢置信地看向江徐徐 江徐徐指道 她之所以无知无觉 是因为她的遗魄 一直被拘在废弃教学楼的楼顶 我偶然发现那一魄 这才顺着气息找了过来 说着 她从背包里 掏出一个用黄服叠成的小灯笼 灯笼里是空心的 明明没有东西 里面却隐隐还散出点点光亮 她说 如果你信我 我会试着 为她将这一魄引回身体里 林母看着头顶 那凌空悬浮的黄服 再看江徐徐手中的纸灯笼 此时哪里还有不幸的 当下眼眶泛红 狠狠点头 我信 我信你 小大师 你救救瑞瑞 救救我的孩子 得她托付 江徐徐这才点头 从背包里 掏出朱砂小笔 凑到床边 用朱砂笔 在林瑞瑞的眉心处 迅速画了一个隐魂笼 下一秒 又见江徐徐将手中的小纸灯笼 放入她的手心 口中轻念 天到清明 地到安宁 人到虚静 三魂俱破 我奉射令 破归 随着她最后两个字落下 便见原本悬浮在头顶的黄服 迅速将纸灯笼包裹其中 与此同时 林瑞瑞眉心处 似有一道红线 与黄服包裹的灯笼相连 林母只见 那灯笼内竟有一点荧光 顺着红线一点点 朝着林瑞瑞的眉心而去 猜到那点荧光 就是女儿那丢失的遗魄 林母末地平住呼吸 生怕自己呼吸重了 将女儿的遗魄惊走 眼见着那荧光 很快爬到眉心的位置 就在她即将没入眉心的瞬间 忽然 林母耳边听见一声 被一股力量拉扯一般 猛地将她拉回那黄纸 包裹的纸灯笼处 第52章 你那位出生的孩子 啊 林母忍不住嘀呼 眼底露出慌乱 将许许神色不改 手中三张黄服迅速飞出 干脆地将纸灯笼 层层包裹其中 那被拉扯的荧光 总算停在了半空 将许许还没来得及换气 便见原本包裹纸灯笼的黄服 竟一张张开始化成黑灰 她眉心末地一拧 又是三道黄服飞出 送入林瑞瑞的眉心处 就在荧光彻底 没入林瑞瑞眉心的瞬间 只见虚空那道 原本连接纸灯笼的红线 瞬间消失 而此时 被六张黄服包裹的纸灯笼 却开始剧烈地摇晃起来 林母都被吓坏了 甚至顾不得 去看自家女儿如何 江许许眼见着隐魂结束 当下毫不客气地仰手 直接一道灵光打入纸灯笼 轻声低贺 给我安分点 那纸灯笼 就像是被人凭空拍了一巴掌 停了一瞬 却依旧不干事地剧烈晃动着 想要朝林瑞瑞靠近江许许 干脆掏出一捆红绳 红绳飞出 直接将纸灯笼捆吧捆吧 捆成一个毛线团 随后又一道黄服贴上 这才终于让她安分下来 塞回背包 林母在一旁都看傻眼了 小大师 这是 该不会也是她女儿的魂魄吧 这里面是 江许许刚要出声 却听床边 忽然传来一声 有些嘶哑的低横 妈 听到这个声音 林母浑身猛然一僵 再也顾不得那毛线团 疏然扭头 看向床上的林瑞瑞 再清楚地 对上女儿视线的瞬间 林母这一年多来 早已麻木的心 在这一刻 剧烈颤动起来 她的眼眶 几乎是一下子就红了 瑞瑞 林母声音哽咽 猛地扑到床边 眼泪哗哗直流 瑞瑞 你看我了 你会说话了 瑞瑞 我的女儿呜呜呜呜 林母说着 一把抱住林瑞瑞 再也忍不住地大哭出声 林瑞瑞 只觉自己像是做了一场梦 脸上竟是茫然与无措 不明白为什么自己 似乎只是睡了一觉 她的妈妈 却仿佛老了十年 将徐徐眼见母女团圆 也不打断 镜子出了房间 顺手为两人关上了房门 房间里 林母的哭泣声 和林瑞瑞沙哑的轻哄声 时段时序 过了好一段时间 林母才终于打开房门 她擦着眼泪 哪怕整个人依旧苍老憔悴 却好似瞬间鲜活了起来 眼里仿佛都带了光 她上前朝着江徐徐 又是一阵感谢 江徐徐便陪着她 重新进了房间 屋内 林瑞瑞显然也是刚刚哭过 看向江徐徐 眼神却十分复杂 她认得她 她是 关蕊蕊的姐姐 关徐徐 是关蕊蕊 让你来的吗 林瑞蕊许久不曾说话 声音还有些嘶哑 看着江徐徐的目光里 还带着些许的防备 与畏惧 江徐徐高中 虽然和关蕊蕊同校 但两人不同班 但林瑞瑞也曾听过关蕊蕊 私底下说起她这个姐姐 江徐徐那年 忙着跟师父学习悬术 根本不知道学校的事情 更不知道林瑞瑞的存在 此时见着她的眼神 直到 我现在姓江 和她已经没有任何关系 林母不明所以 又和林瑞瑞解释了刚才的事 知道是江徐徐救的自己 林瑞瑞还有些恍惚茫然 不明白关蕊蕊的姐姐 怎么会懂得这些 但这并不妨碍她谢她 哦 我不知道我究竟发生了什么 林瑞瑞根本不知道 这一年多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只感觉自己 像是做了个很长的梦 梦里 她看到好多满眼绝望的学生 他们从一处天台一一跳下 她看着那些眼神 自己也像是被一团绝望包裹着 无从挣扎 你的生魄被拘 导致这一年多时间里 神志全无 原先我以为 拘住你生魄的 是废弃 教学楼那头骨的主人 但刚刚我为你引魂 才发现 拘着你的 其实是她 江许许说着 从背包将那个 被缠成线团的纸灯笼拿出 林母看到那线团 才想起刚才那东西 剧烈晃动的样子 忍不住挡在林瑞瑞身前 小大师 你这里头究竟是什么东西 江许许谋色微脸 看向林瑞瑞 道 这里头关着的 是你那个还未出生的孩子的怨灵 林母和林瑞瑞同时一愣 看向那线团的眼睛里 满是诧异 那孩子的 怨灵 我猜是当初 你在废弃教学楼流产 孩子的阴魂被束缚在天台 那个地方 本就因为不断有学生自杀 积聚了大量怨气 加上没能出生的婴孩 本身便有极大的怨念 他吸收了怨气 自然成了一个力量强大的怨因 江许许没说的是 那处废弃教学楼 本身就被人布下了一个剧院的法阵 那些残丝线 便是从那阵眼包裹的头骨中 生出的怨丝 那些年不断有学生自杀 应当是受教学楼内的怨念影响 那些怨念 放大了学生心底的绝望与怨气 而当他们死去 他们原本的怨念 就成了头骨的养料 只是不知为什么 本该被作为养料吞噬的怨因 却被头骨留在了红色残涌之内 不但没有将它吸收 甚至是将它保护其中 后来 林芮芮因为网上的谩骂羞辱 导致她的怨气迅速击聚 英灵感受到母亲的怨念 又渴望母亲的陪伴 因此顺着那股怨念 直接将林芮芮的一魄拘走 一方面是陪伴自己 一方面也是想将林芮芮 变成一个和自己一样的怨灵 然而林芮芮还是个生人 所以英灵只能凭着林芮芮心底的 怨训上她的仇人 也就是关芮芮 这也是为什么 当初江许许在关芮芮身后 看到的一开始 只是个怨念聚集的灰影 而不是单纯的阴险 江许许先前试探过 出手打散一块 却发现那东西过段时间 又会重新凝聚 如果不是先前留在江苏身上的母符被烧毁 她从符上 察觉到和关芮芮身上相似的气息 继而寻到那黑气的本源 或许她只能等关芮芮背上的黑气 凝成实体 再一把江气打散 但到那时 林芮芮恐怕已经彻底成为一个死人 这一次也算是误打误撞 及时就出了她的疑魄 江许许说着 目光又重新落回手中的线团包裹的纸灯笼 性谋中牵起一丝冷意 似是察觉江许许眼底的情绪 林芮芮心间微颤 忍不住开口 哑声询问 许 大师 这个孩子会怎么出脸 第53章 听说你们想见我 江许许看向林芮芮 眸光清晨 声音却不带一丝温度 身负怨念 一心作恶的怨灵 只能消除 听到最后两个字 林芮芮身子四肢猛的一晃 一旁的林母 连忙将她抱在怀里芮芮 这个孩子和你没缘分 更何况她还险些害了你 妈知道这样说很残忍 但对我来说 你才是最重要的那个 林母是当母亲的 最是明白母亲的心情 但对她来说 一个甚至不曾见过面的孩子 和她辛辛苦苦拉扯大的孩子 根本不能比 林芮芮感受着林母略微颤抖的怀抱 直闭了闭眼 要说对这个孩子的感情有多深 其实并不然 这个孩子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哪怕没有教学楼的事 她可能也会想办法将她打掉 或许那个孩子的怨气 就是这么来的 她那么怨恨自己 但又那么依恋自己 所以才会不惜一切的 想要把自己留在身边 在她陷入混沌的时间里 她确实感受到 有一个小小的东西 紧紧依偎着自己 林芮芮说不上来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但她依旧不忍心看着她被消灭 许大师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她目光里带着些许哀求 明明是与江徐徐相仿的年纪 眉眼间却已没有了半点 属于她这个年纪的灵动璀璨 江徐徐抿了抿唇 她是服尸 本就不擅长除愿 更何况小家伙身上 除了自己的怨气 和过往自杀学生的怨气 还有属于那头骨的阴煞怨气 她不确定能不能消除 思索一瞬 江徐徐干脆转身出门 拿出手机 拨通了个电话 是我 我这里有个怨音 想让你帮忙除个怨 她情况有些特殊 多少 一百 你之前不是说八十吗 太贵了 给我打个折 嗯 我下午就把她闪送给你 江徐徐挂断电话 回到房间 看到眼巴巴看着她的两母女 知道 我找了人试着给她除怨 如果能够消除她身上的怨气 或许她可以顺利进入轮回 听到这话 林母和林芮芮皆是眼眸一亮 随之而来的便是一通感激 林母又问起 应当支付的报酬 虽然她没接触过这些 却也知道 这样有本事的大师 收费肯定不便宜 江徐徐看着眼前明显营养不良的林母 以及她此时站着的逼子的小房间 直到 我收费一次三百 加上委托厨院的八十 你给我三百八十块就好 林母有些意外 但很快松了口气 迅速拿出手机给她转账 江徐徐收了钱 又给林芮芮留了一张护身符 这才离开居民楼 下楼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待着 很快有一名身穿黑衣黑裤 并带着黑色帽子的青年朝她走来 青年脸上戴着黑色口罩 眼睛弯弯的 像是在微笑 你好 林氏闪送 请问要送的是什么物品 江徐徐从背包里 将被红绳捆着的纸灯笼拿出来 许氏因为离开了居民楼 英灵十分剧烈挣扎着 试图回到母亲身边 黑帽青年看到那乱动的小东西 并不觉得意外 反而淡定地从随身的胯包 取出一个盒子 江徐徐认出那是一盏先前拍卖的 能够暂时封印鹰鞋的法器 一共十二件 这盒子是其中的一件 江徐徐将纸灯笼放进盒子里 当面支付了报酬 黑帽青年当即带着盒子快速离开 江徐徐给刚才的号码发了个信息 说明闪送大概送到的时间 同时给对方赚了八十万过去 刚从江苏那里拿到的六十万没了 还倒贴出去二十万 江徐徐有些肉痛 但很快恢复如常 没关系 这单亏了 可以从另一单那里找回来 虽然是误打误撞 但他也确实解决了某人的问题 趁着现在 他得去讨点利息才行 医院 关瑞瑞躺在床上 不过两天的时间 整个人肉眼可见的瘦了 眼圈乌深 皮肤泛黄 精神违靡 因为前天晚上 那险些被掐死的经历 关瑞瑞这两天几乎没再睡过 哪怕再累再困 也依旧死死撑着 甚至于看周围人的目光 都带着警惕与害怕 就好像对面的某人 会突然变成林瑞瑞 朝他扑过来似的 喝下今天的第三杯咖啡 一旁的白淑琴 头顶包着纱布 因为他今天出门的时候 莫名撞在了台阶上 饶事如此 他心里依旧惦记着自家女儿 来医院包扎完 就立即来了病房区 守着自家女儿 此时更是满眼心疼 瑞瑞 咖啡喝得一滴不剩 这才扭头看向白淑琴 巴巴问他 妈 爸爸找到那个 能救我的大师没有 再不行 你找江徐徐也行 不是说他能救我吗 瑞瑞别担心 你爸爸已经在找了 咱们根本不用求着 江徐徐那小贱人 乖 爸爸妈妈一定会救你的 关瑞瑞文言 顿时一脸暴躁地 将杯子往地上一摔 只听框的一声 磁片四溅 伴随着关瑞瑞 明显焦躁的声音 你们怎么救我 我差点就死了 林瑞瑞变成鬼来找我了 你们根本不知道 他有多恐怖 为什么不带我去找江徐徐 我要去找江徐徐 就算他没办法解决那只恶鬼 至少能帮我吸引恶鬼的注意 说不定 恶鬼见了江徐徐 就不想害他 反而去害江徐徐了呢 他以前不都是这样的吗 只要有江徐徐在身边 原本一直好不了的病痛 就会被他慢慢转移 他恢复健康 而江徐徐会代替他病倒 受伤 关瑞瑞在一想到 那晚林瑞瑞的恐怖 当下不肯继续再等 做事又要去扯手上的书页馆 我要见江徐徐 你们现在就带我去见他 他拿了我的手镯 不能不管我 白淑情见状 忙不迭上前安抚 两人混乱间 病房的门忽然被人推开 江徐徐就站在门外 性谋微调 似笑非笑 听说你们想见我 我来了 第54章 关瑞瑞的忏悔 病房里的关瑞瑞 看到江徐徐的瞬间 先是一愣 随后两眼发亮 这是他第一次那么高兴 见到江徐徐 江徐徐 关瑞瑞有些激动的 想要起身 却望了自己断了腿 腰也扭伤了 此时一动 顿时痛苦的面容扭曲 白淑情看着江徐徐 表情里明显有些防备 先头他们那么费尽心思的 想要他过来 可他都置之不理 今天怎么可能 这么好心过来 你来做什么 白淑情问 江徐徐只拿眼瞥他 不是你们请我来的吗 说话间 关父和关起身 也从外面回来 比起上次江徐徐 见到的样子 两人显然都挂了 不同程度的心伤 就倒霉得很一致 江徐徐目光扫过几人身上 依旧萦绕的点点黑气 隐约明白了什么 却没有多言 镜子走入屋内 严谨一概 我今天来 就两件事 第一 我可以解决关瑞瑞身上 沾染的阴邪之物 但我只答应这一次 未来不管他再招惹了什么东西 都和我无关 不等江徐徐说完 关瑞瑞已经急忙应声 你先救我这一次 只要你愿意帮我 以后 我还当你是我姐姐 江徐徐听到她这话 脸色一沉 只想转身就走 谁稀罕当你姐姐 想要我救你 以后就别再用 这么恶心的称呼叫我 我跟你们官家 已经没关系了 江徐徐的态度 一如当初在晚宴的时候 毫不留情 关宝成眼底闪过一丝阴冷 但很快恢复如常 我们答应你 只要你帮蕊蕊这一次 江徐徐却没有立刻动作 第二 我要你们写一份 手镯转让书 签字改章 关起身闻眼拧眉 何必说这样的话 江徐徐只是瞥她一眼 语气凉凉 那可不一定 顿了顿 更直截了当地补充 我信不过你们 关宝成眼底预设更深 直到 我答应你 江徐徐便要求关宝成 当场写下转让书 并签字改章 为了关蕊蕊 关宝成此时 也不敢放弃江徐徐这个可能 只能乖乖照做 江徐徐收下转让书 这才道 另外 我收费一次五百万 先转账后动手 而且过程中 关蕊蕊必须听我的 白淑琴原本还忍着 听到这里 当下忍不住要冲过来 破口大骂 五百万 你这是故意抢钱不成 小贱人 我看你就是故弄玄虚 找个由头 想把转给我们的五百万 再要回去 说那么多 不就是想趁机额钱 我告诉你 没门 说着又要示意关宝成 宝成 这丫头的话就不能信 赶紧把她赶出去 关宝成脸色同样有些沉 却没有第一时间应声 江徐徐也不多言 随手从背包里 掏出一张黄符 直接朝着关蕊蕊的方向射去 只见黄符无风而动 直接绕着关蕊蕊 身体飞了一圈 随后直接悬停在了 她的头顶正前方 江徐徐这突然的一手 瞬间叫原本对她 不慎信任的关家人住了声 更让关蕊蕊感到吃惊的 是那黄符绕着自己飞的时候 她明显感觉到 身体里那股弱有似无的 阴门感减弱 取而代之的是一点点的暖意 关蕊蕊原本憔悴的脸上 瞬间蹦出了些许光彩 当下毫不犹豫 五百万我给你转 你立刻帮我把林瑞瑞 那个恶鬼消灭掉 江徐徐听她说起林瑞瑞的时候 简直是咬牙切齿 显然是以为 缠上她的是林瑞瑞变成的鬼 眼眸一冷 面上却道 她怨念深重 我没办法消灭她 但我有办法消除她的怨念 让她以后都不再缠上你 关蕊蕊一心只想让林瑞瑞魂飞魂魂魄散 听到江徐徐说 不能消灭的时候 还皱了皱眉 但不等她犹豫 江徐徐又做事要走 关蕊蕊当下不敢再磨叽 你要保证她以后都不会找我 她受够了每次睁眼 都看到那张恐怖的脸 江徐徐心想怨音已经被收走 她没办法再用怨念影响关蕊蕊 她再想见到林瑞瑞的鬼魂 也不可能了 于是点头 但你得听我的 十五分钟后 关蕊蕊看着面前悬浮着的 用黄符叠成的小纸灯笼 有些诧异 又有些不确定的 看向一旁的江徐徐 我真的要这么做 诚心对着纸灯笼 反省你对她做过的事并忏悔 只有她感受到你的悔意 她才不会继续缠着你 关蕊蕊脸色是明显的犹豫 你不会偷偷给我录音 或者录像吧 江徐徐只瞥她一眼 随手掏出手机 丢到一旁的沙发上 关蕊蕊看着手机页面的 未解锁状态 暗暗心安 又看向旁边站着的官家 另外三人 犹豫一瞬 声音里带着祈求 爸妈 哥哥 你们先出去好不好 白淑秦文言却是不解 蕊蕊 我们怎么可能 让你独自跟这个小 跟江徐徐待在一个房间 别担心 妈妈就在这里陪你 关起身也道 蕊蕊别怕 哥哥会在这里看着你 关蕊蕊表情 顿时变得古怪又难堪 江徐徐见着 忍不住笑了 她明显是不想让你们听到 她曾经做过的坏事 发现她外表下 是怎么一颗丑陋的心 这个还非要她明说吗 语气听似诚恳 声音里却满是计较 关蕊蕊脸色一白 江徐徐 你不要太过分 江徐徐看向她 嘴角笑容却是怜起 眼底满是默然 方法我已经告诉你了 要不要做随你 但我只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超过一分钟 我不会再理你这档子时 她说得毫不客气 关蕊蕊毫不怀疑 她说到做到 但是 要她在家里人面前 承认她对林蕊蕊做的那些事 她 她做不到 就在关蕊蕊急得 我先跟我出来 说吧 镜子抬腿往外走 白淑琴和关齐身健壮 虽有些好奇 但到底跟着关宝成 离开了病房 直到病房里 终于只剩下关蕊蕊 和江徐徐两人 关蕊蕊才终于松了口气 扭头看向那 依旧漂浮在半空的小纸灯笼 扮上 脸上露出难过的表情 小声乌液出声 林蕊蕊 对 对不起 我 我知道错了 第55章 便宜她了 我不应该因为你和我重鸣 就暗示 暗示秦浩去找你的麻烦 我一开始 也只是想看你笑话 可是我没想到 秦浩居然跟我说喜欢你 她以前明明一直追在我屁股后头 结果突然就喜欢上你 我就是不甘心 我那天约你去天台 也没想对你做什么 我就是知道你怀孕了 想故意吓唬你 我真的不知道你怎么突然流产了 真的不是我害死的你 呜呜呜呜 关蕊蕊一开始 还试图美化一下自己的行为 但当她发现自己越说 身上的阴冷感 莫名又回来了 但等她说出自己心底的真实意图后 那股阴冷感又慢慢减弱 想到自己说的话 也不会被别的人听到 就当作是轰轰林瑞瑞这只恶鬼 便放心地 把自己每个想法和阴暗的念头 都说了出来 江许许就站在旁边 面无表情地听着 她虽然在幻境中 见到一部分关蕊蕊和林瑞瑞说话的情景 也从怨音和林瑞瑞的疑魄中 感受过他们的情绪 但却无法或知情绪背后的真相 听到关蕊蕊的忏悔 江许许甚至不觉得意外 因为一个名字 故意针对一个无辜的女生 这确实是关蕊蕊可以做出来的事 见关蕊蕊 终于把能说的都说完了 江许许手一抬 小指灯笼直接飞回她手心里 被她收进一个小瓶子里 关蕊蕊看着她的动作 眼睛里还带着些怨毒 这样 你可以保证林瑞瑞的鬼魂 以后都不会找上我是吧 江许许瞥她一眼 回答得认真又敷衍 嗯 我保证 反正林瑞瑞又没死 就算没有今天这事 林瑞瑞的鬼魂 也不可能再来找她 你还要保证 我不会再像现在这么倒霉 先前车祸的时候 她还没多想 但是先是车祸双腿骨折 后面床无缘故的坏了 导致她腰扭伤 更别说这期间 还有各种脖子抽筋 喝水枪到吃饭 噎到这样的事 关蕊蕊在迷糊 也知道自己这是招惹了霉运 说不定 也是林瑞瑞的鬼魂害的 江许许却道 这个我无法保证 因为你现在的霉运 来源于你命格中的灾厄 和林瑞瑞没有关系 非要说有关系 那也只是怨音 附在她身上的怨念 让她更容易招惹灾厄 关蕊蕊听她说起 自己的命格 脸色墨地一变 当即大声道 就算是命格的问题 也得给我解决 你别忘了 你收了我钱的 虽然那五百万 也不是她转的 但这并不妨碍 关蕊蕊的理直气壮 门外的关家人听到动静 这会儿也重新开门进来 关蕊蕊立刻哭着告状 不行 蕊蕊身上的命格 你也得帮她一并解决 你之前说过的 难道你想拿了镯子 就不认账 关宝成也沉着脸 仿佛江徐徐只要说一句 不管这事 他就让她出不了这个门 江徐徐对此只是冷笑 你们关家谋划了 十八年都没能成功的事情 现在想着 花五百万外加一个镯子 就一次性解决 你们怎么想的那么美 别说我做不到 就算我呢 我又凭什么帮她 她是你妹妹 关蕊深沉着生 还试图用姐妹 亲情教育她 江徐徐真心觉得 关家人脑子里有坑 尤其是这个关起身 我最后说一次 我和关家已经没有关系 不要再拿什么姐姐妹妹那头 来恶心我 说着 她看向关宝成 我当初说的 本来就是解决她十八岁的大劫 你们的女儿霸凌他人 毁了一个女孩 本该好好的一生 这才遭了今天这场劫难 现在她性命无忧 只是让她躺在这里 已经算便宜她了 林瑞瑞的事情 已经解决 你们想要解决她命格的问题 可以另外找人 江徐徐说着便要离开 只是刚走出一步 又停下来 似是想到什么似的 看向屋内的关家四口 另外提醒一句 关蕊蕊现在命格转换失败 开始反噬 跟她亲近的身边人 都会受到影响 她说这话时 目光若有似无地 从屋里另外三人身上 头上包扎的地方扫过 也叫包括关宝成在内的三人 疏然变了脸色 不等他们开口 江徐徐又道 看在你们 花了五百万的份上 我还可以给你们一个免费的建议 还记得我从前 给你们送的那个玉牌吗 说来好笑 当初她开始跟师父 学习悬术的时候 对关家人并未死心 所以刚学会刻护身玉牌后 除了关启身 关父关母 甚至关蕊蕊 她都曾经送过 而据她所知 关蕊蕊和白淑琴 早就把那东西给扔了 不过 正是因为他们扔了 她才更要提醒 那是我亲手刻的护身玉牌 可挡灾了没玉 你们不想继续 天天出门摔跤 撞伤脑袋的话 带那个就行 之前送他们东西 只是因为她想送 现在既然收不回来 那至少拿回点报酬 这五百万 就是包括那四块玉牌 在内的报酬 江许许说得轻巧 关启身却是墨地变了脸色 她终于明白 江许许为什么要两次三番 提起那个玉牌了 没想到竟是有护身的功效 看看自己还挂着的胳膊 关启身这一刻 无比懊恼 早知道那天 她刚刚问起的时候 她就回去好好找找了 那这两天 也不至于继续倒霉 此刻的关家人 影响周围人倒霉这种说法 关宝成和关启身 都决定回去之后 好好找找 那东西放在哪里 却不见 白淑琴和关瑞瑞 表情一脸怪异又懊恼 白淑琴更是气得一跺脚 那死丫头 肯定是知道我早就 把她送的那破石头扔了 才这么说的 关瑞瑞也是咬了咬牙 但碍于自己的人设 只小声道 我 我不知道放哪里去了 许许送的礼物太多 我怕找不到 爸爸 怎么办呀 关瑞瑞可怜巴巴 他可不想再过这种 动不动倒霉撞车的生活 关宝成脸色凝重 一旁的白淑琴已经安慰 没事 你爸爸哥哥的玉牌还在 我们可以用他们的 他说的理所当然 却不见关宝成和关启身 一瞬沉下的表情 他们的玉牌 给他们用了 那他们自己怎么办 关启身甚至从未有一刻 像现在这么清楚地认识到 妈妈的偏心 江许许 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第五十六章 你说我姐 送我的这块玉牌吗 江家 江怀因为去警局 帮着录了下口供 同时处理处理教学楼里 八人齐齐昏迷的一些 后续事情 回到家的时间 比江苏还稍晚些 刚一进门 就见江苏活蹦乱跳的 跑过来 怀哥 事情怎么样了 江怀就凉凉扫他一眼 当然是压下去了 否则你们一群人 跑到废弃教学楼 玩CS还集体昏迷 这事在网上 恐怕早就闹翻天了 江苏就朝他 直接竖了的大拇指 不愧是我哥 外面很热吧 我觉得屋里也挺热的 空调不够凉快 江苏一边埋怨着 一边动作夸张地 扯着自己的T恤领口 江怀几乎是一眼就看到了 少年脖子上挂着的玉牌 桃花眼微微眯起 眼底似笑非笑 道 你这件T恤看着不错 新买的 江苏眨眨眼 才不管他问的是什么 语气嘚瑟又夸张 什么你是问我 脖子上这块玉牌吗 是啊 徐徐姐送我的 和你还有大伯那块一样 姚琳从客厅那边走过来 听到这话 十分隐晦地翻了个白眼 刚刚江苏刚到家的时候 也在自己跟前演了一出 他问他 怎么这么快回来 没有留在医院 做个详细的身体检查吗 江苏就说 二神你问我 脖子上这玉牌 有什么用 我姐说这是护身的玉牌 带着他摆病全消 什么身体检查 根本不需要 他就不明白了 这个江苏前阵子 对着江许许 还眼睛不是眼睛 鼻子不是鼻子的 怎么出门一趟回来 整个人都跟变了个人似的 还一口一个茧 该不会是中邪了吧 中了江许许的邪 江淮看出江苏那 故意显摆的镜 倒是捧场地 仔细凑近看了看 不忘点头 确实 瞧着和我那块一样 不过配的这个 银链子一般般 江苏立即来劲 怀哥 你不是有那个红绳吗 也给我一条 我换上 江淮笑得颇有深意 不嫌红绳嗷气了 江苏小脸一板 说什么嗷气 红绳这东西 远远流长 完美诠释 我们华夏东方几千年的传统 低调 含蓄的美 要说什么东西 和玉石最为相衬 那必须是红绳 江淮脸上笑容欲深 半上拍拍他的肩膀 不错 脑子回来后 什么也正常了 等会儿我让人拿给你 说着抬腿上楼 江苏站在原地 好半天才反应过来 险些炸毛 什么哥哥 居然说他没脑子 江许许从医院 回到江家的时候 就见江苏坐在 前厅的楼梯处 怀里还抱着他的小漂亮 正十分殷勤地 给他撸尾巴毛 先前张口闭口 嫌弃他家漂亮的人 这会儿 却俨然狐狸奴 看到他的时候 江苏还有一瞬的尴尬 但很快 又恢复如常 直接抱起狐漂亮 就往他这边来 姐 你回来了 哦 我看他在你屋里 怪寂寞的 就放他出来耍耍 江许许有些 不适应现在的江苏 嗡了一声 抬手 准备从他怀里 接回自家漂亮 却见江苏闭了一下 又朝他示意了一下 偏听的位置 姐 有人找你 江许许一正 想不到除了官家人 还会有什么人 来江家找自己 但还是放弃了 去接狐漂亮 点了点头 朝偏听那边过去 江许许进门时 就听到二婶姚玲 和人说话的声音 待看清偏听内的人的时候 恍然有种意料之中的感觉 来的人是黎清兹 今早 黎清兹拿着刚刚到手的驾照 独自开着车 去了海大附近转悠 得益于海大风景的盛名在外 海大每年暑期 都会专门开放给游客参观 黎清兹去的时候 海大周围不亚于平时的热闹 眼见着前面街区几乎堵住 他毫不犹豫 选择掉头离开 却不想 刚刚掉转车头 开过一个街口 迎面却将一人意外寡蹭 在地反应过来的黎清兹 连忙熄火下车 走到车前 却见那是一个长相儒雅秀气的男生 他穿着一身清爽的衬衣黑裤 整个人乍一看 给人一种大学校园男神的感觉 不好意思 我刚刚没看到 你没事吧 男生朝他微微一笑 我没事 就是可惜了他 黎清兹这才看到 男生手里提着的袋子 刚才袋子摔在地上 里头的石膏作品 明显摔坏了 这个东西多少钱 我赔给你 黎清兹几乎是没有犹豫的掏出手机 男生看着他的动作 目光微闪 却是摇头 这东西 不值钱 是我自己做的 原本准备参加夏季的一个艺术展览比赛用的 听说是参展的作品 黎清兹面上明显一愣 这东西可不好赔 男生见他这样 有些无奈地笑了笑 大概是我跟这个比赛无缘吧 没关系 这不怪你 你不用给我赔钱 黎清兹却不是个弄坏旁人东西一走了之的人 这东西总有价值 你可以给我报个价 黎清兹想着 哪怕按照参展赛的奖金给也行 却不想男生依旧摇头 只是忽然开口 如果你真的想要补偿我 或者你可以做我的首模特 你的手很好看 正好我这次参赛的作品 就是首摸石膏 黎清兹四世没想料到 对方竟然会提出这么个要求 还没反应过来 对方已经拿出手机 我可以先加你一个微信吗 男人态度客气 甚至称得上绅士风度 没有多想 黎清兹下意识便要拿出手机 然而 就在他准备拿手机接收 对方好友邀请的瞬间 脑海中墨地就想起了那天晚宴上 江家大小姐和他说的话 你最近有烂桃花 要注意那些让你主动产生亏欠感的人 黎清兹原本并没有放在心上 可莫名的 在看到眼前这个男人的瞬间 他忽然就和江许许说的话对上了 烂桃花 亏欠感 这不就对上了吗 黎清兹从来不是一个迷信的人 但他绝对是个听劝又谨慎的人 于是拿手机的动作一收 改为从随身的名片家里 抽出一张名片 将名片递给对方 黎清兹的态度变得疏冷而轻傲 这是我的私人助理 你有什么要求 可以直接联系他 他会给你找一个最优秀的首模特 费用我这边会结清 说吧 没有再给对方继续搭话的机会 黎清兹转身上车 扬长而去 男生 第57章 招烂桃花符 黎清兹不是个喜欢糊里糊涂的人 回去后 就直接让人查了附近的 艺术展览比赛的时间和主题 因为海大就有艺术系 这类比赛不少 但每次都有不同的命题 待问清楚后 他就知道 那男的就是故意碰瓷了 参赛主题跟手完全搭不上遍 但如果自己答应做了手模 必然会涉及到一些肢体接触 比如面对面给自己涂抹石膏之类的 如他这种青春懵懂的小女生 在这种特定情境下 很容易陷入爱河 黎清兹冷笑一声 想到江许许提醒他房小人 又让人查了对方的身份 还有近期接触的人员 很快他就有了结论 果然是小人的圈套 他寂寐这个小人 打发走了江二婶 黎清兹看着面前的江许许 面上没有半点紧张局促 只是简单将早上的事情说了 又目光灼灼地盯着他 你之前说 我可以来找你 江许许没有说话 伸手从随身的背包里 拿出一张黄符 这是房小人符 如果下次还有人算计你 这张符会直接反噬对方 黎清兹文言 却没有第一时间去接 下次 那我这次的呢 你不是没中招 黎清兹瞇了瞇眼 我是没中招 但我不喜欢被人算计 他说着 一屁股挤到江许许边上 直接跟他挨着 十分自来熟 除了房小人符 你有没有那种 让人招到烂桃花的符 江许许只一听 就明白了他的意思 这是要以牙还牙啊 不过 他喜欢这性格 想了想 江许许干脆从背包里 拿了一张干净的黄纸 又拿出朱砂小笔 随手站了站 跪坐在地毯上 身形挺直 随后提笔起事 笔走龙舌间 便一笔画就了一张符 黎清兹还是第一次看人画符 总觉得江许许提笔时 周深的气势都跟着变了 整个人更给人一种 超脱物外的感觉 要说今天上门时 心里还多少有些怀疑 但就在刚刚那一瞬间 他已经彻底相信 这位江家大小姐 是真有本事 接过符纸 黎清兹都有些感慨 我本来是想随口问问 没想到你们悬门 还真的有这种符啊 并没有 江许许如实道 看着黎清兹 有些恶然的表情 只笑着解释 悬门没有专门招烂桃花的符 但却有招桃花的符 江许许指着他手里的符纸的 最后一笔 这一笔是多出来的 多出来的桃花 在因缘上就属于烂桃花 说他招烂桃花 也没错 符树一门 很多符文 都是在老祖宗传承的符咒上衍生出来 更多的时候 都是殊途同归 如现在很多人在网上求减肥符 锦礼符 读书符 他这里也能画 比如减肥符 就是清兴符 减少世俗欲望 包括进食 锦礼符 可以是聚运符 但聚运本身 是将一个人自身的运势提前 而不是凭空而来 江许许一般不会给人画这种符 至于读书符 就是将清兴符和宁神符结合 保证静兴宁神 读书 自然实版功倍 黎清兹了然 没想到还能这样 当下喜滋滋收下 连同刚才的房小人符一起 正准备道谢 然后就见一个收款二维码 递到他的跟前 江许许十分公事公办 房小人符三千 桃花符五千 一共八千 黎清兹倒不觉得贵 拿出手机 很是干脆的扫码 带江许许收完款 不等他拿回手机 又快速地在他手机页面点了两下 直接点开他的二维码 扫码 加上 一气呵成 以后就是姐妹了 加个好友 方便联系 见江许许还有话说 黎清兹忙又补充一句 还能远程转账 江许许顿时不说话了 微笑 通过好友申请 紧接着 就见消息框 突然弹出一条转账 却是江速 江速向你 发起转账三千元 请收款 江许许还没反应 就听头顶 二楼楼梯口处 少年举着手机 十分激动地朝他招手 姐 我也要那个房小人符 给我也留一张 江许许 黎清兹 江速 谁让你在楼上 偷听我们说话的 还不给我下来 黎清兹和江速 显然不是第一天认识 这会儿 已经插着腰 朝着楼上的江速开口 江速还是一如既往的 建杠就抬 你让我下去 我就下去 我凭什么听你的 江许许抬头 下来 拿服 江速一秒变脸 好累姐 态度变化之快 让黎清兹都忍不住扎舌 默默扭头看向江许许 显然好奇 他是怎么在短短时间里 就把江家出了名 江速虽然没有刻意作对 但对这位堂姐的态度 可说不上太好 你怎么做到的 江许许知道 他说的是江速 也不隐瞒 他和陆雪兮吵架了 虽然江速表现得 想跟陆雪兮绝交的样子 但江许许不觉得 他能轻易逃脱陆雪兮的掌控 听到陆雪兮的名字 黎清兹表情瞬间有些微妙 说起陆雪兮 有个有趣的事 你大概不知道 江许许看他一眼 黎清兹嘴角 适时勾起一抹似笑非笑 陆雪兮的名字 一开始是陈雪的兮 不过来江家之前 听说江家这一辈都是水字辈 家里就给改成了兮水的兮 江许许挑眉 听黎清兹重点强调 来江家之前 看来他是冲着成为江家人来的呀 你们以前认识 黎清兹撇嘴 小学碰巧同个班 江许许没有再问 因为那边江速 已经风风火火地 推开了偏厅的门 姐 我来了 江速说着 就往江许许身边凑 黎清兹看着江速 这一脸不要钱的样子 十分地看不上 江速 你懂不懂礼貌 我跟许许在谈事情 你居然敢趴在楼上偷听 江速对黎清兹 那是分毫不让 这里是我家 我在自己家 怎么能叫偷听 明明是你说得太大声了 而且 就你家寄妹那点破事 我才懒得听 江速 我看你是欠收拾 黎清兹笑得一脸假 江速只觉得后脖哽一麻 却依旧哽着脖子 你敢 信不信我解开台手 就能把你收拾了 江许许无端被kill 迎上黎清兹的视线 只不紧不慢地扭了扭手腕 小声嘀咕 浮华多了 手腕疼 言下之意 抬不起来 第58章 江雨成向您转账一千万元 黎清兹闻言 顿时笑得明媚又灿烂 江速却是表情一垮 冲他直跺脚 我姐啊 我跟你才是一国的 再看黎清兹已经起身 要朝他这边过来 江速忙不迭转身 刷刷刷 直接原路跑走 领走还不忘冲着江许许嚷嚷 姐 别忘了我的房小人服 待会儿找你拿 黎清兹本来就是吓唬人 这会儿正好拿起包准备离开 这服我先谢过了 回头要是出效果了 我给你介绍生意 一边说 一边故意冲江许许几几眼 脸上却半点没有因为江许许学习悬术 还收费的行为 而表露不屑 江许许朝他微微一笑 难得又送他一个小贴士 桃花服要随身放才有效果 最好是放在 他每日都戴在身上的东西里 比如 手机壳 黎清兹顿时明了 朝他一眨眼 一转身 踩着高跟鞋大步离开 姿态高傲而张扬 仿佛一只骄傲的孔雀 江许许后来才知道 这位看着自信张扬的黎家大小姐 本是黎家的独生女 却因生母意外去世 父亲不到半年 就娶了个新老婆 新老婆进门 不仅带着个比他小一岁的继妹 更可笑的是 这继妹也是他爸爸亲生的 后妈带着继妹进门 亲爸也变成了后爸 黎清兹原本拥有的一切 被一点点抢走 所有人都以为他会长成一个 怯懦的小可怜 却不想被送到县城姥姥家 一年后回来 黎清兹高调有转在各个家族之间 利用各家舆论 给自己争取了主动权 从此以后 谁但凡给他一点气瘦 他就直接把家里脚翻天 一点不怕丢人 曾经闹得最凶的一次 是跑到派出所 告亲爸家暴女儿 同时全网直播 艾特哥家叔叔伯伯前来为官 最终丢了大脸的黎氏膏妥协了 从此好吃好喝共产 半点不敢怠慢 同时也不许继母继妹招惹他 可以说 黎清兹在黎家 该享有的身为大小姐的一切 一点没少 除了父爱 但江许许想 黎清兹也不需要那玩意儿 在那么糟糕的家庭环境下 他尽了自己的权利 活成了自己可以成为的最好的模样 当晚 江苏当着江雨成和自家爸妈的面 又秀了一波 自己从江许许那儿拿到的玉牌 仿佛一个得到认证的勋章 叫江家一众长辈 看得一阵无语 也不晓得 之前是谁许许横挑鼻子竖挑眼的 这会儿 不仅直接叫上了姐 还直接拿到了信物 江许同夫妇欣慰之余 忽然又有些酸 侄女亲手磕的玉牌 他们都没有呢 之前只给亲爸亲哥 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 这乍一点了 江苏那小子 就总觉得自己被区别对待了 于是 在江许同夫妇的注视下 江许许又默默送出了 两块护身玉牌 彼时江汉从医院回来 正好赶上江许许送玉牌 十分的不以为意 玉这东西 我一般是不带的 毕竟要论玉上客字的手艺 还得是儒生老师 你既然有着手工爱好 还是得向真正的大师看齐 江汉说着 又勉为其难地 朝他一伸手 当着大伯的面 他不会刻意扶他的脸面 他非要送 那就当个小玩意 回去随便往角落一丢就是 江许许有些怪异地看了他一眼 淡定贪手 玉牌做的不多 没有了 江汉 江许许 毕竟我只是业余爱好 也不是专门做这个的 江汉 江许许这绝对是故意的 没有正好 他也不稀罕 江汉气呼呼离开 江许许也不理他 他本来就没准备 给家里每个人都送 同样的是 他不会傻到做第二次 而且刚才给出去的 确实是最后两块了 江许许琢磨着 回头还得去淘点新料子 回来再多备几块 刚一上楼 就听到手机再次响起 到账的声音 打开一看 傻了 江许许向您转账 一千万元 江许许扭头 就见江许许不知何时 也跟着上了楼 看着他 眼神里带着几分 隐晦的心疼 你宋伯伯都跟我说了 江许许 宋永明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 你给宋家小姐治病 没有收钱 因为我已经付了 一千万的报酬 江许许说着 有些无奈 许许 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但是之前那一千万 是给你还官家的钱 还有给你的零花钱 江许许先前确实 打算补偿宋家 却没想到 许许比他早了一步 不仅治好了宋雨离 甚至还主动 替江家周全了脸面 你替家里维护了 和宋家的关系 但家里不能让你吃亏 江许许说 这一千万就当做 是我们替宋家 付给你的报酬 你收着 不够再跟我拿 江许许 自从远离了官蕊蕊 这钱突然变得有点好赚 虽然他觉得自己 代表江家 免去宋家的费用 没什么毛病 但送上门的钱 他要谢谢爸爸 江许许微微一笑 脸去清冷 乖巧又懂事 江许成看着莫名 就有种想摸摸他头的冲动 他看过 江怀就这么干过 垂在身侧的手微微一动 犹豫着 小心翼翼抬起 然而还没等他抬手 江许许已经朝他一点头 转身回了房间 刚刚抬起的手 又泄力般的垂落 江许成面上不显 沉默着转身回了书房 另一头 医院 VIP病房内 陆雪熙闭目躺在病床上 略显苍白的小脸 陷在雪白的枕头中 叫他整个人看上去脆弱 而又无助 江许站在旁边仔细看了许久 眼底满是怜惜与心疼 好半上 他忍不住伸手 想要轻轻触碰 少女如白玉般的肌肤 指负轻颤 却在就要触及的时候 床上的人忽然眼洁微颤 醒了 江许输然收回自己的手 转而替他掖了掖背脚 陆雪熙看着他 满眼茫然 江许声音温柔 直到 我在这里守着你 谢谢江许哥 陆雪熙一脸欣喜 又微垂眼睫 江许哥 我想喝水 江许闻言当即点头 转身给他倒水 却不见 在他转身的瞬间 床上原本温柔浅笑的少女 眼底肃然一片冰冷 第59章 陆雪熙的系统 陆雪熙有些烦躁地别开视线 下一秒 脑海中忽然响起一道声音 宿主 江苏的好感值 目前已降到临近及格线 为了确保气韵戒取 还请宿主 尽快提升江苏的好感值 知道了 陆雪熙有些不耐烦 要不是你说 降低他们身上的阳气 能更方便抽取气韵 我怎么会带江苏去那里 你之前明明说 鬼物不会伤害我 结果那些丝线 又是怎么回事 要不是那些冲着他来的丝线 他怎么会受到惊吓 下意识丢下江苏跑掉 江苏又怎么会因此生他的气 原本今天江苏生气 离开的时候 他并没有怎么当回事 结果不曾想 江苏刚刚离开 江苏的好感值陡然落牙式下降 而且到现在 也半点没有回声的迹象 要知道 他当初为了把江苏的好感值 拉到85分以上 可是花了足足三年时间 结果这一下子 给他打掉了20分 陆雪熙简直郁闷死了 系统是不会出错的 系统可以确保 宿主不会被阴气伤害 但思现是怨气驱使 并不在鬼物的范畴之内 系统一副公式化的口气 教陆雪熙听得越发烦躁 这个系统 是他住进江家后 偶然得到的 凭着系统 他轻易获得了美貌 身材 甚至是聪明的脑袋 加上后期抽取的气韵 他的人生可以说是 无往不利也因此 他对于系统的话 总是十分信任和依赖的 谁承想 这一次竟叫他栽了的大跟头 什么都是你说了算 好在江苏是个好哄的 放心吧 等我出院回家 很快就能把他的好感值 重新拉回来 陆雪熙虽然栽了跟头 但并不十分担心 江苏本身脾气大 但却是那种脾气来得快去得快的 陆雪熙这些年 拿捏江家这几兄弟 早就把他们的性子 摸得透透的 想到这里 他又拿起手边的手机 再次给江苏发了的信息 小苏 睡了吗 你今天也没有来看我 是还在生姐姐的气吗 我这两天在医院睡得很不好 只要想到那天的事 心里就难过又懊悔 我没有遇过这样的事 心里到现在都觉得害怕 那天抛下 你真的也是因为 我想去找人来救你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 你可能都不会相信 但我说的都是真心的 小苏 我明天就要出院回家了 你来接我出院好吗 陆雪熙发完长长的手打小作文 这才结果江城递过来的温水 坐等系统播报好感值的回声 然而他等了一分钟 五分钟 十分钟 接连两杯水喝完 那边都没有回任何信息 甚至于系统显示的江苏的好感值 也纹丝不动 陆雪熙表情一时 有些不好看 他不相信江苏没看到他的消息 江苏就是个网瘾少年 平日里基本手机不离手 可是他为什么不回他消息 甚至连好感值也纹丝不动 难不成还真的气上他的不成 那天那样的情况 是个人都会做出和他同样的选择 就算他有气 事情都过了两天 他现在又主动递上台阶 他就该直接消气才是 陆雪熙觉得江苏有些不实好歹 许是他表情有些不好看 江城忍不住关心 雪熙 怎么了 是哪里不舒服吗 江城直直看着他 眼底沉满的 都是对他的担忧与联系 陆雪熙抿唇 做事露出一个落寞的笑 没什么 就是我这两天给小苏发消息 他没回我 说着 又转露出几分担忧 我也担心他 是不是那天被吓坏了 身体哪里不舒服 他该跟我一样 住院观察两天的 江城听他说 江苏不回他消息 脸色也有些不好看 觉得江苏实在是不懂事 在想到自己今天回家 洗澡休息的时候 看到江苏那活蹦乱跳的 凑在江许雪身边的模样 一时更为雪熙感到不值 亏雪熙住院 还一直惦记着他 江城决定 明天回去 一定要好好教训一下 江苏那臭小子才行 心里这么想着 江城也没有说出实情 免得惹雪熙难过 只安慰他 你别担心 兴许是又在玩游戏 没看到你的信息 他说着 一只手顺势轻轻握住 陆雪熙放在背面上的手 声音轻柔 我今天回家看到小苏 他没什么事 你也别多想 明天就回家了 陆雪熙感觉到 那只落在自己手背上的大掌 心里有些反感 但面上还是笑得温柔 嗯 多亏江城哥陪我 不然我一个人 肯定又要多想 他没有抽回手 江城好像也忘了自己 还握着他的手 又自顾自拿话哄他 陆雪熙心不在焉地应付着 脑海中却再次响起系统的声音 宿主 江城好感值加二 目前已经92分 建议宿主趁机加速攻略 攻略目标好感值越高 宿主可抽取的 对方的气韵值也越高 陆雪熙听到系统的鼓劲 心下又有些不耐烦 知道了 他当然知道 好感值越高 可抽取的气韵越多 他也知道 怎么能让江城的好感值 迅速攀升 毕竟江城喜欢他 只要他愿意给他一点回应 他能保证江城的好感值 分分钟爬上99分 但他不想这么做 用身体去换取好感值 那是低贱的女人才会做的事 他陆雪熙对自己向来有要求 哪怕不用跟对方搞暧昧 他也能稳稳地拿捏对方 那又何必多此一举 江城在整个二代圈子里 虽然也称得上优秀 但放在江淮面前 还是不够看 更何况 还有一个楚北赫 想到楚北赫的模样 还有他在圈子里的地位 陆雪熙心底就忍不住火热 只有那样的男人 才值得他投入真正的感情 尤其楚北赫是个有强迫症的人 这样的人 对另一半的要求肯定也很高 陆雪熙哪怕是为了他 也不可能随随便便和旁人搞暧昧 那只会降低了自己的level 他自顾这样想着 却听系统漠然出声 宿主 容我提醒你一句 你攻略楚北赫三年 至今他的好感值 依旧停留在38分 其中30分 还是系统给的初始分值 也就是说 实际分值只有8分 属于替抚老奶奶过个马路 就能收获的分值 陆雪熙 你不出声 没人当你死机了 另一头 江边别墅 昏暗的房间内 脸色略显清白的少年 正死死盯着手机里 私家侦探刚发来的地址 阴郁的眼睛里 透出思思执拗的光 嘴里喃喃低语 声音嘶哑 瑞瑞 我又找到你了 第六十章 现在 立刻 马上滚 一日 陆雪熙出院 姚灵特意带着江迎和江汉 来接他回家 江苏没去 不仅没去接人 他连信息也不打算回他 为了不想在家等着陆雪熙回来 江苏更是直接缠上了江许许 你出门不能带我一起吗 我就跟着你 肯定不给你添麻烦 不能 江许许拒绝得毫不留情 江苏文言就差耿起脖子 为什么 我都喊你姐了 你也可以不喊 江苏憋屈 但不放弃 我好歹也算你的大主顾 你带大主顾出门转转 不应该吗 他前后可是花了快七十万 就他之前一次赚三万块的金 得多久才能赚七十万 江苏觉得对比下 自己应该算得上大主顾了 江许许就瞥他一眼 一言不发掏出手机 给他看宋永明的转账记录 宋永明向您转账三百万元 又翻了一个 给他看江宇成给的转账记录 江宇成向您转账一千万元 此时无声 胜有声 江苏 这些都什么鬼 江许许这行都这么赚钱的 不对 大伯的转账怎么能算 亲爸给女儿转账 那只能算零花钱 江许许又给他翻了一下 前面一千万的转账记录 解释 前面是零花钱 后面一千万是酬金 江苏 有点嫉妒了 原本以为这个堂姐 穷得叮当响 五百万零花钱都没有 结果他才是那个小丑 他爹都没给他一次 转账一千万 最终 江苏表示 为了弥补他受伤的心灵 江许许今天 必须带他一起出门 江许许没料到 有了弟弟之后 居然是这么烦人 要是早知道 算了 江许许还是带着江苏 一块出了门 司机直接将车子 开到林瑞瑞所在的居民楼 江苏下车 看到那老旧居民楼的瞬间 表情都变了 你带我来这种拆迁楼做什么 他以为 这边是准备拆迁的破旧小区 毕竟这小区的环境 比起江许许之前 自己租住的小区 还要更加恶劣 江苏从小到大 就没来过这么破的地方 带走进单元楼 他更加惊呆了 这楼居然没电梯 海市居然还有没电梯的楼房 江许许忍不住看他一眼 面无表情的命令 你现在 立刻 马上滚回去 江苏顿时捂住嘴 我不说了 还不行吗 等到爬到顶楼 看到林瑞瑞家的仪式一听 江苏再次刷新了 自己对贫穷的认知 刚要出生 就看到江许许朝他扫过来的凉凉眼神 顿时闭嘴 林家没有客人上门 林母客厅里 只有一张床可以坐人 但江苏从小到大的教养 不允许他擅自做主人家的床 于是从旁边拉了一张塑料板凳 乖乖坐下 他长得高 两条大长腿坐在板凳上 看着十分憋屈 江许许见他进了门后 虽然诧异 但没再露出鄙夷的模样 不觉多看了他两眼 这小孩瞧着还有救 林母却是一眼就看出江苏不简单 毕竟他那一身打扮 看着就很贵 有些局促地站在原地 又有些担忧 小大师 你今天特意过来 是不是瑞瑞还有什么事 他身体没事 只是我有东西给他 江许许说着 让江苏留在外面 自己则进了房间 和林瑞瑞说话 林瑞瑞毕竟待了一年多 哪怕已经好了 身体还在慢慢恢复 此时躺在床上 看着江许许从背包里 拿出一个熟悉的小纸灯笼 看着那纸灯笼 在他掌心升起 林瑞瑞还有些紧张 是不是孩子的是不好 却听 那小纸灯笼里 忽然传出一道熟悉的声音 林瑞瑞 对 对不起 我 我知道错了 林瑞瑞下意识身子一抖 双手下意识 紧紧攥住身上的被子 林五一开始不知道 这就是那个 害得瑞瑞变成这样的人吗 他毁了我家瑞瑞一辈子 难道以为这样轻飘飘的道歉 我们就会原谅他 林瑞瑞唇上血色全无 却依旧紧紧咬着唇 显然也不愿意接受对方的道歉 而且 以关瑞瑞的性子 他不觉得 他会真心对自己道歉 江许许见状 便将关瑞瑞之前的情况 以及他误会 是林瑞瑞的鬼魂索命的事情说了 同时解释 我让他录下这些 一是你应该得到一个道歉 二是有了这段录音 你完全可以洗清 一年前在网上的骂名 让所有人知道真相 听他说到网上 林瑞瑞脸色一白 显然他又想到了一年前 那些铺天盖地 对他的辱骂与质疑 可他 好不容易躲开了那些谩骂 如果将关瑞瑞的录音 发到网上 他或许可以得到清白和谅解 但一年前的一切 肯定会被再次翻出 甚至依旧还会有人质疑他 羞辱他 林母显然也想到了过去的事 他更担心 如果再发生同样的情况 两母女表情 都同时表现出了抗拒 江许许也不意外 毕竟他们好不容易 获得现在的安静 这也是江许许 为什么将选择全交给他的原因 你可以选择从今以后 安安静静地生活 也可以选择用他来维护自己的名誉 我将录音给你 只是给你第二种选择方式 如果没有录音 林瑞瑞只能背负着那些质疑和羞辱活着 但网络没有记忆 他依旧可以重头来过 这是他唯一的路 但录音是第二条路 这条路他可以选择不走 可他应该拥有选择的权利 江许许不会擅自正义地替他做选择 他不是当事人 没资格为他选择将纸灯笼放到林瑞瑞手心 江许许没有多劝 林瑞瑞看着手心里的纸灯笼 双唇依旧紧咬着 整个人明显陷入了纠结 屋外 江素听不见里头的动静 有些无聊地扫过眼前十平米的小空间 这么小的空间却塞满了各种物品 正暗暗扎舌 屋外忽然传来一个敲门声 江素下意识看了眼卧室的方向 见里面安安静静 似乎没听到声音 江素想叫人 屋外的敲门声再次传来 似乎有些急切 江素便干脆走到门口 镜子拉开大门 来了来了 别敲了 大门打开 却见门外站着的是一个约莫十八九岁的男生 只见少年眼下一片乌青 整个人散发着阴郁的气息 看见他时 眼睛发红 像是要吃人 咬着牙 一字一句 你 是 扬起下巴 反问他 你又是谁 就见男生死死盯着他 声音沙哑而沉冷 吐出了两个字 秦浩 第六十一章 秦浩 你要恶心 江素下意识想问秦浩是谁 下一秒 男生已经跨步上前 试图往里闯 我来找瑞瑞 江素没防备 男生已经挤进了门 屋里的江徐徐几人都听到动静 这会开门 看到秦浩的瞬间 林母的脸色瞬间变得无比难看 而林瑞瑞 本就不算好的脸色 更是刷的一下 变得惨白一片 连带着身体 都下意识开始颤抖 秦浩一进门 就看到了坐在床上 瞪眼看他的林瑞瑞 那双阴郁的毛子 似是瞬间放出光彩 语气中满是惊喜 瑞瑞 我就知道你没死 他说着 抬腿大步便朝林瑞瑞而去 林母哪里敢让他靠近自家 好不容易恢复正常的女儿 下意识就挡在了林瑞瑞身前 江徐徐也猜出 眼前男生的身份 正要出手将人拦下 就见一个身影比秦浩更快 休的一下 直接挡在了卧室门口 抬手狠狠一推 便将企图入内的秦浩一把推开 你特么给老子退后 再往前一步 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 少年虽还稚嫩 但眉眼中的凶悍 毫不含糊 十四岁的身形 一见高挑 乍眼瞧着 竟还有那么几分靠谱 秦浩冷不丁被推了一把 面上顿时露出凶利之色 他死死瞪着江苏 再次开口问他 你是谁 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 我是谁 我是正义的路人甲 江苏想也不想 就对了过去 见秦浩还要往里冲 当下又抬手 给人狠狠一推 给我站那 这家主人请你了吗 你就往里闯 再说 我姐还没说话呢 我姐没让你过去 你就给我老实站那 江苏这一波 完全是把自己摆在了 他解保镖的位置上 一副我姐不发话等 都给我跪着的口气 秦浩一心想见林瑞瑞 哪里有心思听他废话 眼见着被接二连三推开 当下就起了火气 二话不说 挥起拳头 就朝着江苏的脸打去 江苏虽然年纪小 但在家也算是被操练过的 见状下意识抬手就要格挡 只是动作到底慢了一拍 就在他以为自己 今天要挨打的时候 身后的江徐许呼地轻轻一挥手 秦浩那挥过来的拳头 就那么生生僵在了半空 秦浩愣住了 江苏也愣住了 但他有相似经验 反应更快 趁着那两秒的空隙 迅速改防守为进攻 上去就将秦浩的胳膊一折 然后反减身后 顺势一压 那动作行云流水的 江苏都险些被自己摔倒 他竖地扭头 一脸兴奋地看向江徐许 双眸里满是亮光 仿佛在问 我摔不摔 你就说我摔不摔 虽然已经猜到 刚才是江徐许在后头帮了他 但这并不妨碍江苏自我骄 秦浩被压着半跪在地上 面上的暴力越发深刻 整个人脸色战红着 像是一只暴怒的小狮 他挣扎着 想要挣脱江苏的压制 却不知为何 手臂腿上都莫名无力 只能任由对方压着 抬头 却透过卧室门 对上屋内林瑞瑞的视线 当下忍不住开口 瑞瑞 我是秦浩 你就看着他们这么对我吗 林瑞瑞死死揪着被单 眼睛瞪着外头的秦浩 整个人绷得死紧 却没有开口 秦浩又道 瑞瑞 我只是想来看看你 我这一年多一直都在担心你 我想来找你 可是家里人一直盯着我 他们不许我来见你 瑞瑞 你知道我是爱你的 我一直都在想你 秦浩自顾自的字数中长 却不知他的每一句话 听在林瑞瑞耳中 都好似魔鬼的低语 他的身子止不住地颤抖 过往被他欺凌 被他威胁着 成为他女友的点点滴滴 在他脑海里不断回放 最终叫他忍不住坚声打断 你闭嘴 你闭嘴 林瑞瑞眼眶发红 死死瞪着秦浩 声音颤抖而决绝 我根本不想见你 你说的每一个字 都让我觉得恶心透顶 秦浩 你就是个人渣 你为什么就是不肯放过我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我做错了什么 林瑞瑞自昨天醒来后 整个人一直绷着 他和林母一样 两人刻意地想要遗忘一年前的事 甚至开始幻想着之后的新生活 但秦浩的到来 让他明白自己根本忘不掉 他嘶哑着声音喊着 似是要将他这两年来的痛苦 而绝望发泄出来 江许许没有说话 压着秦浩的江素 一抿唇不语 只是按着秦浩的力道 愈发用力 后者却似毫无所觉 他死死看着屋内的林瑞瑞 不敢相信 他是这样的反应 在他看来 他和他久别重逢 知晓他一直在 为了他与家人抗争 而他死里逃生 更该大彻大悟 明白自己对他的感情 可是为什么 他居然说 他恶性 林瑞瑞 你敢说 你从来没有喜欢过我 秦浩咬着牙 又不相信他刚刚说的那些话 是 他最开始是霸凌他了 可他跟他道过歉了 强迫他了 可那都是因为一时冲动 后来意识到 喜欢上他的时候 他也实实在在的 让他做了自己的女朋友 虽然中间确实有威胁的成分 可那也是因为 他喜欢他 他一直都相信 只要他做了自己的女朋友 只要他跟他相处久了 他就会像他一样爱上他 哪怕他平日里 总是表现出抗拒的样子 他也深信 他是喜欢自己的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 一直以来 都是你在强迫我 你拿我妈妈的工作威胁我 你拿我的学业威胁我 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你 我根本不喜欢你 是你不肯放过我 林芮芮的声音里 满是崩溃 他不知道 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他要遭受那样的对待 他带人将他堵在女厕所 拿水管子冲他 和其他人一起肆意嘲笑他 羞辱他 将自己吃剩的剩菜 倒在他的碗里 将他的书本通通撕毁 甚至把他按在泥水里 要他背书 天晓得 他说出喜欢自己的时候 他恶心地差点想吐 他怎么会认为 在他对他做了那么多恶劣的事情后 他还可能喜欢上他 一个人怎么可能会喜欢上 曾经伤害过自己之身的人 第62章 消除怨气失败了 秦浩听着林芮芮的一字一句 脸上却是满满的不可置信 不可能 他一直觉得 他是喜欢自己的 虽然他不承认 但女孩子不都是这样 那些校园偶像剧里的男女主 不都是这样 秦浩一直理所当然地以为 他们的爱情 就是一出校园偶像剧 可在林芮芮眼中 那只是一场绝望的校园霸凌 所谓的校园偶像剧 不过是在美化犯罪 只有真正身处霸凌中的人 才知道 那是多么令人绝望的经历 林芮芮看着眼前一副 大受打击的秦浩 只觉得可笑至极 他低下头 落下泪 这一刻 心底终于做出了一个决定 我要告你 林芮芮咬着牙 声音沙哑 却坚定 你过去对我做的事情 不过我的意愿强行侵犯我 我要去告你 秦浩 不管是你 还是关芮芮 我要让你们 为你们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这一次 他不会再害怕了 一旁的林芮早就泪流满面 转身一把抱住自家女儿 芮芮 妈妈支持你 不管你要做什么 妈妈都陪你 他要告他们 那些曾经伤害过他女儿的人 都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江素并不认识林芮芮 他甚至不知道 今天江许许过来 是为了什么 但这些并不妨碍他吃瓜 从两人的字里行间 吃到的大瓜 简直震惊了他的三观 哪怕是他之前 蛮不讲理的时候 都不曾想过人 居然能无耻到这种地步 当下狠狠一脚 踹在渣男的腿上 扭头冲着林芮芮道 我也支持你 告他 钱不够 小爷给你凑 小爷不够 还有我姐 我哥 我大伯 小姐姐别怕 告诉他 江素第一次热血上头 哪怕对方只是个 素不相识的小姐姐 他都决定 这是他管定了 林芮芮红着眼 又扭头看向 一直没有开口的江许许 哑声再次坚定 徐大师 我要告他们 江许许对上林芮芮 那坚定的目光 知道 他已经做出了选择 嘴角轻轻弯起 他声音很轻 知道 你只管告 没有人再能轻易伤害你 因为这次 他会给他保驾护航 当天 江素就直接打电话 跟自家老爸 要来了江海集团的 律师团联系方式 搜集证据 提起诉讼 甚至拉出了一年前 林芮芮在网络 被攻击谩骂的 各种评论消息 找出当初迫害 林芮芮的水军的幕后指使 同时 关芮芮的忏悔录音 被放到网上 伴随着一封律师函 一年前女学生 未婚怀孕自杀案 再次被翻出 并在网络上 掀起另一波浪潮 秦浩和关芮芮 在真相曝光后 遭受一波又一波的 网络审判 这些后话暂且不提 这头 江素摩拳擦掌 准备着给林芮芮讨回公道 那头 江许许这边 发生了小小的意外 站在江家的别墅大门前 江许许看着面前 熟悉的黑帽黑裤 面无表情 从对方手中 接过熟悉的盒子 你说 怨念消除不了 黑帽小哥点头 那边是这么反馈的 东西已安全送回 欢迎再次使用 林氏闪送 说完 黑帽小哥快步离开 管家还特意追了出来 喊了两声 却没喊住人 这怎么走了 我正好需要个闪送呢 管家嘴里嘀咕着 又看向江许许 问他 不过小姐 您叫的这是哪家闪送 我怎么好像没听过 江许许这会儿 还死死瞪着手里的盒子 哪里有心情解释 只含糊点头 嗯 你没听过就对了 说吧 拿着盒子转身回房 将盒子放下后 江许许第一时间 给那边打电话痛骂一番 同时要求对方退钱 花了八十万消除怨念 结果居然又一模一样的 给他送了回来 江许许难得有种 进退两难的感觉 毕竟怨灵身上的怨念除不了 那他只能将它直接抹杀 可他之前答应过 林芮芮和林母 他会尽力消除怨念 尽量不使用最后的手段 可现在 还有什么办法 可以消除这怨灵身上奇怪的怨念 江许许思索着 又将自己随身的各种符咒扒拉出来 试图从里面找出方法 许是他过于关注 也没注意到 胡漂亮什么时候凑了过来 只见小狐狸轻轻巧巧地跳上了桌子 毛茸茸的爪子在盒子上扒拉一下 又扒拉一下 江许许反应过来时 就见胡漂亮已经将盒子 直接扒拉到桌子的边缘 他性谋一瞪 胡漂亮 他一声低含 然而胡漂亮已经一爪子 将那盒子推了出去 只听啪哒一声 盒子默地摔在了铺着毛毯的地板上 胡漂亮 你当你是猫吗 居然许人家推东西 江许许想教训这手签的小家伙 但还是第一时间 将地板上的盒子捡了起来 好在 盒子是特意封印过的 不会被轻易摔坏 江许许这么想着 就见盒子上忽然出现一道裂痕 紧接着 裂痕迅速蔓延 下一秒 冲天的怨气从裂痕中蹦出 饶是江许许反应够快 还是叫怨气险些习中 他下意识将盒子丢出 同时甩出黄符 正要出手将怨气封印 却不曾想 那怨气在与黄符冲撞的瞬间 竟是瞬间爆炸 砰 一声爆炸声响 直接经住了别墅内的人 江许许却顾不得许多 眼看着盒子炸毁 怨气包裹的怨灵 直接冲出房间 直直朝着外头飞去 江许许脸色一变 抓起一旁的包包 便快速追了过去 却见怨灵速度极快 数次躲开江许许飞出的黄符 一路在小区内乱窜 随后 竟像是找到什么目标一般 直直朝着某个方向冲去 待看清怨灵冲去的方向 出现的熟悉身影 江许许脸色大变 迅速朝着那边扑去 楚北鹤 躲开 被叫住的人闻声扭头 在看到一团黑气 朝着自己扑面来时 下意识抬手 直接将那团黑气 一把抓在掌心之中 第六十三章 你看得见这个吗 江许许直接愣在了原地 他刚才下意识让他躲开 倒不是觉得 那小怨鹰能冲撞到楚北鹤 毕竟就楚北鹤身上 那鬼邪墨镜的金光 寻常鬼物撞上去 那根飞蛾扑火 也没什么两样 比起楚北鹤被小怨鹰冲撞 他更担心小怨鹰 直接撞成个魂飞魄散 可现实是 小怨鹰没被撞成渣渣 反倒是被楚北鹤 直接抓在了手里 抓 江许许下意识看向楚北鹤 就见后者眉心紧促着 眸色冷力地盯着自己 掌心挣扎的那团黑气 江许许 你看得见那东西 江许许忍不住开口 眉心同样拧起 楚北鹤扭头看他 表情诡异 那黑魔幽深明显在问 这是什么东西 他掌心没有握到食物的触感 反倒更像是 握住了一团凝聚挣扎的气体 眼见着那黑色的气体不断挣扎 即将正出他的手心 楚北鹤下意识用力握住 江许许刚准备接手 乍一看他的动作 下意识出声制止 别 然而已经晚了 江许许掩见着大佬周身的金光 随着他的用力 瞬间将那掌心中的怨音淹没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小怨音看来是没能逃过 烟消云散的命运 然而下一秒 却见金光淹没怨音的瞬间 那原本包裹着小怨音的黑色怨气 竟像是被金光驱散一般 尽数消失 而留在楚北鹤掌心的 却是一个白乎乎的 好似人参娃娃一样的胖团 那小小的胖团 被楚北鹤捏在手里 小小的四肢还在胡乱挥舞挣扎着 饶视江许许 显然也没见识过这样的场面 他的性谋微微瞪大 表情里难得带了些诧异和茫然 这是那只小怨音 楚北鹤在那团黑气散去后 同样看清了手里的人参娃娃 素来沉浸淡漠的黑眸中 难得颤了一颤 四不理解 他这是抓到了的什么玩意 下意识的 他看向江许许 想要从他那里寻求答案 眼见对方直愣愣看着他手心里的东西 当下眉风更紧 忍不住出声提醒他 江许许 被那一声略带压抑的冷沉声音提醒 江许许猛地反应过来 毫不含糊地上前 直接抽出一张黄符 裹住楚北鹤手里的小东西 小东西眼见还要溜 江许许动作极快 黄符绕过 三两下就将他团成了一团 随后更是随手抓出一根红绳 捆粽子似的将小人身娃娃捆成一团 拎在手上 楚北鹤 饶视这个时候 楚北鹤脸上也没有露出太过明显的破碎和怀疑表情 唯有眼角的一丝抽动暴露了他的情绪 只一瞬 又恢复如常 冷静开口 这也是你的宠物 上回是只小狐狸 这回却是这奇怪到不似现实存在的东西 加上上次亲眼看见的消失的蚕丝 楚北鹤已经开始相信 江家这个刚找回家的小姐 确实有些奇怪的本事在身上 江许许没想到他问的是这个 嘴角一抽 还是冷静开口 不是 他又不养小鬼 这是先前在废弃教学楼楼顶抓到的原因 江许许说 刚刚不小心让他跑了 楚北鹤看着他手里拎着的 还在不断晃动的粽子 深邃的黑眸略显无言 江许许想着他 既然能看见他 自然没有继续瞒着的打算 再者 先前那三道子雷的事 他一直想找机会试探 这会儿倒是难得有了机会 不介意的话 去屋里说 江许许提了提手上的粽子 又示意了下他身后的楚家别墅 楚北鹤面色冷宁 一般情况下 他不会主动邀请人进入自己的领地 但他心里确实还有些好奇 于是默认着转身往里走 江许许便也提着粽子 直接跟了过去 江许许不是第一次来楚家 但前两次都是匆匆来去 并没能好好看过别墅内部 和江家不同 楚家内部整体装潢相对古朴 带着几分忠实的低调奢华 整体瞧着十分庄重大气 但却隐约给他一种空落感 直到跟着人一路走上二楼的书房 江许许才猛地意识到 这种空落感是从何而来 楚家的别墅太空了 虽然能感觉到明显的人气 但从他进门再到上楼 几乎没看到一个人影 联想到楚北鹤那奇怪的强迫症 不难猜测 大佬应该是不喜欢看到有人 在他跟前晃来晃去的 这屋子里的庸人 大概都是被特别调教过 不随意出现在主人看得到的地方 这倒也不算奇怪 江许许知道 有些家族里就有类似的规矩 但除了帮庸 他更奇怪的是 不管是上次还是这次 他似乎都没在楚家 看到另外的楚家人 是不在了 还是都搬走了 江许许思寸间 已经跟着楚北鹤进了书房 没有着急开口 江许许先是将手里拎着的粽子 反手挂在了书房的门把手上 这才转而入内 朝着沙发走去 楚北鹤看着他的动作 眼底又是一阵沉默 随后跟着走到沙发坐下 你可以说了 低沉的嗓音不带半分情绪 但莫得好似自己 刚才抓住的不是一支怨鹰 江许许也不含糊 严谨一概地将自己的职业 还有那天在废弃教学楼的事情说了 其中自然包括林瑞瑞 以及林瑞瑞意外留掉的那个婴儿 楚北鹤沉默着听完 面上也没有太大的表情变化 世家豪祖里 对于玄门风水 本就接受度较高 再加上他自幼的一些经历 他隐隐是猜到一些的 只是今天算是第一次真切见到 嗯 不止见到 还抓到了 你以前没见到过吗 江许许虽这么问 但心里却很清楚 以大佬这样的金光体质 十米之内不见鬼物 那都是正常的 鬼见了 都是直接躲着跑的 果然 楚北鹤摇头 没见过 江许许眼眸闪了闪 忽然伸手 在他周围扒拉了一下 随即掌心摊开 里面赫然是刚才 从他周身扒下来的两颗金光 他就那样摊着手 问他 那你看得见这个吗 第六十四章 给他挑的未婚夫 楚北鹤微微明媚 他不是第一次看到 江许许在他面前 做出这种动作 只是上次 他做的相对隐晦 这回倒是光明正大了 他黑毛紧凝 只问 你手里 有什么 江许许闻声便知道 他看不见 不过倒也正常 从他接触悬术以来 也见过不少悬门中的人物 那些人最多能看见阴气鬼物 却不会像他一样 能看到那么多颜色 不过话 既然已经说开 江许许也没有瞒着他的意思 小脸微宁 江许许看着他 直到 我手里 有金光 顿了顿 又补充 你身上扒拉下来的 楚北鹤 你身上 有很多金光江许许说 所以我每次看到你 都有些刺眼睛 楚北鹤 他隐约明白 为什么他之前 每次看到自己 都会用力眨眼睛了 金光是什么 一般来说 金光只在有 大功德的人身上出现 但是我问过 你除了 偶尔参加慈善拍卖会 并没有过什么突出的表现 这金光 大抵就是你前世积攒的 功德换来的 江许许说 金光护体 百邪不清 你前世大概是个 了不起的大善人 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 是一种福报 至于为什么说是大概 那是因为江许许 根本看不透他的面相 事实上 江许许光是 透过金光 看清他的容貌 就已经很费眼睛了 江许许没看到的是 在他说出福报时 楚北鹤眼底 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嘲讽 那丝嘲讽 引在金光之中 一瞬消失无踪 在看向江许许时 他眼底又是一片尘脸淡然 这些金光 对你有用 他说的是肯定剧 与其中是明显的笃定 楚北鹤 到底是楚家这一脉以来 最年轻的家主 头脑比起寻常人更加清晰 以他前几次 和江许许短暂的接触 他不认为 他是那种喜欢 给人热心解惑的人 但他不仅说了 还说得很仔细 在结合他之前 脱膜巴拉过他一回 显然 他对自己身上的金光 有所图 江许许没想到 自己还没开口 就被对方轻易看出了意图 但这也并不妨碍 他坦然承认 我确实是对你有点感兴趣 江许许煞有戒是说着 顿了顿 对上那双深邃幽黑的凤眸 表情一善 补充 我对你的金光很感兴趣 他基本肯定 上次自己能照出紫雷 完全就是 他的金光加持 再加上 刚才亲眼看到 他身上的金光 将专业人士 都消除不了的怨气驱散 显然这些金光 不只是单纯的 驱散阴邪的作用 他说得直白 但楚北赫 并不讨厌这样的直白 他自顾看着他 似乎在等他的下文 然而江许许迟迟没有开口 因为在他刚打算开口时 视线却被楚北赫 身后的薄骨架的某个物件 吸引了目光 楚北赫迟迟等不到他之后的话 拧眉 正要出声提醒 却见对面的江许许 突然刷得站起身来 却是绕过他 镜子走向了他身后的薄骨架 楚北赫的薄骨架上 净是藏品 但江许许的视线 却死死盯着薄骨架角落 那用玻璃罩子 罩着的一根枯枝 黑色的 千年雷击桃木 正是他师父的那一根 这一刻 江许许哪里还惦记什么金光 指着那桃木枝 姓谋卓然而凝肃 问他 这根桃木 是从哪来的 楚北赫见他表情凝重 微微挑眉 要说他屋内的藏品 确实只有那根桃枝 来历独特 是因为有人 暂放在我这里的 楚北赫声音沉静 却叫江许许眸光一颤 追问 什么有人男的女的 多大年纪 叫什么名字 有没有照片 灵魂四连问 明显已经忘了他和他之间 也不过是刚好认识的关系 楚北赫却没有他在冒犯自己的感觉 沉默一瞬 直到 女的 年纪与我相仿 他没有说名字 楚北赫道 他先前将东西暂放在我这里 只说会有人来替他取走 他没有说的是 那人将东西给他的时候 就十分自来熟地 在薄骨架上选了个位置 就现在那个玻璃罩罩着的位置 那里原本放着一把古代匕首 那人把他的匕首拿走 然后就把那根好似破木头一样的桃枝放了上去 作为一个强迫症 出现这么个东西 而且还占了他薄骨架的位置 可是 他拿不下来 明明还是那个玻璃罩子 但不管他怎么折腾 那罩子却是纹丝不动 后来 他只能任由那树枝摆在上面 慢慢地 竟然也看习惯了 楚北赫想告诉江徐徐 那东西取不下来 但不等他开口 江徐徐已经伸手 楚北赫便见 那不管他怎么挪 都纹丝不动的玻璃罩子 竟在江徐徐手上 被轻轻拿开 而后 便见他将那根桃枝取下 这一幕 楚北赫哪里还不明白 那人说 会有人来替他取走 那个人 无疑就是眼前的江徐徐 可是 对方又怎么会知道 江徐徐会在他的书房里 看到这个东西 那是什么 楚北赫其实知道那是什么 他上网查过 雷基陶木 虽然难得 但并没有什么收藏价值 但这东西 玄门人似乎很喜欢 却听江徐徐说 这是我师父的千年雷基木 他失踪的时候 身上就带着这个 也是他说过 要留给他的东西 江徐徐再次看向楚北赫时 眼睛里满是疑惑和审视 师父和楚北赫是什么关系 为什么要将这根雷基木 交给他来保管 又为什么要他来取 师父是不是也看得到 楚北赫身上的精光 他的失踪 会不会和楚北赫有关 江徐徐心中百转千回 呼的 他像是想到了什么 眼神里带上了几分微妙 问他 除了这根雷基木 他还有没有 给你留下其他东西 楚北赫摇头 没有 江徐徐松了口气 就听他接着道 但是他离开前 在我掌心里画了的东西 我至今没能洗掉 作为一个强迫症患者 这东西折磨他许久 江徐徐眉心一跳 快步上前 顾不得许多 直接拉过他的右手手心一看 只见男人宽厚的大掌中 赫然是一个红色的桃木印记 江徐徐嘴角一抽 默默攥紧自己的左手手心 因为他的掌心里 有一个和大佬一模一样的 桃木印记师父说过 如果将来 他看到一个和他掌心 种下一模一样印记的人 不要怀疑 那人就是他给他挑的 未婚夫 第六十五章 我赢了 你闭嘴 许是江徐徐 看着那印记的表情过于古怪 楚北赫眸光带了些许灵力 直将他牢牢锁住 这是什么印记 这 江徐徐稳了稳心神 面上恢复如常 对上楚北赫的视线 毫不心虚的解释 这是一道护身印记 保平安的 江徐徐说的脸不红心不跳 也完全不打算将未婚夫的事情 说给他听 楚北赫只看着他 一双黑眸似碎了光 明明灭灭 哦 他低应一声 尾音微扬 四大提琴般低沉好听 却若有深意 江徐徐怕他追问 又转问起 楚北赫是怎么认识的对方 楚北赫只道 我认识他的时候 他自称是海市道教学院的院客讲师 见江徐徐眸光微动 张口四要问什么 也不等他开口 静字道 至于为什么结交 这涉及我的私事 无法告知 江徐徐抿了抿唇 感觉自己的花被堵住了 不过好歹也不算没有收获 海市道教学院 他在心里默念这个名字 心下去有些莫名 师父可从来没说过 他还是道教学院的讲师 但不管怎么说 这好歹是一个线索 仔细算来 今天的收获还不小 找到了师父留下的雷积木 知道了师父的线索 还有 多了得未婚夫 江徐徐忍不住又看了一眼楚北赫 眼前的男人 依旧被金光包围着 那英俊的五官 在金光照耀下 都好似带上了圣洁的光环 网上常说的神言 大概就是如此了 偏生这圣光包裹之下的眉眼 都透着一股淡漠的冷酷 给人一种难以清净之感 可师父既然能把那么重视的雷积木 交给楚北赫 又把桃木印记放他身上 说明楚北赫本身一定不简单 他甚至有种预感 只要守着这人 总能等到师父出现 至于未婚夫纳查 江徐徐决定暂时不说 一切还是等找到师父再说吧 江徐徐谢过楚北赫 拎着粽子 拿着那根雷积桃木 就镜子离了楚家的别墅 楚北赫站在二楼看着他走远 一双黑眸沉着点点凉意 抬手又看了看自己掌心的印记 想到江徐徐刚才的解释 面上看不出喜怒 唯有唇角牵起的淡淡弧度 带了丝丝潮意 护身印记 哼 分明是在撒谎 江徐徐不知道自己的谎话 已经被楚大佬看穿 一手拎着粽子 一手抓着雷积木 就快速跑回江家的别墅 江家别墅内 众人早就被刚才那爆炸声惊动 却没想到 进了江徐徐房间 却看不到人 正担心着 就见江徐徐急匆匆地从外地回来 脚下穿的 还是家里穿的拖鞋 徐徐 你这是去哪里了 刚才听见你房间好大的动静 大家都担心坏了 你怎么还跑出去了 二夫人摇零上前 雨带交集和关切 目光细细从她周身扫过 又落在她手里的东西上 表情莫名 还捡了根树枝 江徐徐听到她说 树枝也不生气 这东西 原本在外行人眼中 就跟普通木头没两样 只随口解释 我刚刚在房间里 做空气泡实验 不小心失败了 三夫人薛宁玉 今天正好在家 文言忍不住上前关切 怎么还在房间里做实验 这也太危险了 没伤着吧 江徐徐摇头 顿了顿 又补充 我下次会注意的 薛宁玉朝她笑了笑 却听旁边江汉不满开口 你在家里做实验 你不知道 做实验有多危险吗 万一把东西炸了怎么办 这家里 可不是只住了你一个 江汉自从上次后 虽然收敛了不少 但难得逮着江徐徐一个错 加上江宇成和江淮不在家 他自然不会客气 江徐徐文言扭头 然而还没等他开口 江苏就先他一步跳了出来 这不是没事吗 一点小事我皆有分寸 那就至于炸了你了 江苏的回忽过于明显 只把江汉给气得 脸色都难看了几分 从那天出事后回来 这个臭小子 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整天追在江徐徐后头跑 连雪西出院也没去接 昨天雪西跟他说话 想到雪西当时那难过的表情 江汉脸色就更沉了 你说没事就没事 你能替他保证吗 说着又扭头 直接冲着江徐徐 你既然回了江家 就不能只凭着自己高兴 不考虑旁人 他这话就差明着说 他自私没素养了 江苏一听又要上前跟他杠 不料江徐徐一个抬手 焦黑的枯枝 直接将他拦住 他自顾看着江汉 你说的对 这个家里住了这么多人 我也不能因为觉得 一些人过于过躁 就让对方闭嘴 他语气平静 没有半点对人的感觉 偏偏就让江汉听着 脸色一黑 你说谁过早 江苏一点不怕惹火 乐呵呵在旁助攻 嘿 谁硬了就说谁 江汉脸色更加难看 上前一步 一副要动手的样子 姚灵见状忙制止 好了 都是一家人 说话这么冲干什么 江汉你也是 快别说了 薛宁玉也跟着 把自家小子拎回来 你也别下拱火了 毕竟旁边 还站着两个长辈 江汉也不能真的做什么 冷哼一声 转身就要走 不料江许许却将他叫住 如果我能证明 不会影响到这别墅里的人 你敢不敢跟我打个赌 江汉闻声脚步一顿 扭头看向江许许 表情里满是不屑 你怎么证明啊 江许许 只要你敢赢 我就有办法证明 江汉顿时笑了 冷笑 好啊 你想赌什么 江许许清零零的毛子 淡淡扫过江汉 微微一笑 如果我赢了 我接下来一周 不想听到你的声音 扑痴 江苏忍不住笑出了声 江汉脸更是直接黑了 他觉得江许许 还是在拐着弯骂他锅躁 让他闭嘴 行 我跟你赌 但有没有影响的我说了算 如果你输了 以后在这家里我不让的事 你都不许做 江汉以为自己这么说 江许许肯定会怕 毕竟怎么算影响 都是他说了算 那相当于他 就是裁判 别墅虽说隔音不错 但也不是真的关起门 就毫无动静 只要他有动静 自己总能抓住他的把柄 江许许闻言 眼皮都懒得先 行 江汉又问 那你打算怎么证明 江许许这回 总算是抬眼看他了 声音轻浅 直到 你今晚就知道了 说吧 他也没再多留 直接拎着粽子和桃木上了楼 江汉看着他的背影 想到他刚刚说今晚的时候 不知怎跌 竟有种毛毛的感觉 今晚 能咋地 第66章 静音符 两人的这个赌注 除了江素 其他人都没怎么放在心上 就连江汉自己 转过头时 也忘了个一干二净 晚上 江汉回屋洗澡 江家的主人房 都配了单独的浴室 江汉也有自己单独的浴室 进了浴室 打开花洒 江汉正淋着水洗着头 忽然 头顶的水停了 江汉顶着一头的泡沫 眼睛都睁不开 下意识伸手在淋雨花洒的开关上 按了按 却发现毫无反应 他脸色一沉 抓过一旁的毛巾 胡乱擦了擦眼睛 又走到浴室门口 探头就冲着门外大喊 管家 您说 我房间怎么没水了 他的声音不小 但外头迟迟没有动静 江汉只当是房门关着听不见 又提到了声音大喊 您说 张嫂 我房间停水了 快让人过来看看 江汉觉得自己 喊得已经足够大声 换做平时 人就算在楼下 也该听见上来了 可这会儿 却是一片安静 不说外头好像没人听到他 这里的动静 此刻他都觉得 房间里安静的吓人 外头甚至没有一点声音传来 就连夜里偶尔的 蝉鸣叫声 似乎都听不见了 莫名的 他想到了江许许说的今晚 再想到 那人喜欢折腾那些 神神鬼鬼的东西 江汉瞬间咽了咽口水 只觉得手臂的汗毛 一根根竖起 当下也顾不得许多 将毛巾往自己身下一围 顶着一脑袋的泡沫 就快速冲出浴室 直接冲到房门处 妈 您说 那声音里 甚至带上了惊恐 一边叫着 一边打开门往外冲 就在他开门的瞬间 江汉似乎听到了 属于外界的声音 与此同时 他那声惊恐的喊声 也引起了别墅其他人的注意 与他正好挨着房间的江苏 听到动静 最先打开门出来 怎么了 怎么了 扭头一看 瞬间双眸圆瞪 我爹啊 被喊爹的江雨彤 正好跟着姚灵明书上楼 待看到江汉这顶着一头泡沫 浑身上下 只围着一条毛巾 还湿漉漉的模样 都跟着瞪大了眼 姚灵更是下意识 捂住旁边小女儿江营的眼睛 让他下楼去 江雨明也听到动静出了房间 看到江汉这副模样 顿时沉下脸来 你这是什么样子 还不快进屋去 江汉简直都要哭了 是他不想进吗 分明是他屋里不干净啊 爸 妈 我屋里 他想说屋里不干净 但想到自家老爸有些排斥这个 只能苦着脸道 我屋里 突然停水了 明书作为家里的管家 这是自然归他管 文言忙不迭上前 怎么会 一边说着 一边往里走去 觉得这是不大可能 不说这个别墅区从来没停过水 别墅里的供水系统 都是最先进的智能系统 就算水管爆了 都会自动发出警示 并自动关闭水闸 明书这么想着 进了浴室 伸手就打开花洒 只见刷的水珠喷洒而出 伴随着点点热气蒸腾 险些将它洒了一身 这 有水啊 水温还很正常 明书一时愣住 但觉得江汉少爷也不可能说谎 于是又试了两遍 关了开 开了关 因为浴室和房间门都开着 屋外的人都清楚地听见 明书是花洒时的花花水声 当下齐刷刷看向江汉 江汉顿时有些傻眼 我刚刚 开着没水啊 行了 赶紧进去重新洗洗你这头泡沫 江雨明觉得这个儿子不够稳重 一点小事就大声嚷嚷 姚琳也劝 是啊 快进去洗干净 再换身衣服 别着凉了 虽然现在是夏季 但这么湿着脑袋 站着也容易着凉 江汉却还是觉得有些发毛 想到刚刚自己在里头怎么叫 也没人应他 哪里敢自己进去洗 我 我去江苏屋里洗 说着 也不管他同不同意 抬脚就直接进了旁边江苏的房间浴室 江苏兰都来不及 只能在外头冲他跺脚 江雨明摇摇头 镜子和摇铃转身回了自己房间 这边 江汉想着刚刚的事 也不敢悠哉洗澡 快速将身上冲洗干净 就换上衣服出了房间 一出房间 就见江苏房间里 坐着两个人 一个是江苏 另一个 则是江徐徐 江汉先是吓了一跳 反应过来 他猛地瞪住江徐徐 刚刚是不是你搞的鬼 他就说 刚刚明明是突然停水 怎么明书进去就好好的 还有刚才自己怎么叫都没人反应 他可不觉得那是意外 再想起江徐徐先前说的打赌 他几乎立即断定 就是他搞的鬼 只是不知道 他用了什么手段 江苏坐在旁边 显然也很好奇 发生了什么 江徐徐看着江汉那一副气急败坏的样子 面上却一派淡定 也不否认 随手抽出一张黄符 这是静音符 贴在门上 不管里头多大响动 外头都听不见半点声音 效果你刚刚已经体验过了 这是他在结界符的术式基础上修改的 指隔音 其他都如常 江汉虽然嘴上说着 是江徐徐高鬼 但却是以为他 用了什么特殊的科技手法 却不曾想他直接拿出了一张符 当下瞪大了眼 一副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样子 一旁的江苏同样瞪大了眼 却是一脸稀罕 还有这种符 姐 我也想要 卖我 有了这个符 他玩游戏 还怕被爸妈抓到吗 他甚至连耳机都不用戴了 江徐徐对于江苏的直接 也不客气 扭头 两千一张 江苏想也不想点头 拿过手机就给他转账 江汉在一旁 看得简直目瞪口呆 你 你真会发说啊 江汉觉得自己三观都要被冲击散了 江徐徐瞥一眼江汉 也懒得跟他解释 直到 打赌 我赢了 江汉嘴角一抽 他倒是想故意让他输 可是刚才的事 他都是亲身经历过的 甚至还直见到的家里人都看到了 想不承认都不行 忽然 他又想到什么 看着江徐徐 脸色难看 不对 就算你是用了服 那我屋里的水是怎么回事 江汉幻想着 是不是江徐徐 还派了小鬼过来 趁着他洗澡洗到一半 就把他的水停了 否则怎么会那么刚好 想到自己洗澡的时候 旁边可能有个小鬼盯着 江汉浑身的汗毛再次起立 看向江徐徐的目光 都好像看怪物 江徐徐看着他 却说出了另一个答案 家里的控水系统 可以实时监控每个房间的用水 江汉 不是小鬼 江徐徐似是叹了口气 解释 我只是看着你的用水 估摸着时间关了你屋里的水阀 而已 江汉文言 嘴角狠狠一抽 你还而已 第67章 早知道直接说一个月的 江汉觉得 人生前所未有的憋屈 旁边的江苏转完账 顺利拿到自己想要的静音符 想起刚才江汉的样子 还有两人的打赌 瞬间像是想明白了什么 汉哥 所以你刚才是洗到一半没水 话没说完 江苏的嘴巴已经叫江汉 一把捂住闭嘴 江徐徐又好征一侠 看向江汉 再次重复 打赌 我赢了 江汉一脸憋闷 虽然不甘心 但他确实输了 江徐徐也不跟他废话 站起身 直到 接下来一周 别让我听见你说话的声音 顿了顿 又强调 我想江家四少 这点信誉 应该还是有的吧 没有也没关系 他可以让他有 江汉虽然听得一脸阴沉 但还是没好气的硬了 放心 我说话算话 江徐徐顿时满意 点头 镜子出了江苏房间 临走时 两人隐约还听到他小声嘀咕 早知道应该直接说一个月的 江汉 扑哧 江苏又忍不住笑出了声 江汉一脸阴沉瞪他 江苏 你现在究竟是怎么回事 净帮着这个外来的 江苏文言顿时耿起脖子 什么外来的 他是我唐姐 也是你的亲唐妹 你再说这种话 小心我跟大伯告你 江汉简直要被江苏这个浑人气笑了 小孩子才告状 再说了 当初是谁一个劲挑出来 针对这个唐姐的 自己做过的事都忘了不成 汉哥 你自己也看到了 我姐是有真本事的人 你以后别跟他对着干了 不然哪天我姐真的生气了 那对付你都是抬抬手的事 江苏难得苦口婆心地劝了一句 江汉莫名又想起那些悬门人士 招小鬼对付人的把戏 心下发毛 面上却分毫不肯示弱 他 他敢 我跟大伯告他 江苏 刚才谁说的小孩子才告状 江汉也懒得跟江苏多说 扭头就出门回了自己的房间 楼上 江许许一回房间 就看到已经小人生娃娃一样的小英灵 在屋里蹬着小短腿乱飘 小英灵没了身上的怨气 整个呈现的像是个白白胖胖的小人生 飘着的时候 两条小腿还一边蹬着 瞧着十分可爱 他好几次蹬着腿飘到窗口 都被江许许设在房间里的结界 给弹了回来 虽然没了怨念 但小英灵还是下意识 想要寻找自己的母亲 小漂亮许是觉得有趣 甩着胖乎乎的圆尾巴 就追着小英灵跑 见他被弹回来 还试图张嘴叼他 吓得小英灵又赶紧飘到上空 此时眼见江许许回来 又蹬着小短腿飘到他肩膀上 像是泪道似的 呼呼喘气 虽然接触时间不长 但他明显知道这个人类不会伤害自己 而且只要趴在他肩膀上 那只小狐狸也不敢再叼自己 江许许看着自己肩膀上 那巴掌大小的小胖萝卜 眉眼都稍稍缓和了几分 但还是教育他 别瞎跑 如果你乖乖听话 送你轮回前 我带你回去见你妈妈 小胖萝卜似乎是听懂了他的话 蹬着小短手似乎想要抱他 江许许也不理会 走到桌前 又将师父的那根千年雷积木 仔细研究 雷木浇黑 被雷火击打烧住过的只身 遍布着沟壑绵延的纹路 江许许之前曾问过师父 为什么他的雷积木不做成法器 等你摆脱官家的命格束缚 再把这东西按照你想要的样子做成法器 官家养他18年 利用他的命格为官蕊蕊挡灾 其中命线牵扯 轻易无法解开 所以他只能一步步斩断和官家的联系 替官蕊蕊承担车祸大劫是还恩 偿还官家18年的抚养费是还债 公开结束和官家的关系是断情 如今恩情债已了 他也如师父所说的 拿到了他为他准备的雷积木 江许许想了想 取出珠笔在木枝上画出想要的形状 制作法器本身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法器符纹必须顺应雷纹的走势 克制符纹 打磨 开光 全都需要耗费灵力 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成 江许许又看了看自己简陋的桌面 想了想 决定回头将自己的家伙 从出租屋搬过来 江家别墅不缺房间 更何况 他现在的这个房间 本身就是一个套间 当初是为了方便运营保姆照看孩子 外头也安了个床 后面虽然搬走了 竟然回来并决定住下 该添置的还是要添置 不过这些都不着急 将东西归整了一遍 江许许又在零食网上下单了一些东西 这才带着小漂亮和小胖萝卜睡下 第二天下楼 虽然还在假期 但江家没有让孩子睡懒觉的习惯 江许许一下楼 就见江汉坐在陆雪西身边 跟他说着什么 眼角余光瞧见他 忽然像是想到什么 猛地闭嘴 一旁的江城只觉莫名 顺着他的视线 看向楼梯处 见到江许许 倒也没表现出明显的嫌恶 只是态度冷淡地点点头 随后一开目光 倒是陆雪西朝他走过来 笑道 许许 听说那天是你带人去教学楼就吓了我 一直没来得及跟你说声谢谢 今天难得你在家 要不中午我下厨 当作答谢 你想吃什么 江许许眉心微调 看一眼陆雪西和他身边的左右护法 眼眸淡淡 不用 陆雪西文言面上一案 但还是坚持到 你别跟我客气 我学过烹饪 虽然不算大师级 但还能入口 你说说想吃什么 我说不用 江许许打断他的话 神色依旧淡淡 陆雪西声音微哑 还没等他再次开口 旁边的江城和江汉 都不约而同地沉了脸 江城尤其不满 江许许 雪西是为了感谢 你才特意提出给你做饭 你这是什么态度 江汉也想开口指责 猛地就见江许许性谋悠悠扫过 心下一个咯噔 到了嘴边的话 声声咽了回去 双唇紧闭 第六十八章 要不你也跟我打个赌吧 江城本来还等着江汉配合一起 谴责这个没有礼貌的堂妹 结果等了半天 却见江汉憋着一张脸 紧抿着唇不说话 但眼下 他也顾不得多问 扭头 还要接着教育江许许 就见他呼得扭头 冷不定问他 要不你也跟我打个赌吧 江城一愣 一旁的江汉 却是黑了脸 不等江城开口 一把将他拽住 看向他时 每个五官都在写满了四个字 不要答应 这个江许许不好惹 江许许却是认真询问的 早在刚才陆雪熙出生时 他就预料到 这人不会安静 果然 早知道昨天应该等着江城 和他一起打个赌的 江城昨天待在房间里 陆雪熙却是知道前因后果的 再看江汉这模样 分明是输了 可是他不明白 江汉是什么时候输的 心思飞转 却不妨碍 他出声劝阻 江城哥 你别这样跟许许说话 让大伯看到 又该生你的气了 陆雪熙说着 又看向江许许 许许不想吃我做的饭没事 本来就是一个提 不好勉强的 或者你有什么想要的 都可以跟我说 我是真的很想谢谢你 江许许看他一眼 那就打钱吧 江许许这话一出 不止陆雪熙 一旁的江汉和江城两兄弟 都愣住了 江许许却是毫不顾忌 伸手拿出手机 打开转账二维码 三十万 江汉下意识想说你抢钱 触及江许许的视线 又忙不迭捂住自己的嘴 一旁的江城 倒是无所顾忌 拧眉不满 江许许 你就那么缺钱 骗钱都骗到家里人头上了 江许许就看向他 谋色漠然 不是他说想谢谢我吗 我不需要那些形式上的答谢 想谢我 直接打钱 三十万也不是乱开的价格 一张雷符十万 那还是他自己画的 要知道临时网上 一张终极雷符 标价都是八十万以上的 江许许觉得自己要价 已经很便宜了 陆雪熙看着江许许 那认真讨钱的样子 目光闪了闪 很快笑道 许许说得对 我确实不该只是嘴上说说 三十万是吧 我这就转你 他说着就要拿旁边的手机 江许却是将他的手机一把按住 雪熙你别动 他不就是缺钱吗 这钱我来给 一边说着 掏出手机直接扫码 直接给江许许赚了五十万过去 而后眼神挑衅 多给你二十万 自己留着当零花钱 别老是眼皮子那么钱找人拿钱 陆雪熙文言微微垂眸 垂落的刘海 正好掩去他眼底的笑意 江许许看着手机到账的五十万 再看向江许那一副 施舍打发人的模样 忽然问他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 不要随便给玄师转钱 江许一愣 表情莫名 江汉同样看向江许许 就见江许许清零零的信谋 直视着江许 也没有发火的意思 只缓缓道 多出来的二十万 就当是你提前存在我这里的挂金 我尽量让你提前用掉它 江许许声音不虚不及 与其更称得上一句认真 江许还在莫名 一旁的江汉却感觉被挤墨地 窜起一股凉意 江许不晓得 但他昨晚可是亲身经历过 也知道江许许是真的有点本事的 在听江许许这话 让他提前用掉 不就是说 让他提前遭遇点什么玄学事件吗 想到这茬 江汉看向江许的眼神里 都带上了同情 让你跟他嘴见吧 这不就被惦记上了 然后又十分庆幸自己 刚刚因为堵住 始终没有出声 江许对上江汉那同情的目光 脸色都变得有些难看 他已经反映过来江许许那话里的意思了 但他只觉得江许许是在故意吓唬人 江许许 在家里别老是整你那套玄乎的东西吓唬人 我不吃你这套 随你便 江许许瞥他一眼 也懒得继续跟这只江纠缠 转身自顾去了餐厅吃早饭 吃得差不多的时候 江素眯着眼 登登登下了楼 也没看客厅里坐着的几个 镜子扭头去了餐厅 看到江许许的时候 原本还处在睡眠状态的大脑 瞬间清醒了 很是兴奋地凑到江许许身边 说起他昨晚给的静音符有多好多好 他昨晚开着声音打游戏 打到凌晨三点 他爸和他妈甚至明叔他们一点动静都听不到 也没来催他睡觉 江许许看着他顶着的黑眼圈 默默决定以后卖服给未成年人的时候多些限制 如眼前这只未成年 明显就是能把自己做死的那种 他也没出声劝他 自顾自喝完了自己面前的粥 江素也不觉得被冷落 又问他 姐 你今天有什么打算 要出门吗 江素觉得跟江许许出门主持正义的感觉特别棒 还想跟 今天不出门 江许许打破他的幻想 我今天在家 收快递 江素 收快递这种事 还需要专门在家 那明叔张嫂保安这些人要来做什么用 不等江素多想 就听明叔走了过来 说是别墅门外有快递到了 因为需要本人签收 问是否放行 江许许便朝明叔点头 是我的快递 放进来吧 江素有些好奇 江许许买了什么 需要本人当面签收的东西 客厅里的陆雪熙几人虽然没表现出来 但心里同样好奇 坐在客厅默默等着人上门 不多时 别墅大门被打开 众人便见 门外站着三个黑帽小哥江素记得 昨天上门给江许许送快递的快递员 好像也是这副打扮 只是这工装 他好像没见过啊 这是哪家快递公司 瞧瞧这清一色的黑衣 黑裤黑口罩 不像快递员 更像是某种神秘组织成员 就见江许许上前 先是拿出手机 像是验证了一下身份 随后三个小哥一人各扛起 那组有半人高的大箱子 步履轻松地跟着江许许上楼 江素几乎立即跟上 眼见着三人一路扛着 箱子进了江许许的房间 正打算跟着入内 就见江许许走了过来 当着他的面 直接将门关上 江素一脸不可置信 不就是送个快递 需要这么神秘 居然还不让他看 难道他不是他亲爱的堂弟吗 第六十九章 你不符合我们公司的客户标准 不管江素怎么好奇 江许许愣是没有开门 江素就站在外头 常试着想要听到里头的一点动静 然而什么都没听见 约莫过了半个多小时 就在江素险些就要睡着的时候 忽然身体像是被一股清风拂过 叫他整个人瞬间神清气爽 同一时间内 整栋别墅的人都不约而同 感受到一股爽力的清风拂过 顿时只剧耳清目明 楼下的民书更是纳闷 哪里来的风 因为正是夏季 别墅内几乎全天开着中央空调 确保待在别墅内的人 不会感受到一丝热议 既然开着空调 又是哪里来的风 还怪舒服的 另一边 江许许房间内终于再次传来动静 三个黑帽小哥拿着空纸箱走了出来 又恭敬地和江许许告别 也不知是不是江素错觉 他总觉得 这三个黑帽小哥 看向许姐的眼睛里 似乎多了几分崇拜 江素迫不及待往屋里钻 就见屋里除了江许许摆在桌上的一个工具箱 屋里似乎再没什么新天制的大家具 姐 你买的那三大箱子东西呢 怎么就剩这么个工具箱了 虽说江许许那个工具箱瞧着也不小 就跟小行李箱似的 但刚刚那三个快递小哥捧着的 明显比这个工具箱要大很多 江许许只偏一眼他脚下 却没解释 江素没注意到的是 自己脚下的地板已经被整体换过 如果有悬门人士在这里 就会发现江素现在脚下站着的位置 俨然是一个用灵石铺就的聚灵阵 这类聚灵阵一般是用于修炼聚集灵气所用 江许许作为一名服师 不论画幅还是客幅都需要更多的灵气辅助 聚灵阵就是为了更好的在这房间内聚集天地间的灵气 而当灵气聚集 除了江许许所在的房间 整个别墅都能或多或少得到灵气洗涤 刚才别墅内众人一瞬间感受到的爽力清风 正是江许许激活阵法后的动静 江许许不解释 江素自然也无从知晓 只是站在他姐这屋子里有些舍不得出去 怎么说呢 他觉得他姐房间里这空调很不一样 既不会给人一种凉丝丝的感觉 反而十分恰到好处 只是站在这里头 就有种神台清明的感觉 很是舒服 楼下 江许许也注意着楼上的动静 看到三个黑帽小哥规规矩矩下楼时 他似是想到什么 起身镜子走到几人身前 你们是哪家公司的 不止江素 江许也明显发现 江许许似乎很喜欢用这家快递公司 可是看他们浑身上下 连个logo都没有 乍眼看去 甚至都不像是送快递的 江成有点担心 江许许是不是还进了什么奇奇怪怪的邪教组织 他怎么样无所谓 但不能连累了江家的名声 心里这么想着 面上却是一派和气 我的新公司正好打算找一家快递公司合作 你们给我一张名片 回头兴许有机会合作 江成倒不是骗人 他今年大学毕业 准备自己创业 确实需要物流方面的公司合作 但一般小公司他肯定看不上 毕竟他是江家人 哪怕自己创业 各方面资源也必须是顶尖配置 江成以为自己这么说了 面前这三个小快递员 一定会立马成惶成恐 高兴地送上自己公司的名片 毕竟这里可是江家 能和江家搭上合作 那绝对是天降献饼 却不料 面前三名快递员只是默然看向他 其中一人黑口照上方 只露出的一双眼 自他身上从头到脚扫过 而后像是笑了 不好意思 你不符合我们公司的客户标准 一点灵力都没有的麻瓜 数不接待 江成就愣了 一旁听着的江汉和鹿血腥也愣了 什么意思 只听过客户挑快递公司 没听过快递公司还挑客户的 又不是那种 只做大型物流的公司 凭什么挑客户 再说江许许能用 凭什么他不能用 江成觉得这快递员再看不起自己 然而对面的黑帽小哥 却没有和他多解释的意思 说完便镜子转身 朝着大门方向走去 江成只觉得自己被打脸了 没有在自降身份的把人留下理论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野鸡快递 他过问一句都是给他们脸了 谁真稀罕了 心底不满 连带着对用这家野鸡快递的江许许 也多了几分迁怒 另一边 医院VIP病房 关瑞瑞听着网上那段录音 还有底下评论 对他一面倒的谩骂和批判 因为江家律师团队的介入 林瑞瑞状告秦浩和关瑞瑞等霸凌者的消息 在网上沸沸扬扬 关瑞瑞在看向另一个镜头前 讲述自己被霸凌经过的林瑞瑞的录像 原本娇俏的脸上已是一片血色 嘴角一颤 当下没忍住 将手里的iPad狠狠砸在了地上 许师动作太大 再次牵动了腰上的伤 疼得他眼尾泪花都跟着落下 瑞瑞 这是又怎么了 白淑琴看着自家女儿这副模样 又是一阵心疼 关瑞瑞却是气哭了 甚至忘了自己平素的伪装 声音都带上了明显的尖锐 是江许许害我 他居然偷偷录音 他明明说了 录音不会让人听到 还有林瑞瑞 那个剑人根本没死 他们连起手来骗我 他根本没死 天晓得 关瑞瑞在网上乍然看到林瑞瑞时 有多惊恐 他以为自己见鬼了 但很快 他就明白 不是他见鬼了 而是他被耍了 而且是被江许许和林瑞瑞 联手给耍了 他们肯定是故意的设局 让他说出那些话 关瑞瑞此刻简直恨不得立刻出院 冲到江许许面前狠狠给他一巴掌 他怎么敢这么对她 瑞瑞 别怕 妈妈已经让律师去处理了 那什么林瑞瑞既然没死 那更没有什么好怕的 白淑琴也是网上的事情后才知道 自己女儿居然还涉及霸凌 虽然心底不愿相信 自家乖巧善良的女儿 会做出霸凌这种事 但那录音确实是瑞瑞的声音 也是他亲口承认的事 白淑琴虽然意外 但到底没怎么当回事 小孩子嘛 在学校打的闹呢 闹点小矛盾 那都是常有的事 那林瑞瑞自己不自爱 还没成年 就和人搞大了肚子 竟然还来怪他家瑞瑞 他闹这一出 也不过是为了钱 钱而已 你爸有的事 再说还有情价 凭他们两家的财力势力 一个林瑞瑞 怎么敢跟他们懂 第七十章 明已被群主踢出该群 白淑琴说得自信满满 关瑞瑞却没有半点觉得轻松 就算能用钱打发林瑞瑞 她的名声这次也坏了 将许许发在网上的录音 当时为了 尽早摆脱林瑞瑞的魂魄 她甚至把自己那些阴暗心思 都直接说了出来 包括她觉得 一个贱民 不配跟自己用同样的名字 林瑞瑞勾引了原本一心 只有她的情号 让她觉得十分丢脸 就这一早上 她就刷到好多二代群里 对她的讨论 没想到关瑞瑞看起来 外表柔柔弱弱 暗地里心思这么霸道 女人真可怕 关瑞瑞就是个绿茶婊 我早就说过了 看她平日里那么能装 谁能想到心思那么阴毒 人家就是跟她恰好名字同音 都不是重名 这都不让人活 她这是 把自己当古代的公主了 还犯了她名讳了 真是搞笑 你们这也说得太不客气了 这群 她在的吧 她在又怎么样 我家又不怕她 就是说给她听的 这话提醒我了 艾比群主 我们什么身份 还要跟她一个群 嘉义我们什么身份 还要跟她一个群 然后就是群消息提醒 她被踢出了该群 虽然不是所有群 都把她踢了出来 甚至还有一些 和秦浩脾气相投的二代 她觉得这不是什么大事 但这也足以叫关蕊蕊 看得一阵崩溃 江许许啊 白淑琴眼见关蕊蕊 再次陷入抓狂 只觉得脑壳嗡嗡的疼 她这几天也没睡好呢 早上出门 又在下楼梯拾挽了脚 下意识的 就看向了关蕊蕊脖子上 带着的那个玉牌 那是关起身 从抽屉角落找出来的玉牌 因为担心关蕊蕊的灾厄体质 加重她的伤势 白淑琴好说歹说 让关起身 把玉牌让给了妹妹 至于另外一块玉牌 关宝成自己留着用 她毕竟是一家之主 白淑琴也不可能跟她争 本来也觉得 没什么大事 但真的就和江许许 那小贱人说的一样 这两天没有玉牌 她和儿子小岛没不断 饶食她心疼女儿 也实在有种招架不住的感觉 蕊蕊 你别喊了 妈妈头有些疼 又哄她 你爸爸肯定不会放过 欺负你的人 那个林蕊蕊 等这次的事情了 我们家肯定会让她 和她家里人都付出代价 关蕊蕊蕊文生没在喊叫 却是书弟叮嘱白淑琴 双眼通红 还有江许许 白淑琴当然知道 还有江许许 可是 江许许现在是江家人 不说她背后的江家 就是她的那些本事 就不是他们可以轻易对付的 关蕊蕊只一眼 就看出了白淑琴心底的顾忌 她自然也明白 江许许就是仗着自己背后 有了江家 才敢这么肆无忌惮地对付她 她也知道 关家不管是财力 还是在海市的势力 都比不上江家 可是 要她这么咽下这口气 她不甘心 我要告她诈骗 关蕊蕊忽然像是 抓住了什么救命稻草 眼眸瞬间赠亮 江许许之前 可是收了我们家五百万的 她先是和林蕊蕊 联手给我下套 从咱们家骗了五百万 和奶奶的手镯 我完全可以告她诈骗 白淑琴听到这话先是一亮 但很快 她面上又多了几分顾忌 但是一个转账记录 想要告她 可能有些难吧 更何况 江海集团的律师团队 也不是吃素的 白淑琴虽然张狂 但到底还是有些理智在身上的 关蕊蕊却不管 她现在只想迫不及待地 让江许许抖霉 我不管 我就要告她 我们家怎么说 也养了她十八年 她却这样对我 她凭什么这样对我 妈 你帮我告她 我一定要告她 关蕊蕊情绪再次激动 白淑琴见状 只能再次哄着 好好 妈帮你告她 小祖宗 你可别再乱激动了 对身体不好 关蕊蕊听到了 自己想听的话 顿时又抓着白淑琴的手 流着眼泪 可怜兮兮的卖惨 妈 你说她为什么 就是不肯放过我 她们为什么 就是不肯放过我 我好难受 我真的好难受 如果说之前她撒泼 只是让白淑琴勉强松口 但眼下 她再次露出这种 脆弱可怜的姿态 一下子 就将白淑琴心里的 那点理智 抛到了脑后 当下又是心疼 又是愤慨 蕊蕊别哭 那个小白眼狼 妈一定不会放过她 她敢欺负我的女儿 无论如何 我都不会叫她好过 白淑琴说吧 放开关蕊蕊 转过身 就气冲冲地出了病房 关蕊蕊红着眼 看着她离开 嘴角这才缓缓勾起 一抹得意的浅笑 关家 关起身正和一名大师 在家里查看风水 那天 江许许从医院离开后 不知是不是她的话 给了什么暗示 关起身总觉得 家里隐隐有些不对劲 首先是 她也开始做噩梦了 梦里 她从睡梦中醒来 睁眼却看到自己床边 躺着一个女人 一开始 那个女人躺在大床的另一边 而当她从梦中惊醒 以为自己醒来后 又冷不丁地 看到那个女人躺在身侧 连续几天晚上 而更让她恐惧的是 每次她在梦中惊醒时 那躺在她床上的女人 睡得朝她越来越近 关起身心里的恐惧 简直无法言说 她真的不想某天醒来 那个女人贴在自己身侧 光是想想那个场景 就叫她不寒而栗 她甚至尝试过 睡在外面的酒店 然而那女人 或者说 梦里的那个女鬼 仿佛就像认准了自己 每天晚上 她依依就会梦到 她离自己越来越近 她不知道 这是不是江许许之前说的 和蕊蕊身上的灾厄命格 靠得太近导致的 她也想过 将给蕊蕊护身的玉牌拿回来 可是却被白淑琴一通指责 没办法 她只能找了另外的大师 来家里看看 只要把那女鬼收了 至少她不用在 每天陷入梦境恐惧里 大师 怎么样了 因为观蕊蕊的命格 观启身对于这些玄学风水 也是极其信任的 眼前的这个大师 就是她花了高价 从外面请来的 就见 那大师 先是围着别墅转了一圈 又在她房间转了一圈 最后点头 你这房间里 确实有些不干净的东西 第七十一章 有这样的护身玉牌 还要什么大师 大师语气严肃 叫观启身心下一景 果然是鬼 大师 你有办法 收了吗 不等对方出声 观启身又道 大师放心 如果您愿意帮忙 酬金方面 肯定不会叫大师吃亏的 身穿道袍的中年大师 文言微微一笑 既如此 我就尽力一试吧 说吧 百镇 启弹 施法 架势十足 观启身不是没见过真正的大师 那天在医院看到 江徐许一出手 就觉得 他也是有真本事的 但经过录音曝光这遭 他自然不可能再找他 此时看着眼前大师起伏 那扶子就朝着床的正中央飞去 心下一喜 很快就能被收拾掉 然而下一秒 他只觉房间内温度骤降 那飞出去的符纸 更是在半空就直接烧了起来 还没等他询问 一旁的大师已是脸色一变 忙不迭又抛出两张符纸 结果 符纸又迅速在半空烧成了灰烬 原本还有些先锋盗鼓的大师 这一下直接变了脸 甚至还冲官起身发火 这别墅里不止一只邪碎 你怎么不早说 早知道这么麻烦 他才不主动来招惹 这下好了 他刚才的举动 这是直接惹怒了 占据在这别墅里厉鬼啊 快 快走 大师这么说着 拉着官起身就要逃 官起身尽管莫名 但也明白过来 这大师靠不上了 两人直接冲向门口的方向 然而就在他们刚要靠近的时候 房间的门忽然砰得一下关上 与此同时 官起身只觉得自己脚下 像是被什么东西牢牢抓住一般 整个人竟是动弹不得 隐约的 他眼角余光 似乎看到床边再次出现 一道熟悉的身影 而此时 那身影正缓缓转身 似乎要朝他靠近 官起身只觉得一颗心 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整个人急促呼吸着 眼见着那女鬼 朝自己越来越近 那惨白的手 朝他的脖子缓缓伸来 官起身瞪大了眼 恍惚有种 自己今天就要死在这里的感觉 就在这时 房间的门 忽然被人从外面扣响 紧接着 外头便传来关宝城的声音 起身 你在房间里吗 官起身只觉得心头一喜 下意识就要开口呼救 下一秒 却感觉一只冰冷的手 忽然从他脑后伸出 竟是一把捂住了他的嘴 一股冰凉的圣人寒意 自他脚底板窜出 叫他浑身发僵 连带着喉咙里 更是发不出一个字来 官起身从未有过 像眼下这般的恐惧 双眸一片血腥 五官却依旧无比清晰 他感觉 自己身后贴上了 一个冰冷的东西 官起身浑身抖入筛康 眼泪再也不受控制的滑落 想要求救 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就在这要命的时刻 一旁的大师 忽然猛地划破自己的指尖 手臂一扬 指尖血珠瞬间挥洒而出 有两滴恰好落在了官起身脸上 官起身耳边 似乎听到一声惨叫 那原本捂住他嘴的冰冷手掌 也在一瞬间缩了回去 也是趁着这千军一发的时刻 官起身忙不迭出声 朝门口大喊 爸 救我 在他话音落下的瞬间 房间的门被一把推开 正是原本得不到回应 正准备离开的官府 而就在官宝城 踏进屋内的瞬间 官起身明显能感觉到 屋内原本冰冷的温度 一点点回暖 再一看 旁边的大师 已经捂着自己的手指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嘴里更是喃喃念着 太凶了 这也太凶了 今天这丹 他亏死了 这精气凝结的指尖血 这么洒出去 他得补多长时间 才能补回来 再一感受屋里的气息 发现原本作乱的厉鬼 竟好似消失无踪一般 大师却并不觉得轻松 他可不觉得 对方是被自己的指尖血逼走的 他又看向赶来的官宝城 视线舒逗就落在他脖子上 挂着的那玉牌上 缓缓瞪大了眼 随之而来的 就是一脸的愤慨 官总 我以为你诚心请我过来 可怎么一句实话也没有 官起身好不容易 才从死里逃生 听到大师的话 脸色都有些难看 大师这是什么意思 那大师顿时指着 官宝城脖子上的玉牌 你们既然认识 能做出这等护身法器的大师 何必还来寻我 就算没有我 凭着这护身玉牌 也可保不被斜碎侵扰 官起身和官宝城 乍一听这大师的话 面上皆是一愣 随即视线不约而同 看向官宝城脖子上的玉牌 那正是之前 将许许送给官家人的玉牌 虽然并不十分肯定 将许许的话 但他们回去后 还是将玉牌找了出来 带在身上 果然倒霉是少了许多 可是玉牌只有两块 官宝城也不能一直 跟官起身同进同出 这才花了大价钱 找了这个大师上门 结果不曾想 这大师的本事 竟然连江许许 做的一块玉牌 都比不上 这 那死丫头 真的有那么厉害 大师 你的意思是 如果我带着玉牌 那女鬼就不能再 像刚才那样找上我 官起身 脸色也有些阴沉 刚刚那样的经历 他真的不想再经历一次 我关玉牌上的灵气 确实如此 大师刚才发脾气 是觉得自己 被这家人给耍了 但现在想来 这样的护身法器 哪能人手一块 自己刚才的口气 他也没有跟人道歉的习惯 只是稍稍缓和了口气 占据这别墅的邪碎 并非寻常心鬼 我虽然有些本事 但独自对付这样的邪碎 确实有心无力 你们如果想要一劳永逸 还是去请那位 卖给你们这玉牌的 大师出手吧 大师如实说着 不见对面的官家父子 皆是一脸便秘式的表情 他们要怎么告诉对方 这玉牌 不是买的 要不是因为最近这些事 就关宝成脖子上 带着的这块玉牌 这会儿 只不定还在哪个 鸡脚嘎啦藏灰呢 官宝成是知道 儿子最近被噩梦缠身 也不反对 他找大师来家里做法 可 难道只能再去找 江许许不成 关起身没说话 他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 但经过上次 他不敢肯定 江许许还愿意帮他 而且 蕊蕊那边 估计也不愿意 自己再找许许帮忙 如果不能再找到 一个靠谱的大师出手 那他就只剩下一个办法了 把护身玉牌 从蕊蕊那里献回来 第七十二章 关家离心 关起身是真的有些受不了了 如果说之前 只是在梦里受了些精神折磨 那这次 他却是确确实实地 和对方亲密接触 过了只要回想起 那捂住他嘴的 那冰冷僵硬的触感 关起身就觉得 周身毛骨悚然 那感觉还久久营绕不散 想到这里 关起身最终 还是下定了决心 医院 VIP病房 关蕊蕊不可置信地 看着关起身 哥哥 你想拿走这个玉牌 关起身原本还算俊秀的脸上 此刻已露出明显的憔悴 但对上关蕊蕊那受伤的眼神 还是尽量缓和了语气 蕊蕊 家里出了点事 哥哥就是暂时将玉牌拿回来 等事情过去 我再把玉牌给你送回来 关蕊蕊拧眉 还没出声 一旁的白淑琴已经开口 起身 你不是不知道 蕊蕊现在有多倒霉 全靠着玉牌挡着 你现在把玉牌拿走 你这不是要你妹妹的命吗 关起身 妈 我怎么可能不顾念蕊蕊 但我现在确实有麻烦 你是知道的 白淑琴却不理解 不是说 已经请了大师去家里捉鬼吗 一个不行就再请一个 总能找到有真本事的 但你妹妹现在这副样子 她是真的一点意外都不能再受的了 起身 你就照顾照顾妹妹吧 关蕊蕊听着白淑琴的话 也跟着可怜巴巴地看向关起身 哥哥 你不疼我了吗 关起身有些烦躁 这要是换做别的事 她让也就让了 毕竟妹妹也是她从小腾虫长大的 可现在是事关她的命啊 我又不是就直接拿走了 就拿回来用两天 等过两天请到大师 我就还给她了 心情烦躁 关起身连带着语气 也没了以往的耐心 关蕊蕊顿时低下头一副 受了委屈的难过模样 白淑琴更是心疼 关宝成是公司负责人 家里和公司都要靠着她 她万万不能出事 所以她的那块玉牌不能拿 但儿子和女儿 手心手背都是肉 白淑琴也不是不疼儿子 但眼下女儿的情况更严重 别说是儿子状态不好 她这两天状态也没好到哪去 如果可以 她也想要预牌护身啊 那不是没有吗 起身 要不你再想想其他办法 渠道贯注两天 求个平安福 再不行 再找江许许那死丫头 再要两块预牌过来 白淑琴想着 正好自己也再要一块 这会儿也忘了之前 还答应过关蕊蕊 要帮着她告江许许诈骗的事 一旁的关蕊蕊 听到这话 已经开口反对 妈 江许许把我害得这么惨 现在网上还到处都在骂我 你怎么还想着去找她 你忘了 你之前答应我要帮我告她的是吗 关起身原本还想着实在不行 只能厚着脸皮再找过去 这会儿听到关蕊蕊这话 顿时皱眉 你还要告她 蕊蕊 你不知道现在家里是什么情况吗 家里有可能还需要再找她出手 帮忙解决问题 你现在告她 那不是逼着 她跟我们家彻底对立吗 关起身语气有些冲 白淑琴立刻不满 你说话就说话 干什么兄弟妹妹 她也不想这样 那还不是江许许那小贱人 不讲情面先害了她 关起身冷笑 她不讲情面 那不是因为家里先算计着 要调换她的命格吗 如果当初家里愿意好好养着她 而不是算计她 以她现在的本事 我不相信 她没办法帮蕊蕊 帮家里 白淑琴听到这话 脸上满是不可置信 你现在是在怪我 那死丫头 在明知我们 想用她调换命格的情况下 还能一声不吭地等到今天才发作 她就是个心思深沉的 要我说 她学那些风水术师的本事 就是为了对付咱们家 你还以为她能诚心愿意帮咱们 关蕊蕊文言又在一旁委屈巴巴 妈妈别说了 都是我的错 是我害了家里 呜呜呜呜呜 白淑琴见状 忙不迭地扭头又是一通哄 关起身本就烦躁 自己都已经被女鬼缠上了 哪里还有心思继续哄妹妹 当下不耐烦地一转身 头也不回地走了 见她这个态度 关蕊蕊顿时哭得愈发起劲 且不说关家这边 因为两块玉牌分配的事情 如何离心 江许许这边 将自己的房间 重新布置妥当 这才想起 还在屋里飘飘灯灯的小英灵 想了想 还是决定带她去跟林瑞瑞见 最后一面 只是车子刚刚驶出银江一号院 就突然被一人拦了下来 抬眼一看 却是先前被她对了一通的裴远程 裴远程上回 跟关蕊蕊分手半途遭遇车祸 在医院躺了几天 这会儿虽然出院 但胳膊上还挂着 此时拦在车前 配着她的伤势 看上去还有那么点可怜的样子 徐徐 我有话跟你说 司机听到对方的叫唤 下意识扭头问身后 大小剑 这 不用管她 直接开过去 江许许觉得自己跟裴远程就没话好说 更不可能下车继续听她废话 司机见大小姐这个态度 当下明了 冷着脸示意一旁的别墅区保安将人拉开 就要重新发动车子 裴远程想要挣脱保安 但银江一号的保安 哪里是她这种小弱机能摆脱的 眼见车子就要离开 她当下 也顾不上自己裴家少爷的体面 不管不顾的大喊起来 徐徐 我已经跟关瑞瑞分手了 你还要我怎么做 徐徐 我不相信 你对我一点感情都没有 你要是真的不喜欢我 当初为什么天天追着我跑 江徐徐 你先招惹的我 现在一句话不说 就想把我甩掉吗 还是说 你现在成了江家小姐 就看不上任何人了 她的声音不小 园区内正准备出闸的低调的麦巴赫 微微停下 车内 司机小声示意 楚总 前面 好像是江家的车 坐在车后座的楚北赫 微微抬眼 黑眸淡漠而沉静 视线落在了前方 恰好就将裴远程纠缠的场面 看在眼中 想到江家那个小丫头 楚北赫表情不动 却是张口 郭躁 让保安把人处理了 司机有些意外 自家老板居然会管这种闲事 就要抬手给保安亭里的保安示意 然而没等他开口 就见前面江家的那辆车 突然停下 立即放开裴远程 后者则是快步跑到后车座 他先是弯腰朝着车后座的人说了什么 紧接着 男生面上露出自得的笑 随即钻入车后座 车子扬长而去 楚家司机一愣 小心翼翼扭头看向自家老板 楚北赫显然也将刚才的情景看在眼中 一双身同会暗不明 最后只化作眼底的一丝嘲弄 只一瞬 又恢复漠然 冷声吩咐 走吧 第73章 奶奶的乖孙爱 另一边 顺利坐上了江家的车后座 裴远程看着一旁坐着的江许许 眼睛里的灼热与深情 几乎要化作实质 江许许翻着手机 头也不抬 只是冷声开口 再用那么恶心的眼神盯着我看 你的眼睛干脆别要了 裴远程 他以为 他是终于拿够了桥 才让他上车 结果 他依旧是这种态度 难道他是真的没喜欢过自己 想到这个可能 裴远程心底连忙否定三连 不可能 如果不喜欢 他当初为什么追着他跑 又为什么愿意让他上车 裴远程还是觉得 他是因为他和关蕊蕊订婚的事情生气 想到这里 他再次放缓了语气 徐徐 江许许听到他这语气 终于忍不住扭头 你不是想知道 我当初为什么天天跟着你吗 我现在就带你去看看真相 他是真的没心情 跟这个蠢货渣男继续纠缠 裴远程听他 居然要带自己去看什么真相 心里却一万个不相信 一个女人追着一个男人跑 除了喜欢 还能有什么真相 裴远程只当他还不肯 正是自己的内心 江许许见他一副明显不幸 但你既然想装我只能陪你的样子 也懒得再说 沉默着任由司机将车子往前开 随着车子不断靠近目的地 裴远程表情都变得有些怪异 直到车子终于停在一栋别墅前 他终于看向江许许 眼底似笑非笑 许许 你特意让我上车 就是想送我回家 没错 江许许让司机去的 正是裴家的地址 裴远程在看到这个目的地时 眼底更是洋溢起自得地笑 眉眼间更有一股 已经将一切掌握在手中的自信 江许许没有与他废话 带车停后 镜子下车往里走裴家的保姆 见着他身后的大少爷 自觉开门 江许许毫不客气地往里走 半点没有出次来到旁人家里的拘警 裴远程也一脸包容地跟在他身后 周身更散发着 仿若回到自己主场的自在 但渐渐地 他觉得有哪里不对 因为江许许进门后 便镜子上了二楼 更直接朝着二楼走廊 最后一个房间走去 可他明明没有来过自己家里 就在江许许的手 即将碰上门把守的瞬间 裴远程终于忍不住出声 许许 这个房间不能进 江许许镜子将手放在门坝上 扭头反问他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姑姑奶奶的房间吗 裴远程瞳孔末地一颤 还未来得及思考他为什么会知道 江许许已经毫不犹豫地 按下门坝 打开了房间 屋里扑面来的是一股干朽的味道 因为长久无人居住打扫 哪怕门窗紧闭 房间里也已经铺上了一层灰 裴远程脸色顿时 有些不好看 他奶奶过世两年多 家里人已经不常提起 就连他也许久不曾关注过这个房间 但对他来说 奶奶一直是这个家里 对他十分重要的人 江许许这样的行为 其实有些冒犯 裴远程心里不痛快 但到底没有责备他 只是放软了语气 许许 你知道这是我奶奶的房间 就别进去了 我可以带你去我的房间 江许许文言 只朝他翻了个白眼 你不是想知道 我那段时间 为什么一直跟着你吗 答案就在这个房间里 他一边说着 镜子走进屋内 当初是你奶奶的魂魄找到我 拜托我看着你 裴远程无论如何 也没想到 自己会听到这么个答案 匪夷所思道 惹人发笑 我奶奶的魂魄 许许 你就算是为了否认对我的感情 也实在不必拿这样的谎话 来搪塞 我 后面的话 在看到江许许 忽然从背包里 抽出一张黄符抛出时 戛然只在了喉咙里 只见那黄符往空中一抛 随后 竟是直愣愣 竖在了半空之中 紧接着 他听到江许许口中 似是喃喃低念 太阴幽名 速献英灵 举头同事 扶手通听 我奉设令 献身无前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裴远程只见那漂浮在半空的黄符 突然无火自燃 绿色的火苗在阴暗的屋中跳跃 转瞬间又迅速熄灭 而在就在火苗熄灭的瞬间 裴远程隐约感觉到 屋里的温度似乎有了变化 下一秒 又见江许许疏然转身 似是将什么浮灰 朝他眼睛洒了过来 裴远程捂住眼睛 江许许 你这又是玩什么把戏 他揉着眼睛 好不容易再次睁眼 却在看清眼前情景的瞬间 瞳孔疏然瞪大 只见原本空无一人的屋中 此时竟缓缓显出一个熟悉的矮胖身影 不是他去世两年的奶奶 又是谁有些矮胖的老太太出现时 脸上还带着些茫然 很快他四下张望 认出了自己身处的房间 顿时忍不住懊恼出声 哎呦 我怎么又回来了 扭头 看到面前站着的江许许 还有门口站着的大孙子 更是双眼圆瞪 有些惊喜 哎呦 奶奶的乖孙 还有官家的丫头 官家丫头 是你把我叫上来的 怎么突然找我了 该不会我大孙子 又被什么东西给缠上了吧 老太太虽然是魂魄状态 但显然还挺精神 说到后面那句 表情甚至还带了些愤慨 门口的裴远程 整个人都骂了 这究竟 是什么情况 还有 被什么东西 给缠上是什么意思 江许许也不废话 镜子指着门口的裴远程 冲老太太道 你孙子 就因为之前的事情 一直纠缠我 现在我把他带来了 希望你跟他说清楚 当初的事情缘由 老太太文言先是一愣 随后再次看向裴远程 这回却是直直地 对上了对方的视线 那满是勾贺慈爱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惊喜的模样 奶奶的乖孙 你能看到我了 裴远程只觉背脊一凉 小心甘先是一颤 但对上那熟悉的慈爱目光 又下意识露出些许依赖的模样 哑声唤 奶奶 老太太再次听到乖孙叫他 顿时感动地朝他飘了过去 裴远程虽然觉得 奶奶飘得有些诡异 但还是架不住对奶奶的想念 下意识张开双手 想要再次抱抱这个 从小疼爱他的亲人 就见 老太太感动地飘到他的身前 却在即将靠近时 磨地板下脸 一道阴风 直接朝官孙的脸上拍了过去 同时伴着一声质问 别耍魂 说 官家丫头 说你纠缠人家是怎么回事 第74章 差点成了邪神的供奉 裴远程被那道阴风 甩一脸时明显梦了 倒不是阴风拍脸有多疼 相反除了有些梁倒是没太大感觉 他就是被奶奶 这突然的变脸给吓梦了 这这这 我 许许他 他喜欢我 他之前天天跟踪我 裴远程第一次发现自己嘴巴如此笨拙 江徐徐懒地看他 精致的小脸上满是冰霜 老太太看看孙子的态度 在想到江徐徐刚才的话 哪里还不明白 顿时有些恨铁不成钢 官家丫头之前 跟着你那是看在我的面上 是看在我和他奶奶的关系 才帮我照看你 人家哪里是喜欢你 老太太说得直白 裴远程再次梦了 照看我 你 你拜托他的 哪怕裴远程再想否认 他也无法怀疑奶奶的话 总不能是江徐徐 一颗星瞬间落了下来 奶奶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 他不明白 本该死了的奶奶 为什么没有去投胎 反而还找了人来照看他 而且看江徐徐的本事 显然他是懂得悬门术法的 这样的人照看他 能是出于什么原因 老太太见乖孙 一副受了打击的模样 也不忍心过分苛责他 只能将之前的事情说给他听 原来老太太当初死后 因为心里记挂着 亲人一直没有离开 他的魂魄一直留在房间里 偶尔会在夜里 看看儿子孙子 哪怕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存在 也愿意多看他们几眼 直到大半年前的某天 他发现孙子身上不知怎的 居然沾染上了阴煞 而且那还不是一般的阴煞 更像是被人下了死咒的阴煞 老太太虽然是鬼 但只是新鬼 加上一直待在家里吃香 根本没什么法力 眼看着孙子被阴煞缠身 老太太心里着急 却不知该怎么办 只能天天跟着孙子上下学 就这样意外在学校里 碰见了江徐徐 江徐徐一开始以为 裴远程身上的阴气 是来自于老太太 出于好心劝诫了两句 毕竟这种因为舍不得亲人 而徘徊在亲人身边 导致对方染上阴气的情况 不在少数 却不想因为自己多嘴劝了两句 老太太就缠上了她 知道她是官家的女儿 还拿自己和官家过世了的 那位老太太的交情说是 最终让江徐徐答应 帮她孙子解决那身上的阴煞 当时幸亏遇见了官家丫头 她懂得这方面的东西 我只能求她帮忙 老太太道 当时你也不知道 她倒是招惹了什么东西 那阴煞属于打在你身上的标记 到了时候就会让你横死 对方便会借机侵占你的去巧 陪远程万万没想到 这背后居然还牵扯了 这么邪门的事 而自己当时竟然一无所知 不 也不对 那阵子 她确实感觉整个人的状态不好 时常感觉睡不好 身体还莫名发浪 但当时她也确实没当回事 想到自己当时 可能是被邪碎缠上了 陪远程就觉得心里发毛 那是什么东西 她 她还在吗 老太太就慈爱地看一眼孙子 眼神里满含着包容 有关家丫头在 那自然是收拾掉了 不然奶奶也不可能去排队轮回啊 将许许见话说到这里 陪远程明显也已经相信 这才结果话道 你当初沾染到的不是一般鬼物 而是邪神 这类邪神一般寄居在一些雕塑 或者供奉的小巷里 他们一般也不会直接害人性命 而是会寻求供奉 只是和一般正神供奉不同 邪神要求的供奉会更加苛刻 一开始或许只是积压这种小型的死物 但渐渐地 她会要求主家供奉活物 为的是吸食对方的血肉 等到她能力壮大 她又会要求供奉 换成猪羊这类大型的动物活物 随着主家想要的更多 邪神的要求也会更多 直到她开始杀人不巧的是 陪远程当时招惹的 正式被人供奉过 已经害了几条人命的邪神 我当时猜测 一碰上的邪神 当时因为沾染了太多人命 导致主家不敢继续供奉 只能将她遗弃到外头 邪神害了人命后 本就凶性大发 加上被主家遗弃的愤怒 江徐许说着 目光悠悠看向陪远程 碰巧这事被你撞上 而且你当时可能还留下了自己的鲜血 陪远程听到这里 脸色刷得一片惨白 显然已经想到了什么 声音微颤 我之前 跟同学爬山 确实不小心摔在一块石雕上 还刻破了手掌 想到自己当时摔到的 可能是一尊邪神 哪怕知道事情已经解决 陪远程此刻依旧免不了后怕 江徐许点了点头 那邪神已经有了凶性 默认将你作为她的供奉 所以在你身上打上了印记 我当时也是盯了你一段时间 才等到她现身 只是你奶奶怕吓到你 不让我告诉你实情 江徐许说到这里 还不忘瞥一眼一旁的老太太 就因为老太太当时恳求着 不让她发现端倪 哪怕知道学校里有些风言风语 江徐许也没太在意 却万万没想到 自己会因为这个 就被对方赖上 要是早知道 江徐许当时一定不会理会老太太的恳求 如实地让她感受一下 邪神对她的热情 老太太看着江徐许的眼神 顿时露出些不好意思又讨好的笑 又教训孙子 你们小年轻就是 自我感觉良好 总觉得别人都偷偷暗恋你 还不快跟关大师道歉 他可是救了你命的恩人 陪远程听着奶奶的话 只感觉像是一道巴掌 狠狠打在他脸上 可不就是自作多情吗 那段时间面对周围人的调侃 他甚至还自我感觉良好 哪怕面对江徐许时 都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 此时在看江徐许 陪远程只恨不得时光可以重来 让他回到过去 删死那个自以为是的自己 徐许 对 然而不等他道歉 江徐许已经干脆地抬腿准备离开 道歉就不用了 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就好 说着 毫无留恋地转身就走 陪远程看着他那干脆冷漠的背影 这回是真真切切地相信了 原来他真的从来没喜欢过自己 可是 为什么他感觉心里那么空落落的 像是失落 又像是遗憾 第75章 警察叔叔救救我 从陪家离开 江徐许这才重新带着小人生娃娃 去了林瑞瑞家中 刚到楼上 就见林家门前堵着两个混混 正对着叫门 你们两个小娘们 以为躲在家里就没事了吗 谁给你们的胆子 还敢到到法院 识相的 最好赶紧给我撤诉 否则我让你们天天没好日子过 不用问 这一定是秦家派来的 关瑞瑞虽然涉及霸凌 但考虑到当时还未满18 就算判也不会重判 甚至可能只是缓刑 但秦浩涉及强奸未成年少女 加上网上舆论闹得这么大 法院肯定不会敷衍了事 秦家当初也是因为担心 林瑞瑞流产的事情 赖上秦浩 所以才抢先一步 在网上买水军抹黑 谁也没能想到 这人傻了一年后 居然还能恢复正常 而且恢复正常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到他 秦家对林瑞瑞 这会儿算得上咬牙切齿 听说还在网上指责 谩骂林瑞瑞冷酷无情 说他贪傻的这一年里 自家儿子还时时惦记着他 结果换来对方这样的报复 秦家试图再次用舆论引导 可惜这回有 江家背后的律师团队做靠山 加上江淮也出手帮忙 网友根本没被秦家的舆论引导 反而纷纷指责对方 是在刻意美化犯罪 打着爱的名义的伤害 那也是伤害 甚至表示 被这家儿子喜欢上 那真是倒了八辈子美 这些种种 江许许在网上都有关注 这会儿倒是并不十分意外 那两个混混站在门口又骂了一会儿 扭头就见一个长得好像天仙一样 漂亮的小姑娘 站在两人身后 两人先是眼前一亮 随后眼睛里忽然眯起邪恶的光 妹妹 怎么你认识这家人 江许许目光扫过两人 眸色冷淡 认识 两人眼底笑意瞬间更深 他们见过林瑞瑞 小丫头长得确实清纯可人 难怪能够的秦家少爷 寿性大发 他们雇主之前还打过招呼 如果小丫头实在油言不尽 那就让她尝尝其他男人的滋味 尝过了 兴许就没力气闹腾了 两个混混今天过来 也是打着这个主意 这会儿见到江许许 心底的邪念就更强烈了 这些女样的小丫头 要是也认识这家人 那更好 关起来一块玩玩 要怪那只能怪自己娇有不慎 谁让他朋友惹上秦家呢 其中一人这样想着 顿时笑着朝江许许走了过来 另一人站在原地 笑着朝屋里道 你再不开门 就别怪我们 先找你朋友玩一玩了 那语气里满是恶意的调笑 光是听着 就叫人觉得恶心 门内的林瑞瑞 早就听着外头的动静 和林母靠在一起 手里死死抓着手机 就等着警察上门 却不想隐约 好像听到江许许的声音 想到江大师的样子 林瑞瑞脸色都变了 顾不得许多 他抓起一旁的棍子 就打开门 而他身侧 林母更是抓起一把菜刀 冲出门口 屋门打开 林瑞瑞提起棍子 就准备跟外头的混混拼命 他已经软弱过一次 这一次 他不会再软弱了 林母也是抱着同样的念头 提起菜刀 就是一眼凶狠 你们 话未出口 就被门外的情景弄得一愣 只见江许许 毫发无损地站在原地 而他脚边 两名混混直挺挺趴在地上 脸上表情满是痛苦和惊恐 偏偏却好像 被什么东西压在地上一般 动弹不得许 许大师 你没事吧 虽然人看着没事 但林瑞瑞 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嘴 江许许只看着两人手里的家伙 眼眸微眯 却隐约带了几分笑意 没事 他看一眼地上的两人 又道 别担心 警察应该快过来了 随着他话音落下 果然两名警察从楼下上来 看到楼梯口的情景 都愣了一下 谁报警恐吓伤害 江许许指了指地上 趴着动弹不得的两人 他们 警察说说 救我 救我 两个混混虽然趴在地上 但却是清醒着的 两人一脸惶恐 嘴里不断嚷着 这女的灰妖术 她把我们压在这里了 警察叔叔救命啊 果然 不管是什么年纪什么职业 见到警察都是喊叔叔 两个小警察听得却一脸嫌弃 看年纪 我叫你们叔叔更合适 但还是上前 都别吵吵 先起来 跟我们回一趟派出所录个口供 两个混混文言都要哭了 不是 我们起不来啊 是这个女的 她不知道设什么妖法 我们真的起不来 两个小警察 文言下意识看向江许许 瞧她那一脸乖巧单纯的模样 再看看两个面目可憎的混混 瞬间板起脸来 少胡说八道 赶紧给我起来 一边说着 一边一手一个 就要去拽地上的人 就在小警察的手 刚碰到地上两人胳膊的瞬间 一旁的江许许 不动声色的一台手指 原本好像压在两个混混背上的重量 瞬间一清 两人轻易地被小警察 从地上拽了起来 两个混混还没反应过来 小警察顿时冷哼一声 果然是在骗人的 这不就起来了 再不多话 直接拽着人就走 作为报案人和涉案人 林瑞瑞和江许许 自然也跟着去了警局 除了要给两个混混定罪 也是要间接揪出背后指使的人 彻底保障林家母女的安全 江许许自认 自己一个人 也可以把事情处理妥当 之后再给江家的律师知会一声 最好把秦家人都牵扯进去 省得之后还要作妖 却不想 他前脚跟着警察下楼前往派出所 后脚司机就直接拨通了江淮的电话 江海集团内 江宇成作为公司总裁 正和几个研发部门 确定接下来的项目进度问题 而江淮 作为研发部门负责人之一 正汇报工作 突然 他放在桌上的手机响了起来 会议室内所有人的目光 都下意识投向那个手机 江宇成更是皱起了眉 他最讨厌开会的时候不专心 连开会手机静音 这么基本的操作都不遵守 哪怕是自己的儿子 江宇成也要训人 然而 就在江宇成沉着脸的低气压下 江淮却是淡定拿起手机 不仅没有按掉来电 更是直接当着众人的面 接起了电话 江宇成脸色更加难看 一旁的江宇彤 都已经做好了 及时灭火的准备 就见 江淮原本含笑淡定的眉眼 在听到电话那头的汇报时 疏然冷下 连带着那双漂亮的桃花眼 都眯起了危险的弧度 第76章 别怪他们江家已大欺小 江淮很快挂断了电话 镜子朝江宇成道 江总 我有个事 需要先去处理一下 今天的汇报 就换陈总监来吧 说吧 直接将手里的激光笔 丢给了旁边坐着的一人 做事就要离开会议室 江宇成的脸 几乎是瞬间沉下 冷声将人喝住 站住 谁准你在开会时间 说走就走的 工作时间 你 不等江宇成教训 江淮只是一撇头 淡淡回了一句 许许被人带进派出所了 我去接他 一句话 叫江宇成之后的话 瞬间堵在了喉咙里 下一秒 他刷的从椅子上站起来 冷着脸宣布 今天会议暂停 然后抬腿就朝江淮那边走 我跟你一起去 会议室众人 一群人下意识看向江宇彤 就见这位公司副总 也因为刚才的话 已经扮起了身 此时对上众人的视线 只干咳一声 淡定起身 那就 先散会吧 江许许这边 如实跟着做完笔录 正等着林瑞瑞和林母 就听派出所外 传来一阵汽车响动 众人下意识扭头 却见所外好几辆豪车 停在了门口 车门打开 就见好几个身穿西服 表情严肃的男人下车 为首的两人 气势尤其明显 一行人就气势汹汹地 走进派出所 派出所所长 听到动静赶来 看到来人时 都吓了一跳 江总 您怎么突然过来了 是出什么事了 为首的 正是江宇成和江淮 而他们身后跟着的 正是总公司这边的律师团队 这驾驶 还劳驾江海集团的 总裁亲自过来 这必须得是大案 派出所所长 已经在心里 将最近可能涉及江家的大案 都捋了一遍 但 没头绪 实在没头绪 我来找 江宇成这边刚要开口 就听里头 江许许的声音略带意外 爸爸 哥哥 饶是江许许 这会儿也有些小猛 江宇成却在看到江许许的瞬间 眸色微闪 随即快步朝他走了过去 江淮脚步同样不慢 两人挤步间 就走到江许许跟前 没事吧 没受欺负吧 两人一口同声 眼底皆是毫不掩饰的关怀 江许许心肩微软 乖乖摇头 没事 究竟怎么回事 怎么还进了派出所 江许成忍不住问 派出所所长瞧着两人这观心境 已经明白 眼前这小姑娘 应该是江家人 当下朝一旁的警察 递了个眼神 已是询问江许许指道 碰上了两个混混 我过来配合录个口供 混混 江许成和江淮的眼神 瞬间眯起了危险的弧度 什么混混 居然敢不起眼地 招惹他家许许 派出所所长顿时也一脸严肃 真是混账 没想到 在我辖区居然还有这种事情发生 江小姐别担心 我们所一定会严肃处理那两个混混 江许许文言 看向派出所所长 您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毕竟那两人是受人指使 后续可能还会有所报复 听到居然还敢报复 江许成脸色再次沉下 究竟怎么回事 这时 旁边的小警员 正好将事件档案给拿了过来 派出所所长 立即示意对方说明 小警员当即简单地 将事情经过说了一遍 主要是林瑞瑞起诉秦家少爷 秦家为了逼对方撤诉 找了混混上门威胁 没想到江许许刚好撞上 这才被牵连 派出所所长听说 居然是最近网上 闹得沸沸扬扬的 未成年欺凌事件 脸色顿时也不好看 毕竟受害人林瑞瑞 就在他的辖区 事情发酵后 他也让值班警员多多关注这家 没想到 对方居然还敢找人上门 间接受到威胁这件事 江淮对于秦家和林瑞瑞的事情 知道得更为清楚 因为江素和江许许 就是通过他找的律师团 两人愿意为旁人的事情上心 江淮也不会拦着 他原本以为 有江家的律师团队做威慑 秦家怎么也得顾忌这点 没想到 对方却是一点没有顾忌 甚至还敢买通混混意图伤害 这一来 可就不能怪他们 江家已大欺小了 秦家现在还有功夫欺负一个小姑娘 无非还是闲的 那就让他们忙起来了好了 秦家的人大概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买通的混混 不仅没能成功威胁到人 反而还引来了另一尊大佛 且不说江宇成后续 怎摇舌腾秦家 江许许这边接上林瑞瑞 就将人送回了家 他今天过来 本来就是为了送小英灵 跟林瑞瑞见最后一面的 被暂时开了眼的林瑞瑞 乍一看到那只有他巴掌大的 小人身娃娃都惊呆了 但反应过来 这是他刚刚成型的孩子 眼眶瞬间就红了 小英灵不会说话 但他能感受到血脉的牵连 在被江许许放出来的瞬间 就蹬着两条小短腿 飘到林瑞瑞跟前 小脑袋挨着他的脸颊蹭蹭 没了怨气的遮掩 可以看到孩子脸上 肉眼可见的欢喜 林瑞瑞小心翼翼地 试图捧着眼前的小英灵 感受到他对自己的依恋 眼泪顿时不受控制的滑落 林瑞瑞曾经厌恶过 这个孩子的存在 甚至庆幸他没了 但那也都是 源于对秦浩的憎恶对于孩子 他心里始终有所亏欠 许许 谢谢你 谢谢你愿意带他来见我 江许许看着他 直到 他本是个还没成型的魂胎 是因为教学楼那些怨念的滋养 才成为怨婴 现在那些怨念虽然消除 但他对你的执念依旧存在 想要送他轮回 恐怕依旧困难 这也是江许许 在看到他这人生娃娃体型后 才意识到的问题 普通英灵 至少已经是成型模样 而他却只有巴掌大小 加上他对母亲的执念 如果强行将他送去轮回 恐怕会激起他的反抗 林瑞瑞虽然对这孩子的感情复杂 但到底不忍心 他没办法轮回 那 那怎么办 如果你愿意 可以将他以养小鬼的形式养在身边 只要有足够的供奉和引导 他留在你身边 或可以保佑你未来顺遂 听到江许许的话 林瑞瑞明显一愣 小英灵像是听懂了一般 顿时开心地旋转一圈 随后又开心地跟林瑞瑞贴贴 将许许见林瑞瑞面上只是沉默 抿了抿唇 又到 还有第二个办法 那就是 强行斩断你们之间的血缘羁绊 只要放下对你的依恋 他就可以顺利进入轮回 一就是两个选择 就看林瑞瑞想要选哪一个 第七十七章 一家三口买逛日常 林瑞瑞文言微微垂眸 看着在自己面前飞舞的小人身娃娃 沉默扮上 最终咬牙 声音轻颤 我选 第二个 林瑞瑞说完这话 仿佛像是脱离一般 身体微微摇晃 看着面前迷茫的小英灵 眼泪再次不受控制地滑落 对不起 我 我不是不想要你 可她也才十八岁 她未来还有很长的一段人生 如果养着这个小鬼 她就没办法忘记 曾经秦浩带给她的伤害 她想要重新开始 她想过上再也没有秦浩的人生 宝宝 对不起 妈妈不能留下你 对不起 对不起 说到最后 林瑞瑞已经泣不成声 而小英灵 不知何时 已经开始漂浮在了半空 她似是茫然 又似无措地 看着眼前的妈妈 小模样里透着迷茫 直到林瑞瑞哽咽着 说出最后一句话 我不要你了 你 走吧 小英灵闻声 小身板似是猛的一抖 将许许微微垂眸 目光却落在小英灵 和林瑞瑞之间 那条旁人看不见的细线上 而伴随着林瑞瑞那一句话后 细线似是从中间陡然断裂 细线断开 消失无踪 将许许抬手 一道灵光自她掌中飞出 镜子将小英灵包裹其中 这一次 小英灵再没反抗 我带她离开了 江许许轻轻轻落下一句 没再去安慰林瑞瑞 镜子转身离开 走到楼下 江许许意外看着 还等在车里的江宇成和江淮你们 还在 她确实有些意外 毕竟江宇成和江淮 都有自己的事情 今天抽空跑一趟派出所 已经算是难得 她没想到他们还没离开 江宇成抿着唇似是 不知道说什么 好在江淮是个话多的 既然都出来了 那就不着急回去了 江淮还是坐在前座 给江许许腾了个位置 等她坐定 这才问她 事情都处理完了 江许许点点头 江淮是亲眼见识过她的本事 并且知道她每日里忙活的东西的 但江宇成却不知道 要不是今天意外听到她进了派出所 她甚至都不知道 她和江苏居然还参与了 网上那未成年霸凌的事 不过 看到她和江苏关系变好 她还是很欣慰的 她就说 她的女儿和该人见仁爱 心里虽这么想着 江宇成面上依旧一派沉稳 江淮又问 接下来还有其他事吗 江徐徐想了想 眼下她手投出了小英灵的事情 基本没事 至于送小英灵离开的事 也不着急 于是摇头 那正好 父亲说 你回江家后 咱们还没一起出去逛逛 今天正好都没什么事 我们陪你一起逛逛街 玩一玩 江淮含笑说着 语气温柔而惊讶 江宇成瞥一眼自家儿子 心说 他是怎么好意思说自己没事的 时间紧 江宇成今天原本还有三个会 刚刚都让助理推掉了 就因为他说 许许回家以后 他们都没好好陪过他 江宇成想想 也觉得有道理 又让助理 把晚上的一个商务晚宴 也给推了 干咳一声 江宇成看向江许许 脸上难得露出几分温和 是啊 爸爸今天有空 你有没有什么想玩的 江许许虽然不知道 这两人突然哪里来的兴致 但是 他从小到大 其实没试过 跟爸爸和哥哥一起出门 一时间 他也不知道 跟哥哥爸爸出门 有什么好玩的 江怀见他眼里露出迷茫 心下稍软 干脆吩咐 司机开车 我看许许不太喜欢 二神准备的那些裙子 先去商场逛逛吧 你自己挑挑衣服 江宇成文言点头 这个提议不错 去商场好 可以给闺女花钱 虽然之前给他转了钱 但总觉得 许许并没有怎么花用 江许许见两人都兴致勃勃 便也没有反对 三人直接去了 海市最大的商场 江怀直接带着人 去了品牌女装区 江宇成没试过 给女儿挑衣服 整个人如门神一般 处在门口 江怀却是热情许多 一点不觉得尴尬 看到觉得适合的就拿出来 又让导购员看着搭配好 江许许不擅长逛街 被迫试了二十多套衣服 他外形条件好 身材又高挑 根本不挑衣服 江怀瞧着 每套都好看 江宇成一开始 处着当隐形提款机 后面见江怀兴致勃勃地 打扮许许 忍不住也跟着凑过去 许许皮肤白 这个颜色确实适合 这套不错 要了 这套显气质 合适 说到后面 自己也开始在店里挑起来 也不看价钱 看上了 就让导购员包起来 负责的导购员 在身后 简直笑开了花 江许许见状也不换了 目光下意识 转向商场外头 正好看到两个女生 捧着奶茶杯 笑着走过 他之前跟着师傅 学习服术 基本没有自己的时间 更别说和好姐妹 逛街喝奶茶这种事 性谋追随了两秒 又很快收了回来 江怀多惊啊 立即掏出手机下来的单 很快 三杯奶茶送了过来 江许许倒不是没喝过 只是看到奶茶时 依旧弯了眉眼 捧着奶茶小口喝了起来 江宇成是真的没喝过 奶茶拿在手里 甚至还有些嫌弃 但看许许吸着奶茶 眉眼弯弯的样子 心肩不知怎的就是易软 于是也陪着他喝了起来 留下地址 继续往下一家去 三个外貌十分出众 又明显看得出身份不凡的人 各自拿着一杯奶茶走在路上 那不协调的场景 不用想便引来了诸多目光 甚至还有人偷偷拍照 江许许对旁人的视线相对敏锐 很快意识到问题 他看向江宇成和江怀身上的高定西装 小脸微宁 你们这明显不是逛街的衣服 于是江宇成和江怀被带进了一家男装店 再出来时 两人身上的高定西装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两身休闲装 江怀自不用说 本来就长相出众 哪怕穿着休闲也不演那一身气度 江宇成虽然年纪相较两人较大 但保养得当 换上一身休闲装后 反而减弱了他身上的气势 乍一看就是个迷人的帅大叔 第78章 商业巨老也发朋友圈 从来都是财经杂志 或名人富豪榜上才出现的人物 哪怕平日里都穿得一板一眼 偏偏江许许一句话 就能让他换了行装 跟年轻人一样装难 路上哪怕被人多看了几眼 他也不觉得尴尬 反倒是看着身边的两个孩子 恍然想起很多年前 许许出生时 他曾畅想过 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 一同逛街春游的情景 如今那样的愿景 成了四分之三 却不知什么时候 才能和剩下的四分之一团圆 想到妻子 江许成眼底脸下 点点忧尘和落寞 面上却依旧不显半分情绪 一个下午的时间 三人逛逛买买 又转去了商场的游戏区层 一副做事要带江许许 补足童年缺憾的架势 江许许表示 有点累 比一口气画二十张符还累 但是 又有些隐隐的庆幸和喜欢 直到三人吃过晚饭 看过夜景 正准备回家时 江许成路过一家照相馆时 突然停住了脚步 许许回家后 我们好像还没拍过照片 江许成声音有些轻 比知他平素的沉脸 似乎多了几分异动 江怀文言嘴角带笑 看向江许许 两人对视自然没有拒绝 经过今天一天的相处 江许许对于江家人这个身份 似乎有了不同的体验 拍照需要预约 但这对江怀来说不是事 江怀直接找了个 私人工作室的摄影师 三人拍了一套三口照 照片拍下的瞬间 江许许隐约能看到 原本连接着他和江家人的细线 隐隐变得凝实 他知道那代表了什么 但他不再抗拒 拍完照后 江怀又让摄影师加班 把图修出来 于是 江速晚间坐在客厅沙发 无聊刷手机朋友圈的时候 他意外刷出了两条朋友圈 一条是大伯江宇成的 这位只偶尔转发 业内播报的商业巨楼 难得的发了一张私人的朋友圈 配图只有一张三人的照片 没有文字 但已是千言万语 另一条则是江怀 他的内容 可比江宇成活泼多了 除了江宇成配的那张正式合照 他还放了个 今天私下拍的三人逛街 喝奶茶的酒公图 同时配上文字 父亲非要带我和妹妹买买买 江许许虽然没有发朋友圈 但却很乖地 在两人的朋友圈下按顺序点了赞 江苏只一眼就直接眼热了 直接从沙发上蹦了起来 我爹啊 我姐出门逛街 居然不带我 他突然嗷的一声 把刚刚加班到家的亲爹都吓了一跳 下意识问他 你哪个姐 江苏还在愤愤不平 我还有哪个姐 我青唐姐 徐徐姐 一边说着 一边咔咔咔截图往家族群里发 江家除了几个小辈 其他人基本不怎么玩朋友圈 自然也不会随时关注 此时点开江苏的截图 江家几人都不约而同沉默了一瞬 不说几个小辈 就江宇童和江宇明两兄弟 看着都一言难尽 他们平时严肃的吓人的大哥 居然还会陪孩子逛街 逛街就算了 他还喝奶茶 一个连咖啡都不怎么喝 就爱喝茶的老古板 居然喝起了奶茶 还穿得跟个小伙子似的 江家两老兄弟都觉得 他们可能不太了解他们大哥 别说他们不了解 江家几个小辈 瞧着都一脸的不可思议 但比起大伯突然的平易近人 江汉更是敏锐地 发现了另一件事 指着江苏问 你看得到江许许点赞 你嫁了他好友 陆雪熙的目光 正死死盯着照片里的一家三口 听到这话 一双眸子顿时悠悠看向江苏 那眼神里 尹辉又莫名地带了些责备 江苏对上他的视线 莫名有些不爽 但又不想跟他说话 于是扭头冲着江汉 我本来就嫁了好友 他是我姐 我不能嫁吗 江汉这才想起 之前这人还给他转账买服 看向江苏的眼神 活像是对方背叛了他们似的 但隐隐的 还有些不服 江许许凭什么只嫁了江苏 不嫁他们这些兄弟 是不是看不起他们 江苏妈妈薛宁玉 倒是没理会孩子们那点口角 转而笑眯眯的 难得大伯还有这样的心情 看他们一家三口 这样相处真好 他和江与彤都忙 平日里都很少陪江苏江城 一起逛街玩耍 再看江苏那盯着手机 一脸羡慕的劲 忽然觉得 有些亏欠这个孩子 一旁的姚玲没接话 只是一双美眸 死死盯着照片里的一家三口 并肩的长发微微垂落 恰好遮去他眼底疯狂的冷意 一张照片 江家人每个人的反应各不相同 但这些都与江许许无关 因为回家的时间不算太晚 江许许惦记着背包里的小英灵 决定今晚就把他送走 英灵轮回 佛家讲究的是超度 到家却不擅长这些 所以江许许一般都是 请英差过来接 带着小英灵 去了楼下花房后面 江许许算着时辰 逃出一张寝英符 先是将符纸在小英灵身上扫过 确认沾染小家伙的英气后 江许许只肩捏着黄符 口中伴着道家法文的吟唱 随手一甩 手中黄符顺势飞向半空 然而还没等黄符烧起 却见原本乖乖巧巧飘着的小英灵 不知怎的忽然之冷起来 也不管江许许 蹬着两条小短腿 修的一下就往某个方向飞了过去 江许许 这熟悉的操作是怎么回事 他隐约有种不好的预感 果然 带江许许追着小英灵出了江家别墅 正好看到一辆后车座里 闪着金光的麦巴赫 从不远处路过 车内 楚北赫正随手翻着手机 正好看到了江淮发出的那条 可以称得上炫耀的朋友圈 鬼使神差的点开 本是无意识地划过 黑眸却末地落在了照片里的某一处 俊眉微动 正打算再仔细查看 却隐隐感觉有什么东西 朝他快速靠近 楚北赫心神威灵 下意识朝着意识而来的方向看去 就见半空中 一个熟悉的小人生娃娃 朝他飞扑而来 正好穿过半开的车窗 趴击一下 直接摔进他的掌心 楚北赫 第79章 小家伙砸手里了 楚北赫握着手机的手 微微一颤 黑眸微垂 他自顾面无表情 看向自己掌心的小人生娃娃 小人生娃娃 一点不嫌他冷 小绿豆一样的眼睛直勾勾看着他 小脸隐约还带了些讨好的笑 然后一边笑着 一边在他手心里翻了个滚 楚北赫额脚轻筋微跳 终于确认 眼前这个就是前两天见到的那个 那么 楚北赫默然抬头 正好看到从不远处跑过来 并一把拦住车子的某人 哼 他就知道 抓着手里的小东西 楚北赫镜子下车 江徐徐几乎是立刻顺着闪瞎眼的金光 凑了过来 再一看 自家小英灵 在人家手里打滚呢 江徐徐有些惊奇 这小家伙 一次两次往大佬身上撞 似乎一点也不担心 被大佬身上的金光给除掉 不止不担心 他甚至还有点享受 什么鬼 江小姐 不把你家的东西收回去吗 楚北赫见他看了半天 都没有要伸手接回去的意思 忍着精神上的不是出声提醒 还特意重点强调了 你家的 江徐徐这才反应过来 盲伸手 直接从他掌心里 把小家伙抓了回来 许事动作太快 江徐徐的手背 不经意扫过对方的手心 楚北赫只觉掌心有细微的扫痒 还未来得及生出不适 那感觉便一处极离 江徐徐甚至没有意识 镜子抓过那还在扑腾小短腿的小家伙 又拿出红绳准备给他捆上 楚北赫看着他的动作 忽然就想到了 刚才在江淮照片里看到的东西 凤眸下意识顺着他的动作 看向他的左手掌心 可惜 因为路旁光线并不明显 加上江徐徐动作太快 楚北赫尚未来得及看清 他已经将小东西重新捆好 不好意思 我刚刚正准备把他送走 不知怎么他突然就跑了 按理说 消除执念后的 英灵只会惦记着轮回这件事 但小萝卜头 明显是冲着大佬身上的金光来的 江徐徐看着眼前几乎闪下人眼的金光 越发觉得这东西不一般 嗯 想偷偷抓一把 江徐徐心里正想着 还没等他有所动作 就听楚北赫突然开口 难得好奇 把他送走 江徐徐只能克制自己的动作 解释 他身上的怨气都被你消除了 没有怨气执念 就可以被英差接引进入轮回 楚北赫虽然已经接受了英魂的存在 但骤然听他理所当然地说起这个 心里还是有些微妙 忍不住又问 怎么接引 江徐徐张口 刚要说话 忽然就指着他身后 咦 楚北赫扭头 就见不远处站着一个身穿黑衣黑裤的小哥 加上黑帽黑口罩 明明站在路灯下 却不见太多存在感 站在不远处另一边的司机 显然也看到了 这边突然多出来的人 心下咯噔一跳 赢江一号的安保 在整个海市称得上顶级 这么鬼祟打扮的人 照理说都进不来 但看江小姐的表情 似乎是知道对方的 就见黑帽小哥走到江徐徐跟前 十分公式地开口 灵氏闪送 是你有英灵需要地府接引吗 楚北赫 他下意识看向江徐徐 现在的地府鬼差都这么现代化了 江徐徐也有些意外 灵氏什么时候开通了接引服务 我怎么不知道 黑帽小哥道 这是老板和地府开展的新合作项目 今天是第一次实行 江徐徐当即明白了 虽然好奇灵氏背后的老板 哪来的这种关系 但也没有多问 将手里的小英灵递出去 就见黑帽小哥拿出一个迷你秤盘 接过小英灵往秤盘上 一放秤盘上显示酒客 黑帽小哥似是宁了宁眉心 这个英灵客重不够 说着又将小英灵拎起来看了看 随即冷声 这是个未成型的半魂 地府目前无法接收 江徐徐对此并不意外 显然是早就知道 他确实是个没成型的英灵 但他怨气都清除了 放到地府滋养几年也就成型了 你先接回去 过个几年也正好排上号 黑帽小哥一听 毫不客气地拒绝了 不行 地府目前已经是超负荷状态 老板和下面达成的合作协议里有规定 非接引对象不得擅自接入地府 黑帽小哥说着 将小英灵往江徐徐守心一放 抱歉 这单接受失败 说吧 转身就要走 江徐徐一时有些猛 不是 你等等 不能通融一下吗 我加钱 黑帽小哥一脸的油盐不尽 抱歉 说吧 毫不迟疑地转身就走 江徐徐眼睁睁看着对方身形 很快引入黑暗之中 一时有些郁闷 之前英差接人 可没有这么不好说话的呀 一般就算英魂有残缺 塞点明币也就通融过去了 现在这算什么 他砸手里了 江徐徐低头 对上自己手里一脸无辜的小英灵 嘴角微抽 楚北赫在旁看着一言不发 虽然觉得奇幻 但他理解这个所谓的灵失闪送 毕竟公司有规定 那就不能随便更改 从这点上看 那位老板是个懂得企业管理的 扭头 见江徐徐一副苦大仇深的样子 他似乎是第一次在这位江家大小姐脸上 看到这样的表情 暗暗挑眉 难得主动关心 这个英灵接引不了 该怎么办 江徐徐敏唇 有些郁闷似的 接引不了 这小萝卜头 接下来只能是我养着了 养成行了 再给送过去 虽说不是什么难事 但江徐徐并没有养小鬼的爱好 他接触这一门以来 虽然见过不少养小鬼的 但他始终觉得这一门不算正统 更别说他本身是扶一门的 心里虽这么想着 但英差不肯收 他眼下也没有其他办法 有些郁闷地 将小英灵重新揣回兜里 拒绝了小家伙 还想蹭大佬金光的意图 楚北赫看着他的动作 黑眸微深 在他转身时 忽然将人叫住 你之前说 我掌心的印记 是什么 江徐徐冷不定 听他问起那个印记 愣了愣 还是一本正经的解释 护身印记 怎么了 没什么 楚北赫声音清冷 似是无意 江徐徐间他没什么特别反应 便不再多言 抬脚快步回了江家别墅 楚北赫看着他快步离开的背影 谋色晦暗不明 最终再次化作一抹冷笑 又骗人 第八十章 命定的楚太太 夜如点墨 楚北赫站在浴室镜前 镜中的男人头发微湿 几滴水珠自发间低落 正好落在那白皙而紧视的胸膛上 肌肉流畅的线条 结实而不夸张 周身不带一丝坠肉 唯有腰处系着一条浴巾 将大半长腿遮掩 他看着镜中的自己 俊朗如雕刻般的五官 看不出太多情绪 半晌 他缓缓转身 有头时 依稀可见阴晕水气中 被挤出那好似龙形的金色胎记 几乎覆盖他的整背 江家小姐说过 他身上有金光 他想 那所谓的金光 或许就和他身上这个胎记有关 黑某脸去淡淡冷忙 镜子走出浴室 换上睡衣 将睡衣领子 拉得不带一丝褶皱 这才回到房间 房间的桌案上 放着一份文件 那是他让人调查的 关于他掌中那陶木印记的资料 知道这东西和悬门有关后 楚北赫调查起来 便容易多了 资料上是一张古籍印刷页 配图是如他掌中 一致的古旧的手画印记 下面只有简单的注解 陶木印记 以千年陶蕊为末 拥有印记双方的 便是今生命定之人 略有些儿戏的注解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什么盗版书上 故意写来详人的 如果是之前 楚北赫看到这样的解释 只会一笑直之 但 今晚意外见到江许许 左手掌心那个 和自己一样的陶木印记 楚北赫觉得 这可能不是玩笑 所以 那人将那根陶芝留在这里 又在他手心里 弄了这么个印记 就是想让他知道 江许许 很可能就是他未来的楚太太 想当那小丫头 不过十八的年纪 楚北赫就忍不住皱了皱眉 这个实在不是什么 好笑的玩笑 但偏偏 他有些在意 尤其那丫头明明知道 却故意骗他说 这是什么护身印记 他在嫌弃自己 想到这个可能 楚北赫就想冷笑 虽然他对什么 命定之人没兴趣 但 他不喜欢被嫌弃 只一瞬 楚北赫又很快 脸去了面上的神色 想到江许许那一本正经 骗人的模样 突然面无表情地 将手中资料 往书桌抽屉里一放 既然他不想认 那他也不会主动认他 他倒要看看 在他们双方默认逃避的情况下 这所谓的命定 是怎么个命定法 楚北赫这么想着 结果第二天 某人就再次出现在他的别墅前 一脸郁闷地瞪着自己 有事 楚北赫挑眉看他 哪怕知道那桃木印记的真相 楚北赫也没有专门 对他另眼相待的意思 倒是江许许看着他 或者说 是看着他身上的金光 一脸凝重 有事 江许许昨天被迫 接受了小英灵砸在手里的事实 今天就打算给他画几张聚音符 给他养着 结果今天摩拳擦掌刚要动笔 就感觉他房里那个赤巨子 弄得聚灵阵 他聚得灵气跑了 没错 灵气确实聚到了 但是他们跑了 而且 跑的方向还不是别处 就是金光大佬这里 江许许亲眼瞧见他 启示聚集的灵气 全都被这人给吸走了 但也因为正眼瞧见 他知道 这人不是故意吸走的 不管是最初小狐狸 还是小英灵 再到他聚集的这些灵气 他们似乎都下意识被他吸引 而金光本人 他明显毫无所觉 江许许虽然觉得 解释起来有些麻烦 但他还是仔仔细细地 跟他解释了一遍 楚北赫微微挑眉 如果不是知道 他是真的懂得 这些悬门数数 但那个应急的存在 他都要以为 他是故意找借口接近自己 所以 你想跟我商量什么 那所谓的灵气 他没感觉到 就算真的被他吸走了 他也还不回去 江许许就看着他 好扮上才一脸真诚地问 请问 你有搬家的打算吗 毕竟 以前他也没遇到过 这样的情况 江许许觉得 这还是距离的问题 楚北赫 金光笼罩下的俊脸微沉 楚北赫只看着他 面无表情丢下两个字 没有 江许许听着他的回答 也不意外 毕竟因为他画符的灵力 被吸走这个事 就要人家搬家 他自己也觉得无理取闹 那么就只有第二条路了 江许许这么想着 拿出手机 加个好友 我下次画符前 提前确认下你的位置 江许许刚搬回江家 肯定不可能搬走 楚北赫也不可能搬 那就想办法错开吧 毕竟也就最近这段时间 等他开学 估计也没有太多时间 见到对方 更别说会被对方影响了 楚北赫就看着他 一脸认真的 朝他打开微信二维码 黑毛落在他脸上 忽明忽暗 他想告诉他 他一般不会随便家人 但是想起掌心的桃木印记 鬼使神差的 他竟没有说话 拿出手机加上了他 江许许一点 没有自己加上楚家 现任当家的兴奋 礼貌的加完好友 一次凑到楚北赫身边的小英灵 快步离开 楚北赫看着他的背影 再看看手机里 多出来的一个联系人 薄唇威靡 黑毛中看不出太多的情绪变化 这头 江许许加完好友 瞅着楚北赫坐车离开 正打算上楼继续画幅 路过客厅时 却被换住 许许 之前那个城市代言人 需要拍摄一组代言照 你最近有时间吗 说话的是江宇童 原本这事也不归他管 只是这件事是他负责的 这会儿见到人 就顺道问了 江许许听到这个代言人的时候 都没反应过来 好半天才想起 当初关瑞瑞和白淑琴 就是因为这个名额 才把他直接赶出来的 事实上 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名额 究竟是怎么选出来的 不过关瑞瑞想要 他就肯定不能让 横竖只是为海誓代言 江许许也不介意 便点了点头 我这几天都有时间 江宇童就和气地笑笑 那三叔回头 让助理通知你具体拍摄时间 这边话音刚刚落下 就听一旁的江城忽然开口 这个代言人 著名高校的高材生代表吧 学校交的名单 基本都是已经确定的 重点大学的保送生 江城知道这个 是因为陆雪希就是代言人之一 只是他没想到 江许许居然也是其中之一 想到这里 他看向江许许的目光 瞬间多了几分审视 你拿到的是哪个学校的保送名额 第81章 高考即将放榜 江许许之前和关瑞瑞一个学校 虽然也算是贵族学校 但和陆雪希江汉都不是一个学校 所以江城不知道 也不稀奇 不等江许许回答 江城似是炫耀一般 重点强调了一下 雪希拿到的是海大的保送名额 一旁的陆雪希微笑听着 似是不好意思 却没有出声打断 江许许还是第一次 听到这个所谓代言人的选择标准 扭头看向江城 却道 我没有保送名额 他说的直白 江城却是一论 你没有保送名额 那你是怎么被选上的 他说着 视线下意识看向江许童 因为最终名单 可是得到江海集团这边的 江城会怀疑 三数暗箱操作 也不是不可能 江许童哪里看不懂儿子那眼神 只笑 你可别这么看我 名单交过来的时候 许许还没回咱们家呢 言下之意 他没走后门 江城就转看向江许许 比起江许许 他明显是更清楚一些内幕的 城市形象代表 原本定的就是 这届品学最优的高校生 听他说 没有保送名额 又问他 你在学校成绩很好 还行 江许许诞生敷衍 一旁的江汉 就忍不住开口了 还行事 多行 话刚出口 就见江许许的视线 凉凉朝他扫过 江汉猛地想起 之前约定的时间没到 顿时闪闪闭嘴 但眼神还是直直盯着他 江城和他关系好 自然知道他问的是什么 于是问他 年纪排名多少 江许许微微拧眉 觉得这人问得 简直没完没了 他们明明不熟 我必须告诉你吗 江许许毫不客气地反问 把江城堵得微微一致 然而不等他说话 就见江许许 已经镜子抬腿上了楼 江城当下脸色有些难看 只觉得这个堂妹果然没礼貌 一点都比不上雪希 陆雪希看着江许许的反应 演去眼底的笑意 面上指道 江城哥 你问得太细 像审问一样 许许肯定不高兴 江城还没说话 旁边眼瞧着江许许上楼 确定听不到 他声音的江汉 立即忍不住出声 才问了那两句 他就不耐烦 脾气也太差了 江汉哼了一声 随即笃定 他成绩肯定不咋地 毕竟 大家虽然不在一个学校 但还是几个贵族高校 哪些名列前茅的名字 他们都是大概听过的 毕竟高校模拟考试 或是高校竞赛这些 顶尖的尖字声 彼此打交道也不少 但他确定 自己没听说过 关许许这个名字 不止江汉确定 陆雪希也确定 但一想将许许这个 刚刚被认回的江家大小节 可能没那么优秀 陆雪希就觉得安心不少 又笑着问江汉 我记得 明天高考成绩就出来了 你成绩稳定 明天一定能有个好名字 他是提前拿到了保送资格 并不参加高考 但这不妨碍家里 还有一个成绩优秀的 可以和江许许作为对比 提到成绩 江汉也有些自信 放心吧 到时候 我跟你一起去海大 言辞间 已经是十拿九稳 毕竟不是所有人 都能拿到保送名额 如江汉这种 自信自己可以考上的 自然不需要名额 陆雪希文言 顿时笑得愈发真诚 那我明天提前做的蛋糕 给你庆祝 江汉文言一脸高兴 嘴上却道 你刚出院 就别做了 容易累到 陆雪希 我不累的 一旁的江苏 听着两人你来我往 暗戳戳翻了个白眼 干脆起身镜子上楼 陆雪希看着江苏上楼的背影 微微拧眉 看着系统里属于江苏那 依旧在及格线徘徊的好感知 就觉得生气 明明回家后 他都好几次示好了 可是这个江苏 一直不领情 是真的不打算认他这个姐姐了吗 想到这个 陆雪希脸色就有些不好看 一旁的江城 一直注意他的情绪 见他不开心 又关切询问了两句 陆雪希随口道 只是有些后悔当初 直接选择保送 人生唯一一次高考 我应该自己考的 他说着 又转移话题 看向江汉 江汉成绩比我好 我听说高考省状元的话 极大招生办会直接上门邀请 明天家里估计要热闹了 江汉扯了扯嘴角 一副不以为意 但又胜券在握的样子 虽说像他们这样的人家 还可以选择出国留学 但大多数人 其实还是十分认可高考 这个分界领的 一如关家 因为昨天秦家买通混混威胁 反而连累江许许的事 江宇成昨天 就让助理介入了一下 秦家那边的生意 顿时受到影响 也就一时无法顾及网上的舆论 而没有秦家舆论压制 网络上对于关蕊蕊和秦浩的声讨 更加肆无忌惮 关蕊蕊已经气得直接关机了 也就是这时 网上因为高考即将放榜 这时被隐去了几分注意力 白淑琴看到这个 瞬间像是想到了什么好主意 最近这些事情闹得 差点忘了明天高考放榜 关蕊蕊这会儿 哪里还有心情关心这个 且不说网上的是 因为玉牌的事情 关起身都跟家里闹了矛盾 这两天都没再来看他 我现在都这样了 哪里还有什么心思 看什么高考分数 关蕊蕊委屈死了 我说的不是这个 白淑琴到 你想 明天高考放榜 网上肯定都是 关于各种高考成绩的消息 谁还有心情继续关注你这个事 明天只要你成绩出来 如果顺利被金大或者华大录取 就能证明你是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好学生在普通人眼里 都有特殊光环 网上那些人 肯定就不会继续骂你了 白淑琴说得信誓旦旦 关蕊蕊先是一愣 随即有些不确定 会吗 当然会 白淑琴道 现在大家对于高等人才的宽容度更高 我们现在就是要尽量拉回 你在外界的形象 白淑琴把其中关系解释了一遍 关蕊蕊顿时觉得眼前一亮 瞬间仿佛有了希望 毕竟 她的成绩虽然不算顶尖 但是进入重点名校 肯定还是没问题的 想到这里 关蕊蕊对于明天高考放榜 顿时生出了几分期待 甚至主动开机 毕竟 如果被重点大学录取 招生办肯定会打电话通知 她可不能错过了 第82章 恭喜关同学成为海市本届高考状元 白淑琴有一点没说错 高考放榜 在全国都是一件瞩目的事情 放榜这天 网上已经不少人直播查分 或者等着晒分数 关蕊蕊更是一早给自己打扮了一番 妈妈说了 等分数出来 再确定录取的学校 要给她拍个照发网上去 趁机拉一下好感度 关宝成也一早过来医院 等着到时间查看分数 关蕊蕊看关起身没过来 还忍不住扁了扁嘴 哥哥两天没来看我了 他是不是还在生我和妈妈的气 想到那天 关起身在病房里冲他发火的样子 他就觉得委屈 明明他都这么可怜 哥哥居然一点都不体贴他 还想拿走那块护身的玉牌 关蕊蕊决定 回头哥哥跟他道歉的时候 他得先亮一亮 他再决定要不要原谅他 这么想着就听关宝成道 你哥哥在清风关 家里的事情有点麻烦 他这两天都暂时住在棺里 关蕊蕊闻言有些诧异 但面上还是乖巧道 清风关听说还挺灵验的 这样哥哥的问题肯定能好好解决 爸爸你也别太担心了 关宝成听着闺女贴心的话 笑着点了点头 忽然手机铃声响起 关宝成以为是公司打来的电话 眉心微皱 结果一看却是家里保姆打来的 截起电话 待听到电话那边的消息 关宝成面上顿时露出激动的模样 关蕊蕊和白淑琴瞧着都有些好奇 关宝成在外向来沉稳温和 哪怕在家里也很少露出这种激动的神色 嗯 记得上次露出这种表情 还是接到江海集团主动合作的消息 想到江海集团 又想到江许许 关蕊蕊和白淑琴就觉得晦气 眼见着关宝成挂断电话 白淑琴忙柔声开口询问 老公是不是有什么好事啊 关宝成脸上笑容毫不遮掩 扭头看向关蕊蕊的时候 眼神里满是骄傲 是好事 安嫂说金大和海大的招生老师 亲自来送录取通知书 现在人就在家里 关蕊蕊和白淑琴 冷不丁听到消息先是一愣 随之而来的就是一阵激动的狂喜 金大 海大 而且还是招生老师亲自上门通知录取 这种的待遇 一般只有高考状元才有的啊 想到这里 白淑琴激动的满脸通红 看向关蕊蕊的眼神里都带着灼热的光 关蕊蕊也很激动 但同时脑子里也闪过一个疑问 他高考那天有考得很好吗 虽然他在学校成绩一直是年级前二十内 但前三是基本没有过的 难道是超常发挥 但这样的念头也不过转瞬即逝 很快便被心底的狂喜代替 有了高考状元这个身份加持 网上那些人肯定不会再对他继续口诛笔伐 本来就没多大的事 偏偏一堆人在网上上刚上线的 烦都烦死了 现在好了那些人很快就可以闭嘴了 老公那招生老师都来了 咱们是不是得快点回去啊 可是蕊蕊怎么办 蕊蕊可是今天的主角啊 偏偏还在住院 总不能让人家直接到医院来 是得回去 不过蕊蕊现在也不好出院 关宝成说着 有些担忧的看向自家女儿的腿 关蕊蕊闻言有些焦急 爸爸我想回去 老师是来找我的 我总不能不出现啊 他还想跟招生办的老师合照 关蕊蕊坚信 只要他坐着轮椅出现 模样足够可怜 再配上高考状元这样的荣誉光环 网上那些人只能闭嘴 甚至还会反过来同情自己 他必须回去 关宝成显然也想到这点 这几天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他们家和秦家都受到影响 原本将家晚宴之后 公司就亏损了不少订单 现在被女儿霸凌事件连累 这阵子公司状况不好 他也忙得焦头烂额 他们家现在急需要一场荣誉洗刷原本的名声 我去找医生 蕊蕊骨折的地方都坐了固定 坐轮椅上出去一两个小时没问题 虽然蕊蕊现在还因为命格反噬 持续倒霉中 但好在他身上还有那块玉牌 否则关宝成也不敢随便把他带出去 关宝成这边说做就做 很快就有几个护士进来 给关蕊蕊扶上轮椅 又仔细交代了一番 三人很快就坐车 一路赶回别墅 然而 关宝成还是低估了他们三人在一起的倒霉威力 别说靠近关蕊蕊 就会因为他的命格被沾染了倒霉和灾厄 更别说关家现在阴气重 关父关母身上本来就沾染了阴气 哪怕有玉牌压制 关蕊蕊三人的车子 在回到别墅的一路上 依旧遭遇了两场不小的车祸 先是有车子失灵朝他们撞过来 又有路牌突然朝他们倒下 关蕊蕊都被吓猛了 下意识握紧了自己脖子上的玉牌 关宝成同样下意识握住脖子上的玉牌 白淑琴 白淑琴没有玉牌 玉哭无泪 一边一个握住他们的手 三人一路艰难地回到别墅 临下车时 白淑琴又摔了个狗啃泥 关蕊蕊的轮椅车轮 还莫名掉了一个 好在旁边司机及时扶住 才避免他摔出去 等他们终于站在别墅门前 三人或多或少都有些狼狈 但总算是回家了 关家人整理了身上的衣服 关蕊蕊则是由两名保安 扛着轮椅进去 这架势 直接就把客厅里等候的 两边招生伴老师给惊呆了 这 这位就是关同学啊 他这是怎么了 这是 关宝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 勉强维持生意人的体面 前阵子出了车祸 本来是在医院养伤的 听说你们过来 这孩子非要亲自过来 经大的招生老师 文言都诧异了 这倒也不至于 关同学都上成这样了 该好好在医院养伤才是 或者说一声 我们过去也行啊 关蕊蕊这会儿 已经调整好了状态 面上端得真诚而柔弱 高考录取是人生大事 也是对我过去三年努力的见证 我希望亲手接下通知书 经大和海大的招生老师 都动容了 纷纷觉得这个同学品性坚韧 当下也郑重了几分颜色 那么咱们也长话短说 关同学 恭喜你在本次高考 取得总分738的高分 成为海市本届高考状元 再次我们经大乘治邀请你来经大 一旁海市的招生老师 也忙不迭接话 海大作为海市重点学府 也乘治邀请关许许同学加入 关家三人在听到前面 经大招生老师的话时 已经是满脸激动 关蕊蕊甚至已经准备出声接受邀请 冷不丁却听到海大老师的话 三人脸上的笑几乎是齐刷刷僵住 随后眼睛缓缓瞪大 他刚才说 谁 第83章 高考状元他在哪呢 关宝成的脸色瞬间变得有些难看 白淑琴还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 而最中间的关蕊蕊 眼神中先是茫然 随后不死心地追问 咬着牙肉 声音颤抖 老师 你刚刚说 谁 招生伴老师 看着这一家三口的脸色有些莫名 但海大的老师还是客客气气地重复 关许许同学 你不是关同学吗 关蕊蕊再次听到那个名字 脸颊肌肉更是微微抽搐 原本温柔无害的表情 此时甚至还有些争鸣的模样 他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 咬牙一把抓过旁边金大老师 拿在手上的录取通知书 打开来 只见通知书上是刚比亲手写旧的 关许许三个字一旁的白淑琴 更是不敢置信 忍不住尖叫出声 怎么会是关许许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关蕊蕊却是死死瞪着 那录取通知书上的名字 一双眼瞪得发红 抓着通知书的手更加用力 几乎要把那通知书抓烂 一旁的招生伴老师见状 也隐约明白了过来 他们怕不是找错了人 金大的招生伴老师 更是忍不住上前 将录取通知书 从关蕊蕊手里抽回来 生怕面前这个同学 把他们专门为高考状元 制作的通知书被弄烂 这个 本届高考状元 我们这次就是专门过来 找关许许同学的 海大的老师忍不住出言解释 又忍不住确认 这里不是关许许同学的家吗 他们是直接按学校 给的地址找过来的 既然能跟金大的招生伴老师碰上 说明这个地址没错啊 但这家人的反应 明显不太对 就在这时 保姆那边又接到门卫的电话 走过来小心翼翼道 关 关总 小区外说是华大的招生伴老师 来找许许小姐 保姆这回特别说了名字 显然是想到自己之前 在电话里下意识说的是大小姐 可是大小姐已经被赶出去了 金大和海大的招生伴老师 此时也是面面相去 得又来一个 但关家人此时一点也不觉得高兴 甚至还有些想要抓狂 怎么又来一个 又来一个还是找关许许的 说好的 他们家蕊蕊才是高考状元呢 关蕊蕊此刻只觉得满心的羞辱和愤恨 而这些羞辱 全都是关许许带来的 为什么 为什么他已经这么可怜了 将许许居然还不肯放过他 关宝成好歹还残留了些许理智 虽然很想发火 还是忍着僵硬难看的脸色 回答了对方 他已经搬走了 两边老师再次面面相去 随后询问 那不知关许许同学 现在搬去哪里了 我们怎么知道 那种白眼狼 跟我们家已经没关系了 你们招人 自己不会打听清楚吗 白淑琴的声音过于尖锐 叫两边招生伴老师 脸色都有些难看 负责招生这么多年 哪家 瞧见他们 不都是欢欢喜喜的 他们还是第一次 碰上这样的人家 眼见着这家人 是不会告诉他们的 便立刻提出了告辞 趁着高考分数 还没正式公布 他们得先找到 关许许本人才行 几个老师匆匆带着东西离开 只留下官家人 脸色阴沉地站在原地 京大和海大两边招生伴老师 出了官家别墅 脸色依旧有些难看 但随之而来的 却是头大 招生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学生留下的家庭住址 找不到学生 学生手机也打不通 这可杂整啊 正郁闷地往外走 远远却见华大的两个招生老师 急急忙忙往这边赶 都是老熟人了 华大的招生老师 瞧见京大和海大的 从官家出来 脸色都变了 他们知道 今天来晚了 那都是半路莫名 遇上两起车祸耽误的 京大的老师也推不厚道 大家都是惊世的 他们上门居然不跟他们说一声 华大的招生老师 忙快走几步 额头甚至汗珠 他瞪着京大招生老师 表情着急 又惊恐不安 你们这事都已经谈完了 官许许同学应了你们哪一个 说着 不等两边回复 又狠狠跺了跺脚 我说你们也太不够意思了 怎么还抢时间呢 公平竞争懂不懂 他们出来的时候 校长那边还特意打过招呼 让他们务必将这位官同学 争取到华大 现在没了 完了呀 华大的老师 一脸的苦大愁深 京大的招生老师 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行了 我们也没见到人 正准备往回赶呢 你们简直 啊 华大老师还要接着跺脚痛斥 乍听这话都愣了一下 什么意思 没见到人 官同学不在家 一旁的海大招生老师解释道 说是官同学搬走了 不过他家里人不肯说他搬去哪了 华大老师拧眉 这又是什么情况 你们该不会和起火来宽我的吧 旁边京大的文言都忍不住要翻白眼 这边正说着话 忽然旁边有人拍了拍他们的肩膀 几位老师 你们要找徐徐的话 我知道他在哪 几个招生老师骑刷扭头 就见旁边站着的 是一个门卫模样的大叔 看几人看过来 顿时神秘兮兮压低声音道 我是负责这区的门卫 你们要找的官徐徐 他不是这家亲生的 前几天就被赶出去了 几个老师 听说他们的高考状元 被赶出去都觉得不可思议 那官家人是有病吗 养了个状元 直接赶出去 您知道他现在在哪吗 这个具体地址 我不晓得呢 不过我听说 那孩子找到亲生爸妈了 嗯 咱们市里那个江海集团晓得不 就是那个江家 你们去微博官方号上问问 几个老师 啥玩意 问个地址 还要去微博官方号上问 没见过哪家招生办这么难的 京大和华大两边都有些无语 却不想 旁边海大的招生老师 忽然一拍大腿 江海集团 我熟啊 他家还给我们学校 捐过教学楼 又朝两边一招手 十分豪迈大气 我知道江家在哪 都跟我走 第84章 海市道教学院招生 江家 江许许一早就发现 家里莫名有些热闹 今天是高考放榜的日子 姑姑江雨昕 一早就带着双胞胎儿子 回了江家 除此之外 江家其他人 包括江宇成和江老爷子在内 也等在家里 江老爷子对家族观念十分看重 在家庭每个大事上 都讲究仪式感 所以今天大家都是为了 即将的高考放榜齐聚在这里的 江家今年参加高考的孩子 不在少数 除了江雨昕的双胞胎小儿子 是准备出国念书 陆雪熙是提前拿了保送 另外的大儿子 二房的江汉 江许许都参加了这一届的高考 而抛开这些 江汉因为成绩一贯优异 是高考状元的大热人选 江家人也希望一起见证这样的时刻 安卓出国的事情 办得怎么样了 江老爷子 从小看着两个外孙长大 对他们的关注 并不比家里的几个孩子少 江雨昕正拿着手机 回复着工作上的事 文言收起手机 对老爷子回道 都办得差不多了 耀天在学校附近 给他买了个房子 学校那边 我找了业内相识的朋友观照着 小卓出国后 会帮忙照看她 江雨昕虽然是四房里唯一的女孩 却并没有养成骄纵的性子 相反她性格有些不服输 从小到大都很要强 形式上很有自己的主意 对外虽然是女强人的模样 在家里却并不强势 相反还十分尊重孩子的想法 否则双胞胎兄弟 不会一个跑去国外学设计 另一个则留在国内学导演 江老爷子对于这个女儿 也向来比较放心 又关心了一下双胞胎的大哥安行 姚玲见状也笑着开口 小姑向来有主见 不过两个孩子从小在一块 突然分开 不会不习惯吧 他们长大了 都有各自的路要走 总不可能还像小时候一样 非得待在一块 江雨昕语气淡淡 对于这个闲在家里 一心做豪门贵妇的二嫂 向来不是很亲近 姚玲被堵了一句 倒也不生气 毕竟今天她儿子江汉 可是主角 小姑说的也是 我之前也打算让小汉出国来着 小汉从小学习好 之前还做过一段时间的国外交流生 结果她不想出国 那就随她了 反正国内的好大学也不少 就是得挑 语气虽柔 但话里的炫耀意味 毫不遮掩 薛宁玲见小姑 一副不想搭理的样子 只能充当何世老 笑着接了话 以江汉的成绩 国内的大学 确实可以随便挑 她说着又看向江汉 江汉选好 学校了吧 江汉点头 我和学习一样 去海大 说完 又想起和江许许的赌注 忍不住看一眼对方 两个小的赌注 只问怎么不选金大 在海大挺好的 离家里也近点 陆雪熙笑着接话 又看向旁边的江许许 许许 你准备选金大 还是海大 要不跟我们一起去海大吧 也有个照应 陆雪熙话音刚落 不等江许许搭话 就听一旁的江成道 成绩还没出来 又不是她想选哪个就哪个 因为江汉成在 江成这话 不敢露出太多嘲笑意味 但哪怕是平铺直续 也叫江汉成听着有些不高兴 但到底不好 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呵斥小背 江苏却不一样 她无所畏惧 顶着江成的雷 就杠了回去 你也说了 成绩都还没出来 你怎么知道 我姐不是想选哪个 就选哪个 江成最近简直要被江苏 这浑小子气死 刚要再说什么 就见明叔从外面走了进来 表情有些微妙 老爷 有学校的招生老师过来了 听到招生的老师过来 江家人几乎是瞬间提起了精神 江汉更是下意识坐直了身体 其他地方不一定 但海市这里 能让几大学校招生老师亲自上门招生的 那都是状元才有的待遇 其他人此时也面露欣喜 纷纷看向江汉 觉得这孩子果然不负大家期望 是来找小汉的吗 姚玲声音都有些激动 就见明叔看一眼江许许 似是尴尬 应该说是来找许许小姐的 江家人文言都愣了一下 江汉表情更是猛得一江 所有人下意识看向江许许 后者表情平淡 显然并不觉得惊讶 许许 成绩原来那么好啊 姚玲忍着心底的不甘 勉强说了一句 江许许依旧神色淡淡 还行 江怀却是挑眉 看着明叔那明显复杂的表情 问他 是哪个学校的招生老师 众人文言 下意识看向明叔 是啊 招生老师亲自上门 明叔怎么会是这个表情 明叔文言有些欲言又止 但很快 进门的人便告诉了他们答案 只见来人 一身道袍 头上顶着一个发迹 虽然看上去 自带几分先锋道骨的味道 但依旧无法掩饰 这是个道士 江营最先忍不住出声 小声道 妈妈 这个叔叔穿得好奇怪 姚玲当即懒过小女儿 别乱说 虽是阻止 但面上显然带着笑 一旁的江汉 更是从最初的打击 到这会儿的放松 还有隐隐的幸灾乐祸 江城眼底 则是掠过一抹嘲笑 他们就知道 江许许不可能考得比江汉还好 这所谓的招生老师 瞧着不伦不类的 估计是什么上部的台面的野鸡大学吧 果然 那倒是先是朝着江家人 缓缓拜了一礼 随后目光准确地落在了江许许面上 这位就是关小友吧 我是海市道教学院的招生老师 今天来 是想邀请关小友 进入我们道教学院就学 江家人心情无比复杂 虽然他们都知道 江许许喜欢捣腾一些玄学上的东西 就连江老爷子 也接受了孙女的这个爱好 但真的看到倒是上门招生 还是有种让人啼笑皆非的感觉 什么道教学院 听都没听说过 这种学院 能是正经大学 江宇明向来不信这些东西 此时更是忍不住拧眉 许许 二叔知道你喜欢这些东西 但这个学院你不许去 就算成绩再差 也不能去这样一间 听起来连大学资质都没有的学校 他们江家的孩子 要是去了什么道教学院 传出去江家的脸面都不要了 他坚决反对 第85章 怎么又来一个质疑的 江宇成微微皱眉 他这个亲爹还没发话呢 二弟 这直接做主的态度算什么 尽管他也不想要让许许去什么道教学院 但经过上次 让许许让出房间的事 他已经学会先询问女儿的意见 宇明 许许想去哪个学校 他自己有主意 你一个做二叔的 这样 替他拒绝就过了 江宇明听他开口也不触 扭头指道 大哥 我这是为他好 这什么学院名字听都没听过 许许去这种学校 你也不怕他学坏了 你是打算让他出家不成 当着招生老师的面 这么直白地说出来 实在不算礼貌 但江宇明才顾不上这些 他觉得 他大哥自从认回这个女儿都变了 生怕他跟着犯糊涂 可 倒是和出家是不一样的 出家那是佛教的事 身穿道袍的招生老师 微笑解释了一句 江宇明抽空瞥了他一眼 对他来说都一样 侄女在家神神叨叨也就算了 他绝不允许他丢人丢到外头 他一个音乐制片人 丢不起这种人 江怀也不管这二叔是什么态度 这会儿只镜子看向江许许 许许 你对这个学校了解过吗 他和家里其他人不一样 亲眼见识过江许许的本事 也不反对他报考这方面的专业学院 但前提是 这学校必须靠谱 不能是什么骗人的地方 毕竟 这年头挂羊头卖狗肉的学校也很多 江许许从刚才开始一直沉默 此时听到江怀的话 才微微侧头 知道 但不熟 清风观灌注 之前跟他说的最多的 也是京大那边的道教学院 他对于海大这边的学院 确实不熟 但这并不妨碍他 有些心动 他记得楚大佬之前说过 师父曾经自称是 海市道教学院的讲师 后来他也在网上查过这个学院的消息 只是资料介绍很少 我们海市道教学院 是国家认证过的 国内为三 有一本大学资质的道学院之一 这点几位可以放心 招生老师面上还是一片和气 并不因为被质疑而生出不满 但 江家人更怀疑了 一个道学院 还有一本资质 他们怎么那么不信呢 江雨昕虽然也不反对侄女有自己的追求 但还是劝了一句 许许 上大学不仅仅是为了文凭 更多是为了积攒进入社会的经验和人脉 建议你慎重选择 一旁的双胞胎兄弟 也是一脸惊奇地看着这个表妹 和江家兄弟不同 安卓和安行只在上回江戏许回江家时见过一面 但他们也从江汉江城那里 听说过这个妹妹前阵子还闹过离家出走的事 两兄弟倒不像江汉几人那么针对妹妹 相反的 他们觉得这妹妹长得漂亮 肯定没江汉说得那么差 但 妹妹居然对做到是有兴趣吗 妹妹 你要是去了道教学院 出来是不是就是道姑了 江家人想象着江许许成为道姑的样子 当下表情更怪了 江许许对于对自己没有恶意的人向来比较宽容 文言摇头 不一样的 大家可能对我们道教学院有些误解 要不这样 我先跟关小友重点介绍一下我们学校 道教学院的招生老师说着 金字走过来 又从随身的背包里 举出几本古书装定的小册子 江雨明见状拧眉 刚要开口拒绝 就听门卫视再次传来呼叫 明书听过回来后 这回脸色是明显的欢喜 老爷 金大华大和海大的招生老师都过来了 文言 刚才被道教学院招生老师带来的复杂心情 瞬间被这消息的喜悦所代替 众人一时都懒得 再去管江许许 是不是要去什么道教学院 再次笑着等待几位招生老师的到来 江汉也暗暗扫一眼一旁的江许许 虽然没有开口 但那眼神里的含义不言而明 他和他到底不一样 他只能被一个听起来就不靠谱的道教学院接纳 但他的选择却是国内顶级的学府 江家人都纷纷打起精神 等待招生老师的到来 只有道教学院的招生老师 一副受到威胁的样子 迫不及待地将小册子摊开 仔细向江许许 介绍起他们学校的好 这时 金大几位招生老师终于到了 一进门 就迎上江家一大家子人热切的目光 其中以姚林的视线游慎 几位老师先是惊诧于江家的富贵 和这一大家子的起准 但很快又想起此行的目的 眼看着已经到了高考放榜的时间 视线镜子从屋内 一众男孩子身上掠过 随后重点落在客厅里 为二的两个女孩子身上 请问哪位是关许许同学 他们这回可学乖了 上来先报大明 同样的乌龙可不能再犯第二遍 姚林都已经准备起身 替儿子迎接几位老师了 乍然听到这句 整个表情都将在了脸上 江汉更是脸颊肌肉一抽 一脸不可置信地 再次扭头看向江许许 江家其他人也好不到那去 这怎么又是来找江许许的 而且 这次来的 还不是野鸡大学的招生老师 倒是将老爷子吻得住 是一名书将人请过来落座 同时向几人介绍 江许许几位招生老师 其实走过来的时候 就确定了哪位是关许许了 因为他面前这会儿 已经摊开了几个小册子 旁边还有一个穿着道袍的奇怪男人 正在介绍着什么 这难道 还有人杰足先登 几个招生老师 瞬间进入了战斗状态 江宇成确定 面前几人真的是来找许许的 那向来沉稳的脸上 此时也难得带上了几分惊喜 许许是我的女儿 几位过来 是我女儿的高考成绩出来了 海大的老师认得江宇成 作为唯一一个 勉强和江家打过交道的 他首先开口 微笑着表示了恭喜 是的 许许同学在本次高考 取得总分738的高分 是咱们海市本届的高考状元 我们这次过来 就是为了承执邀请许许同学 来我们海大就读 旁边的华大和京大老师 文言毫不示弱 忙不迭接话 我们京大也承执邀请 关许许同学加入 我们华大也承执邀请 关许许同学加入 几位招生老师 一个个目光热切 一旁的江家人都被镇梦了 尤其是江汉 听到那738分的分数 简直不敢相信 江城更是直接开口 不可能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江许许 怎么可能是高考状元 他哪里想 几个学校的招生老师 文言拧眉 怎么又来一个质疑的 正要严肃重申一遍 却听 一旁的江宿突然开口 与其认真而笃定 隐隐还透着激动 是真的 第86章 招生老师强迫头 少年扎唬的动静不小 所有人都下意识朝他看去 就见他抱着手里的笔记本 两眼放光 众人这才反应过来 放榜的时间到了 江汉第一时间挤了过去 刚想问他 怎么知道江许许的学好 待看到页面显示的内容时 到了喉咙头的话 已经被验了回去 本省高考状元 会直接在平台公布姓名分数 根本不需要学好 而此时平台页面上显示的 关于海市的消息 正是关许许以738的高分 荣获海市文理科高考状元的喜报 这条喜报排在第二 跟全国高考状元的喜报 仅仅只差了一分 江汉只觉得 一颗心都沉了下来 甚至没有心情去查自己的分数 横竖 状元不是他 江汉看向江许许 却见他面上依旧淡定 似乎对于自己的高考分数 或者省高考状元这种名誉 毫不在意 江汉垂在身侧的拳头 顿时暗暗捏紧 他不相信 他是真的不在意 不过就是装得云淡风轻罢了 虽然心底对于这样的结果明显失望 但他能装 他也能 只一瞬 江汉面上已经恢复平日里 有些淡漠的姿态 假装自己毫不在意这个结果 忽然 旁边一只手伸了过来 柔弱无骨 搭在他手背时轻轻拍了拍 无声的安抚 江汉抬头 对上陆雪西明显鼓励的目光 不仅不觉得被安慰 反而有种被人看到了 糗态的尴尬 提醒 江汉好感值下降一分 目前好感值87分 陆雪西 他做什么了 他就安慰一下对方 不该给他长好感值吗 怎么反而还这样了 陆雪西一时表情有些尴尬 但他也清楚 江汉性格古怪 当初攻略他也是来来回回 碰了不少臂的 没想到 他对他还是不够了解 想到这里 陆雪西顿时收回手 假装自己刚才什么都没做 既然不喜欢被安慰 那就算了 江汉看着突然被抽回的手 这一下不尴尬了 他感觉他在跟他拉开距离 就因为他没考到状元 提醒 江汉好感值下降一分 目前好感值86分 陆雪西瞳孔都忍不住一缩 冷布丁降了两分 他简直有种要抓狂的冲动 干什么啊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可偏偏今天的场合 陆雪西什么也不敢表现出来 只能依旧保持着 得体又真挚的祝福微笑 江汉这边不想查自己的分数 那边的安慶却没这个顾忌 在最初惊叹于江许许的牛掰后 又摩拳擦掌挤过去 报上学号 让江苏给查分数 江苏一言输入 安慶687分 放在全国也是个不错的分数了 可惜对比江许许的分数 还差的有点多 但安慶一点不觉得失望 嘿嘿一笑 稳了 江雨昕听说儿子成绩好 也难得露出一丝赞许的笑 他不喜欢拿别人家孩子跟自家比 那只会挫败孩子的自信心 姚灵这边见安慶成绩也出来了 忙不迭也查了下江汉的 江汉虽说错失高考状元 已经不想查分了 但这会分数出来 还是下意识地将目光飘了过去 总要看看多少分 如果只是差了江许许一两分 这么想着 就见页面跳出了他的高考成绩 总分703 和人家差的完全不是一分两分 江汉脸色再次阴了下来 这边热闹的时候 那边华大京大 还有海大的老师 已经朝着江许许各自做了介绍 一个个都表现得十分势在必得 道教学院的招生老师 见突然多了这么多 跟自己抢学生的也不甘示弱 关小友 树叶有专攻 我听说你之前并未系统 学习过咱们学们的内容 这次是一次很好的机会 我们学院不管资质还是师资上 都是绝对优秀的 清风观灌主 也是我们的荣誉讲师 而且学费还便宜 一年只要500 旁边几大招生老师 原本就没把这个 穿着道袍的中年人看在眼里 这会儿听到对方这话 更是忍不住笑着插嘴 京大老师 关同学 只要你来京大 学费住宿全免 学校还会给你一笔奖学金 这是我们京大 针对关同学给的专项待遇 海大老师 关同学 你是海市人 海大才是你的归属 只要你来 我们不止学费住宿 全免外包奖学金 学校还会给你这样的优秀学生 提供国外名校免费交流名额 华大老师学费全免 这都是基本的 华大可以给你申请单独的宿舍 同时还承诺 但凡在校期间获得特殊成就的 还能奖励百万级的奖金 一旁的江家人都直接听妈了 虽然他们家不缺钱 但是这种上门求着给你免费的 还真是不多见 上一次见 似乎还是江淮高考 江宇成虽然面上依旧四平八稳 但眼底的隐约效益 还是暴露了他此刻的欣喜与自豪 不愧是他女儿就是如此优秀 优秀的足以叫各家抢破头 一旁的江老爷子也是满眼的温和效益 建几个学校把条件都抛得差不多了 这才缓缓开口 几位代表的都是我们国内顶级的学府 今天你们能亲自上门邀请 是许许的福气 不过上哪所大学 最终还是要看孩子自己的决定 他觉得不管华大经大 还是海大都可以 至于那个道教学院 他下意识选择了遗忘 江淮在一旁也跟着开口 对着一直没有决定的江许许道 许许想选哪个就哪个 不用顾忌 虽说的是一样的话 但他和江老爷子不同的是 哪怕许许最后选了那个道教学院 他也会支持他 江许许眼见周围的目光都齐聚在自己身上 也终于从琢磨中回神 去哪所学校 其实他心里已经有了打算 姓谋从四所学校老师转过 最后落在了身穿道袍的老师面上 从他的眼睛里 可以看到对方身上浅薄的一层蓝光 那样的蓝色 代表的是身上的灵气 可见对方也并不是普通学校的老师 将视线从对方身上收回 江许许转看向另外三所大学的招生老师 感谢几位老师亲自登门 我决定去海市的道教学院就读 江许许这话 宛若惊美 不仅三位顶级大学的招生老师目瞪口呆 就连周围的江家人 也是一脸的不可置信 这孩子 怕不是个傻的 第87章 道教学院的入学六件套 三家招生老师看着江许许那认真的镜 眼底那叫一个痛心疾首 关同学 选大学可是关乎你的未来 你得慎重啊 滑大的老师一脸的恨铁不成钢 他们三家这么好的大学不选 怎么偏偏选了个奇葩学校 就算是选海大也好过他 金大老师因为知道 自家学校跟金大道教学院也有合作 并不像其他人一样 对道教学院有什么歧义 相反 他隐约清楚 国内那为三的三家道教学院 代表的是什么 那可不是一般人进得去的地方 关同学 你是对于道教这块比较感兴趣吗 其实我们金大 也有针对宗教的单独的选科 海大老师文言不甘示弱 我们海大虽然没有这个选科 但我们可以献设 江家人文言也是一脸的不赞同 纷纷劝说 许许 这件事你得仔细考虑一下 不能草率决定 什么道教学院 没前途的 或者你别急着今天决定 几位老师肯定也会给你考虑时间的 啊对对对 一群人七嘴八舌的劝说 就连江汉都忍不住捏着拳头 想上去劝两句 这个江许许 顶着省高考状元的名头 却选了这么个野鸡学校 这简直是打了所有输给他的考生的脸 尤其是他的 江许许面对众人的劝说 面上却分毫未动 目光澄澈而坚定 直到 我已经选好了 说着 姓谋看向江老爷子和江宇成 这两位江家的大家长 认真道 希望你们能够尊重我的决定 顿了顿 又补充 不尊重也没事 反正他也不会改 江老爷子嘴角微抽 显然是听出了这孙女的话外音 江宇成虽然觉得 女儿选这个学校实在冲动 但他既然选了 他也不会强硬地要求他改 既然你选好了 那就按你的意思来 江宇成作为父亲 此时开口 几乎是一锤定音 旁边三家老师都一脸失望 道教学院的老师 却是笑得十分满意 又从背包里 拿出一个精致的木盒 递给了江许许 关小友 海市道教学院欢迎你 这是学院给你的新生入学礼物 里面还有一份 写有你名字的入学邀请函 三大学校的招生老师 看得一脸复杂 万万没想到 这道教学院老师这么贼 居然连入学礼物都带来了 难道是笃定关同学 最终会选择他们学校 这不可能啊 正常人只要不瞎 都不可能放弃 他们三所名牌大学 而转去什么道教学院 几位老师表示不理解 十分无法理解 他们究竟输在了呢 可不管他们如何想不通 现实已经是这样了 虽然没能招到学生 但离开的时候 江老爷子 还是一人给送了的洪峰 也算是感谢对方 专门上门一趟报喜 江宇成和江许许 又亲自送了几位招生老师离开 离开时 江许许单独叫住了 道教学院的严老师 老师 请问学院里 有没有一个讲师 叫文人七七 严老师招到生心情好 这会儿笑眯眯的 文生有些疑惑 这个我倒没听说过 这么特别的名字 要是有的话我肯定记得 怎么 这是你认识的人 他是我师父 江许许也不瞒着对方 严芳倒是不意外 学院里很多学生 在进入学院前都有失传 在他们学院算不得什么奇怪 回头我帮你问问 如果真有这么个人 学院里肯定能找得到 谢谢老师 江许许将人送走 见江许许还在等他 便跟着他一起往回走 江许许心里还是有些顾虑 许许 你真的考虑好 未来就走这样的路吗 他倒不是跟江许名似的 觉得女儿做道姑丢脸 只是他担心 他做这行容易被人质疑诋毁 江许许却不理解 江许许的这个问题 我已经在路上了 从他跟师父 开始学习学门服术开始 更甚至 从他被官家设计 调转命格开始 他的命数 已经跟学门分割不开 不管选哪所大学 他最终 还是会按照师父 当初给他指引的方向走下去 当然 前提是 先找到师父 海誓道教学院 就是他目前唯一的线索 江许许听到他这话 目光对上女儿 那清零零的性谋 半上 还是没再说什么 自从他帮着宋家 解决了宋家小姐的事情 他就该明白 这个女儿 并不是一般人 他有自己的主见 更甚至 有不输于 江家每个人的强悍 说到底 他更在意的是 许许选择的那条路 是他无法介入 并施以帮助的领域 毕竟他只是个 普普通通的有钱人 想了想 江许成觉得他 唯一能给予女儿 支持和帮助的 也只有打钱了 这么想着 江许成当即又掏出手机 直接给转账 888 888 88元 嗯 女儿考了省内第一 奖励是必须给的 看到手机到账信息的江许许 轻霸着一言不合 就打钱的习惯 挺好 两人并肩回了屋内 就见江家人 还在讨论着 几个孩子高考的事 江许许之不听劝的 他们管不了 另外两个 还是可以管一管的 江素对于这些话题 不感兴趣 只专注盯着 那刻着道教学院 四个字的精致木盒 看到江许许回来 忙不迭朝他一招手 姐 你快来 打开看看 那个什么道教学院 给你什么入学礼物 江素这一题 客厅里 众人也有些感兴趣 就连江汉的目光 也是若有四无的 跟着转向那盒子 似乎在等着看他开盒 江许许也不扭捏 上前 镜子打开 那透着古朴味道的木盒 盒子打开 扑面是一股内脸的沉香味道 众人探头看去 就见不大的木盒内 整整齐齐摆放了六件东西 一个八卦盘 一柄小桃木剑 一张平安符 一支朱砂笔 一块刻有学院通行 字样的木牌 除了这些 里头唯一称得上正常的 就是那份 用精纸写旧的入学邀请函 江许许微微挑眉 江家其他人一脸沉默 好办上 还是江淮率先出生 嗯 不愧是道教学院 送的入学礼物 都集聚学院特色 其他人 呵呵 底八十八掌 你被你男朋友骗了 高考放榜后没几天 网上不断有人晒出 自己的录取通知书 和各个学校 给学生准备的入学礼 北冰洋的于华大大礼包 就问你们 羡慕不羡慕 佩图是印有华大logo的入学礼盒 礼盒内是专门定制钢笔和笔记本 除此外 还有一张校园卡 一套四件的同志书签 每一份礼物上 都带着独一无二的logo 高考必胜 官方说了 不能晒准考证 不能晒录取通知书 那就浅浅地晒一下入学礼吧 佩图是南大的定制布袋 里面装着一个杯子 一套南大明信片 并要是扣 一张校园卡 我命由我不由天 你们的入学礼都弱报了 佩图是十大的入学礼 铺得满满的一打手册 分别是 十大录取通知书 新生入学攻略 学业指南 学生资助政策简介 新生报道安全指南 十大校规一百条 新生电子账户使用说明 前面的评论里都是满满的羡慕 到了十大 却是满屏的 哈哈哈哈 迷途花开 哈哈哈哈 十大笑死我 入学送新生手册一百本 咕咚咚咚 你们不懂 正经大学都是发各种册子 我不正经 就想去不正经大学 哈哈哈哈 十大学姐 今年的入学礼 比我们那些多了两本册子呢 真羡慕 我心向时 刚看完隔壁金大发的吉祥物玩偶 再看十大这边 这都傻玩意儿 而这一群嘻嘻哈哈的评论里 有一个评论配图 吸引了大部分人的注意 一道穿云服 海市道教学院入学礼盒 配图正式将许许开出的六件套 随后再次引发一波二级评论 纷纷询问 道教学院是什么奇葩大学 第一次看到有学校发八卦盘和福祉的 这不是公然迷信吗 犀牛妞妞 有没有人科普一下 海市道教学院 金大的小可爱 我不知道海市道教学院 但我听过金大道教学院 据说是封闭式教学 闲人不得入内 忽闻一夜桃花开 这类学校应该跟佛学院差不多吧 无所谓 有点好奇 什么样的人会进这种学校 有关海市道教学院的消息 并没有在网上引起太大的水花 实在是因为这个学校 在网上基本处在查无此校的状态 甚至还有人说 所谓的道教学院入学六件套 只是有人故意摆拍的学头 这样的质疑 直到海市官方账号 突然发布一张 关于海市城市形象代言人海报 将网友的好奇心 推到了另一个高度 海市的城市形象代言 是由政府牵头 将海集团赞助的一次城市形象展示 由海市七所高校选出的 八名杰出学生代表 分别代表了海市八个区 这其中就包括江许许和陆雪西 也不知道是不是海市政府故意搞事 这次发布的海报里 每个人的照片下方都备注了 该学生在此次高考中的成绩 以及个人最终选择就读的名校 江许许作为海市本届高考状元 凭借精致漂亮的外表和傲人的成绩 成功获得C位的位置 所有人看到海报的瞬间 几乎一眼被中间的江许许吸引 紧接着就是他底下的 海市高考状元的亮眼头衔 而当大家兴致勃勃 想要看看这位美女学霸 最终选择了拿索大学的时候 下方赫然标注的却是 海市道教学院 网友第一反应是有点猛 第二反应是很猛 所以海市道教学院究竟是个什么学校 为什么他们的高考状元 放弃京大华大这种百年名校也要选他 就不理解 不仅网友不理解 那些受邀参加江家谢师燕的宾客 也不理解 为了庆祝江许许成为海市本届高考状元 以及江家另外几个孩子 考入名牌大学 江家特意举办了一场谢师燕 直接邀请了各界名流前来参加热闹程度堪比大型晚宴现场 而时间正好是海市政府发布海报的当晚 雪希 你家这个江许许究竟是怎么回事 成绩这么好 为什么选了那么个学校 和陆雪希交好的圈中小姐一进场 就忍不住找陆雪希求八卦解惑 显然白天海市官方发布的海报 直接把所有人的好奇心调到了最高点 陆雪希作为今晚的宴会代表之一 原本就因为代言人和谢师燕风头 被江许许抢光而不满 结果自己朋友上来问的还是江许许 一时情绪都淡了几分 这个 他对玄学风水这类本身有爱好 家里人劝过 但他不愿意接受 只能由着他了 陆雪希心里虽然不耐烦 面上却还是能装出一副温婉大方的模样 只是语气里夹杂着点点无奈 旁边人一听这话都忍不住好奇 他好歹是江家大小姐 怎么喜欢这些 喜欢就算了 连学校都专门选到教学院 也不嫌丢了家族的脸面 陆雪希听出对方语气里的鄙夷 只浅浅一笑 却不跟着附和奚落 直到 你们也别这么说 我听说这个学校还不错的 毕业后直接包分配道观 他这话一出 周围人顿时好几个忍不住笑出了声 这是毕业后直接当道姑啊 这也太好笑了吧 其中一人更是大胆 直接借着道喜的名义凑到江许许跟前 直接问他 江大小姐 我听说你选的那个学院 毕业后包分配道观 你是真的打算毕业后直接当道姑吗 他的声音没有刻意压制 周围人都听得十分清楚 原本还麻木 接受着各家长辈围观的江许许动了动耳朵 恍然四来了点精神 扭头 看向来人 性谋字对方面上转过 江许许歪了歪头 却问 你是 阴家宝 上次你归家晚宴的时候 我们见过的 虽然有心当着众人的面嘲笑两句 但阴家宝 还是很有千金小姐该有的姿态的 江许许就看着这位阴家宝 缓缓点了点头道姑不至于 但如果你有需要 我可以给你算个卦 阴家宝本来就是看不惯周围长辈夸着这个江许许 尤其是这几天 爸妈话里话外 总是拿他跟江许许做比较 他这才故意当着长辈的面 想要嘲笑两句 却不想 对方居然还揭查了 顿时笑了 哈 你这还没入学 就已经会算卦了 那你给我算算 江许许就看着他 微微一笑 你被你男朋友骗了 第89章 就借了几千万吧 江许许的声音不轻不重 却好似清泉流淌而过 叮咚好听 偏偏说出来的话 叫人明显一愣 阴家父母原本听到女儿的话 担心他找人家的不痛快 连忙过来 想要将人拉走 没想刚刚靠近 就听到江许许这一声 再看阴家宝明显愣住的样子 阴妈妈当下忍不住质问 家宝 你什么时候交的男朋友 妈妈怎么不知道 难怪 女儿高考成绩那么差 原来是交了男朋友 不好好念书 阴家宝先是被江许许这话说得一愣 冷不丁听到 妈妈这一声 当下你没 妈 我都18岁了 交男朋友很正常 这话 算是变相承认了 一旁听到动静的江家人 也都微微侧头 但却没有像过去一样 急着上去遮掩江许许的胡言胡语 反而还有些好奇 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阴家宝见江许许一句话 害他被妈妈责备 心下就有些不高兴 再想起他刚才说 他被男朋友骗了 更加不满 你怎么知道 我有男朋友的 你见过他 阴家宝笃定 江许许一定是不知道 在哪里见过他和男朋友 在一起的样子 才说出的这话 江许许却是看着阴家宝 一脸的好争一瞎 我以为你会好奇 他骗了你什么 阴家宝见他还在说 男朋友骗他的事 也顾不得父母在旁边阻拦 冲着江许许就横起为瞪起眼 你就是胡说八道 我男朋友怎么可能骗我 我们两个好得不得了 阴家宝觉得 他顶多就是说什么 他男朋友出轨了 让他对男朋友心里生出怀疑 疑神疑鬼后 就很容易产生矛盾和猜疑 继而还会发生争吵 导致他和男朋友感情受到影响 这么一想 他觉得这个江许许 简直太阴险了 江许许也不在乎对方的横眉冷对 自顾道 您员工显示 你有烂桃花 财心处有灰气 这代表你即将破财 而且 这才还是跟你男朋友有关 他顿了顿 问 你男朋友 最近跟你借钱了吧 阴家宝原本准备了一堆的话等着他 就等着他瞎说八道的时候 拿话直接赌他 结果冷不丁听到这话 猛得愣住 他男朋友 确实跟他借钱了 少女还不十分懂得隐藏自己的情绪 周围宾客都是各界大佬 眼睛立着呢 自然看出 这阴家宝明显是被说中的样子 顿时纷纷来了点兴趣 阴家父母也看出女儿的样子不对 忙问 宝宝 该不会真被叙叙说中了 你男朋友真的跟你借钱了 阴家宝被妈妈追问 面上一时有些心虚 嘴上却还强硬着 就 他创业需要资金 我那是投资 才不是借 阴妈妈听到这话 险些被女儿祈祷 原本以为就是借个几十万块的小钱 就当做打发叫花子了 可一说到创业投资 他顿时就有种不好的预感 你 你借了他多少钱 这一刻 他已经快速在心里估算 女儿手头能支配的钱有多少 阴家宝盯着妈妈犀利的视线 还有周围那些若有若无投过来的视线 面上一时有些难堪 耳根微微占红 没多少 说这话时 声音明显比先前弱了不少 但阴妈妈哪里会相信他的 没多少是多少 一旁的音妇直觉不太好 更不想让周围的人看他们家的笑话 当下按了按自家妻子的胳膊 随后看着音家宝板下脸示意 跟我过来 说着又朝江许许和周围宾客歉意地笑了笑 家宝不懂事 小侄女别跟他计较 我带他去说说话 说吧 镜子带着音家宝和音妈妈离开 都是一个圈层里混的 自然不会有人追着给对方没脸 但心底对于江家这个刚找回来的孩子 还是免不了生出几分好奇 上回听他说起命格的事情 就有几个身性玄学命理地表示了好奇 后来他们还打听过 宋家的事情 据说也是江家这位大小姐解决的 说是宋家那个傻孩子 差点就算算计着借了命 江家这个孩子不止给人家解了灾厄 甚至还听说帮着宋家那孩子变好了 只是后面一项大家并不太相信 因为有和宋家相熟的人家 前几天见过宋家那家小丫头 瞧着还是一副小孩子的吃傻样 可是今天这一件 瞧着也不像是完全胡说八道 江苏早在音家宝找茬的时候 就盯上了这边 就等着他解答脸 这个殷家宝 什么人 居然还敢故意嘲笑他姐的学校不好 这会儿眼见着人被拉走 看了一半的热闹被迫中断 他哪里肯 当下偷偷跟了过去 不多时 就见江苏一脸暗搓搓激动的模样 重新跑了回来 很快 宾客离几个小辈就知道了 殷家宝把自己从小到大的压岁钱 整整三千万都借给了男朋友 这笔钱虽然听着吓人 但也只是对普通人而言 在场这些大佬眼中 这都不算什么 让他们更觉得稀罕的是 这居然真的被江家那个小姐给说中了 一时间 众人看向江许许的目光 都带了几分热切江宇成 好好地卸实验 这些人看我女儿都是什么眼神 但看归看 在场的都是有头有脸的 自然做不到 直接凑不过让个孩子给他们算卦这种事 万一被说出什么不好的事也不好 他们有所顾忌 但宾客里的小辈却没那么多顾忌 就有和江苏交好的 便凑了过去 笑呵呵的 江姐姐 你真的懂算命吗 你念的那个学校 就是教这个的吗 道教学院是真的吗 江许许文言扭头 然而不等他开口 就听一道熟悉的声音自旁边传来 怎么你们都没关注网上的消息吗 那个道教学院 可不是你们以为的那么简单 第九十章 传说中的天选之子 来人却是黎清兹 因为黎家本身的八卦也不少 当年黎清兹母亲去世不过半年 黎父就娶了现任的妻子 连带着一个季妹一起进门 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爹 好在黎清兹的亲 一手把持着妈妈留给自己的财产 半点不奢望所谓的父爱亲情 圈内小辈们都觉得 他又撒又人间清醒 几乎没几个不认识黎清兹的 这会儿听到他说话 江苏和几个少年纷纷摸出手机 网上有说什么吗 那个道教学院被扒出来了 要知道白天的时候 网友还在到处问道教学院的事 偏偏没人解答 可把网友给急坏了 这样的场合 本不该低头玩手机 但江苏和几个少年年纪小 自然没有太多顾忌 拿出手机刚搜了一下 顿时一个个都瞪大了眼 网友顺着那个最初发出 道家入学六件套的一道穿云服 身扒 虽然一开始没能扒到什么消息 但通过与对方好友护官的人 一个个排查 真的叫他们发现了一个 疑似就读海事道教学院的学生 又通过该学生的护官人员 又扒出了几个同校生 通过他们日常零星的那点消息 终于总结出了 这个神秘又奇葩的道教学院 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第一 这个名字听着很有封建迷信味道的学校 不仅不是什么野纪大学 而是具有国内一本资质 且国家特殊认定的道学院校 第二 也就是之前招生老师介绍的 学校每年的学费极其便宜 住宿书本基本不花钱 甚至每个月会给学生发放 定量的符纸和朱纱 第三 这是全国为三 不是由学生自主报名 而是由学院发出邀请 才得以进入的学院 且每年招收学生不超过30人 第四 根据就读该校的校友之一 日常发的各种山顶云海照 和配文分析 该校位处山中 甚至做地面积极有可能是整一座山 第五 该校不属于教育局管辖 上课内容直接侧重玄学风水 日常教习画幅和风水测算 看着网友总结的一条条看下来 江苏和几个少年都抹了着 这是什么修仙学校 再看网上评论更是直接炸锅 惊大的小可爱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修仙学校 我的仙剑之魂已经蠢蠢欲动 难国以难 我就问一句 我现在重读 在考来得及吗 不要迷恋简 楼上的 请看第三条 人家不接受自主报名的学生 只有被邀请的才能入学 我的阿波罗奶茶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天选之子 才能就读的学校吗 这世界果然存在玄学 犀牛妞妞 这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笑啊 我抱住江状元的大腿 他能带我一起去上学吗 我自费 别爱我 楼上的带我一个 江大佬还缺腿不挂剑吗 我胖 且能吃 无所谓 之前还在想 什么样的人这么想不开 才会读这种学校 现在仔细一看 哦 原来不是人家想不开 是我不配 许氏江苏和几个少年的反应 过于激动 其他宾客里的小辈 也忍不住拿出手机 偷偷看一眼 随后 每个人都缓缓睁大了眼睛 而后 各种类似羡慕和复杂的目光 都朝着江许许那边投了过去 他们倒不是有多羡慕学校的环境 和或者费用 多么让人心动 但这种一般人进不去 只有天选之人 才被选中进去的 就很戳他们 毕竟在他们这个圈层 不管什么 讲究的都必须是一个与众不同 否则也不会有那些 动辄百万会员 才能入内的天价会所存在了 是那些会所 真的那么与众不同吗 不是 是因为一般人进不去 再者 虽然现在大部分说着 不信风水玄学 但很多时候 又希望风水玄学是真的存在 更别说在场的大佬们 更加笃定 这一类风水玄学的存在 对于那些有真本事的人 更会下意识高看一眼 而现在 江许许明显 就是让他们高看一眼的存在 江老爷子万万没想到 他们江家的孩子 不是因为这种事被旁人高看 不是因为他是江家的孩子 而是因为他自己的本事 江老爷子表示很微妙 眼见着前来参宴的宾客 将注意力都落在了江许许身上 陆雪熙和江汉 甚至安行几个主角 几乎沦为陪衬 陆雪熙搭在膝上的手 暗暗攥紧 他不明白 大家原来那么不屑一顾的 一个道教学院 怎么突然间就变得稀罕了 连带着这些人的眼神 都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不就是风水玄学 有那么了不起吗 他这个直接拿到宝送的 没人表示羡慕 江汉和安行两个凭自己本事 分别被一流大学录取的 也没人问津 不知道的 还以为今天这场谢试验主角 就将许许一个人 他不知道的是 一开始大家不屑一顾 是因为觉得这就是 封建迷信的骗子学校 但当网络开始有人证实 这个学校不仅不是骗子学校 甚至还有可能是国家认证过 真的涉及玄学风水领域的学院后 大家自然另眼相看 毕竟没人可以肯定自己将来 不会有需要用到这种能力的时候 没有人可以拒绝和一个将来可能成长为 有真本事的玄师提前教好 陆雪西压了压心头的玉器 故作轻松地看向一旁的江汉 先前咱们还觉得 徐徐选那个道教学院有些儿戏了 现在看来 那学院说不定比咱们几个 选的学校都要好 江汉早在之前分数出来 却被江徐徐压了 一头后就一直不痛快 哪怕今天这场谢试验 他作为主角之一 他都觉得这是对他的公开处刑 毕竟 他一个这儿八经的江家人 几乎是所有人都看好的存在 考试居然输给了一个神圣叨叨卖福纸的 他卖福不说 还选了那么个学校 简直是把他们这些一开始 把国内一流学府 当做目标的人的脸 踩在脚底下 所以 哪怕是现在 那个道教学院 或许不是他们以为的那种 上不得台面的学校 江汉也不会真的觉得 有多了不起 一个宣传玄学迷信的学校 怎么可能比得上国内名牌大学 现在的热闹 不过是学头罢了 现在被人捧得多高 他将来就会摔得多狠 他只要坐等他摔下来的那天就好 第九十一章 为他证明 陆雪熙听着江汉的话 心里总算畅快许多 但面上还是一副 为江许许说话的样子 既然是国家认证的宗教学院 肯定和寻常学校不一样的 再者 许许也是有真本事的 你看当初宋伯伯家那事 陆雪熙话到一半就没再继续 旁边人听到一半 好奇心已经被勾起来 哪里肯罢休 当下追问是怎么一回事 陆雪熙便顺势将江许许 当初去宋永明家 说是治好宋小姐的事情 简单说了 旁边人顿时一脸惊诧 所以他是真的有真本事 难怪会被那什么道教学院选中 不等陆雪熙说话 旁边的江汉已经吃笑一声 说是治好了 那也不一定 于是 先前有知道 内情的便凑了过来 我妈妈之前去宋家做客 听说宋雨离 还是之前那副样子 这也没治好啊 那怎么着 人家就说已经治好了 你还能跟人掰扯不成 那人家明显就是指的江许许 这边陆雪熙几人 离江许许本就不远 江许许又是耳利过人的 自然听到那边的阴阳怪气 但他懒得理会 毕竟人是不是已经好了 他们说了不算 宋家人说了才算 许是说人来人 宋家夫妇很快捧着礼物 朝江许许这边走了过来 不同的是 这一次 他们身边还有一个宋雨离 要知道 自从宋雨离坠马摔伤了脑袋 把人摔傻后 这样的场合 宋家夫妻基本是不带着人来的 像今天这样带着人出门 显然还是第一次 所有人便下意识想起 之前有人说 江许许治好了宋家小姐的吃傻症 这会儿 自然下意识将目光投了过去 却见宋雨离今天穿的 依旧是最爱的蓬蓬公主裙 十六岁的少女 依旧是小公主的模样 每眼中都带着好奇与天真 不同于十六岁的天真浪漫 而是独属于孩童的天真茫然 这 好像跟之前也没什么区别啊 还是傻 宾客中 原本因为刚才殷家宝的事 觉得江许许有真本事的人 一时有些失望 果然还是夸大其词了 毕竟人也没入学 怎么就指望他 真的有过人的本事呢 这么想着 就见宋永明夫妇 已经带着女儿 镜子走到江许许跟前 态度一如过去的热情 许许 恭喜你成为 咱们本事的高考状元 这是叔叔和阿姨 特意给你准备的升学礼 礼物打开 却是一块银色相钻的女士手表 明眼人一眼便能瞧出 这是M家新出新款 宋家人这出手 不可谓不大方 除了江许许的 宋永明又单独给另外三人 也准备了礼物 也是手表 同样是M家出品 但是不管是价值还是系列 都远远不及江许许那一块 只是作为长辈来说 这也算是一见过得去的礼物了 嗯 如果没有江许许 那块做对比的话 陆雪熙和安行 都是笑着谢过 江汉虽没表现出来 但却能感觉到他不高兴 毕竟被这样区别对待 谁都不会高兴 照理说 这样的场合 这样的区别对待 是很失礼的一件事 毕竟虽说江许许是高考状元 但今天的场合主角是四个孩子 宋夫人也很坦荡 直接温声解释道 你们别介意 我们给许许准备的礼物不一样 主要还是为了答谢许许之前 治好我女儿的病 当着重宾客的面 宋夫人自然不可能说 自家女儿是被人换走了一帜 而是用治病这样的说辞 许许为我加小铃儿的事 费了不少力 可是这孩子 愣是不肯受任何报酬 我们这才借着 今天这样的场合 借花献佛 几句话就交代了 给江许许送献量手表的原因 也叫人说不出一点错处 哪怕是江家人 这会儿也不会觉得 几个孩子被区别对待而委屈 因为宋家这事 确实是江许许挽回的两家的关系 当初江许许以江家的名义 免了给宋家人施法的费用 宋家人因此没有对江家有其他为辞 但这事 不管是江宇成 还是江家人 事前并不知晓 还是宋永明打电话 跟江宇成说起这事才知道 江许许为了两家的关系 把江宇成给他的一千万零花和补偿 说成了是这次出手的酬劳 直接替江家全了两家的交情 所以事后江宇成为了补偿江许许 又另外给他转了一千万 事后更是将这件事 在家族里特意说明了 众人这才知晓 宋家在得知 是江家阿嫂 害的女儿八年 吃傻这事后 还愿意和江家继续往来 是脱了江许许的福 但这一件 哪怕是向来看不惯江许许的江汉 甚至江城都说不出二话 江家人 这点子明辨是非的态度 还是有的 这会儿 宋夫人当面把话说明白 江汉原本那点不痛快 顿时只能烟消云散 而宋夫人之所以特意提起这事 也是为了另一个目的 宋家夫妇今天来得晚 但看着网上关于代言人海报 引发的关于道教学院的讨论 他们也猜到 今晚会有人拿江许许 放弃金大华大就读道教学院 这个事来说嘴 而他们要做的 就是向所有人证明 江许许会选择这样一个学院 似是为了让众人更加确信江许许的本事 宋夫人忽然又笑着开口 今天这么热闹的日子 我家小离儿 正好也想给她姐姐表示一下祝贺 小离儿 来 被叫了小明的小离儿文言乖乖上前 一双无量无量的大眼里 满是对江许许的喜欢 张口 声音脆甜 姐姐 我给你准备了首曲子 弹给你听好不好 她的声音清脆 哪怕依旧带着和她眼下年龄不相符的稚嫩 却半点听不出先前的傻气 而且 她还说要弹曲子 傻子 会弹琴吗 答案必须是不会 周围的宾客都有些不敢相信 头像小丫头的视线又带了几分审视 但不管他们怎么看 眼前的小姑娘 眼睛里依旧是不符合她这个年纪的天真与稚嫩 所以 这人究竟是好没好 在场宾客心里揣着这样的疑惑 直到 江老爷子让人搬来了钢琴 宋雨梨就顶着所有人的视线 端端正正地坐到了钢琴前 周深的气质也随之一变 抬手 悦耳灵动的钢琴乐曲自她手指间跳跃而出 第九十二章 打定竹艺不放过我 世家豪门教养的孩子 哪怕只有八岁 也是从小精通语言和钢琴类艺术 现在的宋雨梨 尽管只有八岁的心理年纪 但想要弹一首流畅的钢琴曲并不在话下 直到钢琴的旋律字眼听中响起 所有人才猛地意识到 宋家的这个小丫头 确实不在跟之前一样 吃傻不知事 虽然眉眼间 依旧是些类似孩童的天真 但她确确实实已经不傻了 待到一曲终了 小姑娘里一周到的 踢着小裙子朝所有宾客泄了个礼 这才开开心心地凑到江许许跟前 活泼的模样 好似一只小蝴蝶 姐姐 我谈得好不好听 江许许对待小孩子 还是相对宽容的 文言点头 赞许 还不错 只错了两个音 不过小丫头刚刚恢复 能把八年前学过的东西 重新抓回来 已经算是不错了 她没有强迫症 不渴求这些细节 也是看到两人的互动 周围的宾客方好似如梦初醒 此刻才终于清晰地意识到 原先说江许许治好了宋雨离这事 是真的 一时间 周围宾客看向江许许的视线 都热切了两分 看来江家以后 要出个了不起的人物啊 陆雪熙没想到 自己还没拿宋雨离这个事做文章 那边宋家人就已经迫不及待地 给江许许挣了名 也不知道 宋家这两夫妻是怎么回事 不就是治好了宋雨离吗 居然还上赶着巴着一个18岁的丫头 也不怕旁人见了笑话 但不管怎么说 原来还拿着是阴阳怪气的几人 这会儿却是不敢出声了 江许许见脸有人帮着打了 也懒得跟那几个阴阳怪气惊计较 但也确实觉得 这样的场合有些无聊了 许师刚才念到强迫症的时候 Q到了某位大佬 江许许便感觉放在手包里的手机震了一下 打开一看 果然是楚北赫 虽然上次加了好友 但两人交流 迄今只有两句 江许许 楚少 你晚上几点回 金光大佬 出差 明天回 江许许 好 我可以话个通宵 江许许还好奇大佬怎么会主动找他 点开消息一看 却赫然是一张照片 小胖狐狸被一只手拎着 那葡萄式的小眼睛 却还眼巴巴看着某一处散发着金光的某人 伴随着大佬眼瞼一概的文字 来临走 江许许 自家狐狸又越狱偷人 没有犹豫 江许许借口方便 直接出了门就往楚家别墅那边走 却不想刚刚走出大厅 旁边就传来一道不该出现的声音 许许 江许许扭头 却见裴远程站在不远处 手里还拎着一个袋子 礼服优雅的贵公子模样 显然也是来参加今天谢诗燕 参加宴会的话 直接进去就好 虽然跟他说开了 但江许许 也没有不让人来参加江家宴会的道理 再说 今天的谢诗燕主角不止他一个 江许许说吧 抬腿就要继续往外走 却听身后一阵略急促的脚步声朝他走来 扭头却见裴远程朝他追了过来 嘴里不忘解释 我是特意过来找你的 江许许挑眉看他 并不说话 裴远程这回倒是没再拿那种 你就承认自己 喜欢我吧 的眼神看他 没遇见多了几分正常的模样 此时见江许许看向自己 还略微有些尴尬 谢谢你让我见到我奶奶 之前的事情 是我误会了 江许许朝他点点头 言下之意 你知道就好 然而 就在江许许以为 终于甩脱了裴远程这个祸害时 就听他接着道 我知道你 没有喜欢过我 但我可能真的喜欢上你了 你放心 我已经跟关人瑞彻底分手 这次换我全心全意地追求你 江许许 是他的问题 是他高估了裴远程的脑子 这人大概是听不懂人话 我以为解释清楚后 你就该跟我以后保持距离 甚至当作不认识 但你现在出现在这里 还说这些让人腻味的话 看来你是已经打定了主意 不放过我了 江许许面无表情地 看着面前的裴远程 语气里透着点点冷漠 裴远程微微皱眉 只觉得他的形容过于严重 他只是喜欢她 想要追求她 这怎么还说到了不放过上 撇开之前的那些事 难道他连正常追求一个 女孩子的权利都没有吗 裴远程觉得 他就是误解了自己 许许 我不是想要纠缠你 但是你总不能连追求你的机会 都不给我吧 他语气中带着无奈 把自己的姿态放得很低 但江许许对于这人的耐心 显然已经耗尽了 我不喜欢反复跟人讲道理 江许许说着 画出一张好似指头大小的迷你服 和他惯用的黄服不同的是 这张迷你服是灰色的 只见他两根葱白的长纸 轻轻夹着那张迷你小服 那圆润的指尖 透着点点粉嫩 乍眼看去 只却说不出的好看 但莫名的 裴远程有些慌 就见江许许性谋 淡淡朝他面上撇过 声音不冷不热 你既然打定这个主意 就算我明白拒绝你 你估计也不会听 既然这样 那还是用自己的身体 亲身感受一下吧 画落的瞬间 就见他手臂一抬 指尖的迷你小服 瞬间朝着裴远程的面门飞去 裴远程吓了一跳 他可是 亲眼见过他 仰手就照出奶奶魂魄的本事 下意识抬手抱住脑袋 试图挡住 却见那迷你小服 在飞到他面前的瞬间 忽然在半空消失不见 裴远程一愣 还没反应过来 江许许已经不知何时绕过他 走出了江家的大门 裴远程又下意识 摸了摸自己浑身上下 又四下看了看 确认自己和周围都没有什么异样 这才猛地松了口气 看来许许刚刚是在吓唬自己的 他就知道 他不可能会随便对他出手 裴远程笑了一声 笑容无奈又宠密 刚走出大门 不远的江许许 只觉一股良意从他背脊窜出 击得他鸡皮疙瘩都陷了出来 正莫名间 就见一侧金光大盛 扭头 却见楚北赫站在一旁 脚边还蹲着一只乖乖巧巧的胖狐狸 一人一胡 就那样看着他 江许许眨眨眼 第一反应想到的却是 大佬刚才不会都看见了吧 第93章 就是让他见见祖宗 不知道为什么 江许许这会儿有些心虚 倒不是因为 两人身上有师父给他们定下的婚契 虽然这是师父给他挑的未婚夫 但他不承认 楚北赫也不知道印记的真正含义 他自然当作不存在这事 他心虚 更多是因为自己刚才对裴远程出了手 一般情况下 他是不会对普通人使用玄学手段的 上次对白淑琴使用真言符 还是第一次 裴远程这次是第二次 没办法 比起讲道理 他更喜欢用现实让对方闭嘴 让他庆幸的是 楚北赫似乎并没看到刚才的事 只是抬手指了指自己脚边那只坐姿端正 装得跟军犬式的小狐狸 道 你家的狐狸 给你送回来了 江许许有些不好意思 毕竟自家小狐狸跑到楚家 不是第一次了 不止小狐狸往他跟前凑 小英灵也喜欢往他跟前凑 甚至他距离阵里的灵气 都往他这边跑 为此他还得不时跟对方确认下行踪 好错开彼此的时间 江许许不喜欢给人添麻烦 但他确实给楚大佬添了不少麻烦 我正准备过去接他 江许许说着 又顿了顿 我会拘着点他们 不让他们去打扰到你 楚北赫面上看不出太多表情 只淡淡恩了一声 江许许似是想到什么 又道 我还有一个半月就要开学 到时候就不用再跟你确认错开时间了 听到这里 楚北赫似乎动了动眉心 半晌 却见他从兜里取出一个盒子 递给了他 今天没空参加江家的谢师燕 这个便当作你的入学礼 他今天本来没打算这么早回来 就连给江家几个孩子的礼物 都是早早打发了人送过去 只是想到 自己和他到底还有一层命定的关系在 虽然他并不想承认 但那印记明明白白的在他手心里 楚北赫觉得自己 还是应该尽一尽心意 尤其是 他即将进入大学这样重要的日子 江许许虽然有些意外 楚大佬居然会送他入学礼 但还是礼貌地接了过来 打开一看 却是一枚九尾的胸针 小巧精致的样式 很容易让人想到九尾壶 加上每条尾巴 肩部镶嵌的钻石 做工精美而独特 江许许的视线 下意识就顺着胸针 看向了楚北赫脚边的小狐狸 很可惜 他家这只就是普通的宠物壶 不是什么九尾 谢谢楚少 很好看 江许许仔细将盒子 收进自己的手包里 又问他 谢师燕刚刚开始 楚少要一起进去吗 楚北赫本来就是想 给他送个入学礼 既然在外面见到了人 自然懒得再进去 他没有说话 但态度已经明了 江许许于是弯腰 从楚北赫脚边 把某只小漂亮抱走 这就准备道别 却不想刚直起身 就听楚北赫冷不丁问他 你刚才对裴家少爷做了什么 他声音好听 虽然冷淡 却也叫人生不出半分不喜 但同样的 旁人也很少能从他的声音里 听出他的情绪 江许许只是默默敏唇 原来他都看见了 既然被看见自己欺负普通人的样子 江许许也不藏着掖着 直接道 没什么 就是让他见见祖宗 楚北赫挑眉 见祖宗 江许许微笑点头 嗯 真祖宗 上次过去裴家的时候他就知道 裴家别墅里 还有一两个祖宗留在那里 裴远程身上被他打了同宗的音符 今晚回去 正好可以跟他们裴家的祖宗谈谈心 也省得他一天天的静琢磨 喜欢这个喜欢那个 就这还是因为 他看在已故的那位裴家老太太的面子上 否则他一道阴气打过去 让裴远程直接见鬼 裴远程只怕 今晚回去一路上都得下出心脏病 楚北赫难得看他眉眼微弯 好似做了什么恶作剧般的模样 只觉得眼前的人似乎都生动了几分 也是 眼前的人不过才18岁 明明才18岁 日常却总是装出一副 对所有事情都很淡漠不在意的样子 说到底 还是因为官家亏待了他 想到这里 楚北赫难得对眼前的未婚妻多了几分耐心 薄唇清明 楚北赫指道 接下来几天我不会经常在别墅 你可以按你的时间画符 顿了顿又补充 不用熬夜画 江许许一听 便知道这是前两天他出差 自己说要通宵画符的事 本以为大佬日理万机 却不想居然还记得自己说过的话 江许许心中有种隐晦的微妙 只一瞬又悄然无踪 点了点头 又觉得应该解释一下 我习惯通宵画符 尤其是涉及玉牌雕刻 他往往一刻就是四五个小时 白天总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烦扰 不如夜里来的清静 他本意也是想告诉对方 他日常就是通宵画符的 并不是因为要逮着他出差的时间 特意通宵 却不想楚北赫听着 却是微微拧眉 黑眸淡淡扫过他的眼瞼下方 似是要确认他那里是不是有黑眼圈 他不喜欢黑眼圈 想要说一声通宵对身体不好 但一想 两人哪怕是未婚夫妻 也是彼此默认不承认的状态 他没有时间立场去说它 敏薄的唇 将原本要出口的话都收了回来 只淡默地朝他点点头 这便转身离开 江许许一贯看不清他的表情细节 但从他刚才转身迈步的动作 他莫名感觉大佬似乎有些不高兴 性谋显露几分茫然 他刚才有说错什么吗 琢磨不透的是 江许许选择 不琢磨 抱着怀里的小漂亮 江许许重新回了江家别墅 心想着 要不还是在家里设个阵法得了 把整个别墅圈起来 不仅可以防止灵气偷跑 还能挡住小漂亮和小萝卜头 时不时越遇骚扰大佬 但这样的念头 在看到眼前江家的坐地面积后 迅速打消 又不是灵力 多得使不完 真要设这么个阵法 他怕是得天天累地趴下 江许许扭头把这念头 连带着裴远程的事情 抛在了脑后 裴远程在离开江家的时候 也已经把先前的事情 忘在了脑后 直到车子回到裴家别墅 裴远程揉着有些困乏的眉心 走进屋内 迎面就见一个穿着膛装的老头 朝他热情对脸 哎哟 爷爷的大孙子回来了 裴远程揉着眉心的动作 疏然僵硬如实 第九十四章 他的烂桃花颜色正浓 尽管已经有过一次见鬼的经历 此时冷不丁直面一个本该死去的人 还是让裴远程浑身血液有一瞬的停滞 堂装老头却油然不察 自顾自飘到自家大孙子身边 一晃一晃的好不快乐 我听你妈今天 又在跟她的小姐妹炫耀了 不愧是我大孙子 直接凭自己的本事考上精大 这就对了 就不能听你爸说的出什么国 咱们国内的一流学府 怎么都不比那些外国学校差 裴远程眉心一抽 只觉得眼前的老头 似乎跟过去对他眼里的多爷爷 有些不一样 还没等他醒过神来 就见又两个老太太飘了过来 如果他没记错 其中一个好像是他的曾奶奶 只见曾奶奶上来 就把堂装老头直接拎开 做什么在门口堵着孩子 也不嫌自己身上阴气重 这么大把年纪 也不赶紧投胎去 前阵子安置上来 你还躲着不敢见 以后人投胎了 但堂装老头却是下意识地攻了身 妈 你死得比我早 你都不着急下去 干什么老是赶我 那我不得守着这个家 谁让你之前听金氏那些个老头说话 非要来海市发展 现在回不去了吧 哎呦妈 这都多久的事了你还念叨 再说咱家在海市 这不是发展得挺好 孙子也出现 这边两个老头老太太说着话 就听旁边另一个老太太突然出声 大嫂 我怎么瞧着小城有点奇怪啊 怎么一直站在玄关不动 这老太太不用说 就是他们这一只的孤太奶奶 裴远程虽然不记得 但也知道有这么个人的存在 这孤太奶奶早年丧夫 后来一直跟着大哥大嫂生活 但当初裴家这一分之来海市的时候 孤太奶奶早就没了 裴远程也没想到 曾奶奶和这位孤太奶奶 居然还一直跟了过来 许是她的反应过于僵硬 那说话的孤太奶奶忽然瞇了瞇眼 又朝她凑近了几分 我怎么瞧着 小城好像看得见咱们 一句话 瞬间让两个争论不休的老头老太太 同时扭过头盯住了裴远程 裴远程表情疏然一僵 但也就是她这表情 还有骤然与几人对上的视线 瞬间叫面前的三个老头老太太 稀罕了起来 哎呦 小城真的看得见我们 真的 就跟安置上次一样 大孙子 我是爷爷 看得到爷爷吗 裴远程 这一刻 她哪里还不明白 自己怎么会突然见到几位祖宗 只能是江许许搞得鬼 裴远程是真的没想到 江许许居然这么不客气 她明明是打定主意 要真心追求她 她不稀罕就算了 居然还让她见鬼 虽然这鬼是自家老祖宗 且不说裴远程这一夜 经历了自己有生以来 最煎熬的一夜 那头 江许许在回到宴上时 又被黎清兹单独拉了过去 说悄悄话 上回你卖给我的符起笑了 黎清兹说这话时 隐隐还有些兴奋 江许许闻言看她 哪张 上回她卖了黎清兹两张符 一张仿小人 一张招烂桃花 两张都起笑了 黎清兹小声道 上回那个碰刺我的 我找人打发她之后 她又跟我假装偶遇 结果跟着我的时候没留心 踩到个坏了的井盖掉井里去了 黎清兹说到这个的时候 都忍不住笑 你都不晓得 她当时被捞起来那个臭 江许许对于自己的符 赚起的效果 并没有太大的意外 至于同情 那就更没有了 毕竟房小人符能起作用 首先是对方心中不怀好意 黎清兹显然也是清楚这点 所以对于对方的倒霉 没有半点同情 但还是帮着打了119 让把人捞上来 把人送到医院后 我特意跟了过去 果然那人去了医院 就给我那妹妹打电话 说这是工伤 让她给付医药费 和精神损失费 虽然黎清兹没真的去医院送钱 但她还是录下了 那人给她打电话的录像 这些都是后面 用来对付黎清兹的东西 她也没有跟江许许细说 只是又说起那烂桃花符 先前为了把符放到黎清兹身上时 她还费了点功夫 之后还特意让人关注了一下 果然 每两天 黎清兹就收到一个圈子里 一个富二代的追求 黎清兹知道那人 那是圈子里玩得比较 花的一个公子哥 女朋友换得比衣服还勤快 也不知怎么就缠上了黎清兹 愣是纠缠了好几天 黎清兹唯一可惜的是 黎清兹在这方面 还算爱惜羽毛 十分明确地拒绝了那个富二代 我瞧着那人 这两天也不出现 应该是放弃了 虽然没能看到亲爱的继妹 身陷烂桃花中 无法自拔 但看她被纠缠了 好几天的狼狈样 黎清兹也觉得 这五千块花得很值 江许许听着黎清兹 说起她继妹的烂桃花 也不觉得 对方这样的看好戏状态 有什么不对 毕竟所有事物 都是相对性的 如果黎清兹不是一开始 想看黎清兹的笑话 黎清兹也不会有这个 看她笑话的时候 只是江许许的视线 随意从宾客中扫过 目光呼的却落在了不远处 另一边跟陆雪兮说话的 一个小姑娘身上 那个就是你的继妹 黎清兹也会跟着来 只是以往更多的时候 黎清兹都是跟在父母身边 当他们的乖宝宝 黎清兹见江许许 一眼就认出 哪个是他哪个倒霉妹妹 顿时一脸佩服 对 你怎么知道的 是看面相看出来的吗 黎清兹现在对于风水玄学这块 是真的感兴趣了 就听江许许淡然道 不是 你们进门的时候 我看到 她跟着猜到的 黎清兹 哈 这样啊 黎清兹笑着打了的哈哈 却听江许许呼的挑眉 语气中带了笃定 不过我关她面相 她的烂桃花颜色正浓 不像是你说的 已经放弃的样子 黎清兹 难道她的好戏 还有下半场 第95章 黎清兹的烂桃花 黎清兹瞬间来了兴致 又拉着江许许仔细询问 一边问 一边不忘拿出手机 查看那个富二代的最新动向 自从她开始追求黎清兹 黎清兹就直接关注了她的账号 这会儿一看 却见那富二代最新发布的 是一张酒吧照片 照片里 她搂着一个女生 十分亲密的样子 这样的照片 在富二代这里并不少见 但她记得 富二代追求黎清兹那几天 是实实在在收敛了不少 就连发的东西都重归重举的 现在既然这么大啦啦 晒出和女生的亲密照 怎么看都像是放弃了呀 黎清兹不解 将许许便顺着她的视线 看向她手机里的照片 在看到照片里的男人时 却是一愣 这个男的不是她的烂桃花 黎清兹乍听这声明显诧异了一下 不敢相信自己 居然看错了好戏 不是 可她前几天 确实疯狂追求黎清兹来着 将许许抿了抿唇 忽然问 有没有这人的生辰日期 黎清兹文言 直接调出了富二代的信息介绍 那里有富二代的生日时间 她听说悬门测算 都是要生辰八字的 有些不确定的问 这个好吗 将许许点了点头 看一眼那生日时间 很轻易地就推断出 对方的生辰日期 虽然不能到具体时辰 但也尽够了 就这富二代的生辰 简单掐算了一下 将许许这才到 这人确实不是 你妹妹的烂桃花对象 但却和她的对象 有些孽缘 也就是说 两人可能认识 甚至还有可能 是有矛盾的关系 黎清兹自己家里 就不是个清静的 心思自然不比 一般千金小姐那么单纯 只听将许许这话 下意识就想到了 两男争一女的戏码 而且极有可能 还是富二代 跟黎清元这朵烂桃花 本身有仇 是因为 看黎清元跟烂桃花在一起 才升起了 黎清兹不觉得有什么 只是觉得 有些便宜黎清元了 你刚才说她桃花颜色正浓 那是不是代表 她跟那朵烂桃花 已经交往上了 将许许点头 黎清兹没想到 黎清元的烂桃花 居然已经在她眼皮子底下 迅速发展起来了 当下又拿出手机一通敲 一副准备天罗地网 找出那烂桃花的架势 将许许对于黎清兹 这种热情态度 表示十分理解 毕竟 如果这会儿有关蕊蕊的热闹看 她也会第一时间赶过去看的 黎清元不知自家妓姐 正在关心着她的恋爱对象 眼见时间差不多 就走到黎家夫妇跟前 随便说了个借口 便提前离了席 从将家离开后 她没有直接回家 而是拐道去了市中心的一个公寓 按下门铃 她又特意整理了自己的发型 不多时 大门被推开 开门的是个约莫20岁的 白皙俊秀青年 青年长相俊秀 却不失温柔 很有偶像小鲜肉的味道 事实上 她确实是混娱乐圈的 就在今年 凭借一档练习生综艺出道 虽然不算特别有人气 但也积累了不少女友粉 黎清元当初就追过这档综艺 只是当时追的人不是她 她记得 那时候综艺录制她 还跟黎夫找了关系 带着小姐妹去后台合影 薛依宁就是当时偶然和她合影的其中一个 也是 因着这点缘分 黎清元在现实里偶然遇上这人时 才迅速跟对方打成一片 毕竟对于女孩子而言 缘分这种东西 就是妙不可言的 而让黎清元迅速沦陷的 则是薛依宁对她的态度 明明是正处于事业上升期的偶像小鲜肉 却丝毫不掩饰对她的好感 想到先前两人刚刚重遇时的暧昧氛围 黎清元就觉得一颗心扑通扑通直跳 薛依宁在看到黎清元时 显然有些惊讶 甚至眼底还有一闪而过的慌乱 只是努力克制着 圆圆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说 今晚有宴会吗 黎清元只道 想你就来看你了呗 她说着做事要走 结果脚步刚一迈出 就被身后的人一把拉住了胳膊 男人温热的掌心 毫不犹豫地握住她细嫩的手腕 黎清元只觉得一股热意 从两人肌肤相贴的位置生腾而起 耳根瞬间就红了 圆圆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薛依宁的嗓音 好似天生自带雌性 这样刻意压低时更透着温柔 配着那好看的脸 黎清元顿时就没了脾气 抬腿 就要往里走去 却不料 往常对她温柔纵容的薛依宁 此时却拦在了门口 面上更有一瞬的迟疑 黎清元喜欢薛依宁 对于她的一切顿时异常敏感 你不想让我进去 你屋里藏了人 声音不在似先前的甜腻 反而带了些恼怒的味道 薛依宁还没开口 黎清元就不管不顾地 镜子往里闯 圆圆 不大的公寓几乎一目了然 里头没有人 有的只是灶台上 铺着的刚刚烤好的饼干 薛依宁有些无奈地笑 语气中还带着点不好意思 我 我本来想明天给你 带我亲手做的饼干 可是又怕你觉得 喜欢做饼干的男的太娘 刚刚还在犹豫 薛依宁微垂眸 白皙的脸上 带着些被人看破的 窘迫与懊恼 配合着她 刚才看到黎清元惊叉的样子 黎清元哪里还有不明白的 一时间 哪里还有怨对甚至不满 满心满眼的都是 这个男的 为了他亲手做了饼干 换做以前 他确实会觉得 做饼干的男人不够男人 但人往往对自己喜欢的人 总有另一套标准 此时哪里还觉得 自己做饼干有哪里不好 相反的 有种被对方的心意 触到心尖尖的感觉 黎清元的态度 几乎是瞬间软了下来 我一点不觉得 黎清元说着 主动拉过他的手 紧紧扣住 我就喜欢吃你做的饼干 薛依宁听到他这话 眸底似有光闪耀 看向黎清元的眼神 愈发的深情 饼干刚刚烤好 还需要放凉 要不我们出去走走 黎清元刚想说 为什么要出去 就听他接着道 屋里都是饼干的味道 沾到你身上不好 黎清元一听 想到自己身上的香水味 沾了烤饼干的味道 顿时不再反对 两人快速戴上口罩出了门 却不见 薛依宁在出门的瞬间 一双眸子扫过主卧的方向 眸底闪过几分阴朗 公寓主卧内 一个女孩被五花大绑 嘴上更被缠着胶带 此时正满眼绝望地 看着门口的方向 直到门口传来关门的动静 女孩终于忍不住落下了泪 嗯嗯 第96章 灵感节目组 本市发布一则年轻女子失踪消息 经广大民众密切注意 如有相关信息 及时联系警方 客厅的电视里播放着本地新闻 江老爷子 作为老一辈的人 还是更习惯通过电视新闻 了解一些时事 至于现在电视机 要求开通的各种VIP 那不是老爷子需要考虑的问题 江许许从外面晨跑回来 镜子给自己倒了一大杯温开水 随即动作缓慢而坚定地 将满满一杯水喝完 且不漏一滴 江老爷子一脸温和地 看着这个刚找回来的大孙女 从心而论 她是很满意的 不仅仅是这个大孙女 对外学业的优秀 更因为她很多作息习惯 都很有规矩 江许许从回家以来 每天固定六点起床 打一套八段井 晨跑半小时 每天固定摄入 至少满满八杯水 规矩的作息和饮食习惯 哪怕是她也是在退下来后才 慢慢养成 不好的大概是爱好奇特 但事实证明 这爱好或许不只是爱好 想到她从江淮那里 听到的关于她的本事 甚至于这些本事 将来可能给江家带来的不一样 江老爷子 看向江许许的眼神中 又透了几分耐人寻味 爷爷 江许许对上江老爷子的视线 只规矩叫人 对于江家这位老爷子 江许许不算亲近 但也并不疏远 江老爷子对他看似态度温和 但他回到江家这些日子以来 发生了不少事情 江老爷子 一直都是个默默在一旁观望的态度 不参与 也不拉偏价 与其说他是为了保证公平 在江许许看来 老爷子更像是在默默观察他 观察他是否有资格做一个江家人 江许许对此并没有太多的感觉 作为一个外来者 他知道自己和这个家里所有人都不一样 也不会因为自己被审视而觉得委屈 同样的 他也不会为了加入这个家 而刻意去讨好谁 江老爷子看得出 他规矩中没有半点亲近 只温和地笑了笑 我看你每天早上打得八段紧不错 你几个兄弟这段时间放假在家 都有些背懒 以后我让他们每天跟你打一遍 你觉得怎么样 江许许不知道 老爷子哪里来的兴致 想到江汉江城对他的针对 对这提议不置可否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跟着 跟着 但他不会特意交 毕竟他没空操那份心 江老爷子也不觉得 他这态度有哪里不对 笑眯眯道 爷爷会让他们愿意的 江许许暗暗挑眉 忽然就想起了 上一次看到江淮压着操练三兄弟的场景 这是准备变相继续操练的意思 虽然他不感兴趣 但能看到那三人被压着操练的样子 还怪让人期待的 江许许这么想着 就听手上的电话手表响起 跟江老爷子说了一声 这才走到一边 随意接起电话 只听电话那头 是一道客气的男生 你好 请问是江许许小姐吗 我是柠檬平台的制片人 周和和 我是 是这样的 我们平台最近在策划一档 叫做灵感的综艺节目 江小姐不管是外形 还是所学专业 都和我们这档综艺气质十分相配 我们诚挚 想要邀请江小姐作为嘉宾 参加我们的节目 不知道江小姐有没有兴趣 江许许下意识想要拒绝 毕竟她对于录制综艺 没有半分兴趣 只是念头一转 想到某个还处在失踪状态的师傅 忽然问 你们节目会全平台播出吗 对面的负责人先是一愣 随即道 这档综艺会在我们柠檬平台 以直播方式读播 但作为公司的重点项目 综艺后期肯定会有全网宣传 如果江小姐感兴趣的话 我们可以约个时间 咱们具体见面戏谈 周和和作为公司的王牌制作 向来对于人的情绪很是敏锐 一般情况下 只要对方有所图 他就不怕拉不来人 不用了 江许许十分干脆地 拒绝了见面邀请 周和和先是一愣 随即懊恼 还想再继续争取几句 就听那头 江许许的声音再次传来 我接受邀请 已经在心里琢磨 该怎么甩出条件的周和和 冷不丁听到这声还愣了一下 啊 你 你接受 嗯 那边答应的过于干脆 道教周和和卡了一下壳 那个 你不需要跟家里人商量一下吗 老实说 他之所以会找上这位江小姐 那完全是冲着 对方是江家的大小姐 以及最近网上 关于他高考状元 却选择道教学院这些个学头来的 虽然这位目前网上讨论热度不小 但他也清楚 对方好歹是海市四大家族之一的江家大小姐 江家虽说有位二爷混娱乐圈 但他不确定这样的大家族 会不会愿意让自家孩子出来抛头露面 他以为 询问一下大家长的意见 总是要的 谁能想对面这位 居然直接答应了 听到制片人的问题 江许许只是反问 为什么 周和和有些慌 这还需要问为什么吗 那当然是江家人可能会不同意啊 却听那头 江许许声音淡淡却带着笃定 我已经成年 可以自己做主 周和和 嗯 那咱们还是约个时间 具体有些细节 还需要跟你敲定一下 江许许听说还是要见面 虽然觉得浪费时间 但还是硬下了 直接跟对面确定了时间和地点 江苏下楼的时候 刚好听到他在阳台那边 跟人确定时间地点 原本还迷糊的精神 瞬间一下醒了 姐 你要出去吗 我跟你一起 江许许对于这个 突然变得有些年人的弟弟 虽不喜欢 但也不讨厌 直到 我约了人 江苏不死心 你约了谁 不能带上我吗 江许许道 一个综艺节目制片人 说吧 也不给江苏继续缠着他的机会 转身就往楼上去 江苏原地愣了好半声 才终于反应过来 他说的是什么 综艺 姐 你要去录综艺 第97章 金牌经纪人温婉 江苏声音毫不遮掩 一嗓子把这消息 嚷得家里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江怀听说 徐徐想要参加综艺节目 还有些意外 虽然时间不长 但这些日子接触下来 这个妹妹明显不是喜欢出风头的个性 哪怕他平日里弄些玄学风水的事情 也只是因为他看到了 觉得有必要处理才会出手 否则像江汉江城那几个不省心的 只怕分分钟都得被他收拾了 但不管为什么 江许许想去参加综艺 江怀自然是支持的 不仅支持 他甚至主动要求 陪他去见见那所谓的制片人 你没有经纪人 参加节目的一些要求 还有合同上的一些条款 都需要有人帮你仔细过一遍 他倒不觉得有人胆敢把主意 打到他们江家人身上 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尤其这是许许难得一次 对玄学之外的事情感兴趣 虽然自家二叔就有自己的娱乐公司 但江怀一直不太喜欢二叔 对许许的态度 也没有让江许许挂靠在 二叔公司名下的打算 想了想 他干脆扭头打了个电话 很快 江怀就回来了 笑眯眯朝江许许道 我接了个金牌经纪人 下午他们和我一起 陪你去见见那个制片人 他妹妹要出道 也不能随便什么综艺都接 必须得有专业人士把把关 见 江许许觉得这字眼有些耳熟 江怀却是笑而不语 果然 下午时 他看到了哥哥给他进来的专业人士 处事旗下的新陈娱乐公司 金牌经纪人温婉 手下带的全是影帝影后 或是顶流级别的人物 一个十分干练 却又不失柔和的女强人 看到江许许的第一眼 就自觉笑弯了眼 完全没有圈内女强人的气势 最近在网上听到很多 关于江小姐的评论 没想到 今天居然有机会见面 话虽如此 以温婉的级别 自然不会特意去考虑 牵这种网络红人 毕竟这个时代 网络红人更迭的速度太快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个叫江许许的女孩 各方面条件都很有红的前置 背景强大 自身优秀 加之外形无可挑剔 同时身上又自带玄学的讨论热度 是一个不需要怎么费力包装 就能引出热度的艺人 他知道的 就有几个娱乐公司 在打听他的联络方式 想要牵下他 奈何他背后有江家 江家大小姐的私人信息 都被捂得严严实实的 就连江家大小姐这层身份 除了豪门圈层里的 网上知道的很少 他也是因为 这次总部那边 楚总特助亲自交代下来才知道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是 那位楚总 居然会答应这样的事 毕竟上回楚家 分支一个少爷说是 想让星辰给资源力捧出道 都被直接撅了回去 似及此 温婉对于面前 这位江小姐表现得十足客气 这边几人刚刚说了几句 周和和终于到了 对于邀请江许许参加综艺这件事 周和和还是抱有十分期待的 毕竟他的话题热点够 加上背后 还有江家这座靠山 当然 江家这是圈内的人知道的不多 他也是因为前不久 通过江宇明才知道的这层身份 也更快一步 拿到了对方的联络方式 周和和进门的时候 脸上便下意识挂上了笑容 待看到包厢内坐着的另外两人时 脸上笑容先是一江 但很快又恢复如常 脸上虽然笑着 心里却是忍不住直抽抽 早知道江家大小姐 出道没那么简单 但万万没想到 对方居然上来 就拉出了星辰的金牌经纪人 这要是人已经迁进了星辰 他原先拟定的 邀请江许许的待遇 就得往上再提一提了 心里这么想着 面上却热情地跟三人打了招呼 不好意思 我来晚了 江小姐 温大经纪 这位 是 江淮 许许他哥 江淮大方弟跟对方简单握了握手 周和和暗暗心惊 江淮 这位可是江家长孙 江海集团未来继承人 没想到居然亲自来了 不过这也证明 这位江小姐 在江家的受重视程度 换句话来说 只要哄好了这位主 节目组后期资金妥妥的 当然 这只是一种变相的保障 他们节目组还是有钱的 周和和先是寒暄恭维了几句 这才直接进入正题 温婉既然在这里 想来对咱们灵感节目组的情况 应该了解过了 这个项目是国内第一档 涉及玄学冒险的明星综艺节目 采用的是素人加网红加明星的阵容搭配 除了邀请像江小姐这样的素人嘉宾 我们节目组还邀请了 清风关有名的清晨道长 以及网上很火的玄学主播 另外还有三名明星嘉宾 这里还容我暂时保密 周和和说的客气 但温婉同为圈内人却很明白 这种情况下 要么是人还没凑齐 要么就是凑得人里咔位不小 需要保持一定的神秘感 至于灵感这个项目 他也确实清楚 因为前不久 周和和也邀请过他手底下的艺人 只是 他综合考虑后还是聚了 一来是他手底下的艺人级别上这样的综艺 有些掉价 二来玄学类综艺审查上还有风险 国家这些年管控的 虽然不再像之前那样严苛 但谁又知道 会不会中途将节目毙掉 这些都是风险 在周和和来之前 温婉也将这些风险告知了江许许 但这位江家大小姐 显然并不在意这些 果然 江许许只在听到清风关道长时稍稍抬眉 其他并未发表太多看法 在了解节目性质后 后期的合同相关 更是直接由着温婉和周和和去谈 周和和也很给面子 给的待遇只输给头部艺人 这是给江家面子 同样也是给温婉的面子 因为双方意向明确 周和和很爽快道 回去后 我就让人根据细节出合同 到时候直接跟星辰这边对接还是 江许许便看向江淮 江淮很满意 妹妹这听自己意思的态度 笑道 许许暂时会挂靠在星辰名下 具体一切通过星辰娱乐对接就好 他借人 可不单单是借人 尤其这次大魔王难得好说话 他自然不会客气 这边事情谈妥 周和和便要告辞 却不想他刚刚起身 从刚刚就没怎么开口的江栩栩 忽然递给他一张黄纸折成的符纸 同时伴着那清零的嗓音 诞声道 见面里 最近出没阴气较重的地方的话 最好随身携带 第98章 没有谁都不能没有他 周和和听他冷不丁这一说 心下忍不住咯噔一跳 最近筹备 灵感 这样的类型综艺本就格外敏感 再被人突然这么送了张福 是个人都下意识感觉发毛 江淮和温婉也是下意识看向江栩栩 江淮是一副看自家孩子又出手的骄傲感 温婉则是好奇 最后还是周和和忍不住开口 这是有什么讲究吗 他是知道 这位江家大小姐即将就读道教学院 却不知道他是不是有什么真本事 说到底 他答应陈导做这个节目 本身还是冲着噱头去的 就见江栩栩缓缓摇了摇头 性谋浅浅看向他 只是看你近日运势低 护身罢了 运势低迷的人阳气弱 弱去了阴气重的地方 比普通人更容易撞鬼 尤其对方筹备的 还是这种类型的节目 周和和看着江许许 也分不清 他是真的看出点什么 还是学了点皮毛虎人 但看在江家的面子 他也不可能下小姑娘的脸面 当下诚挚又高兴地接了过来 并当着他的面随身放好 温婉对于周和和这类精明人的操作 毫不意外 只是在人离开后 才笑着看向江许许 既然是见面脸 我也有吗 江许许就看向他 精致的脸上满是认真 摇头 你不需要 温婉脸上的笑容 忍不住更大的线 对于这样的见面里 有时候拿到比没拿到 更让人糟心 江许许说他不需要 那不就代表他看起来一切都好 不管他是不是有真本事 听到这种话 温婉还是高兴的 当下又觉得 江家这位大小姐 还真有几分意思 如果不是他现在不迁行人 他倒是真想迁了面前这位 而另一边 周和和在和江许许这边告别后 也接到陈岛那边说明天去灵感 选取的场地进行现场勘察 周和和心底下意识 就冒出了江许许刚才说的 阴气重的地方 当下就有些排斥 借口张口就来 我明天可能身体不舒服 电话那头的陈岛 你要不要听听 你自己的理由合不合理 你明天不舒服 你今天就能知道 难不成你还是个女的 小学生都不会用这么拙劣的 请假理由 周和和知道自己好友的脾气 也知道自己逃不掉 只能和和表示自己 刚才只是开个玩笑去 我明天准时去 哪怕心里有些别扭 但周和和也清楚 这是工作 不可能因为他心里不舒服 就放到一边 就算明天不去 只要他还负责这个节目 后面肯定也逃不开现场 那就去 谁怕谁 抱着这样的决心 周和和第二天 果然跟着节目组 一起去了现场勘察 那是一间废弃的古宅 听说他的前面的每一任主人 在住进宅子半年后 身边总会发生各种 大大小小的奇怪事 事情传开后 这里就成了网上说的阴宅 灵感 既然是以玄学灵异 冒险为噱头的节目 自然少不了接触这样的地方 尤其这次节目组 为了增加真实性 节目筹备初期 就已经在网上开通求助专线 通过与嘉宾网络直播互动的方式 带为解决网友身边的奇异事件 作为每一期的其中环节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 节目组拟定的名单里 除了明星艺人外 还有像清风官道长 和玄学主播这样的存在 但这位江家大小姐 周和和选中对方 作为嘉宾的原因 更多是为了节目的话题度 对于他这方面的本事 他其实并不抱太多的期望 但想到对方将服送给他时 那沉浸又笃定的目光 周和和又有些不确定了 是以今天的现场勘察 周和和还是全程将那张符纸 放在了贴身的位置 然而一圈下来 除了感觉古宅给人的感觉 确实阴森 周和和没有察觉到 任何不对劲的地方 周和和当下忍不住好笑 他笑自己在圈子里 混了这么长时间 居然还真的 被一个小丫头一句话给唬住了 那幅 估摸就是有钱人家小姐的 另类恶作剧罢了 周和和这么想着 便直接跟节目组的人到了别 自己则开车直接下班回家 古宅位于靠近郊区的位置 周和和一路开车 回到市里的时候 天色已经有些晚了 只见天边晚霞铺满天空 出师很美 但直到天边最后一丝霞光影去 周和和莫名那蓝的四末的天 有些许压抑 就好似一张黑漆漆的巨网 朝他压下 周和和莫名觉得有些冷 想是车里的空调 开得有些低了 于是单手把这方向盘 另一只手随手将车里的空调调高 然而就在他视线 扫过操控屏幕的瞬间 眼角余光却莫地看到 副驾驶的踏板阴影处 有一双眼睛死死盯着他 周和和只觉瞳孔俱阵 来不及细看 手中的方向盘瞬间失了空 啊 周和和的车子 撞上栏杆的瞬间 他只觉耳边似有一声轻笑 笑得他浑身汗毛根根立起 与此同时 他感觉胸口处一阵发烫 江家 江许许刚给小萝卜头 小英灵 查看他身上的音气增长情况 放在旁边的手机 便冷不丁响起 江许许看一眼来电 随手接起电话 下一秒 电话那头便是一个男人的哭嚎声 江大师救我 我真的碰上东西了 江大师 求你帮帮我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男人正是刚刚逃过一劫的周和和 就在一个小时前 他的车子突然失控 撞上路边栏杆 力道之大 车头都直接撞遍了形 交警赶来时 都觉得人大概不行了 结果周和和除了一点擦伤 整个人好好的 连轻微脑震荡都没有 周和和在最初的亥然后 好不容易回过神 像是想起了什么 忙不迭摸向自己胸口的位置 结果就在他放置符纸的位置 摸到了一手的灰 口袋里的符纸 已经彻底化作了灰烬 周和和看到那些灰烬的瞬间 哪里还不明白 这是这张符纸给自己挡了一剪 到这会儿 他已经彻底相信了江许许的本事 在想到自己出车祸前 看到的那双眼睛 周和和只觉浑身都四掉进了冰窟之中 冷得彻骨 又害怕那东西还跟在自己身边 这才不顾形象地拨通了江许许的号码 这一刻他深信 江家大小姐就是网上说的 有真本事的天选之子 灵感 节目组 没有谁都不能没有他 第99章 果然网络红人的下一步就是出道 电话这头 江许许听着周和和和的话 只沉默一瞬 就直接打开了手机视频功能 那头的周和和 毫不犹豫地接通了视频 电话里 昨天还一派精明衣装得体的男人 此刻却是肉眼可见的憔悴 江许许隔着视频 看着周和和眼底青涩 和周身那淡淡的阴气 直到 身上确实有残留的阴气 不过对方大概只打算跟你开个玩笑 这会儿已经不在了 江许许说得平淡 那边的周和和文言 却是眼珠子 都要瞪出来了 声音诧异的都跟着变了掉 开个玩笑 他特么差点死了 什么玩笑是这种开法 他当时都以为自己要就地升天了 嗯 江许许对他的诧异视而不见 依旧淡定非常 我把符转给你的时候 你脸上并无死相 说明他哪怕撞鬼 对方也没有把他往死里弄的意思 在厉鬼圈里 只要不是一出手 就打算把人弄死的 都可以称之为是开了的玩笑 而看周和和身上残留的阴气气息来看 他碰上的 恰好是个厉鬼 对方被他的护身符所伤 也暂时不会再找上周和和 因此 江许许并不着急 周和和听到他这话 都快哭了 感情只要不死 就能死尽造他吗 哪怕听江许许说那厉鬼已经离开 周和和也实在不敢放心 坚持要跟江许许再买几张护身符 江许许虽然觉得没必要 但也不会拒绝上门的生意 平安符三千一张 护身符六千一张 有什么区别 平安符增强自身运势 保顺遂 护身符护卫挤身 可抵挡灾厄 江许许话没说完 那头的周和和已经迫不及待开口 平安符和护身符 我各要十张 江许许 禁止囤积倒卖扶转 周和和苦笑 我没有那种意思 只是你知道 我们节目组现在筹备阶段 肯定会接触到不少这些事情 我总要为那些一线的工作人员 提前准备着 他这话说的没毛病 江许许勉强接受了 周和和还要跟他再确定一下自己的问题 眼神一晃 却见江许许肩头好似 做了个好似人生娃娃一样的小公仔 再一眨眼 那东西 好像再动 周和和只觉周身寒气肆意 握着手机的手都有些抖 江 江大师 你肩膀上好 好像有 江许许看他声音跟着画面都抖了起来 下意识低头看去 就见小萝卜头不知何时爬上他的肩膀 正顶着乌斗式的眼 好奇看着手机屏幕 周和和运势低又刚刚撞鬼 这会见鬼倒也正常 于是解释 这是我暂时收养的小英灵 不用在意 就见屏幕那头的周和和再次瞪大了眼 好伴上 啪嗒结束了视频通话 江许许也不在意 不多时 就见周和和发来了一个地址 他镜子带着小英灵走到桌案前 打开桌上摆着的墓盒 里面分门别类放着他平日画好的符传 点了点数 江许许将周和和要的二十张符装好 直接按照地址给他闪送过去 看着一下子清空了的库存 江许许看他外头天色 决定趁着楚北赫不在再画几张 将黄符诸杀摆上 提笔凝气时 脚下的聚灵阵开始将四方灵气聚拢而来 江许许气质沉练 笔风向下 落笔的瞬间笔下如有灵光 笔走龙舌尖不等他收拾 一旁放置的小礼盒中 疏然飞出一点金光 竟是转眼间没入他笔间的灵光之中 江许许笔下瞬间灵光大胜 手上却还是下意识画完最后一笔 便见浮成的瞬间金光闪过 只一瞬又消失无踪 江许许愕然看着笔下那张护身符 单看笔上所赋予的灵气 比起他先前的护身符 威力增倍不止 他的视线转而落在了桌上那个小礼盒上 那里面放着的 正是楚大佬先前送他九尾胸针 江许许打开胸针 就见九尾尾部都溢散着淡淡的金光 不用问 这些金光必然是某位大佬身上的 只是他没料到 从楚北赫那里经手过来的东西 居然也会附带金光 而且这些金光 一如他先前猜测 可以大幅度地增强他的福转威力 怪好用的 江许许觉得自己到心有些不稳了 当原本需要踏实修炼 才能增强的实力 突然有了作弊的法子 这种诱惑实在叫人难以招架 江许许看着那九尾胸针 面上难得露出挣扎之色 好半上 他一手舞胸 有些艰难地将那胸针 连同那张加强版护身符 一并收起修炼没有捷径 旁人的东西再好 也不是自己的 如果养成了 依赖金光加成的习惯 他的符数将难以寸净 当然 像上次加持金光后 找出紫雷的引雷符 他还是决定背上几张 若是遇到非常情况 还能保命 江许许觉得这没毛病 灵感 节目组筹备的时间 比江许许想象中的更加迅速 几乎是星辰娱乐那边 刚刚跟宁萌走完合同 网上关于节目组开播的消息 已经发出 而嘉宾名单已经发出 瞬间引来了 无数网友的围观和期待 不为别的 因为节目组邀请的嘉宾名单里 其中一位便是当下 极红的一个顶流男神 顾金默 金氏顾家的三少爷 妥妥的豪门贵公子 不仅背景强大 外形优越 更难得的是 有真实力 他是偶像出身 却靠着眼机爆火 前不久出演的一部仙侠剧 直接成为现象级的暴剧 说一句家喻户晓也不为过 更难得的是 这还是他第一次 作为常驻嘉宾 参与一档综艺类节目 全网莫粉欢呼的同时 却在了解了其他嘉宾后 对这个综艺的配置 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看到我家哥哥的综艺 手绣好开心 但是谁来告诉我 这个节目组的配置 是不是哪里出问题了 同问 哥哥怎么接了这么个综艺 另外 那几个嘉宾里 还有素人网红吧 天啊 这都是些什么牛鬼蛇神 心疼哥哥 这个薛依宁 好像今年年初刚刚出道的吧 这种180线的小胡咖 居然也跟我家哥哥一起录节目 楼上那个 好歹还是圈里的 我看到 那个叫商路的 微博备注 居然是清风官师兄 这个江徐徐 我记得是前几天 那个海市高考状元吧 选了道教学院的那个 我就知道 网络红人的下一步就是出道 高考状元也不例外 第100章 这人将死 伴随着节目开播消息的发布 短短一个小时内 灵感已经冲出了极高的热度 其中步伐 有对江徐徐的嘲讽 之前网上一直在讨论红火的时候 我就猜到 这小姐姐肯定要出道了 果不其然 高考状元放弃 金大华大选择一个道教学院 这样的学头够不够 人家当时肯定就想到了这点 就为了今天铺路呢 先是代言人亮相 接着是全网话题引导 最后综艺出道 感觉小姐姐身后团队有点牛啊 虽然但是 这位天选小姐姐的颜值我稀 同一楼上 这个颜值跟我家金墨哥哥 还有点配 楼上滚走不屑 请别捆绑我家哥哥 拒绝CP 我在此先做个预告 这位小姐姐之后的综艺剧本 肯定会组CP 如果没有 我道理拉稀 谁要跟他组CP 营销狗走开 我家哥哥第一个拒绝 我家宁宁第二个拒绝 那我们林真真第三个拒绝 林真真 就是嘉宾里唯一一个玄学网红博主 灵感的最终配置 是四男两女 除了顾金墨 薛一宁 商路和这位林真真 就是江许许 和另一名当红小花周茶茶 六个嘉宾 但真正负责整个 灵感的流量担当的 也只有顾金墨和这位周茶茶 周和和在开播预告发出后 就一直密切关注着网上的言论 看到后面那组CP的讨论时 还心虚了一下 说实话 他一开始 确实是存着炒CP的打算的 别的不说 江许许 顾金墨和周茶茶三人站在一起 单看颜值 就足够让人联想出一出 爱恨情仇的狗血 CP乱顿 但那是之前 在见识过江许许的本事后 周和和自然不敢随便 拿这位炒CP 万一把人得罪了 节目里出现问题 都不知道找谁 周和和已经决定 把这位当做姑奶奶供起来了 其他两个虽然名声在外 但周和和到底没亲眼 见过他们的本事 相比较之下 还是江许许 更让他幸福一些 既然打定了主意 周和和自然不能放任江许许 在网上被几家粉丝针对 直接让自家养的水军上去冲一冲 也顺势引导一下大家对 灵感 这档综艺的期待 江家人对江许许 参加这样一档综艺的反应 也是个异 尤其是在看到网上这些 关于江许许 一步步策划出道的言论后 江城脸色都有些难看 以江家的地位 根本不需要自家人 以这样哗众取宠的方式得到关注 那是拉低了江家人的身份 哪怕他真的想要出道 也应该正经地走实力路线出道 就像二叔 当年也是因为凭自己的歌唱实力出道 而成就今天的地位 哪怕不走二叔的路线 像安行实实在在地 奔着电影学院去也行啊 像江许许这种方式 江城只觉得 说出去都丢他的脸 毕竟在他的圈子里 网红更多是一些富二代的附书品 我真不知道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江城觉得自己看不惯这个堂妹 是有原因的 他想进道教学院也就算了 家里也都依他了 现在还参加综艺出道 他就那么着急想红 江城经过之前几次 现在也学会有些话 不会再当着江许许的面说了 尤其是他说了 人家很显然也不当回事 但这样的话 他实在是不吐不快 而陆雪熙 就是那个静静听他吐槽的人 许许向来有自己的想法 再说家里人都不反对 你一个堂哥说他 反而落不到好 这样的话 你也千万别当着他的面说 免得他听了伤心 江城心下冷痴 江许许 那人才不可能伤心 他能耐着呢 言底满是对江许许的不屑 但对上陆雪熙时 态度却十分温和 你放心吧 这些话我才不会 当着他的面说 江汉自从那一周 在他面前静音后 现在明显学乖了 再有什么话 都不会当着江许许的面说 江汉都学乖了 他哪能还自个儿往上冲 陆雪熙自顾微笑看着他 下一秒又有些惋惜的开口 女孩子有明星梦都是正常的 但我们这个年纪 实在不应该追求那些虚的 尤其许许成绩这么好 我总觉得 家里这样放任 谁还能管得了他 陆雪熙便叹了口气 你别这么说 他到底是我们的家人 咱们总不能看着他 误入歧途不管他 他说着顿了顿 道 许许大概也是 想得太美好 真的进了那个圈子 受了挫折 估计就能想明白了 江城听着陆雪熙的话 似有所感 想了想 忽然道 你说得没错 就该让他受点挫折 让他知道 娱乐圈可不是他以为的 那么好混的 江城这么说着 随手就翻出了一个号码 他身边也是有几个混娱乐圈的 想要让江许许吃到教训 又不能让家里人知道 只能请他们帮忙 江城告诉自己 他这是为了江许许的未来考虑 才不是故意针对他 他不是那种人 陆雪熙就坐在旁边 看着他拿着手机 走到另一边跟人打电话 嘴角带着温婉浅淡的笑意 随手端起桌旁的花茶 一口优雅的敏过 江许许对于江城这边的打算 毫不关注 甚至于 他对网上那些个言论 也不甚在意 他参加这次的综艺 本身也只是想通过这个方式 看能不能让师父主动来见他 既然悬门的方式走不通 那他就用更加大众的方式试一试 江许许抱着这样的打算 却不想参加灵感 节目组的第一天 就给他带了一个另类的惊喜 江许许在第一天抵达现场时 意外看到了个熟人 或许也说不上是熟人 因为那是黎青姿的妹妹黎清源 虽然只见过一面 但并不妨碍她一眼认出 对方身上那熟悉的烂桃花的颜色 只是和上次谢试验上 见到的颜色不同的是 黎清源此时身上的烂桃色中 隐隐透着些深红的血色 那是凶器 代表着 这人将死 第101章 我拒绝和这个人一起录制 江许许有些意外 黎清源命格虽不如黎青姿轻正 但好歹也是富贵长命的命格 正常来说是不该早亡的 除非这中间有什么意外 江许许仔细看了看 然后就看到了那个意外 也是黎青姿为他特别招来的 那朵烂桃花 从一边休息间 快步走出来的薛依宁 那是个外表俊秀温柔的男人 只见他笑着 走到黎清源身边 半点没有身为偶像 而避讳跟女孩子 靠得太近的意思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不避讳 让黎清源感受到 自己在他心里的特殊 当下腰板都跟着挺直了不少 随着他一招手 一辆应援房车顿时开了过来 上面挂着专门定制的薛依宁海报 标底明确 黎清源笑着对周围工作人员 甜声开口 今天第一天录制 这是我们一宁哥 给大家提前准备的饮品餐车 大家可以随意取用 接下来的录制 还请大家对我们一宁哥多多关照 黎清源能在黎家哄的黎副纸 偏心他艺人 却有他自己的本事 想哄人的时候 嗓音够甜 加上又是这样的会来事 一旁的工作人员 当下对薛依宁都另眼相待了几分 原本以薛依宁的人气 能参加这档综艺 完全是剪了漏 这个圈子里 基本都是看咖位说话 在场的工作人员 其实并不怎么在意 这样的十八线小透明 但黎清源这一波排面十足 倒叫人不得不怀疑 薛依宁背后 是不是有金主捧着 态度自然更有好了几分 薛依宁对于周围人的视线 素来敏感 自然也能感受到 那些工作人员 在看到黎清源的应援后 对他愈发友好的视线 眼底划过一抹 不易察觉的嘲讽 面上却是一派温柔 你来看我就好 何必还这么破费做这种应援 你的身份 跟那些粉丝不一样 你完全不需要为我做这些的 黎清源听着男人温柔的嗓音 只觉一颗心都软了 但面上却带着几分焦纵的韧性 我就想给你做这些 以后你每一期录制 我都来给你应援 旁人有的 你也要有 薛依宁似乎很喜欢他 这副焦纵 却又满心满眼 只有自己的样子 弯弯的眉眼里 满是温柔 好 黎清源看着这样的薛依宁 只觉一颗心砰砰直跳 这不是他第一次与人交往 但却是第一次 和这样类型的男人交往 比起过去的 都要更加让他难以自拔 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他不能真的做什么 毕竟他也要顾及薛依宁偶像的身份 不能因为自己毁了他的前途 只能忍着扑进对方怀里的冲动 小声道 依宁哥 你真好看 黎清源说的害羞 却不见薛依宁在听到他这话时 微弯的眉眼里 蹦出一瞬英智的冷意 只一瞬便消失不见 但将许许却注意到了 隔着距离 他看到这个叫做薛依宁的人 背后跟着的一道道黑气 那是怨死的人的魂魄 一二三四五 居然有五个这么多 将许许看向薛依宁的目光 冷似冰刀 谁又能想到 一个练习生出身的偶像 这样温柔无害的外表下 居然藏着一颗喜好杀人的恶魔心 那五个阴魂 虽然凭着本能 跟在了杀害他们的凶手身边 但到底只是心魂 连魂体都是看看凝聚 根本无法对眼前的男人做什么 此时在看黎清源脸上 愈发鲜艳的血色凶器 他大概怎么都想不到 面前对他温柔浅笑的男人 心里却盘算着要怎么杀他 江许许一般不会去干涉普通人的死结 因为每个人的命皆有定数 但黎清源 虽然不想承认 他的命数会出现变化呈现死相 是因为他卖给黎清姿的招烂桃花符 既然是他的符给人招来的致命桃花 江许许自然不能不管了 心下悠悠叹了口气 当初那五千块卖亏了 江许许这么想着就见用三辆车子抵达拍摄场地 恰好到了直播开播时间 加上嘉宾基本齐聚 摄影组顿时开启了直播拍摄模式 网上一直等待围观的网友 在开播的瞬间呼啦啦涌进节目组的直播间内 直播间在线人数从最初的三千到一万到三万 开始不断攀升 一分钟后的初始人数稳定在了五万在线 不算好的成绩 但陈导和周和和并不担心 因为顾金默还没出场 果然 随着直播间镜头重点转过刚刚抵达的三辆商务车 就见车上依次走下三人 首先是玄学主播林真真 作为一个玄学主播 林真真外表是有些憨厚的大叔 因为在网上解决玄学事件而走红 和其他科普玄学或制作玄学特效视频的博主不同 他自称自己供奉了出马仙 北方民间有五仙 俗称胡黄百柳辉 分别对应的是狐狸 黄鼠狼 刺猬 蛇和鼠 北方悬门派系认可五仙的存在 有部分悬门人士专门供奉这类出马仙 接受供奉的仙家 则会通过附身的方式帮助主家解决一些问题 而林真真供奉的便是五仙中的胡仙 将许许目光扫过 看到那人身上淡得几乎看不见的气息 不置可否 第二个下车的便是周茶茶 近期通过一部爆火剧的女儿出圈 形象甜美又不乏真性情的小心机 人送外号周茶茶 最后下车的便是那位清风官师兄 虽然是以道士身份被邀请参加这档节目 但节目组并没有真的打算 让他以道士的形象见人 故而这位师兄只穿了简单的T恤长裤 一头长发则是被随意扎在了脑后 整个乍一看给人一种文艺俊逸青年的感觉 再加上提前到了的江许许和薛依宁 六个嘉宾来了五个 镜头扫过的瞬间 直播间弹幕瞬间刷刷飞起 啊啊呀 茶茶小可爱 终于看到你了 师兄有点帅啊 现代装杀我 怎么金金还没来啊 说好的开播时间 嘉宾还没到齐 节目组该不会故意遛粉吧 我就知道 哥哥不会参加这么奇怪的综艺节目 我们要看哥哥 镜头前的五名嘉宾看不见弹幕 便自顾顺着刘成走过来 和江许许和薛依宁会合 这里是嘉宾第一次见面 互相认识的环节 本该波澜不惊的环节 却不想 三人走近 商路视线扫过薛依宁的瞬间呼的皱起了眉 紧接着便说出了一句 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的话 我拒绝和这个人一起录制 第102章 江许许退出节目组 商路一句话 让原本还在狂刷哥哥的弹幕停了一瞬 紧接着就是激动的刷刷刷 我去 上来就这么刚的吗 剧本好刺激 不是 这人谁啊 凭什么上来就嫌弃我嘉宾宁 刚刚还觉得这小哥哥好看 现在觉得我眼下 心疼我嘉宾宁 我笑死 哪里来的有猴子 当我们宁粉死了不成 楼上的别太激动啊 这明显就是剧本 哈哈 我笑死 天选之女明显没在状态 相比之下 周茶茶和林真真的表演真多了 最后一条说的是 商路说出这话后 另外三人的反应 江许许表情平淡到 不带一丝诧异 周茶茶和林真真表情明显真实多了 肉眼可见的诧异中 似乎还透着迷茫 这这这 这剧本怎么没人告诉他们 接下来 他们要怎么反应 薛依宁在最初的诧异后 脸上也露出了茫然不解 但还是好脾气地看向商路 请问 你是哪里对我不满意吗 大家接下来 还要一起录制好几期节目 如果有什么不满 可以直接告诉我 我不希望影响接下来的拍摄 这话 可以说脾气很好了 看过薛依宁那练习生选秀节目的都知道 这是个性格温柔的小哥哥 当下弹幕又是一连串心疼 哭死 薛依宁也太温柔了吧 换作我早就一嘴巴子甩他脸上了 好心疼啊 他都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被针对了 旁边围观的周和和 这会儿看着眼前的情景迎梦了 节目刚刚开播一分钟 这就要出事了 所有人工作人员也是一脸猛逼 没想到顾金默还没出场 现场居然就出了这种状况 在看商路 虽然被薛依宁茫然不解地询问 表情还是沉塑着 说出的话带着冷意 你身后跟了什么东西 你自己清楚 这话一出 树然有种三福天理 背脊一凉的感觉 薛依宁瞳孔微微睁大 只一瞬 又恢复如常 带着几分茫然的宁起眉心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见他不承认 商路也不盯着他不放 视线转看向江许许 这位小友 你应该看得见吧 商路的语气里带着几分怒意 但那怒意却并非针对江许许 江许许倒是不意外 这位会突然Q到自己 同道中人 总是能察觉出几分气息的 他虽然没跟这位商路道长见过 但也听清风官道长说过 他的这个爱徒 天赋有余 但性情还需磨练 而这个综艺 显然就是 他为了磨练而参加的 江许许原本觉得自己形式挺任性的 但是看到商路的表现后 他觉得自己也就 还好 想了想 他没有直接接商路的话 却是说出了和商路一样 叫所有人猛逼的话 我也建议节目组 别让薛依宁参与接下来的录制 不只是因为 这人背负了五条鲜活的人命 更因为他身上的杀孽形成的血气 在阴邪重的地方容易引来凶煞 江许许说这话的时候 视线还若有似无地扫向一旁的周和和 如果说这群人里 有谁可能愿意听他建议 但也只有先前 对他有所幸福的周和和了 周和和这会儿抓着脑袋 简直要抓狂了 他不敢置信 江大师怎么也跟着附和上了 难道这个薛依宁真的有问题 可是 现在把人踢出录制 这绝对会成为整个综艺史上最大的笑话 节目开播不到五分钟 就面临不得不暂时关闭的重大事故 可他心里十分确定江许许的本事 他说薛依宁不适合参与接下来的录制 或许是真的不适合 这么想着 他下意识看向一旁的节目总导演 陈导 对上周和和的视线 陈导脸色一下子就沉了下来 眼神里带着狠狠的警告 那眼神不言而明 给我闭嘴 想都别想 陈导绝不允许自己的履历上 出现这样的败笔 周和和顿时朝江许许 投去一个无奈的眼神 江许许就明白了节目组的意思 倒是可以在节目里 直接爆出薛依宁是杀人凶手的事实 但 他们没有证据 哪怕这是以玄学为噱头的综艺 节目组的限制也很多 总不能现场请出英灵指人凶手 那只会让网友陷入无端的恐慌 节目也只能彻底关停 还是得先走完这一期的录制 江许许心下有了决断 但脸上全程没有太多的情绪变化 或许也正是因为他这种冷淡的态度 让直播间网友忍不住更加愤怒 装腔作势 两个素人连起手来欺负一个艺人 他们怎么想的 这位姐我知道 这可是她的出道首秀啊 我现在才明白 这剧本应该是为她准备的 真棒 开播话题度 这就来了 但节目组吃相 未免太难看了 究竟是谁在捧这位天选之女 说出来看我不打死她 气死我了 两个欺负一个 我们一宁究竟哪得罪他们了 已经不想看到这个江许许了 能让她退出吗 这边也建议节目组 别让这个江许许同学 参与接下来的录制呢 学霸就好好待在自己的领域不好吗 非要来娱乐圈掺和一脚 因为江许许那句话 屏幕里这会儿 除了对商路的不满 还有对江许许满屏的嘲讽 和阴阳怪气 而镜头里 如果不是强烈控制了自己在镜头前的表情 他这会儿已经忍不住露出慌乱了 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 难道说 他们已经知道自己做了什么 不可能 他不相信 这种事 怎么可能看得出来 一定是唬他的 剧本 是节目组的剧本 和嘉宾不同 周和和这边一直实时监控着弹幕情况 此时看到网上对江许许的各种嘲讽 只觉得浑身汗都下来了 不能再让网友这么骂下去了 古金默呢 他还没到吗 快让金默出场 周和和对着尔麦着急的追问 眼下 他只能指望这位爷的人气转移一下观众的注意了 似乎是感受到周和和的急切 尔麦那头 不仅不慢地传出一道低沉而好听的嗓音 随意中透着些许漫不经心 却不容忽视 到了 第103章 故金默出场 随着话音落下 就见不远处开来一辆商务车 一条大长腿自车内伸出 动作随意间却已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原本还在嘲讽江许许的弹幕 瞬间化作了满屏的尖叫 啊呀 金金 哥哥终于来了 我终于等到你了 这期节目这才是正式开始 前面的不算 我金哥就是绝对的C位 在座都是地点 伴随着满屏啊啊的弹幕 故金默缓缓走下车 行指间满是贵公子的气度 偏他姿态随意 带着一股漫不经心的帅气 看到专属于他的摄影师来到跟前 嘴角当即倾起淡淡的笑意 微微抬手 冲着镜头随意地打了个招呼 嗨 弹幕再次刷刷刷倒下一大片 嗷死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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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金宝贝妈妈爱你 天不生我莫金金 华鱼万古长如叶 而就在这满屏的彩虹屁中 顾金默自顾自走到五人跟前 一双心眸悠悠 自面前五人扫过 最后熟悉地落在了薛依宁身上 嘴角四情起一抹似笑非笑 下一秒 却是扭头冲着节目组的工作人员这边 张口便道 导演 我可以要求将薛依宁 踢出本期的综艺录制吗 周和和 陈导 让他们死吧 这祖宗又来凑什么热闹 直播间的弹幕又是一瞬的停止 紧接着再次飞快滑动 九明 为什么连顾金默也要求把薛依宁 踢出节目组 这个薛依宁究竟做了什么 这剧本实锤了 连金金都这么说 所以薛依宁究竟做了什么 求求节目组别再卖关子 满屏的好奇和不解 比起先前对江许许和商路的嘲讽谩骂 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哪怕偶有几个黑子蹦打着想要跟着嘲讽骂顾金默 也几乎是瞬间被满屏的询问津津的弹幕淹没 这就是顶流的魅力吗 而这边 因为顾金默是冲着陈导这边开的口 本来在幕后的陈导也被迫站了出来 却是面无表情地反问他 为什么 给我一个理由 就听顾金默懒洋洋一指薛依宁 难道你们都看不到他身后的东西吗 一句话 再次把所有人说得浑身发毛 一件事 当第一个人说起 大家或许不会当一回事 当第二个人说起 大家心里或许有疑问 但还是会坚持几件 但当第三个人同样说话 所有人都妈了 然后开始相信 看来问题就是出在了薛依宁身上 直播间内 一众网友也终于后知后觉地意识到 这是个玄学直播间 所以 薛依宁的背后 究竟有什么 而就在所有人摒弃宁神紧张不已的时候 就见顾金默一脸严肃 指着薛依宁身后的应援房车 与其认真中带着几分傲气 今天第一天录节目 他那么大个应援车摆在那里 是想把我们所有人都压一头吗 怎么 显得咖位比我还大 我强烈要求节目组 把他提出本期节目录制 顾金默这话一出 所有人这才恍惚注意到 薛依宁鞋背后不远处立着的应援房车 一众网友跟旁边工作人员更是一脸猛 随之而来的 却是大大的无语和哭笑不得 虽然顾金默是素着脸说出的这话 但只要是个人 都能听出他话里的玩笑意图 原本诡异阴森的气氛 也瞬间仿佛被他一句话打散 连带着原先商路和江许许 对薛依宁的针对 都瞬间附和成了一场玩笑 作为童在娱乐圈内 且小友情商的周茶茶 几乎是第一个get到顾金默的意图 瞬间也摆出一副气呼呼的样子 没错 强烈谴责依宁这种 抛弃团队独自出风头的行为 我们要把你踢出这期节目 你下期再来吧 一旁的林真真虽然慢了半拍 但也很快反应过来 装模作样跟薛依宁拉开距离 故作针对道 没错 我也拒绝和你一起录制节目 因为你不只有应援房车 你还长得比我帅 剩余嘉宾一人一句 薛依宁在短暂的正论后 也顿时苦笑着求饶 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我不该当那个闲眼包 说着不忘自我调侃一句 这不是想着我一个小透明 跟几位一起上节目 他被荡成了真透明 才弄了个大车对在这里 也好叫大家一眼就能看到我 话到这里 几个嘉宾之间原本剑拔弩张的氛围 几乎瞬间消散 直播间的网友也仿若瞬间松了口气 我擦擦擦擦 早说是因为应援车呀 一直说背后有东西 真把我吓得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节目组你是懂得导视的 虽然但是 我觉得金晶这是在故意帮着那两人遮掩 前面那两个瞧着 可一点都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 你说呢 让你看出是开玩笑 就不好笑了 周和和这边一直监控着弹幕 剑状忙不迭吩咐水军控屏 好歹先把刚才商路和江大师那一趴给带过去 摄影师也适时将镜头重点切到顾金默这边 再回过头来时 周和和简直想给顾金默感激地跪下了 这祖宗虽说是多 但有事他是真伤 周和和无比庆幸自己当初卖了人情 把这位挖过来 毕竟人家虽然看着高冷又傲娇 但同时也是圈内默认的高情商 这不 两句话就把他们节目的事故给带过去了 至于顾金默怎么知道要救场 纳斯肯定是在路上就在直播间围观了 这边气氛随着薛依宁和周茶茶几人的来回调侃 终于把原来的话题给带了过去 商路脸色却并未缓和 刚要开口再说点什么 就见旁边的江许许已经不动声色地挡在他侧前方 禁止打断他 随后扭头 看向薛依宁时 微微一笑 依宁老师别生气 接下来的录制 还请你多多指教 说着朝对方伸出手去 薛依宁看着他朝自己伸出的手愣了一愣 对上江许许那澄澈的好像看透一切的目光 心下虽然有些不安的感觉 但还是大方帝伸手与他相握 多多指教 江许许握着对方那冰冷的手心 微微用力 只一瞬又很快收回手 正要退到一旁 却见旁边忽然又伸来了一只手 第104章 节目三天两夜 分组 那首古节分明 用粉丝的话来说 是一只很适合用来弹钢琴的手 江许许抬头 就对上顾金默的视线 他心眸如灿 看人时自带专注 显得平易近人 多多指教 江许许顺势伸手 两只手一触即离 旁边的周茶茶 注意到这边的动作 好奇地扎唬 怎么突然开始握起手了我 我也要握 说着 一只手就很干脆地 拉住江许许的手 还顺势晃了晃 我是周茶茶 你是江许许吧 我们两个名字 正好都是ABB组合 以后我就叫你许许吧 江许许对于这样的热情并不讨厌 和对方握过手 旁边的林真真又凑了过来 却不是冲着江许许 而是冲着周茶茶 我也是ABB组合的 真巧 我是林真真 周茶茶看向林真真 问他 你真名就叫林真真吗 林真真憨憨憨一笑 我本名谢真 林真真是我的网名 哦 这样啊 周茶茶朝他笑笑 又转向一旁的商路 那你呢 商路还在刚才的情绪中 脸上有些凝重 虽然不甘心 但也知道 现在是在节目录制中 脸了脸心神 他转向周茶茶 自我介绍 我是清风关郑山派 第一十九任弟子商路 道号清晨 众人 直播间前的观众 这位师兄看起来 很像那种老古板 楼上的 把象字去掉 这绝对 就是个古板 居然真的是个正统道士 我以为他微博里的 介绍是瞎写的 名人不说暗话 这位师兄有点帅 呵呵 再帅他也是个道士 不会吧 不会还有人以为 这年头的道士 跟和尚一样吧 有一说一 另一个小姐姐好好看 他怎么不自我介绍 茶茶不都说了吗 脚僵许 海市高考状元 道教学院亲自选录的 天选之女 嗯 还有呢 没了 哈哈哈哈 这边各自认识着 节目组的主持人 终于走了出来 大家好 我是灵感 节目组的主持人邹南北 接下来 我将带领几位 一起进入我们 为期三天两夜的 节目录制 本次录制 全程以直播方式进行 待进入任务地点后 我们将给每位成员 开放单独的直播间 现在直播间前的观众 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 选择观看 那么接下来 请大家跟我一起 前往我们本期的任务地点 随着主持人话音落下 六人各自带上行李箱 往前走 这里是位处老城区 与郊区接轨的位置 在过去 也是一些大户人家 落脚的所在 故而放眼望去 能看到好些 私人建筑的别墅院落 而他们此次前往的 是这一片有名的 一间英宅 也就是那一次 周和和前去现场 看过的那一间 宅子是中式带院子的 二层小楼 尽管建筑风格不算老旧 但单从外表 可以看得出 宅子许久不曾住人 整个宅院从外看去 都透着一股斑驳灰败之感 现在 我们看到的这个宅子 是二十年前 一位富商建造的别居 但宅子自建成后 到现在前后 已经经历过五任屋主 据说前面每一任屋主 在入住后 都多多少少会遭遇一些意外事故 住在屋子里的人 或死或伤 主持人说到这里 故意压低了声音 努力营造一种神秘的氛围 本期节目嘉宾的任务 就是在这个宅子里 住上三天两晚 同时通过分组的形式 找出这个宅子里发生的故事 每一期完成任务的嘉宾 将会有积分积累 和额外的奖励 主持人说完 果然看到嘉宾脸上 露出纠结的表情 其中以周查查表情最为丰富 你说这屋子好久没人住 打扫过了吗 这房子外面看上去好像人啊 林真真也露出忐忑的表情 住三天两晚的意思是 我们只能在宅子里活动 不能出去吗 薛依宁 这个宅子看起来有点大 除了我们还会有其他人一起住吗 故今末 分组有什么要求 嘉宾一人一聚 主持人一一解答 大家放心 房子已经基本打扫过 不会让大家枕着蜘蛛网睡觉的 另外 任务期间可以出门 但天黑前必须回到屋子里 宅子是单独为你们准备的 期间工作人员会进入 但不会跟大家住在一起 至于分组 要求是两人一组 分成三组 允许自由组队 主持人说完 旁边一直没有出生的商路 便站了出来 主动道 我和薛依宁一组 所有人都下意识看向商路 虽然之前的事故被圆了过去 但在场人心里都清楚 分明之前是他第一个表示 不愿意跟薛依宁一起录制节目 现在却主动要求 跟人家分道一组 要说没点心思 所有人都不信 这位哥之前不是说不跟宁宁一起录制吗 怎么现在改口改这么快了 之前那么说 不是为了节目效果吗 现在肯定也是 屁的节目效果 眼睛没瞎都看出来 那是顾金墨为了救场故意说的 哇 所以师兄真的跟薛依宁有仇吗 求克代表分享一下这个瓜 什么瓜 没有瓜 就是新人为了话题 故意制造矛盾 综艺老套路了 直播间都在好奇 商路前后的态度变化 但姜许许却很清楚 商路主动提出跟薛依宁一组 是为了监视他 这样也好 至少保证 这人在节目里 不会出现状况 薛依宁听到商路主动开口 跟他同组愣了下 毕竟这人似乎真的看到了一些什么 薛依宁本能不想要跟他同组 可当这镜头的面 如果拒绝 难免会有网友 说他记仇之类的 薛依宁只能笑着表示好 见大家包括薛依宁本人都不反对 一旁的周茶茶眼珠一转 忽然举手 我 按正常逻辑 我应该跟许许一组 可是这个节目后期探索的话 我们两个女孩子比较吃亏 所谓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那我就跟顾金默一组好了 周茶茶笑嘻嘻说着 就镜子往顾金默身边凑了过去 到这会儿 众人已经察觉出他的意图 但偏偏人家 就是笑呵呵地 明确把自己的目的说了出来 想要说他耍心机都不好说 毕竟周茶茶之所以有周茶茶这个外号 是因为人家身上真的有这个属性 但和别的茶不一样的是 周茶茶的茶一向摆在名处 就像现在 他直接说了出来 自然也不会有人故意跟他争 那么剩下的就是江许许和林真真一组了 就在观众以为 这分组就要这么定下的时候 却听江许许突然出声 我和林真真不能在一组 第105章 住进坟墓里了 江许许的声音不大 却足以叫在场的人听得一清二楚 周茶茶眼眸微微瞪大 似是不相信他会反对这样的分配 明明他都先说了呀 为什么啊 周茶茶绝了绝嘴 有些不高兴地看向江许许 眼眸中带着审视 像是想看看 对方是不是也跟自己抱有同样的目的 他来参加这档综艺 完全就是冲着顾金墨来的呀 直播间内 周茶茶的粉丝看到自家正主绝嘴 顿时纷纷声讨起江许许 不是 江许许凭什么反对啊 我看出来了 人家也想跟顾金墨一组呢 不得不说 真会挑啊 楼上倒也不用这么阴阳怪气 顾金墨和林真真站在一起 你们不挑顾 说的跟选飞似的 如果现在是选CP 那肯定是挑顾金墨 但现在是陆综艺啊 跟顾金墨一组 代表更多的关注和流量 傻子都知道怎么选 哦 我们真真被嫌弃太可怜了 这个江许许目的性太强 真不喜欢他 能不能让他滚出节目组 周茶茶目的性不强 为什么只说一个不说另一个 那当然是因为咖位不一样 直播间弹幕开始吵吵起来 但这些并不妨碍镜头前的嘉宾们 将许许面对周茶茶眼前四称怪 又四不满的追问 直到 因为节目组的配置不允许 轻烈平淡的一句话 不带半分情绪 不紧不慢的解释 节目组六个嘉宾 其中我 商路 林真真 都是对玄学有基础认知的人 节目定位玄学探险 不管是节目设计 还是非人为 后期肯定会设计一些玄学相关知识 我们三个的存在 就是为了保证节目组 不脱离这个主题范畴 所以 节目组的两人分组 心速搭配 才是最合理的 江许许说的客观清晰 不带半点个人喜恶 但周茶茶依旧拧着小眉 一副你没说服我的样子 江许许面色不改 只问他 我就问一句 如果你和顾金默分道一组 你可以确保 之后遇到需要玄学知识解答的情况时 你们可以完成吗 直播间弹幕 原本针对江许许的话后 瞬间消散了不少 我听明白了 两个麻瓜在一起是没有幸福的 你说一句麻瓜我就听懂了 我之前就觉得节目组这个配置奇怪 没想到 居然还有这层理由 不愧是学霸总结 不对 这位姐不是还没入学吗 她确定 她能代表玄学分类 楼上的 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学霸 他们卷起来不是人 学霸威武 不是 这就学霸了 你们对学霸的标准 未免也太低了 弹幕里 步伐还有想要诋毁江许许的 但很快 又被其他弹幕给压了下去 直播间前 江城看着那些被压下去的黑子水军 暗骂一声没用 而这边 周茶茶在听到江许许的解释后 总算露出了然的神色 了然之余 又有些不甘 但当着镜头 还是不能表现得太过明显 只能表现出一副 我听懂了 只能和顾金莫你无缘的样子 然后 默默地走到林真真旁边 正伸手 准备接纳周茶茶 重新回来 和自己一组的江许许 她是不是忘了 她还可以选择跟自己一组 周茶茶虽然外号周茶茶 但从她面向看 她本质单纯 比起关蕊蕊那种 无时无刻带着攻击性的茶 可以说是十分清新 江许许并不排斥和她一组 但显然 不止周茶茶忘了 还有这个选项 顾金莫似乎也忘了 见周茶茶自动跟林真真一组 她便也自觉跟江许许成了一组 直播间的弹幕 忍不住笑了 哈哈 看到江许许那被无视的手 我疯狂笑死 谁说这小姐姐 是冲着顾金莫去的 人家分明是冲着周茶茶去的 小姐姐那一瞬尴尬的小眼神 我可以回看一百遍 没想到 居然是这样的小姐姐 女孩子其实更喜欢和女孩子贴贴 我们才不搞什么辞尽 江许许不知道 直播间的弹幕在疯狂吐槽 见大家都默认了分组 也不再多说 六人进入宅子 里头果然和工作人员说的 已经有了简单的打扫 如果不是屋内有些昏暗的视野 这房子可以说得上装修精美 而现在 几人站在屋内 可以明显看到 房子东窗的位置 被一株大树折挡 鼻子感 商路走在前方 只浅浅环视一眼 就微微拧眉 大幕遮阳 屋中只有潮汐的方向并无遮挡 房子整体像阴 加上屋门院外栽着的两株柏树 这里的风水有问题 作为清风观大师兄 商路说起风水来 显然十分专业 颇有些大师的风采 周茶茶不懂就问 柏树怎么了吗 商路道 柏树 有坟头树之称 你觉得在门左右栽两棵柏树 那这房子像什么 周茶茶脸茫然 显然他对于玄学一类 是真的半点不懂 像什么 像坟墓 一旁的顾金墨突然接化 一双新眸悠悠转过屋内 国人装修很少用拱门造型 因为有说法是拱门和木门相似 部分地区甚至有专门的忌讳 这屋子说是中式建筑 但却很喜欢用拱门造型 伴着顾金墨的解释 其他几人包括直播间的观众 这才发现 屋子里的拱门造型确实不少 除了楼梯口的这处 连窗户 厕所门几乎都是用的拱门造型 原本觉得这屋子 设计精美的观众 顿时有种背脊发毛的感觉 金金这么一说 还真是 不愧是哥哥 居然懂得这么多 一看哥哥就是做过功课的 不像其他人 天啊 我已经开始起鸡皮疙瘩了 这房子好不对劲啊 等一下 如果按金金这个解释 那他们现在岂不是住进了新号新号 后面两个字 网友不敢打出来 但包括直播间网友和在场的嘉宾 都明白的意识到 他们这是住进坟墓里了 第106章 六个保命锦囊 几乎是在顾金默说完拱门造型代表的是什么后 网上话题就已经冲上了热搜 灵感 开播 嘉宾集体住坟墓 而在这一条热搜的前一条 则是灵感开播事故 全体嘉宾喊话将他踢出节目组 两条热搜瞬间把灵感 这档综艺的开播热度拿捏得死死的 周和和看着网上的热搜 以及直播间直冲百万的在线人数 本该高兴 因为这些都代表着灵感 这期节目的流量妥了 甚至顾金默提出的房子的问题 也在节目组一开始的考虑范围之内 这个房子 正是周和和上次来过并撞鬼的那一个 在诸多选的场地里 他是节目组最后勘察的 后面之所以选择以他作为灵感的第一期场地 也是因为这个房子的特殊化题度 这些都是周和和一开始想要的 可现在 他只觉得浑身发毛 其他工作人员觉得 这只是一次节目拍摄 但他却很清楚 这个房子是真的有问题 想到自己见到的 那双英智的鬼眼 周和和忍不住又使劲捏了捏自己身上的护身符 确定符好好放着 这才稍稍安心 那边 主持人又再次上前 接下来 请各位嘉宾按照两人一间挑选房间 每个房间里我们节目组都已经提前放好了摄像头 直播的摄像头会在每天早上八点开启 晚上九点关闭 各位不需要担心暴露隐私 邹南北笑说着 又招呼工作人员送上一个托盘 这里有六个锦囊 是节目组特意为嘉宾准备的保命锦囊 请各位嘉宾贴身放好 若在录制期间出现特殊情况 打开锦囊可获得一次帮助 说着 将六个锦囊分给六位嘉宾 薛依宁有些好奇 什么样的特殊情况可以打开 邹南北笑着道 这个需要 你们自己感觉哦 在此之前 请各位不要随意打开 锦囊一旦打开 立即失效 邹南北依赴你自己体会的表情 但其实他也不知道 什么样的情况 可以算是特殊情况 因为这个锦囊 是周制片临时非要加上的 为此还特别增加了一项预算 原本的剧本环节里没有这个 一旁的周茶茶和林珍珍原本已经准备打开锦囊看看了 乍一听邹南北那话又赶紧助手 生怕一次保命机会失效 将许许接过锦囊时便知道里头装的是什么了 那形状 明显是某人从他这里买的护身符 显然周和和也是担心 录制期间嘉宾出现意外 这符就算是给嘉宾的保命符 是真的保命符那种 将锦囊收好 六人又两人一组挑选了各自的房间 虽然将许许和周茶茶没能分到一组 但只有两个女生 两人自动分了同一个房间 剩下的商路和薛依宁一间 林珍珍和顾金墨一间 周茶茶进房间的时候 还装模作样的叹了口气 早知道我们最终要在一个房间 我就不折腾了 江许许没有说话 但内心十分赞同 可不是瞎折腾吗 两人各自整理起带来的行李 要说这种环节 女生的部分总是比男生的部分要好看 毕竟女生的行李箱 总能超乎观众的意料之外 江许许背对着房间的镜头 简单安置了一下行李 周茶茶本来还想给镜头展示 一下自己的 见状也不着急 干脆凑到江许许那边 许许 让我看看 你都带了什么行李 说着 一脑袋强行挤了过去 江许许身子一歪 行李箱的内部 瞬间一目了然 然后 周茶茶和直播间前的观众们 不约而同 露出了欧下化线下化线欧的表情 因为江许许打开的行李箱里 是五个用藏栏布袋 单独包裹着的布包 布包整整齐齐塞在行李箱里 乍一看 对强迫症患者十分友好 但也真的完全看不出 里头分别包着什么 你 这些里面都装了什么啊 周茶茶有些尴尬的追问 江许许便随手拿起 其中一个抽绳布包 打开 从里拿出一套 叠得整整齐齐的睡衣 如你所见 衣服 周茶茶指着另外几个布包 那几个也是衣服 是 江许许说着 却没有再拿出来展示的意思 周茶茶见她 完全没有继续 跟自己分享行李箱的意思 也不生气 拉着她给她展示自己的 你看我带的 这是我的护肤品包 我带了面膜 我们晚上可以一起敷面膜 这是我喜欢吃的零食 我习惯用的床单 我的衣服 还有两双鞋子 充电宝 粉丝送我的八卦小镜子 还有一袋糯米 周茶茶也不管江许许是不是感兴趣 拉着她 就是巴巴巴一通介绍 江许许可以感觉得出女孩子的热情 也明白 网上那些人为什么一边叫她茶茶 一边却对她骂不起来 因为这个女孩 她跟其他人很不一样 至少 和关蕊蕊不一样 江许许自己是有些冷情的性格 也不习惯招架旁人的热情 但她并不排斥 向她展示热情的人 江许许就站在旁边 认真看周茶茶一个个 给她介绍自己带的东西 嘴一脚微弯 啊 女孩子的友情锁死了 我永远会被女孩子的友情感动到 女孩子果然就在跟女孩子在一起 要什么自行车啊 我现在更想看他们分一组 啊呀 茶茶你怎么就没看见 许许朝你伸出的手 江许许这边 勉强称得上岁月静好 另外两个房间却是相对沉默 尤其是薛依宁和商路这边 薛依宁先是简单整理过行李 随后起身就要出门 商路几乎是瞬间放下手里的东西跟上 你去哪里 薛依宁扭头 一脸无奈 我只是去上个厕所 见商路盯着她 顿时又温柔地给她提醒 你不用这么紧张 你状态太紧绷的话 录不好节目的 商路知道对方是在变相提醒自己 现在还在录节目 但面上并没有放松多少 只是沉默着走回床边继续整理东西 薛依宁看着她 只是笑了笑 转身便进了旁边的卫生间 而就在房门关上的瞬间 青年原本脸上的温柔浅笑 瞬间消失无踪 取而代之的是 镜中那一脸的阴沉冷意 第107章 奇怪的邻居老太太 薛依宁脸色阴沉地 看着镜中的自己 心里想的 却是外面那个商路对自己的针对 尤其想到对方的身份 还有她先前说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话 也叫她心底没由来地 可那里明明什么都没有 你究竟看到了什么 薛依宁对着镜中长相秀敬好看的男人 低声轻男 很快 她重新对着镜子里的自己整理好表情 又重新恢复成温柔的模样 能参加这次综艺 是借着离家的关系 才得来的机会 她不能因为一两个无关紧要的人 影响自己的发挥 哪怕 灵感不能大火 也要借机搭上顾金墨周茶茶 甚至沉岛的线 她一定可以凭着这张脸 越来越火 想到这里 薛依宁嘴角勾起一抹志在必得的轻壶 随手打开水龙头洗了个手 正要离开 却不料转身的瞬间 眼角于光镜瞥见镜子里的自己背后 似有一道扭曲的身影 就像镜子里的某一块突然发生了变形 将它身后扭曲成了一个人形 薛依宁瞳孔末地一颤 猛地扭头看去 却见身后空无一物 再回过头来看向镜子 一切如常 大概是看错了 薛依宁如是想着 转身出了洗手间 入住宅子的第一天 节目组给出的任务相对简单 在这个宅子里做两顿饭 除草打扫 拜访周围的邻居 向他们介绍自己是房子的新住户 六人按照分组领取任务 江许许和顾金默因为不会做饭 被直接分配前去拜访邻居 因为拜访邻居需要带上礼物 江许许和顾金默又各自搜罗了节目组 放在每个嘉宾房间里的糖果点心 冲作礼物 走出宅子 两人先去了旁边相邻的两栋 中途摄影师想要拍摄两人走路的远景 走得稍远了些 顾金默随手关掉了自己身上的脉 江许许看着他的动作 想了想 也跟着关掉了自己身上的麦克风 确定两人这会儿说话不会被听见 江许许这才开口 谢谢你今天的救场 说的是 之前他和商路针对薛依宁那是 顾金默听到他的话 脑袋都不带动一动 自顾看着路旁的景色 从背后看 两人就是悠哉散步看景的状态 只是江许许依旧能听到顾金默的声音 和他在镜头前表现的大方圆滑不同 显得稍稍有些冷漠 这是我的工作 但我确实不喜欢 有人在我工作的时候给我添麻烦 言下之意 他们的行为确实给他增添了额外的麻烦 这也是顾金默不喜欢和素人合作的原因 形式只凭喜恶 多事还没有控场能力 甚至连基础的应变能力都没有 在镜头前时常能保持友好相处 但这会儿不在镜头前 顾金默自然是一副默哀老子的状态 江许许坚踏实这个态度 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不安或窘迫 就像是你跟人说对不起时 不能抢求对方说没关系 他道了谢 也不是为了强迫对方说一句不用谢 在他看来 顾金默态度虽然有些冷淡 但至少他没有恶意 这就够了 感受着远处靠近的摄影师的步伐 江许许只淡定接话 你说的没错 我也不喜欢 他也不喜欢 有人在他工作的时候给他添麻烦 尤其是当那个麻烦 不能当即处理掉的时候 顾金默文言微微拧眉 下意识偏了偏头 显然不确定 他说的不喜欢的麻烦里 指的是自己还是别人 正在这时 两位摄影师已经追了上来 镜头转过来时 顾金默已经瞬间调整了自己的表情 并打开身上的麦克风 两人同时停下脚步 站在了另一处别墅前 这片过去虽说是富人区 但现在居住的人伪实不多 江许许和顾金默连敲了两扇门 只有其中一户开了门 开门的还是一个负责维护房子的保姆 两人又顺着房子的前方走了两户 总算见到了人 听说是去那座鬼宅拍节目的 一家女主人 虽然基于顾金默的言有心想要多说两句 但显然还是有所顾忌 含糊其次地说了两句 有困难可以过来找他帮忙之类的 这一路走下来 整个别墅区给人的氛围都冷清的景 两个嘉宾之间也没有太多的互动 就让整个直播前的观众也觉得冷 我家哥哥 还是第一次碰到这么遇冷的情况 节目组不干人事 尽找这种阴间场地 经纪人也不干人事 竟给津津接这种奇奇怪怪的综艺 江徐徐也太无聊了 这要是周查查气氛 肯定不会这么冷 江徐徐要是跟你家哥哥聊上 指定会有人说他刻意包大腿 我觉得这样就挺好的 哥哥姐姐独美吧 这边直播间弹幕啰啰嗦嗦 就在某些观众觉得有些无聊的时候 突然一条弹幕猛地刷了出来 妈呀 刚刚扫过去的是什么鬼 一句话 瞬间把直播间前的观众整精神了 所有人纷纷定睛看向屏幕 摄影小哥显然也发现了问题 镜头一转 墨地就看到了不远处别墅花园里 站着的一个身材勾搂的老太太 而让所有观众感觉背脊发毛的是 那老太太就站在花园的荆棘从后 正用一种阴冷的眼神死死盯着这边 或者说是盯着镜头和手持镜头的人 妈呀 这老太太眼神太吓人了 这人一生不想站在那里 要不是天还没黑 我真以为自己见鬼了 就在直播间弹幕一片哇哇乱叫时 镜头前的老太太出声了 嘶哑的嗓音带着些许的刻薄 你们是哪来的 在那房子做什么 老太太的话里带着些庆声的口音 但勉强能辨认得出她说的是什么 摄影师只负责拍摄 此事件终于有人主动搭理 顾金默自然礼貌上前搭话 奶奶 我们是灵感节目组来这边拍摄节目的 这两天会住在那个房子里 顾金默笑起来的时候自带一股清静感 曾有网友说 他这张脸上到八十下到八岁都无法抵挡 但偏偏就在顾金默说完那话后 越南那头的老太太表情瞬间变得有些难看 下一秒 冲着顾金默和江许许 就是一通激励呱啦的怒骂 第108章 镇的翻译关呢 之所以说是怒骂 是因为老太太的表情明显带着激动和不满 但江许许和顾金默 一个海誓的一个金誓的 也着实听不懂 对方那一串话说了个什么 不止江许许和顾金默一头雾水 直播间前的观众也同样一头雾水 镇的翻译关呢 快出来 有没有语言科代表翻译一下老奶奶说了个啥 这听着像是沁省的老乡话 我一个沁省本地的居然也听不太懂 别催了别催了 再编了 翻译来了 你们一群刮娃子拍什么节目 谁让你们住进那房子里拍节目的 一群乌眼鸡玩意干什么随便跑进别人家里 镜头前顾金默因为老太太突然的发作 一时将在原地表情也难得尴尬 反倒江许许 哪怕对上老太太那浑浊的眼神实面上 依旧一派淡定 甚至还上前一步 奶奶 你认识那家人吗 老太太似是狠狠瞪了眼江许许 又冲两人说了两句 虽然依旧听不太清楚 但依稀是让他们赶紧走的意思 说完 像是不想再对上那黑洞洞的镜头 转身 摇摇晃晃回了屋内 老太太拒绝沟通 江许许两人自然不可能再追着上门打招呼 但今天这一任务 确实也因为老太太蒙上了些许阴影 顾金默许是第一次碰到 对他这么不礼貌的老太太 回去一路上的性质都不太高 以至于晚上吃饭时 林真真直接看出了不对劲 金哥 许许 你们出去的时候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顾金默没说话 江许许简单说了斜对面老太太的话 也是为了避免之后有人再遇上老太太被说 嘉宾们文言了然 但当着镜头的面 自然不可能私底下说邻居不对的话 毕竟镜头前有不少明星的死忠粉 他们有时候会因为自家偶像受了委屈 进而做出一些偏激的报复行为 比如 一些网友在网上发出自己不喜欢某明星如何如何的言论后 被粉丝追上门辱骂 甚至网爆 林真真问出口的时候 也察觉到自己不该这么当着镜头的面问出来 周茶茶眼珠子一转 直接转移了重点 这不应该啊 网上都说金默这张脸 上到八十岁 下到八岁通吃 谁看到都舍不得说重话 说着 还不忘煞有介事的补充 所以大家才推选 你们组去打招呼 江许许文言四世回想了一下 随后一本正经解释 老太太的年纪 应该已经过了八十 听内文言先是一静 下一秒 几人都扑翅笑出了声 周茶茶最是笑得还 这话没毛病 哈哈哈哈 林真真也笑 许许妹子 你是懂幽默的 连一旁的顾金默也露出了几分忍俊不惊 直播间弹幕也是一阵 哈哈哈哈 说的没错 不喜欢我们金哥 那肯定是因为老太太已经过了八十岁 哈哈哈哈 谁也不能否定我们金金的魅力 除非过了八十岁 看着听那几个嘉宾笑成一片 江许许直敏唇默默喝了一口茶 借着喝茶的动作 引下性谋里一点茫然 江许许 关那老太太念想活面上纹路 确实已经过了八十 不是很明白 你们大家的笑点在哪 她以为自己藏住了那点茫然 却不知她细微的眼神动作 早就被镜头捕捉得明明白白 直播间内不少因为她的颜值 对她多有关注 此时瞬间被她的小动作给戳中 连同她之前下意识 朝将周茶茶伸出的手 还有她喝茶 掩饰茫然的小动作 瞬间被网友截成动图 互相发了起来 直播间前 江怀笑着将网友制作的 动图表情包收藏保存 又大方帝给自家 不经常上网的老爸 也发了一份 隔壁书房 看到自家儿子 给自己发来的表情包 大江总挑眉 闪过一抹不屑 随手打开自己的相册 看到里面截图的 各种许许的直播间美照 这才重新关闭相册 重新点开 灵感 直播间继续观看 节目组嘉宾六人 在宅子里的第一晚 十分平静 连半点灵异的影子 都没见着 直播间弹幕第二天 都在嘻嘻哈哈说着 本来就不可能存在 灵异这样的话 周茶茶前一晚睡前 还有些紧张 今天一早起来 却精神满满 甚至还有些兴奋 我还是第一次 在这种宅子里睡觉 也没那么吓人吗 江许许跟他一起下楼 稍稍揉了揉眼 难得附和他 嗯 你只是背了半晚上的紧箍咒 哈哈哈哈 一旁的林真真 忍不住笑出了声 顿了顿 又朝周茶茶安慰道 其实你不用害怕 这房子确实风水不太对 但不至于有什么脏东西 毕竟 如果有什么危险 仙家肯定会第一时间告诉我 林真真 长得就是一脸憨厚像 以至于她说出这样自信的话 一般人都不会怀疑 那是假的 江许许指淡淡 朝对方看去一眼 视线在对方微弱的 几乎看不见的灵感停留一瞬 没有拆穿 仙家或许是有的 但她肯定没感应到过 周茶茶却是第一次 接触这方面的东西 文言瞪圆了眼 好奇询问 真的有仙家吗 他们长什么样子的 一般来说 一家只能供奉一位仙家 而且仙家的样子 普通人是看不见的 只有供奉仙家的人 才能跟仙家沟通 就譬如她 周茶茶一脸新奇的眨眨眼 却也没说幸与不幸 说话间 其他嘉宾也跟着下楼 在吃过早饭后 节目组又发布了今天的任务 关于这宅子背后的秘密 需要嘉宾分组 找寻相关的线索 其中一部分线索 节目组早在之前就已经放好 六人三组 在屋里仔细搜寻了一圈 确实发现了不少的线索 但这所谓的线索 也只是前几人屋主 在这房子里 遭遇的一些意外情况 比如做饭的时候 厨房的火 突然直接窜到屋顶 将做饭的阿嫂烧伤 再比如 屋里明明没有关任何的铃铛 却总能听到 类似风铃的声音 这些都是外界 或前任屋主 对外说的一些怪事 但显然 这些怪事 江徐徐点头 跟着顾金墨一起上楼 视线却在扫见楼梯墙挂着的 其中一张照片时 脚步墨地顿住 顾金墨见他盯着 其中一张照片看 以为他发现了线索 走近一看 却是一张孩子的旧照片 是发现什么了吗 顾金墨问 但心里其实并不抱太多希望 不想 却听江徐徐缓声道 这个孩子 和昨天见过的老太太 是清缘关系 第109章 完了 又失踪一个 一句话 仿若惊雷 顾金墨下意识回想起 昨天老太太的模样 愣了一下 清缘关系的意思 这是老太太的孙子 如果是老太太的孙子 照片为什么会挂在这个宅子里 反倒是老太太自己住在另一处宅子 不是孙子 应该只是侄孙 江徐徐对于面相并不十分擅长 能看到的东西有限 但哪怕是这样 也足以叫人扎舌了 你怎么知道 顾金墨看向江徐徐的眼神 有些复杂 看面相 江徐徐说完 见顾金墨看着他 便解释一下 人的面上有一道清缘线 是不是有清缘关系 是可以从面相上看出来的 厉害的相述师 甚至可以通过一个人的面相 看清一个人的过去和未来 江徐徐说得言之凿凿 直播间的观众却都听梦了 这话说的 我差点就信了 真有这么厉害的相述师吗 唬人的吧 估计节目组提前给透露的线索 都是剧本 清缘线在哪 我在照片上也没看出来啊 江徐徐难不成真的懂 听起来有点专业 果然能被道教学院选中的天选之女 直播间观众大部分表示不幸 然而不等他们争论出个结果 镜头内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江徐徐和顾金默顺着声音往下 就见商路沉着一张脸 跟着两名摄影师跑了上来 其中一名摄影师还有些着急 不等江徐徐这边询问 那边商路已经脸色凝重的开口 薛依宁不见了 江徐徐明显愣了一下 别人不知道 他却很清楚 商路一开始就是知道薛依宁的底细 才时刻盯着人的 可现在他人却不见了 而且是在脱离了摄影师的情况下 要么是薛依宁自己跑了 要么 顾金默视线转向那个 原本应该跟着薛依宁的摄影师 问 怎么回事 摄影师汗都下来了 我 我也不知道 薛老师说 要上洗手间 我们就在外头的走廊等他 结果 他进去了半个钟 一直没出来 我们就去敲 敲门 还是没人硬 我们怕他出事 找了钥匙开门 结果门打开 里头没人 另一边 听到动静的周茶茶和林真真也过来了 正好听到摄影师的话 会不会是他故意躲起来了 虽然他们这个节目 没有卧底剧本 但谁知道 节目组是不是故意搞事 安排薛依宁躲起来 摄影师摇了摇头 发现人失踪后 他第一时间就问了导演 结果导演也说 没这剧本 我们站着的那条走廊 是唯一的出入口 洗手间虽然有窗户 但成年男人过不去 人更像是 在洗手间里凭空消失的 江徐徐眼洁微动 一个人是不可能凭空消失的 除非是被什么非人为因素干预 据说越饿的饿人 越容易得到饿鬼的青睐 因为他们心中 都有着手染鲜血的恶念 远想着等他主动现身后 再直接解决掉 现在看来是来不及了 先分头去找吧 江徐徐说着 镜子抬腿便往楼下走 故经末见状也快不跟上 直播间前的观众 这会儿都炸锅了 不会吧 不会吧 是真的失踪吗 难道不是剧本吗 一宁千万不要有事啊 感觉大家脸上的凝重 都不像是演出来的呀 突然失踪 该不会真的有什么脏东西 姨姨 江徐徐去一宁失踪的洗手间干什么 所有人看着镜头前 江徐徐镜子走到薛一宁 先前失踪的洗手间 然而不等人反应 就见江徐徐快步走了过去 我上个洗手间 说吧 啪的一下关上了门 顾经末和旁边两个摄影师 都傻眼了 下意识想要阻拦 那洗手间 可是当才薛一宁失踪的地方 他 他就不怕的吗 顾经末虽然和江徐徐不熟 但也担心 他这样贸然待在洗手间内出事 尽管着急去找薛一宁 但他也做不到 丢下江徐徐独自离开 洗手间内 江徐徐丝毫没有理会外头人的纠结 关上房门的瞬间 他就将洗手间每个角落群寻一遍 虽然有些微弱 但确实有阴气残留 只是因为 屋子本身就笼罩在阴气之中 所以 这点淡淡的痕迹不易察觉 也难怪商路没发现 姓谋落在洗手间面前的镜子上 江徐徐从随身的包包中 掏出一张牵引符 只要在一人身上打上符文 驱动牵引符 便可瞬间牵制对方的行动 或指引到对方身边 昨天和薛一宁握手时 他就借着握手的机会 在他手心打下符文印记 原本是防着 他在录制期间作恶稿事 现在倒是刚刚好 直播间前 观众因为江徐徐突然进了洗手间这时 还有些不满 其中以薛一宁的粉丝犹慎 一宁这会儿都失踪了 这个女人还上什么厕所 气死我了 简直耽误人 一宁哥哥要是出事 我绝对要骂死他 女孩子突然想上厕所 不是正常的吗 有必要逮着他骂 再说 又不是他害薛一宁失踪的 问题是 他为什么非要在这种时候上厕所 确实急死个人 直播间吵得不可开交 而就在这时 原本已经失去江徐徐画面的直播间里 突然出现了一道声音 那声音低铃而诉众 带着一股出尘的浅音 人道虚静 日月并齐 令十几念 有恶相随 命我诉道 直播间众人先是一正 下一秒 不知是谁先发出的弹幕 这好像是我女儿徐徐的声音 她上洗手间 怎么没关卖 楼上那句 瞬间被一众弹幕锤爆 人明显就不是在洗手间里上厕所 而那边 陈导正焦头烂额 乍然听到江徐徐这一声骤音 心下一个机灵 忙不迭让工作人员去确认江徐徐的情况 负责江徐徐的摄影师接到命令 虽然有些莫名 还是走到洗手间前 轻轻敲门 江同学 洗手间内无人应答 顾金默察觉不对 也跟着快步走了过来 再次敲门 里头依旧没有半分声响 心头似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顾不得许多 顾金默再次让人拿来钥匙 打开门的瞬间 陈导差点疯了 江徐徐人呢 完了 这是又失踪一个 第110章 薛依宁杀人 另一边 薛依宁只觉得眼前一花 在一睁眼时 自己依旧站在洗手间内 可是洗手间的样子仿佛产生了颠倒 不论马桶摆台 全都左右颠倒 薛依宁以为自己眼花 可不管他怎么看 这洗手间都诡异的可怕 他害怕地打开洗手间的门 却发现走廊和整个屋子 同样产生了颠倒 更让他不安的是 那个讨人厌的商路 还有摄影师和工作人员都不见了 薛依宁着急地冲着麦克风喊叫 却始终没有人回答他 就在薛依宁心底的惊恐 快要到极致时 一个挂着工作牌的工作人员 快速朝他跑了过来 一宁哥 熟悉的嗓音 却是黎清源 薛依宁有些意外 他怎么会在这里 黎清源这才解释 因为昨天那两人针对你 我不放心 就假扮成工作人员留下来陪你 可是今天不知道怎么的 就莫名其妙地出现在这里 而且怎么都走不出去 一宁哥 这里究竟是哪里 为什么所有东西都是颠倒的 我们是在做梦吗 黎清源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紧紧扒着他不放 但薛依宁哪里知道 这里是哪里 两人尝试着想要离开这个宅子 却发现走出大门的瞬间 又回到了屋内 哪怕是从窗户跳出去 人也还是会回到屋里 就像鬼打墙一样 他们被这个宅子困在了里面 呜呜 这里究竟是什么鬼地方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呜呜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探索失败 黎清源终于忍受不住地哭了出来 若是换作平时 薛依宁肯定会温柔又耐心地哄他 可现在他同样陷在这诡异的宅子里 哪里还有心情哄女人 当下有些不耐烦的低吼 闭嘴 别吵了 被突然吼了一声的黎清源 显然愣了一下 似乎没想到薛依宁会这样跟他说话 薛依宁只得压下脾气哄他 圆圆别闹 我们现在要先想办法出去 黎清源虽然委屈 但也知道现在的情况 不是他哭闹就行的 只能催他 那你快想办法 我不要待在这里 薛依宁哪里有什么办法 他越是想不出办法 黎清源就越是急躁 我不管 如果不是为了你我 怎么会来这种鬼地方 你必须想办法带我离开 我要找我爸爸 薛依宁本就不安 听他这样指控 心底就像有股无名火窜起 忍不住伸手 便一巴掌扇了过去 给我闭嘴 啪的一声脆响 在空荡的宅子里回响 却像是放出了薛依宁内心的暴力 他恍惚间 好似听到耳边有人再对他说话 女人就是这么肤浅又烦人的存在 喜欢你的时候 假装轻声细语 脾气上头 对冲你大吼大叫 你不是早就想对他动手吗 动手吧 在这里没人会发现 你做了什么 你不用费心筹谋 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动手吧 那似乎带着蛊惑的话语 将薛依宁心底原本的三分杀意 放大到十分 他看向被他一巴掌扇倒在地的黎清源 眼睛迅速染上一抹星红 过去温柔的眉眼 此刻更染上了一股试杀的笑意 都该死 你们都该死 黎清源惊恐地看着眼前突然变得可怕的男人 不明白他怎么会露出这么害人的笑 心里的恐惧更是将他被打得愤怒掩盖过去 他下意识挪动身子 想要逃跑 他要跑 眼前这人根本不是他的一宁哥 黎清源这么想着 转身便要逃跑 却不想脚步刚刚迈出 头发就被人从后头狠狠揪住 黎清源整个人被狠狠甩在地上 还没等他适应身体的疼痛 就感觉自己身上一虫 扭头却见薛依宁整个人直接坐在了他的身上 下一秒 他的双手狠狠掐上他的脖梗 一 宁哥 黎清源双目圆瞪 不可置信中带着深深的恐惧与哀求 面前的男人却充耳不闻 双手愈发用力地掐住他的脖梗 眼底愈发心红一片 脸上却还挂着笑 你不是说喜欢我吗 我亲自送你上路 你该高兴 薛依宁看着身下女人几乎翻白的眼睛 心底的暴力因子似乎得到极大的满足 他笑着 加大了手上的力度 感受着掌心处脆弱的脖梗的跳动 他愈发兴奋 突然 那掐着黎清源脖梗的掌心呼地蹦出 一道白色的光芒 薛依宁动作一僵 还没来得及收手 下一秒 就感觉整个人被狠狠踹飞了出去 姜徐许整个人就好似凭空出现 性谋只匆匆扫过一眼周围的世界 便收回那踹出的长腿 转而去查看地上黎清源的情况 好在 人只是暂时昏迷 薛依宁好不容易从地上爬起来 冷固定看到突然出现的姜徐许 瞳孔一缩 下一秒 整个人快速恢复冷静 摆出一副着急的姿态 姜徐许 你来得正好 圆圆和我不知怎么被带到这个奇怪的地方 她刚刚莫名窒息 我正准备救她 姜徐许听着薛依宁的话 只冷冷起身 就那样看着她 生如冷泉 你不是要救她 你是要杀她 薛依宁面上错愕 你误会了 怨怨她 其实是我女朋友 我怎么可能杀她 你杀过的人还少吗 姜徐许声音淡漠 直接打碎薛依宁的伪装 性谋如冤 直直盯着她 薛依宁 你真的看不到你身后 那五个少女的冤魂吗 姜徐许的声音 清冷而淡漠 姜徐许的通过她胸前的麦克风 传递到直播间内 我曹操 这是姜徐许的麦吧 他人在哪里 她究竟在说什么 姜徐许找到薛依宁了 他们在哪 节目组人呢 告诉我 这是什么剧本 谁来告诉我 现在是怎么个情况 薛依宁在这个节目里 扮演的是杀人魔 这节目什么时候成狼人杀了 所以薛依宁身后的 是五个少女的冤魂 这剧本好刺激 莫名想到了 近期网上说的变态连环杀手 镜头前 陈导真的疯了 她双手抓着脑袋 整个人陷入一种抓狂的状态 薛依宁和姜徐许人呢 还没找到吗 麦克风接收距离就那么点 还不赶紧把人找出来 再听听姜徐许那话 陈导只想就地去世 这个姜徐许究竟在说什么 还有 她要怎么跟观众交代 她这个节目 特么就没有剧本啊 第111章 官方下场了 对面的薛依宁 在听清她的话时 只觉瞳孔剧阵 虽杰力强迫自己冷静 但声音里依旧泄露了些许的颤抖 什么 五个少女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姜徐许只是看着她 姓谋中是看透一切的成澈与深远最小的 应该只有16岁吧 你骗她交往 然后 把她杀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相貌 你的面相有轻微扭曲 应该是整过容 你用了你现在的样貌 欺骗那些女孩子 让她们为你付出身心 结果却转身 将她们无情杀害 是吗 哪怕是在控诉眼前杀人犯的罪行 她的声音依旧不虚不及 然而她每说一句 却让面前的薛依宁 眼底的猙獰和金句 多加一分 她想问她 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却害怕被人听到自己的秘密 只扬作恼怒不解 姜徐许 我自问没有得罪过你 为什么你要这样污蔑我 姜徐许面色未改 直到 你大可以不用这样伪装 你应该也发现了 这个地方隔绝了外界的讯号 外面的人听不到这里的声音 否则 你怎么敢在这里对她动手 姜徐许说着 性谋淡淡撇一眼地上的黎清源 薛依宁脸上肌肉一抽 而从姜徐许的角度 却明显能看到 聚集在她脸上的阴煞之气 越来越浓 那大概就是 被她身上的杀孽 吸引而来的凶煞 他们被常年困在这个宅子里 几年累月地 制造出了这个尽中的领域 在这个尽中世界 只要他们不主动现身 就没有人能找到他们的存在 这也是为什么 姜徐许住进宅子后 只能发现阴气 却没有发现浑煞的痕迹 而巧的是 因为薛依宁身上 沾染的血债孽力 不自觉吸引了这些凶煞 将她拉入属于他们的领域 而眼下 薛依宁显然已经被这些 汇聚到她身体的凶煞之气 开始影响 闭嘴 我没有 我怎么可能杀人 明明是她 不等她继续否认 姜徐许便干脆打断她的话 你没有杀人 那她脖子上的掐痕 是哪里来的 你身后那些女孩子 脖子上的掐痕 又是哪里来的 他们那么求你 求你放过他们 可你呢 你害死了他们 他们又做错了什么 姜徐许一字一句 直击薛依宁的神经 只见她眼底 再次浮起片片心红 耳边仿佛又能听见 妈妈的谩骂声 笑什么笑 你长得这么丑 笑起来更丑 以后都不许笑 你怎么会变得这么胖 本来就长得丑 现在还又丑又胖 不许吃了 以后都不许吃饭 你这个样子 哪里长得像我 你根本就不是我儿子 我知道了 我的孩子被人掉包了 都是因为你 如果不是你 长得这么难看 你爸爸就不会跟我离婚 都是你害的 桑门星 那声音说到最后 开始变得歇斯底里 而每一次妈妈那样 劫斯底里 他都只能缩在角落 任他打骂 他不知道 妈妈为什么会这样 但他记得了 因为他丑 妈妈才不喜欢他 不止妈妈不喜欢他 连学校里的同学 也不喜欢他 因为他丑 连他喜欢的女孩子 都羞辱他 为了变得好看 他偷了家里的钱 给自己做了整容手术 给自己改了名字 把自己变成了 那些女人们 最喜欢的样子 他甚至主动 站在了聚光灯下 就为了确认自己的脸 得到了大家的喜爱 果然 虽然他的唱跳能力 不如其他人 但他还是凭着 这张脸挺到了最后 甚至收获了不少的粉丝 可是 他还是不开心 因为那些女人 都太肤浅了 他们都只是 冲着他的脸 不管他为他们做了什么 他们都只会夸他 长得好看 真恶心啊 是他们自己说的 他们喜欢我 喜欢到愿意为我付出一切 他们都那么说了 那我就把他们的命 拿走 有问题吗 薛依宁的神志 被凶煞之气影响 连带着脸上 也露出些许的争鸣之色 我什么都没做 就那么招招手 他们就自己过来了 怪谁呢 只能怪他们自己 你说的那个16岁的女孩 也是他自己找上来的 我回家 他躲在我的床底下 偷偷用我用过的东西 他还以为我不知道 哼 我只是不想惊动人 你同情他 他就是个私生犯 我就随便哄了两句 他就以为 我真的愿意跟他交往 不过他确实让我省心 为了不让人 发现他溜进我家 一路避开了监控摄像头 我连销毁证据都不用 还有你面前这个 黎清源 他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明明知道 我被他的爱慕者针对 还是非要跟我在一起 完全不管我被人 针对报复 以为家里有点钱 就了不起吗 还想包养我 薛依宁喋喋不休 把曾经害过的人命 一一说了 却不知 此时的网络 因为他的话 薛依宁这说的是不是真的 为什么我听得那么像真的 傻不傻 这就是个综艺 肯定是剧本要求的 这不是玄学综艺吗 怎么变成剧本杀了 不得不说 薛依宁有那么点扮演 变态杀人狂的前置 有点吓人了 这真的只是剧本吗 节目组不出来解释一下吗 这到底是不是剧本 如果是剧本 为什么不把画面放出来 到现在为止 还是只能听到声音 人呢 直播间的弹幕不断刷着 甚至已经有人 把这段录音 单独发到了网上 灵感直播间的热度 几乎顶报热搜 更有人不断进入直播间 直播间在线人数 转眼直逼三百万 而在这一片混乱之中 有一个眼见的网友突然发现 进入直播间的某个官方号 有些眼熟 我靠啊 还是警局的官方号进来了 我没眼下 真的是官方号 还是认证过的 不会吧 官方都惊动了 所以薛依宁杀人 这是真的 第112章 你会代替他 成为那第6个被害人 灵感 薛依宁自曝 是少女连环杀人凶手 这一标题挂上热搜时 大部分网友都是猛的 甚至大部分人 都不知道薛依宁是谁 但这并不妨碍海市警方 看到这个热搜的时候 点了进去 因为少女连环杀人凶手 这是他们目前 在调查的重大案件 只是至今都没有线索 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员 看到这个热搜的一瞬间 反应甚至是愤怒的 不是因为找出了 所谓的杀人凶手 而是知道这是一档综艺节目 太过分了 我们警方不敢对外 披露太多情况 就怕引起民众恐慌 这些综艺明星 居然拿这件事 当做噱头玩剧本杀 旁边的一名警员 也跟着生气 现在这些综艺 为了搏热搜 真是毫无下限 两人一边骂着 还是动手点开了热搜 然后就听到了 网友陆平的对话 原本板着的脸 在听到薛依宁的字数时 脸色越来越沉 到最后 甚至是惊诧的 因为他们发现 薛依宁说的 那几个死者的身份特征 和他们发现的死者情况 几乎一模一样 但事实上 警方发布的信息 根本没有这么详细 难道他们的案件泄露了 可是 这不可能啊 因为这起案件的恶劣性 现在局里都成立了专案小组 所有案件都是受到保护的 既然不是案件泄露 那就 只剩下一个可能 只有凶手本人才知道 每个案件受害人的情况 想到这个可能 负责的专案组警员 只觉头皮一麻 下一瞬 就听他们的老大直接命令 小陈 立刻进入这个 灵感的直播间 跟踪具体情况 阿根 立即联络 灵感 节目组的负责人 确认情况 再看一眼 那直播间的在线人数 又沉声道 在联络平台那边 以涉及敏感话题为由 立刻关闭直播间 另外几个问清楚 这个节目组的拍摄地点 现在跟我过去 于是 这便有了先前网友看到的 官方号下场的消息 而此时的江许许 也不知道远在城市的另一头 已经有一行训练有素的警员 开始行动 镜中领域里 薛依宁在将所有的事情 都抖搂干净后 那双眼便死死盯住了 面前的江许许 如果你没有出现 黎清元会第六个 但现在 你会代替他 成为那第六个被害人 怪只怪你 非要盯着我不放 江许许面对男人 眼底毫不掩饰的杀意 脸上却没有露出半分惊论 眼前的人虽然可怕 但更可怕的东西 他也见过 有件事忘了告诉你 这个宅子里的凶煞 虽然被你的恶念吸引聚集而来 但同样的 这样的凶煞怨念 也会滋养鬼物的力量 江许许说得平静 那双瞪静如鸢的毛子 再次看向他的身后 薛依宁还没反应过来 他说的话里的意思 就已经感觉到 周身莫名袭来的冷意 那是一种 从骨头里钻出的阴冷感 他下意识打了个哆嗦 看向江许许 欣红的眼里 带了嘶嘶恐惧 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 你别想吓唬我 你 嗯 薛依宁话未说完 便感觉有一双冰凉的手 爬上了他的后脖梗 而后 在他没来得及反应时 猛地从后掐上他的脖梗 紧接着 是第二双 第三双 第四双 第五双 五个星魂 此时在宅子的阴气影响下 终于显出了身形 而他们 在察觉到 自己终于可以触碰仇人的瞬间 便毫不犹豫地选择 掐住对方的喉咙 就是这个人 就是他 杀了他们 他们要报仇 薛依宁感觉自己的脖子 像是被无数只手紧紧扼住 他拼命挣扎着想要挣脱 那些冰冷僵硬的手 却依旧死死潜住他的喉咙 他死死瞪大了双眼 朝着江许许伸手 试图向他求救 江许许却只是站在原地 他就那样看着他 被五个女鬼齐齐掐住了脖子 那凝聚在他脸上的凶煞之气 越来越深 眼眸微脸 他没有迟疑 垂手掏出一张黄符 瞬间抛出 天到清明 地到安宁 人到虚静 三才一锁 乾坤归一 玻璃碎裂的声音 紧接着 眼前终于有了画面 似是黑屏一闪 紧接着 将许许和薛依宁的身形 终于出现在镜头前 两人站在昏暗的长廊镜头 没等众人发出感慨 就见阴影里的薛依宁 整个人仿佛像是被什么东西 扼住了喉咙一般 整张脸猙獰而恐怖 而更恐惧的是 众人感觉眼前的阴影里 似乎多出了五道娇小的身影 他们围站在薛依宁身边 五个人 五双手 从薛依宁的四面八方 紧紧掐住了他的脖子 这一恐怖又震撼的场景 让直播间的观众 毛骨悚然的瞬间 又差点以为自己眼下 惊恐的弹幕刚刚发出 然而还没等其他弹幕大军跟上 就见直播间陷入一片黑暗 下一秒 官方的进播 警告弹出 直接打在了直播间的屏幕前 百万网友还没来得及 针对刚才那一幕发出惊呼 所有人已经被纷纷弹出了直播间 灵感 直播间关闭了 百万网友愤怒了 节目正到精彩瞬间 你给我关闭了 一时间 愤怒的网友齐刷刷涌入 灵感的官方微博号和视频号 纷纷在官方号下 表达自己的不满与愤怒 老子裤子都脱了你 居然把我踢出来了 节目组还能不能行 薛依宁到底怎么样了 节目组快出来 告诉我们薛依宁怎么样了 你们究竟对薛依宁做了什么 究竟是剧本杀还是真的 节目组倒是给个话 这一刻 不管是谁家的粉丝 他们都不追星了 他们只想吃真瓜 官方号一分钟内 被蜂拥而来的网友 弄得险些系统故障 却不知那头 灵感 节目组 陈导已经陷入癫狂状态 在直播间被禁掉的瞬间 他就知道 他这个节目算是彻底凉凉了 但哪怕节目黄了 嘉宾的事也不能不管 想到画面拍到的最后那幕 陈导只觉头皮发麻 不管不顾地带着人冲进宅子里 不管怎样 先救人 第113章 导道真玄学了 陈导带人冲进那宅子的时候 就见原本分散找人的嘉宾和摄影师 此时都聚集在了宅子的二楼处 每个人的视线都注视着前方 脸上带着明显的震惊 拨开人群往里看去 就见江许许 依旧是画面消失时站立的位置 而他对面 薛依宁躺在地上 苍白的脸上写满惊恐 此时正捂着脖子 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怎 怎么样了 陈导想问的是 人还活着吗 已经没事了 一旁的商路率先开了口 语气带着几分复杂之色 视线却是看向江许许 在他们赶到之前 又或者说 在江许许破开了境中领域 将人带出来的瞬间 他已经把那五个女鬼 连同那藏在宅子里的凶煞给收了 江许许一开始 就没打算让薛依宁 死在那五个女鬼手中 虽然常言都说 冤有头 债有主 可事实上 哪怕是为自己报仇 本身也有可能让自己背上孽债 那五个女孩子惨遭杀害 但本身没有沾染人命 只要加以引导轮回 完全能顺利投胎 但如果现在动手 杀死薛依宁 便是沾染了血债 不仅要遭受刑罚 哪怕顺利投胎 也会影响下辈子的运势 得不偿失 还是把人交给法律制裁吧 就算不判处死刑 被凶煞附身过 又有孽债缠身 下半辈子 哪怕在监狱里 也绝不会好过 这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陈导看向江许许 此时还有些不敢相信 薛依宁 他 他真的是 杀人犯 江许许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转身朝他点点头 又道 最好现在报个警 工作人员目瞪口呆 不敢相信 节目组找来的嘉宾之一 居然是个隐藏的杀人犯 还是连环杀人犯 这也太可怕了 这人居然还是偶像出身 谁能想到 有人会顶着这样一张脸去犯罪 我不对 江大师说了 他的脸好像是长大 所有人心底里 默默给江许许换了称呼 并且觉得这 没有丝毫毛病 哪怕没亲眼见到对方出手 但这位江同学 明显就很不一般 相较之下 周和和的反应 算是相对冷静得多 眼界有工作人员 拿出手机准备报警 周和和走出来道 不用了 警方那边已经联系过我 那边已经派人赶过来了 他说着 看向江许许的眼神 又敬佩又无奈 敬佩于这位的真本事 但无奈的是 他们节目 开播第一天 就闹出了这么大的事 还直接抓出了个连环杀人犯 这下子 就算有顾金莫在 灵感 节目组恐怕也要彻底凉凉了 在场所有人的心思各异 唯有江许许这个始作俑者 一派神色自然 不多时 专案组的警员感到 第一时间 就将还有些没缓过进来的薛依宁带走了 而作为揭发一切的江许许 警方巡礼 也是要带回去录口供的 江小姐 关于薛依宁杀人一事 还有麻烦 你跟我们回去录一个口供 方又南作为这次专案组的队长 此时也忍不住打量起眼前这个 不过刚刚十八的小姑娘 单看眼前人乖淡的模样 谁能想到 录音里冷声指出 薛依宁杀人凶手的人会是他 至于他话里说的什么面相 什么鬼魂 他是不幸的 比起那些神神叨叨的 方又南更偏向于对方学过某种心理催眠术 根据他多年的办案经验 这个江许许 大概是意外发现了薛依宁的真面目 更甚者他 其实是其中一个被害人的好朋友 得知好朋友被害后 决心为他报仇 所以借着综艺的机会 接近薛依宁 用催眠的方式 在所有人面前揭露他的真面目 方又南觉得自己猜测的 应该大差不差 当下看向江许许 眼神里又多了几分责备 责备他有了线索 没选择第一时间联系警方 反而自己独自去面对这么变态的罪犯 这万一中途出现问题 他或许连命都没了 方又南有心想要教育一下对方 就算是想为朋友报仇 也应该信任警方 让警方去找出凶手犯罪的证据 而不是自己冒险 方又南心里酝酿着 该怎么说 语气不能过于严厉 否则会吓坏人家小姑娘 但又不能不严厉 否则对方可能不把危险当回事 而就在他刚刚酝酿好 正准备开口时 就听对面 江许许再次开口 方警官 跟你回去路口供之前 我还想请警方帮忙 在这宅子里挖一具尸骨 方又南心里酝酿的那点情绪 在冷不丁听到他这话的瞬间 陡然没风一尘 而旁边的陈岛嘉宾 以及一众工作人员 更是猛地瞪大了眼看向江许许 这宅子里 有尸骨 这特么果然是个阴宅 商路是所有人中相对冷静的 听他开口的瞬间 忙不迭询问 你知道尸骨埋在哪里了 众人一听这话 又齐刷刷看向商路 眼神明显带着震惊 你也知道这宅子里有尸骨 陈岛这会儿 不知道该发疯 还是该激动 毕竟他接这个综艺的 很大一部分原因 也是想探寻一下玄学的存在 所以找的地方 都是冲着灵异来的谁能想到 节目第一期 他就搞到真的了 商路表情肃正 道 先前就说过 这个房子的布局类似阴宅 既然是阴宅 那就应该有墓主 只是他还没发现 墓主可能被埋葬的位置 商路在看向江徐许 眼神多了几分敬重 虽然之前就察觉 对方应该是和自己是同道中人 但没想到 对方的本事这么强 比他强 商路觉得自己 接下这个节目出来历练是正确的 而那边 方又南听江徐许 还有另一个嘉宾 都言之凿凿 这宅子里埋有尸骨 当下也没有不当回事 一个电话打回去 又叫了一队人过来 又问江徐许 你说的尸骨 知道大概位置吗 江徐许抿了抿唇 带着众人走下楼 然后 在楼梯旁边的位置 约莫宅子正中央的地方 向下一指 应该是在这 方又南本以为他说的 应该会是院子或者宅子周围 结果 居然是宅子的正中央的地下 他低头 看着那地上精美的大理石地砖 这地板 得用电钻才挖得开吧 第114章 被灌进水泥地里的棺果 哪怕江徐许刚刚帮助警方 逮住了薛依宁这个连环杀人凶手 方又南此时也觉得自己 有些不够谨慎了 仅仅因为一个小姑娘的一句话 就要花费大量精力 把房子地基挖开不成 而且 一旦动了地基 这房子也不能住了 房主能允许 许氏看出他的犹豫 一旁的周和和直接催促 江大师说 这底下有尸骨 这底下肯定有尸骨 警官 还是赶紧派人吧 方又南 江大师是什么封建迷信的称呼 这个节目组负责人 怕不是有些啥 他不信什么玄学灵异 但隐隐地 心里有个感觉 让他想要相信 这个叫做江徐许的小丫头 或许 他又是提前知晓了什么线索呢 就在方又南犹豫间 一旁的顾金默 突然也跟着开口 警官 请派人来吧 如果最终证明 那底下没有尸骨 所有造成的损失 我一力承担 顾金默这么说 倒不是因为自己钱多少的荒 只是他想要确定 江徐许是不是真的有不同于常人的本事 周和和听到这话 也立即表示自己 可以联系房主征求意见 房主那边 早在节目播出时就知道 这房子有问题 这会儿又听说这地底下 可能还埋着什么尸骨 当下没有犹豫 哇 赶紧哇 不找出那尸骨 那房子现在也是砸手里了 方又南得了房主的许可 当下也没了顾金 哇 于是一个小时后 一对警员连同电钻工具旗上 直接按照江徐许画出的范围 开始钻地 原本因为节目组拍摄中断 附近知晓节目拍摄地点的粉丝 都朝这边聚了过来 加上警方这动静 很快就有不少媒体人收到消息 感到很快 水泥底被钻开 警方按照江徐许的示意 起出了其中一整块的水泥 随后 竟真的在水泥中 凿出了一块小小的棺木 众人花费力气 好不容易将棺木连同水泥破开时 总算看到了棺木中的尸骨 一个小小的 差不多三岁孩童大小的孩童尸体 看到已经化成古的孩童尸体的瞬间 不少年轻的小警员 眼眶都红了 什么样的父母会把孩子的棺木 浇灌进水泥地里 哪怕有棺木 但是把尸体灌进水泥地里 这和打声装有什么区别 虽然是现代社会主义接班人 但网上也是听说过 打声装这类说法的 古时候动土时 担心破坏某一地的风水 亦或是动工时 频繁出现意外 会选择用小孩生脏 以做阵邪之用 单看棺果中孩子的尸骨 虽然无法判断 孩子是死前还是死后 被浇灌进水泥之中的 但哪怕不是蓄意谋杀 这也涉及毁坏尸体的罪名了 这事必须严查 住在斜对面别墅里的那位老太太 应该和这孩子是亲属关系 如果要调查 或许可以从那位老太太查起 江许许又突然抛出一个新的线索 这回方又难没有犹豫 直接让人将江许许说的 那位老太太带了过来 宅子的外围 已经直接围上了警戒线 所有闻讯而来的吃瓜群众 都被挡在了外面 却始终看不到宅子里的情况 直到警员将老太太带过来 有之前追看直播的观众一眼认出 这不是之前那个 超过80岁的下人老太太吗 这话一出 当即就有不少人认出了对方 哪怕不认识的 也立刻从网上找到了 相关的节目截屏照片 于是又有人从之前 江许许说的线索进行联系 江许许之前说 老太太可能跟宅子里 照片中的小孩有亲缘关系 所以老太太和宅子这边 出的事也有关系 而外界的诸多猜测 江许许和其他相关人员 都已无暇顾及 老太太在看到宅子中央 被挖开的大洞 以及旁边那具 被起出来的小孩尸骨的瞬间 几乎是脚下一软 整个人瘫坐在地上 一脸的惊恐 下一秒 却是冲着屋里的众人 一脸惊怒的破口大骂 骂的依旧是乡下方言 但隐约有几句 众人依旧能听得出来 天杀的 你们要遭报应 方又男看到对方这个态度 当下确信 对方是知情人员 顿时冷立了脸色 喝住老太太 老太太 现在涉及一条人命 你最好老实交代 你和这个孩子 究竟是什么关系 方又男常年和罪犯打交道 周身气势不同于常人 哪怕老太太格外难缠 也很快松了口 官国里的小孩 正是江许许看到的 那张照片里的孩子 老太太要按关系 算是孩子的姨姥姥 孩子是一位信送的有钱老爷 养在外头的小老婆 生下的私生子 小老婆当初因为难缠而死 宋老爷联系这个病弱的私生子 又怕带回家后 被家里的妻子虐待 于是赤巨资给这孩子 专门建了这座宅子 却不曾想 房子刚刚准备动工 这孩子就因为疾病去世 宋老爷心中悲痛 干脆找来大师改了房子的设计 直接将孩子的棺木葬在地下 然后将整个房子 建成了一个阴宅 他本意是想把这房子 当做孩子的木屋 谁承想家里出了意外 宋老爷匆忙带家里人去了国外 国内的房子则是托付给了亲戚 不想却被亲戚直接卖掉换了钱 结果就如节目组最开始说的 之后购买的几人买主 在住进宅子后 无意例外地遭受了一些事故意外 或死或伤 这宅子也成了附近的鬼宅 屋主先前联系节目组 也是想看看节目组这边 有没有办法解决这宅子的问题 老太太交代完一切后 脸上在不负先前的尖锐 哭着直喊 孩子可怜 死了都不能安息云云 让警方赶紧把人葬回地下去 这也难怪之后 住进宅子里的人家 会被这样那样的折腾 这宅子本来就是给这孩子的呀 虽说不把孩子葬进墓地 反而像古代皇帝似的 专门建个房子给鬼住 这种事 他也是第一次听说 但仔细想想又似乎没毛病 这么想着 再看看那被挖出来的海谷 周和和都觉得有些歉疚 正要开口 却见旁边从刚才起 一直没有出生的江徐徐 忽然走了出来 那清零零的目光 直直看向老太太 张口 声音清冷却笃定 你说谎 第115章 生财庄 周和和在江徐徐站出来的时候 目光微微一闪 眼角余光偷偷瞄眼旁边的警员们 而后脚步挪蹭着 到了旁边的一名 还扛着摄影机的摄影师边上 朝他使了实眼色 摄影师一开始还没反应过来 但看周制片眼色 使得快要抽筋的样子 这才像是终于反应过来 趁着周围没人注意 悄悄打开了摄影机 虽然直播见关了 节目也面临要黄的情况 但是没彻底黄掉之前 该拍的素材不能少 江徐徐物资看向面前的老太太 性谋成淡 你说是因为孩子中途夭折 才改了设计图 将宅子建成孩子的木屋 但事实上 胶住水泥建造地基的时候 孩子已经死了 这栋房子最初设计 就是打造一间 可以将孩子的英灵 困在其中的英宅 老太太听到江徐徐的话 显然有些愤怒 你一个女娃子 不要乱说话 你知道什么 这是我们宋家的孩子 你擅自让人挖了孩子的坟 你要遭大报应的 江徐徐面对老太太的指责 面上却是半点不为所动 确实有人要遭报应 但那个人绝对不是我 而是整个宋家 包括你 你 你不用急着否认 如果事实真的像你说的 你又为什么要 专门守在房子附近 就为了就近看守这个宅子 听说老太太 是专门在附近看守宅子的 节目组以及一众嘉宾 脸色都微微一变 尤其是孤金末 她那天可是亲眼见到 眼前这个老太太 站在花园阳台那里 阴侧侧盯着他们的 她原本还以为 老人只是单纯地 不喜欢有生人出入附近 却不曾想 对方竟然是专门 监视着宅子的 江许许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顾金末忍不住追问江许许 江许许也不再跟老太太 掰成脉官 镜子转向众人 道 如果我猜的没错 这应该是生财庄 周围人包括旁边的一众警员 皆是面露茫然 大声庄已经接近 他们的知识盲区 这生财庄又是什么 他们不懂 但作为正统道家出身的商路 却是知道的 在听到生财庄的时候 他的脸色明显一变 再看那被封进水泥地里的 孩童尸骨 恍物之余 又带了些明显的愤怒 什么是生财庄 周茶茶小声地询问 脸上却没了先前的大大咧咧 反而带了几分小心翼翼 商路四世深吸了口气 这才解释 生财庄是悬门中一个 与打声庄类似的邪术 打声庄一般是为求四方安稳 护佑后人 但生财庄 则是单纯地为了脸财士 保证家族后代财运气运不断 他顿了顿 声音哑然道 这种法子和打声庄不同的是 这负责聚财的庄子 必须是重庄人的轻生的骨血 周围人听到商路的解释 都暗暗倒吸了一口凉气 拿活人生计已经足够离谱 更别说是拿自己的轻生骨血生计 得是什么样丧心病狂的人 家才会为了所谓的生财之道 就把自己的轻生骨血献祭出去 众人初始只觉得不可思议 但再联想到 先前老太太说 这孩子是那位宋老爷的私生子 背脊墨地窜起一股寒凉 他们想到了一个 更加残酷和泯灭人性的可能 而没等他们将心中的猜测问出 将徐徐已经冷声道出了答案 这个孩子 一开始就是 所谓的宋老爷为了生财装准备的 他舍不得自己的亲生孩子 便找了个外面的女人为自己生 生下来的孩子 长到差不多的时候在杀掉 将人种进房子里 再靠着孩子的怨念 以及房子的天然风水 真自然地聚拢财运 泰国古曼童也有类似的做法 但他们通常是用未来的急出生的孩子 做成古曼童加以供奉 因为没能出生的孩子 怨气是极重的 就如家里那个小萝卜头那样 而古曼童中也有区分 用亲子的骨血制作成的古曼童力量 会远比寻常的古曼童更加强大 这就是亲缘的力量 只是古曼童供奉 需要鲜血喂养 但生财装却不需要再 通过外力 就可以源源不断聚拢财气 能在二十年前 赤巨资建造这样的一栋 专门为了生财的阴宅 宋家想必不是岌岌无名之辈 对方祖上应该也是豪富之家 因为只有经历过真正的富裕 才无法忍受贫穷 我猜 那位宋老爷祖上应该也是豪商 可惜家道中落 家中子弟无力挽救 所以找了风水师 想出了这么一个阴损法子 为家中聚财 这法子最开始应该是成功了的 宋家凭借着孩子 短时间聚起了大量的财富 可惜那位替他办事的风水师 没有告诉他 生财庄重下后 一旦房子中作为升庄的英灵 无法持续支持家族的气韵 他就会自动掠夺家中 同源孩子的命数作为补充 一口中的那位宋老爷 西夏的孩子应该都早邀了吧 江徐徐这话一出 原本还色力那人的老太太 瞬间变了脸色 满是褶皱的脸上 满是惨白一片 江徐徐仔细看着对方面向上 和那英灵的清源线 恍惚明白了什么 你的孙子也没了吧 一句话 叫老太太瞳孔瞬间瞪大 整个人更是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 他的孙子 明明他家跟宋老爷不是直属亲戚 可那一年 宋家但凡死了一个孩子 他的孙子也会跟着死去一个 只因为他当年嫁的是宋老爷的弟弟 两家同根同源 无法分割 后来 宋老爷才终于后知后觉地察觉到问题所在 立即将房子卖掉 可尽管如此 也依旧无法阻止 这类似诅咒一样的存在 直到家里的孙子都已经死绝 宋老爷独自抱着巨大的财富 却始终再要不来一个孩子 宋老爷当初并非没有下决心毁掉这栋宅子 但哪怕只是毁掉一面墙 他靠着舍弃子孙巨龙的财富 就会遭遇重大损失 宋老爷已经没了孩子 不愿意连唯一的财富也失去 只能重新将房子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同时 为了保证后面每一任屋主 不会毁坏这栋房子 他又在合同里写明了 不得擅自更改房子的布局装修 同时又花钱在附近买了另一栋别墅 让老太太时刻盯着 第116章 遇事不顺 记得往右走 直到老太太声泪俱下地说起 这邪门的生财庄 众人才晓得 这房子背后 竟然还有着这么惨烈的秘密 子孙死绝 独自守着巨大的财富 又有什么意义 方又男不知何时 也相信了所谓生财庄的影响 心中还暗暗唏嘘了一番 但意识到 自己陷入封建迷信的陷阱里 忙不迭重新整理思绪 把自己从封建迷信的氛围里摘出来 所以 这官国里的孩子 是他的亲生父亲杀害的 不管凶手背后的动机是什么 警方的首要职责 还是将凶手绳之与法封建迷信害死人 想必那位宋老爷在牢里 可以好好反省一下自己 江许许不关心警方这边怎么抓人 他看着坐在地上 哭得老泪纵横的老太太 直到 生财庄名为生财 本质却是绝思的邪术 所以 玄门中哪怕听说过 但真的懂怎么做的也少之右手 那个帮宋家种生财中的风水师 本意应该就是为了让宋家断子绝孙 听到江许许这话 老太太几乎目自欲裂 她死死盯着江许许 呼得伸出手 如枯枝般布满皱纹的手 一把抓住他的裙摆 尽管颤抖 却不肯放手 姑娘 你能找到那个人 你帮我找到那个天杀的 我的孙子 我的儿子 都给人害没了 我不要钱 我就要我孩子 老太太说着 再次嚎啕大哭 整个人仿佛瞬间又苍老了十岁 江许许没有答应老太太找人 能够以让宋家断子绝孙 这样的邪术害人 那势必是与宋家 或者宋老爷有深仇 因果之事 他不会掺和 也没有必要 今天他让人挖出那孩子尸骨 相当于直接破了对方的竖法 对方接下来必然会遭到反噬 哪怕他不找人 那人也会为自己的所作所为 付出代价 而一如江许许所猜测 远在华国另一端的 一间出租屋内 一个中年男人 独自坐在电脑前 屏幕显示的是被弹出直播间的消息 男人却始终没有离开夜面 目光依旧看着电脑屏幕 谋色凝重 好半上 他起身 正欲走向礼物一个小佛刊前 然而没等他走到近前 忽然整个身体似是猛地抽出了一下 紧接着 一口血字口中喷出 男人砰的一声倒地 彻底闭上眼之前 他的双眼却紧紧盯着前方的小佛刊 那里供奉着一大一小两个骨灰坛子 男人的目光 自两个骨灰坛子上掠过 眼神终是不舍 又似解脱 好半上 嘴里再次溢出鲜血 眼前一片血红 如他妻子孩子被害死的那一天 男人似是被眼前的红色刺痛了双眼 最终 缓缓闭上双眼 江许许似有所感 视线看向那被警员仔细包裹的尸骨 想了想 他走上前去 将一枚叠成三角的黄符 塞入那包裹尸骨的袋子中 方佑南注意到他的动作 几个大步上前 一把抓住他的手腕 你刚刚塞了什么东西进去 江许许还没动作 一旁的周和和已经冲了过来 哎哎 这位队长别动手 江大师他还是个孩子 一边说着 一边把方佑南的手帕拉开 方佑南 你要不要听一听 你自己说了什么 心里虽然无语 但方佑南刚才也是一个冲动 才将人拽住 这会见人阻拦 自然顺势松开 又朝江许许低声说了句对不起 江许许倒没生气 只是微微抬眸 看着对方手心处 隐隐散出的金芒 虽然十分微弱 但确实有 只是比起楚北赫身上的金光 这点浅薄的金芒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不是刚才仔细看 江许许甚至没能发现 但这也变相证明了 眼前这位警官 手中应该救下了不少人命 江许许对于这种人 向来是比较宽带的 不仅没计较对方拽自己的手腕 甚至还主动给了具体点 方警官 你眉骨方正 力量挺直 周身正气 是个有大福之人 如果最近感觉有什么不顺的时候 记得往右走 方佑南 我不教育你封建迷信 你还给我算上了 他实在有些不太理解 现在孩子的兴趣爱好 谢谢 但就算你这么说 你也还得跟我回警局路口供 生财中的案子还要查 正好和薛依宁的案子 一块回去路口供 江许许抿了抿唇 虽然他不讨厌去警局那样的地方 但路口供确实挺浪费时间的 但身为公民 这样的义务不可避免 正准备点头答应 就听方佑南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方佑南便示意他先等着 自己走到旁边接通了电话 我是方佑南 电话那头 似是警局领导 方佑南的脸色顿时严肃了几分 连带着背脊都稍稍挺直 也不知那头说了什么 方佑南眉心微微促气 带着些不解的迷茫 眼神更是下意识 朝江许许这边看去 不多时 他挂断电话 重新走了回来 看向江许许时 眼神却多了几分古怪 上面有人打了招呼 你暂时不用跟我回去路口供了 更甚至 生财中的案子 也有专门的人员接手 虽然方佑南不清楚 但那似乎是国家安全局那边的人 对方甚至话里话外 让他对江许许客气些 江许许四世有些意外 但也没有多问 只是点了点头 很快 方佑南边和警队的人 带着薛伊宁收队离开 临走时 还特意检查了一下 装捡尸骨的袋子 发现里面除了一点黑灰 确实没有多余的东西 这才放心离开 宅子里再次剩下节目组的人 还有外围还在围观的一些围观群众 陈导脑袋杂乱 有些颓丧的坐在地板上 表情里颇有些身无可恋 周和和过去拉他 老陈 干嘛呢 收拾东西先离开了 难道你还想在这宅子过夜不成 陈导文言 瞬间一个咕噜从地上爬起来 知道了这宅子的来历 加上那地上起出来的尸骨 陈导哪怕再无所畏惧 心里也难免忌讳 但很快 综艺开播就面临被砍的打击 再次占据他的全部身心 哎 玄学果然不能随便碰 周和和文言也有些叹气 有心想要安慰两句 一时又找不出话来安慰 正惋惜着 头戴里的手机铃声响起 周和和接通电话 也不知电话那头说了什么 就见原本也有些颓丧的周和和 表情越来越亮 到挂断电话的时候 整个人甚至有些激动 只见他一把握住陈导的肩膀来回摇晃 语气里是难掩的激动 老陈 节目没死 上头有人发话 我们节目又能活了 第117章 若生大师 陈导一开始还在发愣 但反应过来 脸上顿时也露出激动的颜色 他好了 什么人打的招呼 他话虽这么问 但眼神却是下意识往顾金墨那边瞟 毕竟顾金墨是金氏顾家的少爷 要说这里谁有那个能量给上头地画的 那肯定是顾金墨 周和和也不知道 但他下意识感觉 这是可能跟江大师有关 毕竟刚才那位方队长 也是接到电话后 才收回了要带江徐徐回去入口供的事 他猜想 应该是江家给上头地了画 两人各怀心思 却都默契地不说破 第一期节目是没办法接了 薛依宁被带走 网上的观众还在闹着要答案 现在必须得先对外做个解释 还得另外找个人接替薛依宁 两人商定后 最终决定先发出公告 解释今天直播中断的情况 同时兵分两路 陈导带着人 尽快先把第一期的剪辑板剪出来 同时周和和这边 尽快找另一个嘉宾 补上薛依宁的位置 趁着还有时间 我尽快出个台本 让嘉宾把第一期故事的结局录一遍 陈导这么念叨着 就见一旁的周和和 拽了拽他的衣把衣角 陈导被他这小动作给娘到了 忙把自己的衣角抢回来 没好气地冲着对面 有事说事 周和和干咳一声 故作正经道 不用专门录了 刚才将许许他们 和那老婆婆对峙的时候 我已经让人录下来了 专门补录的东西 哪里有现实实录来的自然 陈导一听 果然又是一脸惊喜 两人瞬间拉过摄影师 去旁边看看录制的内容和效果 第一期虽然砸了 但只要综艺能够如常播出 就凭着第一期闹出的动静 只要第二期开播 势必能迎来另一波高峰 陈导和周和和 嘀嘀咕咕凑到边上 江许许还有另外四名嘉宾 则是就近坐在沙发上休息 商路从刚才一直盯着江许许 作为盗门中人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这宅子里聚集的凶煞 远没有江许许话里的那么简单 生财装所聚集的凶煞 是死在这里的孩子 连同其他所有意外身亡的孩子 可江许许却做到了 商路觉得 这位江同学并不简单 他想了想 正要上前仔细询问一番 结果刚要开口 旁边突然传来一道诧异的惊呼 呀 节目组保命锦囊 居然是张福 说话的是周茶茶 他琢磨着第一期节目中途结束 这保命锦囊大概是没用了 便趁着这会儿休息的功夫 把锦囊打开了说话间的时候 更是动作利落地打开了符纸 原本以为只是外表是个符纸 里面写了这么保命线索 结果打开来 还是个符纸 商路 你是道士 你看得出 这上面画的是什么符吗 商路听说 所谓的锦囊里装着的是符纸 并不十分感兴趣 毕竟这东西 他每天画 清风观里 一百块一张的东西 实在没什么好看的 但周茶茶把符纸摊到他面前 商路自然不能当做没看见 于是低头扫了一眼 就是这一眼 却叫他瞳孔一缩 这是 若生大师的护身符 悬门圈内 有名的符师不少 但近两年新生的有名号的符师 若生大师就是其中一个 据他师父说 这位若生大师在符一门 天赋极高 和寻常人耗尽精神 才只能画出一张灵符不同 若生大师画符 从来只在虚余之间 且每道符皆成灵符 就是俗话说的 又快又好 他们道观也是凭着灌主的关系 每个月能拿到二十张 若生大师画的平安符 护身符也只偶尔几张 且这二十张符 不受寻常相克 都是专门卖给真正吉用 或者舍得花钱的 因为每个符师画符的手法不同 商路当初甚至还特意 领摸过若生大师的符笔 是已能够掩认出 而据师父的说法 这位若生大师 还是少有的 能画出高阶灵符的符师 商路一直很想见见 这位若生大师 想到周茶茶这符的来处 商路忙不迭拿出 自己随身的锦囊 打开来 里面果然是一模一样的护身符 旁边的顾金默和林真真 看到商路这一反应 隐约猜出 这不是什么网店一元一张的符纸 也都下意识 打开自己随身的保命锦囊 商路眼瞧着 所有人的锦囊里 都是一模一样的护身符 心下都有些隐隐的激动 这个节目组 绝对有人认识若生大师 甚至可以说 关系极好 否则怎么能一次性 拿出这么多护身符 且一点也不心疼 这符很厉害吗 周茶茶忍不住追问 商路稳住心神 道 这是若生代事化的护身灵符 可抵消一次灾祸 俗称保命用的 林真真暗暗咽了咽口水 想说点什么 却又不想表现的 自己没见过世面 周茶茶作为大家的嘴涕 当即发出了来自灵魂的胆叹 所以这个保命锦囊 真的是保命用的 顾金默看着手里的符 眼底闪过一丝探究 可既然是保命用的 为什么薛依宁没用 薛依宁和江徐徐 先后突然失踪在洗手间 后来又凭空出现在二楼 这其中肯定设计了 某些玄学力量 这符纸 既然是给他们保命用的 那必然会对那些东西产生反应 既然如此 薛依宁又怎么还会被带走 江徐徐也下意识 看向商路案里说 有他的符纸护身 薛依宁应该不可能 被那么容易被凶杀附身 提起薛依宁 商路显然还有些不屑 他的锦囊没带在身上 他跟薛依宁一个房间 今早收拾东西出门的时候 他看到薛依宁 被他忘在了被子底下 商路对这个连环杀人犯 没有好感 自然不会刻意提醒对方 没想到 锦囊里装得恰好 就是能够救命的符纸 如果早知道 嗯 他也还是不想提醒对方 别问 问就是讨厌这种 轻视人命的恶人 第118章 灵符批发 徐徐 你怎么对这里面装的符纸 一点不感兴趣的样子 周茶茶注意到 他们几人都把符纸拿出来了 只有江徐徐坐在旁边 一副不为所动的样子 江徐徐指道 你们都拿出来了 我就不用拿了 这不是万一有不一样的吗 周茶茶苦口婆心 江徐徐依旧不为所动 甚至十分理所当然 我认为 陈导给的救命锦囊 应该是一视同仁的 周茶茶似乎被他这个解释说服了 一旁的顾金墨视线 却是若有似无地 从江徐徐面上扫过 刚才听到商路提起 那位大师那么推崇的样子 一般正常人 都会下意识想要看看 就连他也不意外 但他全程连拿出来 看看的打算都没有 要么是他早就知道 里面装的是什么 要么 是他不在乎 里面装的是什么 前者是早有预料 后者 实力强悍 无所畏惧 他会是哪一种 今天看你 似乎很懂得这方面的东西 甚至还会看面相 那你也会画服吗 顾金墨四世随意般地问起 江徐徐只看他一眼 道 我毕竟是即将入学 道教学院的学生 懂一点这方面的东西很正常 下面 我只会一点点 画服 也会一点点 江徐徐摸摸鼻子 他刚才 就听到商路的话 只是不好意思承认自己 就是他口中的若生大师 毕竟当初之所以 曲观若生这么个名号 本身就是为了方便卖服 一开始他学服 每天画一两百张练手服 都是常有的事 后来他不想浪费服纸 就干脆把质量过关的灵服 挂在了灵式网站上卖 结果不小心打出了点名声 还有不少人怀疑自己背后 有个专门的灵服批发团队 甚至还有人说 他背后有一整个服饰团队 专门给他画服 后来被师父告诫 他也学乖了 不再随便往网上大量挂服 加上他后来学会了基础服 专心研究高级灵服 卖的服就越来越少 到后来基本不挂 结果反而又开始 传出他一服难求的名声 清风关灌主 就是先前卖服的时候认识的 江许许后来虽然不在网上挂卖 但找上门的买卖他还是做的 只是不会再像 一开始那么愣头青的斗屁发 商路作为清风关灌主的爱徒 肯定也从他口中听说过自己 不过他和清风关灌主 过去也只是网上交易 他不认得自己 商路自然也不认识江许许 便也不打算自爆马甲 唯一没想到的是 商路居然能凭借符文 认出是他的福指 看来回头还得叮嘱周和和两句 这边说着话 那边陈导走了过来 跟几人解释了一下接下来的打算 我们原定的是三天两夜 现在因为中途中断直播 节目组这边决定提前结束今天的拍摄 节目组这边会先行安排大家去酒店休息 但考虑到剪辑素材不够 可能明天还需要再单独 加一个观众求助案件 节目组原本就开通了观众求助通道 原本是打算作为第二期直播素材用的 这会儿倒是可以先用上了 将许许几人没有意义 一行人便又浩浩荡荡地回到市里 与此同时 周和和这边让公关发布的声明 也已经发了出去 薛依宁虽然被警方带走 但警方那边的通报结果没出来之前 节目组这边是必须保密的 所以声明里也只是说明了 薛依宁因为突发疾病 接下来暂时退出节目组拍摄 网上的网友们等了半天 好不容易等来一个声明 结果却是这么个声明 纷纷在评论区里表示了不满 更有网友直接晒出宅子这边下午 被警方围起来的照片 纷纷化身福尔摩斯分析师 家人们 不用猜了 薛依宁已经被带走了 如果他在节目里说的都是真的 那估计是再也回不来了 不会吧 那不是节目组剧本吗 我听说 是因为涉及胡改当下真实案件 才会被勒令禁播的 薛在节目组里列举的那些人物和细节 可一点不像是胡编的 尤其是后面提到的黎清源 这人我认识 破案了 薛依宁就是杀人凶手 他家里像会杀人 他杀鸡都不敢 没听人家在节目里说的吗 不要看脸 更别说他那张脸还是假的 节目组只说 是因为疾病退出节目 也没说那录音到底是真的假的 还有直播最后那个画面 现在看着还是毛骨悚然 那分明是五个人眼 之后又有网友根据薛依宁整容这事 试图扒出他的过往 结果发现根本扒不动 薛依宁的过往似乎是空白的 而在网上一片针对薛依宁的讨论声中 江家这边 因为江许许直播中断的事 也表示了一下关心 江许许这会儿已经拿回手机 自然看到江家家族群里 讨论的节目组的情况 但大部分还是江苏在说 陆雪熙和江汉偶尔附和几句 薛宁玉也在群里 询问了江许许的情况 江许许回了一句 那边江城几乎是立刻跳了出来 说是关心 但语气里却带着点点的阴阳怪气 节目第一期就被禁播 这个节目之后 大概率会被直接毙掉 我就说 许许做事应该谨慎一点 想要出道 也该挑选一下合适的机会 现在这样 反而叫人看笑话 陆雪熙紧跟其后 轻声劝道 诚哥别这么说 节目中途被禁 许许肯定也很难过 又劝江许许 许许别灰心 想进娱乐圈 还有很多机会 别的不说 二表就就有单独的娱乐公司 他不说还好 一说起这个江雨明 就想起这个侄女 放着自己这个二叔不要 反而去找楚家帮忙 简直是不把他看在眼里 当下只当做没看到消息 根本不接话 江许许想要出道当明星 第一步算是毁了 要是接下来还不死心 怎么着也得亲自求上自己 他在考虑 要不要拉他一把 江许许看着群里的消息 只微微抬眉 半上 敲出一句话 谁说节目要被毙掉了 第119章 被清理过的尸骨 江许许这话刚发出去 群里立即刷出好几条消息 陆雪熙 节目还在 江城 节目没被毙掉 怎么可能 江素 我就知道 我姐在的节目 不会那么容易毙掉 江怀 爸爸出手了 江许许 实不相瞒 爸爸还没来得及出手 江家人没出手 那出手的是谁 和周和和一样 江家人下意识 也是想到了顾家 毕竟嘉宾里头 能干预这事的 除了他家 也就剩下顾家了 不过不管是谁 结果总是好的 这边说话间 又有一个新的消息弹出 却是楚北赫发的 楚北赫 听说节目出问题 如果你有另外的想法 可以直接找温婉 他会替你安排 江许许微微挑眉 感觉楚大佬 现在对他的关心 越来越多了 上次送他升学礼 这回还主动 要帮自己安排这种事 不过一想 这里面还有江怀的关系 江许许只当又是 哥哥拜托的人 便也客气回复 谢谢 不过节目问题 已经解决了 明天会重新开播 那头楚北赫 看到这个消息 只回了一句 好 聊天到此结束 正好节目组的车子 停在了别墅区门前 江许许便镜子 告别了节目组工作人员 回了江家 因为节目第一期 正好就在海市 江许许便没有去住 节目组安排的酒店 直到明天集合时间再过去 回来的路上 江许许又在灵市 闪送上下了个单 直接把五个少女鬼 送去轮回 中间又特意撑了一下 小英灵的重量 发现还是不足刻数 只得接着养英 江许许和节目组 这边按部就班 另一边 方又南带着薛依宁 连同那孩子尸骨 回了警局 一进门 就有相关人员上前 接手了孩子尸骨 两人身穿便衣 证件上挂的是 特殊部门的牌 从警员手中接过 装着尸骨的袋子 便当面又将尸骨 一块块捡入了 他们自己带来的 盒子里捡骨的时候 表情更是凝重非常 带到全部捡完 一旁盯着的人 似乎松了口气 负责捡骨的 却是皱了皱眉 似乎感觉哪里不对 方又南向来敏感 问对方 有什么问题吗 那人扭头 神色微脸 没什么 只是没想到 他一边说着 戴着手套的手 忽然又摸向袋子的角落 下一秒 却是摸出一点黑灰 而看到黑灰的瞬间 那人似乎终于了然 难怪 原来是有人提前 清理过这具尸骨 方又南觉得 他手上沾的黑灰 有些眼熟 却是下意识解释 尸骨在挖出来后 还没来得及清理过 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人笑笑 没有继续多说的意思 只是跟同事 将盒子收好 这具尸骨 我们就带走了 宋家老宅的事情 接下来也会 由我们部门全权处理 辛苦了 方又南把人送走 也没多想 又交代了一下 薛依宁那边的盘问情况 便带着人 准备前往薛依宁家里 搜查证据 少女连环被害案 因为情节恶劣 本来就引起了 势力的高度重视 现在好不容易出了的嫌疑人 专案组这边 必须趁热打铁 毕竟因为灵感 节目组的原因 现在网上 关于这个案子的讨论 空前严峻 这事必须尽早解决 车子和踩正组的车子 前后经过一处十字路口 却不想刚过拐角 就碰上了堵车 这也还没到下班高峰 怎么就堵上了 负责开车的警员 小声嘀咕了一下 方又南探头 看了下前面的情况 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 直接吩咐 绕道走吧 方又南下意识想说 拐进左边的小路 然而话未出口 脑海中墨地就想起了 那小姑娘跟自己说的话 预势不顺 挤得往右走 鬼使神差的 方又南开口 走右边的小路 警员司机有些莫名 往左拐比较快点吧 走右边还得再拐一道 方又南不耐烦 让你往右就往右 哪那么多废话 警员司机怂怂间 立即乖乖照做 身后踩正组的车子 跟着这边车子往右拐 两边车子刚刚拐拐不多话 就听身后传来一阵尖叫惊呼声 方又南以为发生了什么 忙让司机停车 又让同行的另一人过去瞧瞧 他们虽然不负责巡逻治安部分 但近在眼前有事情发生 自然不可能当做不知道 不多时 负责去看情况的警员小跑了回来 解释说 是另一条道上 楼上砸下来一个广告牌 好在没伤到路人 已经让巡警处理了 警员说着 不忘捂着胸口 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 幸好咱们刚才没走左边那条路 我瞧着那位置 咱们开过去的话 估计正好就砸中 咱们这辆 倒霉的话 估计前后两辆车都得跟着遭殃 警员一副逃过一劫的口气 方又男却是暗暗诧异 下意识又看向了那边宣道的方向 会是碰巧吗 可是 世界上真的有这么碰巧的事 如果不是碰巧 那就是 那姑娘提前算到的 唯物主义三十年 方又男今天受到的冲击 着实有些多 第二天一早 江许许让司机把他带到酒店 跟节目组工作人员先行会合 他的打扮一如之前 简单的T恤加工装裤 外头是一件半长的白色防晒衣 加上一顶棒球帽 整个看起来休闲却洒爽 周查查率先朝着他这边招手 哪怕昨天亲眼见着了 挖出尸骨这样的事 他依旧一副 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的样子 有关昨天直播中断的后续 节目组后来连夜发出了剪辑版 连带着 将江许许揭穿老太太和宋家人 众生财装的事情 一并剪了进去 网友们虽然觉得 剪辑版不够让人满意 但好歹接受了这个结果 也正因为剪辑版的播出 昨天的节目事故 没有引起太多观众的不满 今天已经开播 对着镜头打了招呼 顾金默率先问起了 今天要去的地方 节目组这边难得卖了个关子 这个大家到了就知道了 说起来这个案子 商路应该比较熟悉 商路被突然点名 明显愣了一下 但很快他就想到 有可能是清风关那边找过来的 只是不知道是哪个 江许许对此倒是不甚在意 反正顺利解决就是了 然而 当节目组的车子 开进了熟悉的小区 又一路朝着熟悉的路上开去 江许许心下 忽然有种不好的预感 而当节目组的车子 最终停在某栋熟悉到 步行的别墅门前 江许许的脸顿时不好看了